小萌娃才三岁半,一顿却能吃五碗饭,还能单手轻松撂倒小猛男,很不巧,倒霉的歹徒却抓他做人质,都不要过来,不然我就杀了他,等等,只要你放了他,就是金山银山我都给你搬了,嘿嘿,今天运气爆棚,绑了个有钱的主,行行行,三十分钟内准备好一辆车和一百万现金,而此时的婉婉却一脸淡定,叔叔,你马上就要大火临头了,歹徒怒了,小屁还说什么胡话,师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然你不听我话,那就得吃点� 说着婉婉小手一抖,反手就扣住歹徒,歹徒挟持到瞬间落地,然后歹徒和婉婉同时看向刀,婉婉抢先一脚将他踢出十米远,再一手抱住歹徒胳膊,分分钟亮亮,歹徒摔了个人羊马斑,三百六十根骨火同时炸裂,苏州叫吉寒宝宝,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痛苦,爸爸,我好着呢,师父说自作孽不可活,哎呀呀,跟你说大火临头了,你偏偏不信,一小时候,终于到家了,婉婉大声打了个哈欠,一晃神,婉婉震� 这就像婉婉,这是什么情况,师父说,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中间不栽鬼拍手,栽鬼拍手不怕引来立鬼吗,你看吧,让你把树砍掉你偷了,吓到我宝贝孙女,你怎么配,乖孙女,爷爷抱你进去好不好,而此时的婉婉开始士气小魔法,巴拉巴拉小魔仙,是,搞定,回家吧,爷爷,你最近两个月是不是每天都在做噩梦了,是啊是啊,乖孙女怎么知道,婉婉赶忙搜罗布袋里的宝贝,找到了,就是她,爷爷和爸爸一定要把护身符随身带着,好好好,我们都说好了, 接着苏州讽婉婉婉睡下,转身去书房找爸爸,婉婉从小被管,现在终于找回来,你该打起精神,回到董事长的位置,苏州开心点头,为了女儿我也要重新振作,而当晚,爷爷竟然一个噩梦也没有做,第二天一早,婉婉跑苏州床前,乖乖等爸爸醒,踩奶蒙了,爸爸我饿,走了,爸爸带宝贝下楼吃早餐了,好耶,这也太好吃了,婉婉一顿就炫了十个大肉包,外加两瓶牛奶,苏州看着奶蒙的女儿,一脸欣慰,看来被拐卖后,收养� 这位高人,吃完早餐,苏州霸气牵着女儿一起去上班,董事长,这孩子是你女儿吗,你怎么知道婉婉是我女儿,那你就带着婉婉去公司到处逛逛吧,而这边的婉婉立马放出八十分小魅影,叔叔好,你,你好,你好可爱啊,好可爱的人间小幼子,突然碰到同事打招呼,王柱,您在这里干啥,嗨嗨,我帮董事长六娃呢,你看,董事长的女儿敲可爱的,王柱转眼的瞬间,孩子呢,别人三岁都在玩泥巴,小女娃却已经到处给人算命,哪里冒出来的小片,现在 立刻,马上给我出去,肃习瓜,咪兮咪兮,让我来看看你是谁,掐指小算,原来你是我亲哥,小屁孩,在这乱认什么亲戚,快把你爸爸 就在此时,叮咚,男人微信寻收新消息,不出意外的话,一定是爸爸找我,男人震惊的就像男人,是这离谱,我真是爸爸的寻娃启示,没过三秒,男人秒切宠胃口,我就说谁家的宝宝这么可爱,原来是我家妹妹,那哥哥跟婉婉一起回家吗,哥哥今天,有点忙,那明天呢,明天还有重要会议,看看 看,没有爱了,哥哥心里只有工作,下一秒,哥哥告诉爸爸和婉婉一起回家吃饭,趴墙脚偷听的婉婉,瞬间一跃三米高,送给哥哥一个爱的抱抱,而就在回家的路上,哥哥希望不要见到那对母女,不好意思,没如你意,他们早上八点就到家了,婉婉一时好奇,那对母女是谁,是你三哥苏燕青的妻子和女儿苏青青,那哥哥不喜欢,把他们赶出去不行吗,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不是,婉婉无奈摇头,刚到家门口,不出意外的看见那对母女,轻轻狂奔而来,爷爷,爷爷, 我好想你哦,爷爷抱抱,爷爷抱抱,苏州一脸无奈,轻轻自己走,苏州内心OS却是,爷爷的手还要同出来签女儿了,轻轻冷哼两句,那我推着大伯走,不料哥哥瞬间暴怒,不必了,爷爷我原点,而出现在爷爷面前的却是爸爸签着婉婉,你们回来了,马上开饭了,先做会儿吧,话音未落,婉婉一月八尺高,投入爷爷爷的怀抱,爷爷,晚上有没有蒸羊羔,蒸熊掌,烧花鸭,烧紫,必须有,怎么能亏待你个小吃货 哇塞,爷爷你脸上有点东西,有点什么,有点帅,嗨嗨,宝贝孙女的甜言甜语,我有点喜欢 乖孙女,给你介绍下,这是你三哥的女儿青青,紧接着,青青就抱着礼物和走,这是我和妈妈给你准备的见面了,欢迎你回来 不料打开礼物的瞬间,晚晚就看到一股妖气,同时间家里也笼罩着一股妖气,怎么回事 就在此时,青青的妈妈恰巧下落,素碑挂,咪嘻咪嘻,让我来看看你是谁 没想到,晚晚发现了不得了的事,年仅三岁半的小女娃,却有着惊为天人的食量 拐卖分子养不起,主动送到警察局,警察叔叔面露难色,这都第十碗泡面了 难怪拐卖分子主动送上门,然而仅凭小女娃提供的画像,就顺利找到了他爸爸苏州 苏州一刻不想耽误,我素将女儿带回家,时间一晃就到了一家人团聚的时间 晚晚见到长得四迷乐佛的爷爷,一月八尺高投入爷爷的怀抱 爷爷,晚上有没有蒸羊羔,蒸熊掌,烧花鸭,有有有,肯定全部满足我们晚晚小事过 而让苏州惊喜的是,一到家孙女青青就着急给女儿送见面 最最离谱的是,苏州并不知这份见面里带着满满的邀请 晚晚却故装淡定,为了保护家人,她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实力 而此时青青妈正想下落,素碑挂,尼西尼西,让我来看看你是谁 奇怪,这个阿姨的面相竟然看不出,师傅说除非是时功德或神仙转世 不然就是故意隐藏,晚晚主动上前say hello 阿姨,送我的手链在哪买点 阿姨眼前一脸飞线,而青青却出来打混 妹妹,你应该叫我妈妈嫂嫂,那安对份你应该叫我小姑吧 忘记师傅说,结婚要有小本段,不然不作数 晚晚心里一乐,小鸭,看你还要使什么阴招 撒了个漂亮的嘴杖,她转身去找哥哥,还是跟哥哥待一起舒服 哥哥,我给你揉揉腿吧 而让哥哥想不到的是,双腿突然间就有了知觉 恍惚间,他又觉得是自己的错觉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晚晚暗自施起的小模仿 正在一点点治愈哥哥的双腿 时间一晃就到睡觉时间,晚晚死皮赖脸要跟哥哥睡 苏州满脸不放心,不停地巴拉巴拉住一点一 二,三,没过三秒,哥哥把门一关,爸爸该睡觉了 他挪动轮椅转身的瞬间,晚晚的问题让他震惊了十秒 你怎么知道我的腿和青青有关 这个嘛,是秘密哦,你快说说细节 哥哥回想起两年前外出开会 中途刹车和方向盘失灵,恰巧撞上大货车 幸运的是命捡回双腿残疾 本以为是意外,却发现车上的配件在青青房间 警察调取的监控都指向他 更离谱的是,最终结果警察却以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哥哥说完愤怒不解,而此时的晚晚伸手给哥哥安慰 晚晚无法见幸运 紧接着,他搜出自己的小魔法袋,潇洒灰字 刷刷刷三下五出二,给哥哥的平安符搞定了 然后,然后晚晚又开始施洗小魔法 哥哥再一次感受到腿的知觉 他终于知道是晚晚的魔法 从此哥哥化身宠内扣,无法自拔 而与此同时,师父给的七星剑也在默默保护着晚晚 可发光的七星剑又唤醒了熟睡的晚晚 满屋的妖气,欺负着我的家人 晚晚不发威,你真当晚晚是病猫啊 第二天一早,晚晚哼着小曲,正想着怎么收拾那对母女 然而青青却主动来找茬 晚晚心里有了想算吧 他洗漱结束,故意无视越过青青 青青气出三条黑线 使出吃奶的劲抓着晚晚胳膊 晚晚大喊放开 青青放手上眼小绿着 芳芳,我都懒得玩得小把戏 你还玩得不亦乐乎 青青骂大骂晚晚没礼貌 青青哥爱把喜欢的手链送你 你这样对他良心不错吗 晚晚心里一乐 小样,终于上钩了 他也开始小彪阿斯卡演技 既然是他最爱的,那就还给他吧 毕竟是死人骨头做的手链 送给我内心惶惶 青青震惊的就像青青 该死,我这小心机就这么轻易被拆穿了 哥哥一脸不敢相信 正想伸手看个究竟 晚晚慌乱懒想 哎呀呀,别碰别碰 十八颗珠子由十八个恶人骨灰所致 中间灰色那颗乃是西域最高僧头 巴拉巴拉小魔仙 他快速实习小魔法 雷电大火间 只听见恶人生生痛苦叫喊声 青青惊出一身冷汗 不知道这小妮子这么烈 嘿嘿,小样 没想到你心思这么百毒 晚晚若是带着手链一周 怕是要去见阎王 苏州见状怒火三尺高 严厉质问青青妈 母女俩却装一脸无辜 苏州直接让他们扫地出门 不料大门一关 晚晚给哥哥比了个夜 我给你报仇了 而另一边 被扫地出门的母女一脸不甘心 新的小算盘却在他们心里悄悄升起 男人以为隔壁家老王他房 却没想到是亲儿子的花边新人 这狗崽子千万别回来 不然一定打断他头 而晚晚竟然说狗崽子好可爱 好想养一只 可晚晚晚没想到 苏州说的狗崽子是他二人 爸爸 有照片吗 我想看看狗崽子有多可爱 苏州有点难受 宝宝怕不是对狗崽子有误解 他分分钟转换可爱呆萌撞 宝宝 爸爸送你去上幼儿园怎么样 然而话音未落了 晚晚秒变大姑包 转身向哥哥告状 爸爸不要晚晚了 哥哥淡定安抚 了解ABC才知识从小被拐卖惹的祸 应该把拐卖老巫婆丢海里喂猪 晚晚扑吃一声就笑了 突然发现哥哥你是懂幽默搞笑的 晚晚也想成为跟哥哥一样幽默的人 哥哥趁机露出他那不值钱的笑 嗨嗨 想跟哥哥一样 那就得去幼儿园学习 晚晚一副势必成功的架势 好啊好啊 去就去 时间一晃就来到三天后 三个男人一不舍目送晚晚踏进校门 然而刚进校门 晚晚就被强行围观 好可爱的小娃娃 这是想骗人生女儿啊 而目送晚晚的三个男人却一天都坐立不安 可晚晚却是人来熟 在学校玩得不亦乐乎 依然是午安起干饭小能手 还会主动撩哥 没办法 谁让他那么帅 还自带金光紫光 是难得一见的功德圆满之人呢 然而小帅哥有点冷 除了说我叫顾方池 却是西字如今 晚晚开启小画牢模式 分分钟惹恼顾方池 顾方池有点尴尬 只能用咳嗽来演示 晚晚思考6.18秒 却霸气喊话要照着顾方池 接着他疯狂翻起自己的魔法袋 无奈护身服用晚了 他表示晚上回家就给他画服 这一举动却惹得小胖子急 你干嘛支离那个瘸子 我长得也不赖啊 说着小胖子就把游戏机 朝顾方池丢去 晚晚瞬间怒了 给人取外号 还使用暴力 晚晚不跟你交朋友 小胖子哭得更凶了 面对晚晚的死神明示 他只能呜呜大哭回家找妈妈 而看着刚刚发生的这一幕 顾方池开始变柔软 害羞地跟晚晚说头发散 还主动帮他扎头 晚晚开心的眼睛冒碰 我好喜欢啊 而时间一晃就到了放血时间 三个男人迫不及待接晚晚 爸爸瞬间发现晚晚不一样 一问才知是顾方池的杰作 可三个男人听后却秒变死神明示脸 三岁女娃只是娇个小男友 却能惹火焰孙三人组 生怕自家小白菜被捕 出门必配保镖安防队 晚晚喃喃自语 哥哥和爸爸太女人了 保镖眉毛一条 小姐怕是还不知老板是女人 时间一晃就到了回家倒计时钟 晚晚仰天咆哮 为什么都找不到我想要的东东 保镖一脸问号问晚晚想要什么 晚晚竖起手指细数ABC 简而言之就是要皇甫 保镖听后一脸飞线 然而不到三秒 保镖便带着晚晚闪现古玩市场 却撞见算命先生说 女人的婚姻线又长又直 定是婚姻没满之人 晚晚凑近一瞧 养着小头气呼呼道 我说大叔 钱可不能这么赚 容易遭天钱哦 算命先生慌忙下烛课令 谁家倒霉孩子 快领走 而与此同时 保镖一把将晚晚付在胸前 我家大小姐问 就左先天右后天 简单地说 就是左手的运势胜于右手 而这位阿姨伸左手 你却说后天多好 接着晚晚不顾算命先生 给阿姨叹起了手相 不出意外地全说对了 阿姨连忙点头 小姑娘你是懂看手相的 然后愉快地跟晚晚挥手道别 可算命先生却不乐意了 钱还没给 这倒霉孩子 保镖还带这么多 好汉不吃眼前亏 说着悲起不带就疯狂跑路 算我倒霉 以后不要让我再碰见 晚晚扑斥一笑 你可别乱跑 越跑越倒霉 偏偏就是这么刚好 他一个不小心被石头绊倒 直接扑向了前方刚来的那垃圾车 狠狠地摔了的狗尸屎 老倒是没忍住那一位 疯狂偶扑 晚晚一脸嫌弃 都跟你说了越跑越倒霉 以后不能再骗人了 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道袍的少年 从晚晚身边飞驰而过 老板 我要五百张皇子 晚晚黑黑一笑 真是得来全部碎功了 小女娃明明只有三岁半 却主动撩歌 Oh My God 你有点小帅 做我第27个好朋友好不好 男孩在女孩的强烈攻势下 轻松被拿捏 而成为晚晚的好朋友 送皇服宝平安市标牌 可就是这么突然 皇服刚好用完了 第二天 晚晚就跑到古玩市场找皇服 与此同时 一个帅气的小道童 从晚晚身边穿过 晚晚总觉得这个道跑有些眼熟 可小道童急冲冲 晚晚还来不及开口 以不见踪眼 而保镖和店主的对话 却瞬间拉回了她的思绪 没过三秒 晚晚就兴奋地喊着 她要五色扶植 朱砂 黄旗 店主不明所以 你个小屁孩 凑什么热闹 哪边凉快待哪去 晚晚被说得一脸委屈 保镖疯狂互主 霸气甩出飞金台 店家乖乖拿出 玩玩想要的ABC 玩玩开心地就像三岁小伯 保镖健壮 霸气喊话买下小姐 想要的所有ABC 而与此同时 小道童又气喘吁吁跑 不是刚买了500张吗 小道童无奈 这件新生不好带呀 话夫公底做报 店家抱歉表示 今日扶植已受完 想要明日再来 小道童震惊得就像小道童 那我怎么跟师父交代 挪 那边的小财神 你要不要问问 小道童犹豫片刻 心想为了不被师父走 突然就鼓起勇气 问晚晚是否愿意 云些扶植 可瞬间又泄气地跑开了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晚晚却叫住了他 不要跑啊 你不是要黄扶吗 这些都送你了 正当小道童感动得泪流满面时 晚晚要求送扶植的条件 是要回答他几个问题 话夫很难吗 哎呀呀 你不懂我们的苦 那真的是不能说的苦 不过我那部之前的师父 天天吹牛他那三岁话夫 天才小事情 而此时的师父在道馆 却狠狠打了个喷嚏 晚晚心里也有了答案 你师父是不是较像得寿啊 小道童一脸震惊吃瓜 你会算了 晚晚晃动他那小脑瓜 嘿嘿 我大概率就是你说的那天才小事情 小道童火速跑回道馆告诉师父 然而还未开口 却被师父一顿痛了 干啥去 买个符纸太阳都下山了 他一脸委屈 说着遇见的萌娃知道师父名字 师父瞬间来了个双肩掐 上眼一出快问快的 那丫头是不是眼角有个肋指 还随着带着随便背包 用着五颜六色的符纸 小道童连声喊着 对对对 师父说的都对 而此刻的师父心里已了然 小女娃三岁半 却有一双火眼金睛 这天她独自来公司找爸爸 但她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爸爸 而是背着女鬼的男人 原来男人是苏爸生意场上的战略合作伙伴 看到爸爸和浑身散发着力气的男人走在一起 晚晚一脸担心地叫住爸爸 想要提醒他们要小心 而看到女儿的苏爸 瞬间化身血女狂魔 疯狂说自己的闺女有多可爱 晚晚也是凑近礼貌打招呼 而与此同时 男人身后的女鬼也阴冷地和她打起招呼 晚晚感觉是有蹊跷 赶忙掐指小算一下 素背卦 咪西咪西 让我来看看你是谁 接着她自信扬起小脑袋 问背着女鬼的顾叔叔 是不是最近没运有点多 晚上睡觉不踏实 总感觉有东西压着 此话一出 苏爸着急 担心合作伙伴不高兴 赶忙站出来打个圆场 一定是你顾叔叔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老顾 我们还是先去开会吧 晚晚依旧不放心 大喊提醒顾叔叔 不要独处在密闭空间 该让晚晚没想到的是 下一秒顾叔叔就独自去洗手间 老顾还一脸猛逼 老苏的小女儿怎么神神叨叨 然而老顾抬眼的瞬间 却被女鬼缠上身 出来仿佛就变了一个人 谁也不理睬 只是静止朝着天台走去 恰巧经过苏爸办公室 晚晚立马察觉不对劲 等等 顾叔叔怕是不听劝 出事了 他三下午除二跳下沙发 乃猛喊着顾叔叔 却没反应 晚晚赶紧士气小魔法 巴拉巴拉小魔仙 是 不好 真的被我猜中 顾叔叔被女鬼缠身了 他赶忙撒腿就跑 还不忘提醒爸爸 拿上他的七星剑去天台 苏爸虽然内心恐慌 但为了宝宝 他还是鼓起勇气 拿上七星剑去天台 而这边的晚晚累得气喘吁吁 都怪平时吃太多 还偷懒不锻炼 为了顾叔叔 我可以坚持了 时间一晃 晚晚终于爬到了天台 他用尽吃奶的劲 推开天台的大门 顾叔叔 晚晚来救你 不出意外的是 被鬼缠身的顾叔叔 已然站在天台边 听到晚晚的声音 还不忘来个阴冷的回眸一笑 晚晚马不停蹄 再次施起小魔法 巴拉巴拉小魔仙 射 不听话的啪啪掉落 就在此时 苏爸及时赶到 七星剑该出大招了 苏爸还不明所以 哎呦喂 我的宝宝 你也捅太快了 哎呀哎呀 我说老顾 你来天台干什么 而此时的晚晚只是伸出小手 霸气护住苏爸 爸爸你先靠边站 紧接着晚晚做了一个 准备起跳的姿势 三二一 然后再来了个纵身 一跃三尺高 朝着被女鬼缠身的 顾叔叔就是刷刷刷 落地的瞬间 还不忘摆个pose 简直帅爆啊 女鬼魂魄也随之灰飞烟灭 而顾叔叔吓得晕倒在地 晚晚抬手擦擦 幸好来得及时 我第一天 累得我够强 小女娃三岁半 却发誓此生要救一千万人 来积攒满级的灵力 可没想到 最先救下的却是未来 大概率要成为公共的男人 就在刚刚 她一跃三尺高 挥起七星剑一把 就斩杀了附身在男人身上的女鬼 男人吓得晕倒在地 直接被120送进医院挂水 6.18秒后 老姑苏醒后下的还在大喊有鬼 地旁的助理却乐了 幸好晚晚及时赶到 就下想要跳楼的顾总 老姑服额 现丑了 真是不听小孩言 失窥在眼前 而与此同时 助理拿出晚晚留下的皇服 交给老姑 晚晚叮嘱转交 并友善提醒顾总要带着不离身 听到这儿的布总羡慕极了 还是你们苏总有福情 拥有这么乖巧奶蒙的女儿 再想想自己那个不争气的 对比之下就好生气 可老姑还不知道的是 晚晚却钟情于他家内部争气的 第二天来上学的晚晚没有看到顾方池 便着急询问老师 老师轻声安慰 刚想说顾方池小朋友生病了 要明天才能来 话音未落 晚晚却开心地看向右前方 原来是他那有点傲娇的小男友来了 柔柔和东师大吼顾方池 接着猛的一跃八尺高 触不及防就送给顾方池一个爱的抱抱 这一波操作倒是让顾方池瞬间慌了神 哎呀呀 你太重了 我抱不动了 结果可想而知 两人拥抱着双双落地 而这一亲密举动 也顿时让顾方池羞红了脸 晚晚却一点不在意 只是一味地询问顾方池病情 还霸气说自己会医术治病 可此刻的顾方池却写满甘荡 先不说病情 你快下去 让我站起来再说呀 晚晚这才意识到不好意思 抱歉抱歉 看见你太激动了 而在一旁看热闹的老师 终于打破现状 宝贝们先去后院晚好不好 晚晚乖巧点头 转身的瞬间 顾方池却已不知去想 什么嘛 跑哪去了 也不等等人家 想到这儿 晚晚更加气不哭 就在此时 突然听到树林那头的吵闹声 晚晚瞬间乐了 开吹 被我发现了吧 看晚晚躲起来怎么吓你一跳 可当他探出小脑袋查看究竟时 却被眼前的一幕吓懵了 男人准备了250分量的麻药 却麻不晕三岁小女王 明明说这分量绝对能让人睡上十天十夜的 而就在顾方池消失不久 晚晚就气不哭地来到幼儿园后院 却突然听到树林那头的吵闹声 晚晚瞬间乐了 他是叹性地歪着小脑袋一看究竟 什么 人贩子 他们这是要绑票顾方池 可转念想到自己被人贩子拐卖的经历 却又瑟瑟发抖 但不管不顾的内心会感觉很不安 晚晚努力做着心理见识 正当人贩子把顾方池丢上车的瞬间 他鼓足了180分的勇气 气场2米8地走出来呵斥 放开他 你们这两大坏蛋 两土匪转身看着眼前的小奶娃 没想到还能一见双雕 土匪立马动起了歪心思 一个假装和晚晚聊天 另一个早已绕到晚晚身后 趁晚晚不备之时 用带着大分量麻药的手帕 捂着他的鼻子 晚晚一是渐渐模糊 直接被一起带走 而另一边的老师终于开始清点人数 不点不知道 一点吓一跳 他赶忙叫来苏爸和顾爸 苏爸一时不能接受 刚找回的女 怎么救 然而顾爸却能冷静地要求调取监控 最离谱的是 监控路线早就被人处理过 此话一出 苏爸和顾爸面面相去 透露着深深的担忧 幸好两父亲担忧的娃目前还相安无事 正当绑匪筹划着用两娃换巨额现金时 晚晚已慢慢苏醒 看着身旁依旧昏迷的顾方池 他条件反射性地大喊 顾方池 你咋了 快醒醒了 可这一举动瞬间惊动了绑匪 小女子怎么这么快就行 这麻药怕不是买的三无产品 罢了罢了 看着两小屁孩也整不出事了 恰巧顾方池在这事情 晚晚对着绑匪就是一阵巴拉巴拉的输出 绑匪实在受不了 抬手就想揍完了 却不出意外地被晚晚拿捏 晚晚这超级无敌大力口是吹的 这让绑匪震惊不已 完全动弹不得 这是什么情况 紧接着晚晚一脸自信的训斥 打小还是犯了 你不知道吗 天才小到同被绑票 但他决定不再装作 而这也是他第一次 在小男友面前显露自己的实力 你们要带我和顾方池去哪 绑匪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准备开走 晚晚却第一时间站起捏住绑匪的手 绑匪挣脱不开 这小妮子怕不是怪物吧 地旁的顾方池看着两人僵持不下 一把将晚晚拎起送进怀中 他还小 你们别介意 而此时的晚晚早已春心荡漾 这男友力 简直率爆了 绑匪欺诈了 哼哼 待会你俩别想吃饭了 此话一出 晚晚瞬间哇哇大哭 怎么可以没有饭饭 我要吃饭饭 晚晚撕心裂肺的哭声 却惹得绑匪一阵烦躁 再哭 再哭就把你干掉 与此同时另一绑匪刚买午餐回来 怎么着这小祖宗了 就说不给他吃饭就终不住了 这好办呀 我买了好多吃的 给他一个饭团不就打了 终于消停了 把他们送到C室 我小妮活 可没过三秒 晚晚就快速炫完一个饭团 他摇醒正准备咪凳的绑匪 叔叔 还有吃的吗 晚晚还没吃饱 绑匪缓过神 袋子里空空如影 这小妮子吃完了我们一周的伙食 真的忍不了 再这么下去 我们也要被吃熊了 说着他们便火速停车 拎起两个小奶娃朝一小去走去 两绑匪还嘀咕着要把两奶娃干掉 晚晚擦墙脚 好奇地问顾方池干掉的意思是 顾方池直接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就是杀掉的意思 晚晚一听要被杀掉 瞬间又开始大闹 绑匪这一次便不再仁慈 恶狠狠地对着晚晚就是一通警告 晚晚心想在危险面前 保住小命要紧 便疯狂点口安静下来 绑匪开始更加粗暴了 拎起两娃进门 就将他们重重摔在沙发上 再拿绑绳将两小奶娃牢牢捆住 晚晚心疼散落一地的水片 绑匪却对着晚晚又是一顿训斥 而与此同时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您好 我们是C式派出所 来做人口普查的 这可把绑匪吓得一哆嗦 其中一绑匪火速捂住养奶娃小子 并严肃警告他们不准出声 在拎起两娃藏在沙发后 才敢让另一绑匪开门 开门的瞬间 警官严厉训斥 怎么这么慢 绑匪却只是小心翼翼的道歉 找各种理由搪塞 而警官眼神变得犀利 家里有小孩吗 临时看着像是小孩吃的 绑匪委婉陪笑 不不不 我买给自己吃的 可警官一脸的不相信 总觉得是有蹊跷 正专注思考时 警官助理却开始打马护眼 警官瞬间放松了警惕 行行行 那就简单做个记录就行 关门的瞬间 绑匪对着布方池就是重重的一脚 你这臭小子 竟然敢咬我 刚还想喊救命 现在就是喊破天 都没人来救你了 可让两绑匪没想到的是 两奶娃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挣扎 偷偷给自己松懒 师父说 放下屠刀立地成活 但叔叔你这么粗暴 肯定是成不了活了 人家嫌弃你还来不及 绑匪怒了 小屁孩你怕不是在玩 此话一出 布方池互助婉婉 对着婉婉小声敌敌 待会儿我引开他们 你赶紧跑路 听明白没 还未等婉婉回应 他便转身对着绑匪喊话 叔叔 谁让你放了我们 我爸爸可以给你们很多的马内 绑匪开始暴跳如雷 老子不要钱了 只想要你们的命 婉婉掐指一算 咪嘻咪嘻 看来他真的想要杀我们 紧接着他快速护在布方池前 你放心 婉婉护你周全 然后他开始施起小魔法 巴拉巴拉小魔仙 是 这时拿着刀的绑匪已动弹不得 反而顺势将刀丢向了别处 接着婉婉拿起了扫帚 布方池拿起了托把 红池击中一绑匪 没过三秒 这绑匪已被两奶娃制服在地 另一绑匪顺势拿起手枪对准 对准婉婉的额头 婉婉一点不害怕 快速在背后施起大魔法 还大声挑衅绑匪 我就坐这儿 亮你也打不着我 绑匪大怒 小屁孩还胆挑衅 说着便毫不犹豫地开启了枪 可这一声枪响 瞬间惊动了刚走的警察 他们火速狂奔 那户人家果然有问题 然而等警察走到门口时 却发现婉婉拿枪 对着两绑匪正训致 哭 哭什么哭 我三岁娃都不哭 你一个男人哭不害骚吗 警官疑惑地喊着 苏婉婉 怎么是你 婉婉开心地冒泡 和穷哥哥 好久不见 然后就送给警官一个爱的抱抱 让警官没想到的是 两绑匪竟开始疯狂输出 被这小屁孩折磨得有多惨 警官笑了 他们绑架你 怎么撑你折磨他们 而此时的顾芳池一脸自责 不关他的事 他们要绑架的目标是我 他是被我连累的 婉婉却一脸娇羞千奇小男友的事 傻瓜 我是自愿的 今天付出了你的安全 婉婉很开心的 两娃还在隆情秘义 却被警官打破了这份文 跟我回警局做口供吧 晚点你们家长会来接你们飞家 而到警局的顾芳池依然不解自责 婉婉 对不起 让你跟我一起陷入危险 刚才看手枪对着你时 我感觉心脏都要停止跳动 可听到这个婉婉完全没有反应 顾芳池转眼一看 却发现婉婉已晕倒在她肩 她还坐在靠椅上24小时 不吃不喝连厕所也不上 就为了等旁边的小女娃醒来 本来还担心小女娃怎么晕倒 直到看到满脸的口水 才知原来是睡着了 就在此时 警官和穷出来问话 幸好你们还在 婉婉睡眼惺忪地睁开她那卡斯兰的大眼睛 看见和穷的瞬间 开心的眼睛冒普 和穷哥哥 一定要把坏人都抓起来 省得他们再去害别人 和穷微微点头 想起审问时有很多疑点 还需一点时间来破案 但是哥哥能不能先问 婉婉宝贝几个问题 好好啊 和穷哥哥 你问吧 在你们绑架房间的墙上插着一股刀 是怎么回事 柔柔思考6.18秒 自信昂扬地疯狂输出ABC 最终和穷得到的答案 倒是自己飞到墙上的 和穷一脸不敢相信 小声问顾芳池 是这样吗 顾芳池尴尬点头 就看能不能敷衍过去 和穷发挥他那超高智商 这小女娃怕是不简单 毕竟她的组织里面都是很厉害的 紧接着她无奈地抽出护身符 问婉婉怎么回事 婉婉接过护身符 哎呀呀 都烧没了呀 然后 然后就掐着小腰 大声呵斥 和穷哥哥你不听话呀 婉婉给你的符棒你挡去了死子吗 和穷猛然 想起三天前 在小巷子追捕犯罪团伙时 他们打过来的子弹竟自己会管弯 真是感谢我们的小福娃才躲过一劫 说着婉婉再次试习小模仿 送给和穷哥哥护身符 这一次一定要听婉婉的话 和穷感动得泪流满面 宝贝们可以回家了 爸爸很快就到了 说着婉婉开心地拉起她那小男友的小手 走走走 我们去找爸爸 可让婉婉想不到的是 顾芳池一岁时就出了意外退去 导致不能快跑快走 所以快跑的结果就是要摔大跟头 婉婉不吱声 没想到你这帅气的脸庞下 竟藏着这么深的痛 顾芳池尴尬 想起从小被嘲笑的痛 瞬间大怒 你走 不要管我 婉婉震惊的就像婉婉 怎么突然这么凶啊 咪嘻咪嘻 让我掐指一算 原来是以为我嫌弃你啊 不是的 我只是在想要怎么能治愈你的腿 我本事大着呢 你等着看吧 说不定我能给你惊喜哦 那个男人头顶上背着一个女鬼 女人却说她只是压力太大 小女娃掐指小算 糟糕 这个叔叔被女鬼附身 说着婉婉撒开八尺小腿 跟随顾叔叔到天台 火速挥起她那五尺七星剑 三下五除二斩杀女鬼魂魄 老姑下晕被送进医院 待她苏醒第一时间收到婉婉的护身符 有个小心思在她心里缓缓升起 她发誓一定要收婉婉为干女 就在此时 助理接到电话 顾芳池和婉婉被绑架 顾爸和苏爸火速赶往幼儿园 不料监控早已被切断 而让两老父亲没想到的是 两娃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冷静 还能轻松撂倒绑匪 令现场普查的警察都目瞪口袋 6.18秒后 两奶娃回警局做完口供 就等两老父亲来接 婉婉开心地拉起顾芳池小手 走了 我们去大厅等爸爸 然而快跑的动作 让顾芳池紧跟不上而翻了个跟头 与此同时 婉婉才知顾芳池一岁 食出了车祸导致残疾 顾芳池一脸伤心 感觉马上就要失去婉婉这个玩弹 而婉婉只是轻轻挽起 顾芳池的胳膊 你放心 婉婉的衣术也不烂 给我一个月 我能让你恢复奔跑 你相信婉婉吗 顾芳池感动的小脸微红 疯狂点头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婉婉开心地就像打了场胜仗 而与此同时 两老父亲正巧感动 爸爸 是爸爸来了 婉婉一跃三尺高 飞奔扑进爸爸怀里 爸爸 婉婉好想你啊 想家里的烧花鸡 烧死了 哎呦喂 我这可爱的小吃货 家里统统都给你备着 对比另一边 却异常的冷静 顾爸只是冷冷地问是否有受伤 就在这时 和穷警察来打招呼 关于此次绑架 我们会随时向两位汇报进度 而婉婉却扬起她那小脑 呆呆地看着顾叔叔 不对劲啊 顾叔叔的死结还未过足 老顾率先问婉婉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不不不 顾叔叔 我看你印堂发黑 性命堪忧啊 老顾一愣 那顾叔叔要怎么做才能破解 婉婉拍着三尺小胸脯 放心 一切交给婉婉 只不过顾叔叔能不能答应婉婉一件事 当然可以 婉婉你说 就是 就是顾方吃可不可以做我正式小男友 顾爸一听 乐翻了 周哥你这女儿不要太可爱了 还没长大 你这小情人就被我兔崽子拐走了 苏爸一肚子火气 管什么管 我的女儿谁都不能管 然后 然后梁老父亲竟打起了阻仗 梁奶娃在一旁看戏 这也太幼稚了 没过三秒 顾爸转身告诉婉婉 以后要叫顾方吃哥哥 顾方吃一脸不相遇的 这老父亲又想做什么样 然而下一秒 顾爸就说婉婉以后得喊我干爹 此话一出 梁奶娃震惊的就想养奶娃 男人要认小女娃当干女儿 小女娃却哭了 你这叔叔 我明明想当年儿媳 你却想要我当干女儿 由于片刻 婉婉告诉爸爸 顾叔叔要认我当干女儿 爸爸怎么看 苏爸只是俯身问婉婉 宝贝愿意吗 婉婉思考6.18秒 然后微微奠起脚筋 乔明临说 如果以后顾叔叔 每次来都带着顾方吃 婉婉还是很愿意打 爸爸叹了叹气 我这小宝贝哦 真的要被顾家拐走了 接着婉婉和顾爸拉钩 他说好了 以后见面都得带着顾方吃 来陪我玩 顾爸健壮 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 就想送婉婉一个爱的抱抱 却被顾方吃紧紧抱住 爸爸 你冷静点 你的过分热情 怕是要吓到婉婉 顾家父子俩的这波操作 却让婉婉开心的冒泡 还是小吃哥哥最好 顾方吃一脸害羞 你喊我小吃哥哥 对啊 我喊顾叔叔干爹 喊你不就小吃哥哥磨 紧接着婉婉猝不及防地 送给顾方吃一记相吻 顾方吃小脸红到耳根 结巴说着你 你怎么 顾爸一旁疯狂拍照 露出一脸死肃血 顾方吃则是和爸爸干假 爸爸你快把照片删掉 而在两父子干假中 苏家父女和他们道别 时间一晃就到了第二天下午 婉婉整整补了十个小时的酒 宝贝 醒啊 饿不饿 要不要吃点心 死花一出 婉婉瞬间切换小吃货模式 这么多好吃的呀 看得口水哗哗直流啊 就在此时 婉婉的肚子开始咕噜咕噜作响 爸爸 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呀 你这小条皮 宝贝饿了就快吃吧 爸爸要去上班了 你在家陪爷爷吧 而此时的爷爷开心到竖起八字胡 宝贝要不要跟爷爷去钓鱼 钓鱼 看爷爷很喜欢夜 应该蛮有意思的 那晚晚要去 爷爷瞬间开心的泪流满面 不容易啊 天天被儿子孙子霸占乖孙女 搞得我都没时间和宝贝培养感情 6.18秒后 爷爷带着玩玩闪现鱼场 老苏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咋来了 没发现我今天有点不一样吗 哪里不一样 因为我带着我的乖孙女 此话一出 三老头痛痛地震 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孙女 老人身边惊陷三岁小女娃 三老头却说他拐卖儿童 地旁的小女娃笑了 爷爷你们是这幽默 6.18秒后 玩玩激动地大喊 顾爷爷 你有鱼儿上钩了 顾爷爷转身挥动三尺鱼竿 我真是鱼儿上钩 所有人凑近看热闹 只夸老顾利 只有玩玩看向和中央 没过三秒 他自信仰起小脑袋 告诉爷爷爷会钓到更大的鱼哦 地旁的王爷爷听后却一脸不屑 嗨嗨 一个小娃娃的话怎能信 顾爷爷一脸思想 那可不一定 这娃娃聪明着呢 下一秒 顾爷爷走开独自去锤掉 而爷爷这边 鱼竿突然就有了动静 不是吧 这么快就有惊喜 只见爷爷挥动八尺鱼竿 哇塞 这鱼起码有上百斤了 王爷爷啪啪打脸 这小娃娃怕不是锦里在世吧 而与此同时 隔壁突然传来扑通落水声 众人震惊的就像众人 不好 是老姑意外落水 爷爷三下五除二脱去外头 还不忘分速保镖快报警 说完火速跳入河中 朝老姑狂游而去 一旁的婉婉八尺墨镜一盏 咪咪咪咪 让我来掐指小蒜一下 放心 没什么危险 爷爷马上就回来 你快去准备毛巾和热水 我刚算过 此番没有威 话音未落 天空却飘来一阵打雷声 婉婉再定睛一看 糟糕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要出意外了 刚刚明明算过的 为何现在合理却不满阴气和煞气 渴望着远处的爷爷和顾爷爷 婉婉露出了久违的担心 天才小到同掐指小蒜从未失误 可这次小蒜却离得大了 看着爷爷和顾叔叔 还在满是鹰气和煞气的合理 婉婉真的慌了 他立马撒开三尺小腿 大喊着 爷爷 你一定要好好的 带跑到靠近爷爷的小桥中央 他火速取出符址 眼看就要出意外了 妖怪开始疯狂地把爷爷往下转 婉婉一刻都不敢耽误 他快速拾起小魔法 巴拉巴拉小魔仙 是 可这一波操作让河水来得更加汹涌 婉婉赶忙转动他那三百斤的小脑光 看来只能最后一搏了 没过三秒 他抽出笔手 哗啦啦划破自己的小手 他忍着剧痛挥动流着鲜血的三尺小手 天空中立马生成一道皇服 婉婉在大喊风声水起 随我去话 皇服瞬间变成一道金光洒落河中 河水秒变平静 婉婉大呼一口气 幸好幸好 而另一边 爷爷以江古爷爷就回岸边 所有人都一脸猛逼 刚刚的河水为何如此吞击 与此同时 不停地喊爷爷爷爷 爷爷听到婉婉哭了 不停自责地说爷爷错了 宝贝不哭 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 婉婉和爷爷顺利回到家中 爷爷不出意外地不停打着喷嚏 苏爸见状 忍不住地调考 爸 你这钓鱼怎么钓水 话音未落 却被婉婉打断 才不是 爷爷今天是super hero 紧接着 婉婉秒哭 爸爸我怕 是婉婉没用 婉婉想保护爷爷 爸爸 哥哥 希望你们都健健康康 长命百岁 当然健健康康的前提是 少熬夜哦 宝子们都要注意身体啊 而看着娃娃大哭的婉婉 苏爸心疼坏了 宝宝不哭 今天是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吗 一人三岁小女娃还在玩毛毛虫 可婉婉却已经能掐会所 而就在刚刚 婉婉因为一次掐算的失误 而赶到自责 她不停地嘀咕 婉婉希望爷爷爸爸哥哥们都好好的 苏爸凭着自己多年商场打拼的敏锐之举 察觉到婉婉的言外之意 她立马让身边所有人回避 才小心翼翼地问完了 宝贝说不想我们出事 是不是掐算到不好的事 婉婉扶去眼角泪水 支支吾吾回应 因为 因为家里都是邀请 刚刚差点让爷爷也出意外 此话一出 爷爷震惊地就像爷爷 难怪刚刚感觉有人把我往下拽 原来不是错觉啊 爷爷赶忙送上弥勒佛式的微笑安抚 婉婉超棒的 因为宝贝爷爷现在才好好的 紧接着苏爸也送上老父亲式的安慰 是啊 婉婉才三岁半 等长大后只会越来越练 而听完老父亲鸡血式的鼓励 婉婉立马满血复 爸爸说的对 那婉婉现在立马去画符 时间一晃就到傍晚时分 婉婉奋笔记书 一出手就画了一万张符 真是妥妥天才小道头 然后他疯狂给大哥 爷爷各塞入一百张黄符 紧接着给爸爸塞了六百张黄符 因为还有五个哥哥吗 而让婉婉没想到的是 他的笔笔记书 却令郊外散步妖气的道士遭到反噬 师父 你怎么了 老头怒气飙升 也不知道苏家哪来的本事 找到了有道行的道士 破了我的妖气 可他想破天都不可能想到 这个有道行的道士只有三岁半 他还敢自信放话 不出一年内 必须要搞倒苏家所有人 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清晨 婉婉太身是压顶地爬过大哥身上 大哥秒变清醒 看着一旁咕噜咕噜喝水的婉婉 才想起苏爸的提醒 怪自己大意 然后 然后他只能甘大的笑着和婉婉 紧接着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要出意外了 只见大哥惯性穿起拖鞋 打着哈欠准备去刷眼 下一秒 他震惊八十分 我竟然站起来 与此同时 婉婉震惊得就像婉婉 他不敢相信自己施的小魔法 魔力这么大 想到这儿 他不禁笑了 小男友顾方吃有救了 男人残疾三十年 却被三岁小女娃一道福祉治愈 就在刚刚 苏起怀突然就能走路了 婉婉震惊得就像婉婉 大哥 你可以走入了夜 太棒了 苏起怀也是一脸不敢相信 这感觉太奇妙了 我真的可以走 直到他带着一货来回驳驳 他才敢相信这不是做梦 紧接着他刷得抱起婉婉 婉婉你这嘴怕不是开过光 你太厉害了 哥哥对你的崇拜 犹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 婉婉笑呵呵 快 快去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爸爸和爷爷 然后他撒开三尺小腿 一步并三步飞速响 恰巧苏爸过来 看到站着的儿子 苏爸激动得泪流满面 于是两父子相互对视三十秒 瞭动着三十年的苦 哥哥的腿好啊 是不是可以陪我去游乐场了吗 当然啦 以后婉婉想去哪 哥哥都陪着你 太棒了 婉婉超爱哥哥的 一旁的苏爸却吃起了三十年的老虫醋 婉婉都不爱爸爸 此话一出 婉婉这个端水大师心领神会 婉婉超爱这个家 爱这个家的每一个人哦 三个男人听完笑哈哈 开开心心送婉婉去上学 苏爸永远操碎心 巴拉巴拉一通ABC 才肯放婉婉进学校 下一秒 婉婉进校门的瞬间 就碰到绵绵老师 她第一时间不是跟老师问好 而是找顾方池 绵绵老师笑咪咪 你们两个小娃娃是这默契 是约好同一天来上学的吗 接着她就牵着婉婉去找顾方池 婉婉见到顾方池 内心欢喜一跃而起 想要送给顾方池爱的抱抱 而顾方池有起初的一点淡定 瞬间变得不淡定 她摒弃明神 扎好一字马 准备迎接婉婉的强势热情 这一次 她稳稳地接住了婉婉 虽然自己还是摔痛了屁 可在绵绵老师提醒婉婉 不能再这样时 顾方池反而说自己没事 听到这么说的婉婉 开心地拿出巧克力和顾方池分析 一旁的小胖子忌妒 哈喽 婉婉 我也想吃 喂我一口呗 此话一出 顾方池秒变死亡凝视力 我的小女友你也感动 吓得小胖子狂奔回家喊妈妈 别的小朋友书包里装书 婉婉包里却装了500斤零食 苏爸生怕饿着婉婉这个小吃会 但也因为这个临时惹出一场风波 气得小胖子哭唧唧跑去找妈妈 可下一秒恰巧碰到绵绵老师 小胖子哭唧唧告状 老师 顾方池杀我 老师震惊地就像老师 他 他用什么杀你 小胖子哭唧道 他用眼神杀我 与此同时 婉婉忍不住插话 老师 小胖子说话 他让我喂他吃零食 还骂顾方池是瘸子 还未等老师开口 婉婉便霸气拉走顾方池 留下小胖子继续哭唧唧 时间一晃 就到晚饭时间 这是婉婉第一次拿食物出气 苏爸和爷爷眼神对视 感觉今天的婉婉不对劲 苏爸温柔问婉婉怎么了 婉婉气得口齿不轻回忆 我没事 苏爸灵机一动 对了 明天是婉婉干爹生肉 没想到这句话果然奏效 婉婉这个小吃货秒变开心 太棒了 我又可以去找小吃哥都玩了 紧接着婉婉着急下桌 说要帮干爹准备生日礼物 地旁的苏爸却瞬间吃起了三十年的老陈醋 这两父子到底有什么魔力 都来抢我宝贝女 六点一八秒后 柔柔开始小女生的纠结时刻 苏爸看着宝贝一脸在乎的样子 终于忍不住地问 宝贝是有多喜欢小吃呢 婉婉羞涩一笑 就好比我是鱼儿 她是水 此话一出 苏爸气到肝疼 我真的要失去我家小宝贝了味 时间一晃就来到第二天 婉婉霸气下车 哇塞 小吃哥哥家好气派啊 好喜欢 地旁的苏爸不乐意了 宝贝 我们家的古宅可不比这场 是吗 那我们跟小吃哥哥家正好门当户队呢 苏爸呵呵一笑 带着婉婉进入生日会 苏爸和友商热情打招呼 婉婉却四处扫射找干爹 三点一四秒后 找到了 然后 然后婉婉飞奔跑向干爹 嘴里喊着干爹 生日快乐 老姑赶忙放下手中的酒 横出双臂抱婉婉 而婉婉却发现干爹身上的阴气变重 他赶忙拾起小魔法挥散 然后急不可待地问干爹 小吃哥哥在哪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婉婉直接丢给干爹一盒护身符 这是给干爹的生日礼物哦 我要去找小吃哥哥了 老姑打开一看 瞬间舒畅 而一旁的苏爸老成兔瞬间吃到五十年了 画面一转 婉婉小脚蹦跋着找不方式 可下一秒看到的情景却让他惊呆了 婉婉小拳拳握紧 活腻了 敢欺负我小男友 男孩车祸右腿变残疾 女孩上来却说给他一个月就能治愈 可下一秒 三男孩突然围堵男横 骂他是瘸子 婉婉听不下去了 他气呼呼拿着树枝喊住手 三男孩震惊地就向三男横 蓝眼男孩率先发问 你是谁啊 多管闲事 婉婉气鼓鼓 我今天要替你妈妈教教你怎么尊重人 说着婉婉就挥动三百斤的树枝 狠狠啪啪啪揍上三百六十拳 在疯狂给他来个酸爽按摩 慌忙之下 蓝眼男孩踩中小狮子 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婉婉小拳拳握紧 树枝继续伺候 蓝眼男孩吓得颤抖 你到底是不是女孩子啊 这么凶巴巴 婉婉哼哼 我不是 我现在还只是一个三岁宝宝 说 你为啥欺负顾方池 蓝眼男孩哭唧唧回应 谁让他欺负顾燕 婉婉一脸猛逼 敲鸣力问顾方池 顾燕是谁 顾方池回应顾燕是他后妈的孩子 也并没有欺负他 婉婉霸气插腰 听见没有 小吃哥哥没有欺负他 蓝眼男孩又暗 他说火 你问问他们都看见了 小燕只是想要他的平安符 他不给就算了 还敢推人家 简直就是顾家的小灾心 此话一出 再一次把婉婉惹怒了 可顾方池却一把拉住婉婉 他们说的对 我就是个灾心 我一出生我妈妈就去世了 婉婉何东是否道 你不是 你才不是 阿姨去世 你都还不懂事 你有什么错呢 是你后妈坏坏 都是宝宝 凭啥大的就得灌着小的 何况平安符是我给你的 他有什么资格要 紧接着婉婉朝着三男孩大吼 你们记住了 顾方池是我的人 再敢欺负他一次 我就做到你嗷嗷大叫喊妈妈 待三男孩走后 婉婉感冒问顾方池受伤没有 顾方池感动得泪眼婆娑 却突然拉住婉婉停了下来 婉婉 你以后不要对我这么好 我不值得 这可把婉婉记坏了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 因为哥哥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就在刚刚顾方池一脸严肃告诉婉婉 我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婉婉二话不说 拉住顾方池 你错了 你是婉婉见过最好的人 你可能不知道 你身上同时拥有紫气和金光 在佛学上就是说 你是功德圆满之人 所以 如果你都不算好人 那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 而顾方池顿时被婉婉的一番话 感动得泪流满面 于是他牵着婉婉准备去爸爸生日会 婉婉却突然停住了 他瑟瑟发抖地问顾方池 斜对面的方向是哪 顾方池回应是前段时间失火 来不及维修的宅子 婉婉没在意 继续向前走了6.18秒 又停住了 顾方池愣住 还有什么疑问 婉婉告诉顾方池 旁边的墙有点不对劲 顾方池立马靠近查看 却被妖气缠上 婉婉火速拉开顾方池 不对劲 还是别胖 然后婉婉继续问顾方池 这面墙建了有多久 顾方池回应是前段时间失火 才当修建的 婉婉这才想起师父说的 任何住宅都有风水 一命二运三风水 此处的位置建筑不可超高6指 正面墙明显超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顾方池听得一愣 只是疯狂摇头 意味着有人改了你家风水 轻则破产 重则索命 此言一出 顾方池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便邀请婉婉去宅内看看 却恰巧顾爸来喊两娃吃蛋糕 婉婉这个小吃货 听到蛋糕就想飞奔而去 可却被顾方池一把拽住 婉婉这才想起又忘记正事 赶忙回去顾爸 我晚点来吃 顾爸一脸猛逼 婉婉内心哭唧唧 蛋糕宝宝要等我 紧接着他们来到宅内 婉婉左侨右看52秒后 告诉顾方池家里地势不对 比如这里 风水上 大门不可冲阳台 还有这里 窗户不可冲后门 断台 以及这里 比火味不能养鱼 七七49天的上窜下跳查看 可把婉婉累坏 小吃哥哥 你家宅子这么多问题 怕是得重整他 安孩家刚新建的宅子 女孩一上来却说不能再住 就在刚刚 婉婉扫尸一周 发现房子的脚脚落落全被 封水 太疑惑地问顾方池 最近家里是不是有人生病 顾方池回应 只有爷爷前段时间去钓鱼落了 婉婉恍然大悟 难怪小吃哥哥身上的金光 会失墙失落 顾方池一脸信任地 问婉婉可有破解之错 当然有了 只是婉婉需要回家准备准备 婉婉内心 却是不能让他知道 我还得回家翻水 就在这时 婉婉却突然被狠狠推了一下 毫无防备地 他直接飞出十米远 顾方池见状 瞬间怒气飙升 顾燕已找死 顾燕却一脸害怕地喊着 死瘸子 你滚开 而此时的顾方池 以怒气飙到底端 他一把拎起小老弟 再狠狠甩出十米远 让你感受下这个摔的酸性 顾燕哭唧唧喊妈妈 并说要让妈妈来揍她 顾方池脸色一沉 按着顾燕的小脚在地上摩擦 痛得顾燕嗷嗷大叫 可晚晚看着顾燕环绕的妖气 感觉不对劲 就在这时 顾方池的后妈提着三尺大刀挡 她使出一百斤的力气 推开顾方池 你怎么能欺负弟子 顾燕还不停喊着 妈妈 你快把这个小灾心关进小飞屋 而后妈知道顾爸紧跟在身后 赶忙捂住顾燕的小嘴 6.18秒后 顾爸正巧赶到 后妈分分钟上演奥斯卡演技 顾爸见状怒气飙升 质问顾方池 顾方池一脸傲娇 使他欠揍 正当顾爸想要发火时 晚晚出来战队 小池哥哥没错 他就是欠揍 是顾燕先推我的 害我摔痛痛 小池哥哥是替我出气才做的 他之前还抢我送给小池哥哥的平安符 不给他还喊人揍小池哥哥 刚还说小池哥哥是瘸子 要把小池哥哥关进小黑屋 我想问干爹 你们家都是这么对待小孩的吗 如果是这样 那我可不敢再喊你干爹了 顾爸秒变严肃脸 怒气冲冲质问后妈 能不能解释一下 女人一肚子坏水 男人却以为女人心善 一旁的女娃笑了 他指出女人儿子的种种劣迹 顾爸一脸严肃的质问 曹叔 你就是这么教儿子的 曹叔支支吾吾 顾爸怒气飙到顶端 曹叔赶忙为自己儿子开脱 小池是哥哥 怎么能对弟弟想盆水 晚晚没眼看 那请问顾燕为啥能对小动物下厮守 顾燕继续狡辩 你不要血口喷人 曹叔随之也开始指责晚晚 小朋友 你妈妈没教你要做个诚实的孩子吗 晚晚思考6.18秒 我没有见过妈妈 苏爸哽咽发声 抱歉 我太太过失的走 晚晚不在意 继续质问曹叔 为什么要帮顾燕杀害小动物 难道不怕他们半夜鬼敲门吗 曹叔咬牙切齿 心想这小娃怎么死咬着我不放 他赶忙狡辩 死丫头 我没有杀他们 你有证据吗 晚晚霸气问话 那你床底下的动物尸体怎么损失 顾燕惊慌 不对 我明明藏在衣柜里 此话一出 所有人瞳孔地震 晚晚飞飞一笑 其实我并不知道 就是诈你的 没想到你自投罗网 这怪不得我吗 紧接着顾爸一行人前往顾燕房间查看 顾爸打开衣柜的瞬间惊呆了 作念啊 怎 怎么能如此残忍 顾方池赶忙捂住晚晚的眼睛 你别看 省得晚上做噩梦 与此同时 顾爸的怒气已无法形容 顾燕却还在无声地狡辩 爸爸不是我 不是你是谁 一定是顾方池 他嫉妒我 晚晚霸气护肤 你有什么好让小吃哥哥嫉妒的 他嫉妒我没有残疾 所以 而此时曹叔想着必须要改变策略 突然他挥起三百斤的胳膊 啪啪打在顾燕脸上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说谎 甚至污蔑哥哥 晚晚却不以为然 阿姨 你这眼睛有点捉猎了你 你敢说这些动物 不是你送到顾燕房间的吗 不要着急否认 凡事皆有阴谷 阴谷循环 报应不少 曹叔假装听不懂 神圣叨叨 说的什么呀 而晚晚只是玩耳一笑 听不懂没关系 总有一天你会懂的 安孩家里充满阴气 女人却说是误气 地旁的女娃笑了 她打开满是动物尸体的布袋 想要超度 你干什么 恶心人呢 晚晚懒得搭理曹叔 只是告诉其他人物里都是阴气 需要超度才能消散 苏爸一脸担忧 晚晚却飞黑一醒 表示自己不害怕 6.18秒后 晚晚给所有动物整齐排排走 随之口中快速念着超度语 阿弥陀佛 波罗波罗 整个屋里瞬间布满金光 所有人都顿感身心舒畅 温暖如春 接着所有阴气也渐渐超度至消失 却唯独有一只黑色小猫喵喵叫个不停 晚晚凑近一听才知小飞有夙愿未了 于是他将小猫抛向空中 让他去完成最后的夙愿 十分钟后 晚晚缓缓睁开双眼 他告诉干爹超度结束 找个地方将所有动物尸体都买好即可 乃至说完差点晕倒 顾方池赶忙上前搀扶 时间一晃就到了宵夜时间 晚晚这个小吃货 一件食物就停不下足 干爹见天色已晚 邀请苏爸和晚晚家里救助 苏爸温柔问晚晚意见 晚晚开心的冒泡 拖口而出说要和小男友睡见 地旁的苏爸30年的老陈醋又打干了 晚餐过后 晚晚开启发牢模式 小吃哥哥喊不停 顾方池则是宠溺的喊晚晚吸脚 两奶娃在洗脚玩闹中嘻嘻哈哈 胡料玩闹声却引来苏爸怕抢脚 生怕自家小白菜被捕 眼见的晚晚瞧见爸爸 问爸爸来干什么 爸爸瞬间气到肝臀 晚晚却只是问爸爸洗脚脚 与此同时 屋外突然传来鬼叫声 晚晚淡定安 没事没事 是小黑找顾燕报仇去 男人只是看了眼屋外 顿时背后一喊 因为这老宅到处就让人感觉阴森森 就在刚刚 屋外有人大喊有鬼 原来是小黑找顾燕报仇去 苏爸不想让女儿跟顾芳池睡 便告诉晚晚怕黑的 就跟爸爸说 不料晚晚笑呵呵 晚晚不好 小吃哥哥对晚晚超好的 爸爸看 小吃哥哥给晚晚洗脚洗得好干净 苏爸带着一脸心痛离开 宝贝 那晚安咯 带爸爸走后 两奶娃趴床上闲聊 不一会儿 晚晚就呼呼大睡 鼻涕还不听话地吹泡泡 顾芳池见状飞飞一笑 好可爱 连睡觉都这么可爱 于是他抱着晚晚 甜甜地做了个美望 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清晨 管家一早送来漂亮的公主群 顾芳池帮晚晚温柔地扎着头发 晚晚却突然说小吃蛋糕 顾芳池宠溺地捏捏晚晚的小脸蛋 你这小吃货 可让晚晚没想到的是 下一命 顾芳池就让爸爸准备了蛋糕 晚晚狂奔跑去 第一时间跟干爹say morning 一旁的酥爸老谈粗又翻了 晚晚竟然没有先跟爸爸say morning 接着晚晚愉快地吃着蛋糕 还不忘告诉干爹 回家就去买副准备 早餐过后 晚晚要买500张符纸 苏爸一脸储蜜的回应 好好好 宝贝想要多少的多少 而店家再次看见晚晚 态度也是180度转变 秒变鳄鱼凤成脸 哎呦 小朋友今天还是买黄纸 朱砂吗 晚晚一愣 老板记性真好 再来500张黄纸 店家苦笑 抱歉 您今天怕是要白跑一趟 晚晚疑惑 怎么会呢 我明明算过你家还有符纸 小朋友说的没错 符纸是有 但都被天使会提前预定 话音刚落 小道童出现 老板 我们是来拿符纸 晚晚180度优牙扭头卡 小道童却震惊地喊诗 师伯 20岁的少年一见3岁小奶娃 就给了他10万张符纸 只因他喊晚晚一声师伯 晚晚飘飘欲仙 快 再喊一声师伯 师伯 师父他老人家可想您呢 晚晚思考6.18秒 嘿嘿 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少年支支吾吾 我叫张 张怀育 怀育师侄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少年信誓旦旦 师伯尽管说 就是你能不能借500张符纸给我 过几天双倍奉护 师伯需要那必须给 磨 10万张够不够 晚晚疯狂点头 够够的 接着少年敲咪咪以烧鸡和小蛋糕诱惑晚晚去天使会 晚晚用眼神示意苏巴 苏巴俯身告诉晚晚 宝贝想去就去了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晚晚闪现天使会 少年牵着晚晚去见师父 旁人却窃窃思语猜晚晚身份 可下一秒师父狂奔而来 口中还不停地大喊了师姐 少年震惊的就像少年 师父这包袱都不要 只见师父紧紧抱着晚晚 喃喃自语道 师姐 你可想死我了 晚晚一脸淡定 师父瞬间开启画牢模式 而晚晚却只关心烧鸡和蛋糕 师父一个眼神示意 少年心领神会 6.18秒后 烧鸡和小蛋糕缝上 见晚晚吃的打打香 师父发动小心思 跟晚晚说有一个小小的情形 晚晚歇耳恭听 师父哭唧唧说天使会很难 晚晚立马来的兴致问天使会怎么了 师父继续诉苦说 其能意识难求 有天赋者更少 晚晚一脸疑惑 可是我又能帮什么忙吗 师父嗨嗨一笑 就是想邀请小师姐 每周教他们画幅和看下 晚晚脱口而出说不行 这可把少年和师父 吓出一脸问好 晚晚见状赶忙解释 我还在上学呢 学习日不行 周末可以吧 师父瞬间放松 对对对 我都忘了小师姐 毕竟只有三岁 老人一个月都画不出的黄服 却被这三岁小女娃一分钟搞定 然而女娃是天才小道童 提笔就能画 就在刚刚 向德寿是地球 晚晚来天使会叫众师之化 晚晚毫不犹豫答应 向德寿马不平提 带晚晚见众师之 然而向德寿一见不争气的弟子 就气得两眼冒火化 他气鼓鼓求 晚晚给他们露一手开开眼 晚晚疯狂点头COK 紧接着晚晚拿出180分的气势 可尴尬的是小短腿够不着 向德寿赶忙给晚晚拿上小板凳 晚晚立马恢复180分的气势 接着刚进有力地挥动着300斤的毛笔 还未等众师之反应过来伏一成 众师之震惊得就像众师之 他们一脸的不敢相信 画幅竟然不用沐浴 拜祢 人香 晚晚挥动着八尺黄服说 不信我用给你们看 此话一出 向德寿震惊到无法呼吸 还未等他开口 晚晚以士气小魔法 霹雳闪电起 然后 然后外面瞬间乌云密布 只见一道闪电直击地面 众人震惊得就像众人 这可是经久失传的徒手引雷 对啊 这是五雷服 你们都会吗 众师之疯狂摇头 不会画也不会用 晚晚一脸疑惑 可是我明明觉得很简单 不然我再给你们演示一次吧 向德寿再一次惊慌 小诗解噎 可不能把我这天诗会诈 于是他秒七奶蒙脸 可不可以把这张符纸留给我了 晚晚毫不犹豫地点头 摩 给你 众师之瞬间也坐不住了 纷纷表示想学五雷服 晚晚嘿嘿一笑 那现在就开始吧 时间一晃就是三小时后 赶忙过来扶晚晚 师姐 你现在知道我的苦了 晚晚气鼓鼓 我两岁就会的东西 怎么他们三小时还没学到皮毛 真没想到竟有比你还差的天师 向德寿一脸甘寡 师姐教训的是 而与此同时 背后突然传来一声爆炸声 长女娃三岁就会学扶炸房子 老头却说她是厉害小师姐 一旁的少年们震惊了 她拿起符纸试袭小魔法 瞬间一道闪电炸裂地面 苏爸赶来一副八十分 这是小范围地震 向德寿搜的一阵扫过 轻轻将晚晚送入苏爸怀中 并友善提醒 以后记得不要让小师姐在家里用福 苏爸和晚晚同时满脸问候 向德寿这才娓娓道来 想当年 师父的道馆样样齐全 自从小师姐学会画幅 道馆天天被炸 为了避免你们露宿街头 还是慎用 听完的苏爸却一脸瞳秘 没关系 咱们家是房源大户 宝贝想炸马就炸马 向德寿震惊得就像向德寿 有钱人的世界真难懂 紧接着苏爸和向德寿say bye bye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回家了 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 晚晚下车就看见爷爷 小短腿飞奔而去 但瞬间想起绵绵老师说过 不能一跃而祈求抱抱 晚晚就突然来了的紧急刹车 爷爷 晚晚好想你 接着静止跑回家 爷爷瞬间实话 我的乖孙女位 不爱爷爷了 晚晚到家之奔房间 刷刷刷画七万张黄斧 6.18秒后 给小吃哥哥的福祉完成 累死我了喂 他抬眼的瞬间 突然看见了床上的小熊 一个小心思在心中缓缓升起 第二天清晨 晚晚远远就看到 在校门口等待的顾方池 晚晚热情say morning 小吃哥哥是在等我吗 顾方池小脸微红 不不不 我也刚到就看到你 晚晚迫不及待拿出昨天的小熊 这是晚晚最喜欢的玩具 现在送给你 并且以后每天给你送一个新玩具 顾方池小脸通红 晚晚对我怎么这么好 晚晚直直盯着顾方池 奶蒙说着 因为 因为我越来越喜欢小吃哥哥 与此同时 顾方池的小脸瞬间红到耳根 俺还一脸害羞 女孩却问他是不是发烧了 女孩迫不及待 送出自己最喜欢的小熊 小吃哥哥 你看什么呢 顾方池温柔说没事 女孩又继续送出自己写福纸 顾方池一脸震惊 这又是啥 是晚晚化的清新服和转运服 你记得放去回老贷贴什么 顾方池接过福纸say thank you 接着愉快地拉起晚晚小手 朝笑门走去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刚刚这一切都被黄衣女看在眼里 于是黄衣女怒气冲冲地撞向晚晚 还不忘回头挑衅地骂闯过 晚晚一脸问候 请问你礼貌吗 此话一出 黄衣女气炸了 她气势冲冲地指着顾方池 都什么年代 还搞明星 怪不得我妈说你是灾星 出生就客死了亲妈 顾方池瞬间怒气飙到顶端 有种你再说一次 黄衣女一脸害怕 却又口出狂言 与此同时 小胖子气喘吁吁找老师劝假 6.18秒后 老师们火速赶 黄衣女见老师秒切绿茶 老师 顾方池想打我 紫衣老师却不分青红皂白地 让顾方池道歉 晚晚没眼看 霸气上前和老师解释事情真伪 黄衣女眼见被识破 哭得更凶了 黄衣女老师刚想说误会 却被紫衣老师打断 什么都不要说了 请家长吧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 调取监控查看后 发现是黄衣女先挑事 黄衣女妈妈站出狡辩 我女儿怎么口出脏话了 黄衣女老师刚想说 三岁孩子是教育关键期 却被黄衣女妈妈瞬间打断 你的意思是我这个妈妈没教好 此话一出 晚晚霸气插话 阿姨 你自己知道问题还不改正 黄衣女妈妈气炸 果然是有娘声 没娘养的眼 晚晚一听 我这小抱脾气哦 撸起袖子就想干净 不方是赶忙来下 与此同时门口传来一声 到底是谁欺负我女儿 话音刚落 苏爸顾爸 晚晚大哥气势汹汹登场 女人想显摆自己的老公 可女人却不知老公的大宝就是顾爸 就在刚刚 晚晚被欺负时 苏爸顾爸晚晚大哥气势汹汹感 晚晚见状 立马发动三尺小短腿奔向爸爸 他四心裂肺哭喊着 爸爸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命 苏爸一脸心疼 宝贝 对不起 爸爸路上堵车了 接着晚晚哭唧唧告诉爸爸 晚晚不是克星 这个坏阿姨污蔑我 与此同时 顾爸霸气上前 有些人了 有娘叫也没见得有多好 女人瞬间气炸 你算老几 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顾爸不屑地回应 故事集团是敞出经历 夏松阳 还未等女人反应过来 顾爸已拨通电话 你被解雇了 现在就可以去办交接手续 具体原因问你夫人吧 顾爸放下手机的瞬间 晚晚毫不客气告状 干爹 夏之宇还叫这个阿姨打小吃哥哥 女人怒吼 你的小屁孩 说话怎么像放屁 晚晚霸气回应 我才没放屁 放屁的是你才对 所有人顿时愣住6.18秒 小胖却突然出现 对不起 老师 是我放的 小胖鼓起180分勇气 大喊老师 您不能打完吗 我都听见了 是夏之宇说谎 我按住 你揍他吧 绵绵老师黑黑一笑 老师不打人 但夏之宇 你知道自己错哪呢 女人见状非但不让女儿认错 还拉着女儿撒腿就走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绵绵老师向顾爸夸奖顾方池 今天表现很棒 顾爸也是第一次毫不避讳的夸顾方池 顾方池心情大好 邀请婉婉去他家写作业 才写了不到三分钟 婉婉就开始撒娇说手酸 顾方池一脸宠一帮婉婉游手 还答应让婉婉出去撒欢半小时 婉婉开心的就像打了场胜仗 跑得太快不小心 却撞到了顾方池后妈曹叔 待婉婉缓后神一看 曹叔竟一副死亡 凝视脸看着婉婉 吓得婉婉大喊有鬼 明明是这三岁女娃撞到女人 三岁女娃却吓得一身冷 不仅反过来大喊有女鬼 甚至拿出符纸想要收了女 谁知女人是故意撞到婉婉 还就想推倒婉婉 却被婉婉轻松躲 而曹叔自己却扑了个空 还怒气质问谁让婉婉来家里 婉婉霸气喊话是干爹让来的 三点一四秒后 婉婉转身的瞬间 看到密码箱 好奇地问曹叔是否要离家出走 曹叔怒气飙升 大喊滚开 与此同时房门开启 顾芳池一副死亡凝视脸 质问曹叔 你行李箱到底装了什么 曹叔一再狡辩说 只是自己的日用品 甚至反问顾芳池 我被你爸赶出去 你再等着看笑话是不是 顾芳池一脸嘲讽 你不知道你自己本身 就是一个笑话吗 曹叔气得咬牙切齿 抬手就想揍顾芳池 却被婉婉一把抓住 果然有欺怒必有妻子 你做那么多坏事 你以为能瞒过所有人 就在这时 顾爸突然出现 恰巧听到婉婉说的话 他瞬间气炸 婉婉你是看出了什么 干爹 阿姨做的坏事 可比顾芳多多了 还未等婉婉说完 曹叔赶忙打断 冲顾爸撒娇 曹叔的一脸憔悴 可把顾爸吓得一愣 待顾爸访过神 正在质问曹叔 我们都要离婚了 你还回来干啥 地旁的顾芳池 却突然大喊 爸爸 快报警 曹叔顿时震惊的 就像曹叔 原来是曹叔偷的竞标资料暴露 顾爸气鼓鼓质问曹叔 曹叔支支吾吾不敢吭声 晚晚见状思考6.18秒 挥动三尺小指大喊 干爹 快报警 小吃哥哥腿上的伤 和他有关 因为他就是罪魁过手 话音刚落 曹叔吓到颤抖 天才小道童在走廊等了17个小时 不吃不喝连厕所也不慎 就为了等干爹出现 要当场拆穿曹叔干的坏事 干爹 你要相信我 小吃哥哥的腿伤 就是曹叔造成的 顾爸思考6.18秒后 猛的河东是吼 报警 我要彻查所有的事 如果都是真的 曹叔 你到时候别怪我不念究情 此话一出 曹叔气到脸色惨白 他内心OS却是这次真的要玩的 一旁的顾方池小拳拳握紧 晚晚乃生安慰 小吃哥哥 你放心 曹叔这次一定会付出他应有的代价 还有 你笑起来超帅的 顾方池害羞回应 那我以后就多笑笑 时间一晃就是三天后 顾方池陪晚晚玩当秋千石 突然听到家里仆人窃窃私语 绑架少爷的嫌疑犯抓到 两奶娃赶忙偷偷趴墙脚 原来是我们之前的夫人曹叔干 话音刚落 晚晚自信白首 小吃哥哥 我说的没错吧 我甚至怀疑老宅的风水也是曹叔干 顾方池一脸疑惑 他也是天师 晚晚疯狂摇头 不不不 天师必须为人正直 身上有功德 才可让其入的 不然就是羞的旁门子到货着 哎呀呀 头疼 不想了 如果宝子们想看更多细节 可以多多支持下源平台漫画 你搜神仙宝宝就是看漫画 搜满集晚晚就是看小说 全本免费看 一次看到爽歪歪 与此同时 顾爸闪现身后 晚晚瞬间开心投入干爹的怀抱 询问干爹是不是有好好教训草书 干爹瞬间比了个OK的手势 下一秒顾爸看向一旁不吭声的顾方池 支支吾吾想说点什么 可却被顾方池打断 没关系 爸爸 不用say sorry 顾爸一脸心疼地看着儿子 放心 爸爸会给你一个交代 接着就抱起晚晚 这次多亏了晚晚 干爹准备了好多小蛋糕 晚晚一听蛋糕就两眼放光 而此时的顾方池却颤颤巍巍 晚晚立马发现不对劲 他飞快从干爹身上跳起 跑到顾方池身后 顾爸也赶忙问顾方池哪里不舒服 顾方池痛到全身冒汗 缓缓吐出腿疼两次 男孩腿疼有急 所有的医生都说治不忍 地旁的女娃却笑了 胡说八道 明明就有治愈的希望 他俯身蹲下 快速施起小魔法 轻轻给顾方池揉着腿 6.18秒后 顾方池真的感觉腿疼好多了 顾爸一脸慈祥夸晚晚超棒的 晚晚害羞摸摸头 小意思 我也只是跟师傅学了点医术 要论医术 还得是晚晚的24师兄 对了 干爹 我去找24师兄 就有更大的希望治愈小吃哥哥的腿 虽然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但有师兄在 最多三个月就能恢复正常 顾家父子震惊的就像顾家父子 顾爸一脸不敢相信 晚晚 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必须的 比珍珠还真哦 顾爸开心的摸摸晚晚头 忍不住的痛哭流涕 口中不停的喃喃小吃的腿有救 时间一晃就是午餐时间 苏爸问晚晚有几成的把握能治愈小吃的腿 晚晚脱口而出七成 却比着八的手势 苏爸飞飞一笑 宝贝这是八 幼儿园没认真上奥 顾爸坐不住的插话 干爹相信晚晚 毕竟你还有外挂吗 苏爸一脸震惊 外挂是啥意思 晚晚瞬间变身小课堂 就是晚晚的二十四师兄 堪称新生带神医哦 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候 苏爸送晚晚到天使会 晚晚奶蒙和爸爸四个 刚进门却碰见了怀孕失职 失职也去上幼儿园吗 怀孕失职嘿嘿一笑 我已经上高中了 晚晚一脸疑惑 高中是每个人都要上的吗 当然了 上学必须要考文凭 现在文凭是找工作的第一敲门砖 所以宝子们 一定一定要努力 让自己拥有好的问题 晚晚震惊 这一次是我不努力 就没有小当刀吃了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像得寿师弟的呼喊声 晚晚赶忙催怀玉失职去上去 师弟一脸期待地 问晚晚是来找他玩手 晚晚奶蒙说不是 主要还是要莫师兄的电话 师弟心碎一臂 然而下一秒 他便哒哒哒地 拨通莫师兄的电话 尴尬的是 电话提示 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晚晚扑斥一笑 你们的关系还没修不好吗 师弟老脸微红 肝大回应 我带你去医院找他去 男人凌晨两点有大胸之兆 小女娃好心提醒 男人却以为老道是让小女娃骗起 但男人心善 最终还是很不爽地掏出一碟现金 挪 给你 结果晚晚一口拒绝 叔叔 做事讲究因果 你不信我 这钱我不能收 男人震惊地就像男人 而与此同时 晚晚送给男人一个护身符 如果今晚叔叔平安无事 麻烦把这钱捐了做善事吧 我自己去找师兄 师弟一脸不舍 真的不要我陪吗 晚晚一脸自信又坚定 真的不用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晚晚来到二十四师兄们诊处 师兄正在看病 看病的正是一个死气缠身的命 师兄送走女人后 转身的瞬间 看见一脸忧伤的晚晚 师兄 这个姐姐时间不多了 为啥一束就不了了 师兄俯身安抚 因为人都敌不过命 哎呀 你才三岁 师兄给你讲声了 还是带你先吃饭吧 可下一秒 晚晚坚定地叫住了师兄 虽然人格有命 但是运势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的 要是有人揍我 我一定会狠狠地坐回去的 师兄瞬间顿悟 谢谢晚晚 师兄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晚晚一脸疑惑 师兄接下来要做什么 六点一八秒后 晚晚闻到饭箱就飘飘欲心 他狂奔跑去点餐 阿姨 这些我通通要一份 阿姨震惊地就像阿姨 你确定能吃完 阿姨放心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case 才一刻钟的时间 晚晚直接干完八碗饭 师兄这才想起 问晚晚来找他有什么事 晚晚唯唯到来ABC 所以师兄今晚 就可以去给小时哥哥看童话 那必须可以啊 说完师兄一脸宠密地 给晚晚擦着小花里 却突然传来一声 悠喝 莫医生上班还带着娃娃 师兄妹失散三年第一次见面 师兄就请他干了一百晚饭 只因他喊一声师兄 师兄飘飘欲先 你这小花猫味 与此同时 身旁传来同事许一白的嘲讽声 悠喝 没想到莫医生 还是个女儿奴呢 你上班都带着玩 不怕上医院高是吧 晚晚没眼看 奶蒙say hello 许一白瞬间 被这一声招呼蒙火 莫金春 你好福气啊 拥有这么可爱的人间小柚子 嗨嗨 你这是羡慕了 许一白着急狡辩 哼哼 谁羡慕啊 师兄福尽笑呵呵 这是我师妹 今天都会在医院 话音刚落 晚晚拉的拉许一白衣袖 哥哥 我关你硬糖发红 怕是有血光之灾呀 许一白先是一愣 随后问所以呢 所以哥哥你今天千万不要出办公室 行行行 看在你这么可爱的份上 我答应 说完许一白拂袖而去 而师兄却一脸严肃问晚晚看出什么 晚晚刚跟师兄解释完 下一秒就听到许一白喊救命 师兄震惊八十分 他和晚晚飞速奔向许一白 晚晚还不忘大喊 哥哥 不是让你带办公室别出来吗 许一白一脸委屈 我特么还没踏进办公室 刀就在脖子上 师兄轻声安抚歹徒 只要你放人 我们什么都可以答应 歹徒怒气飙到顶端 我只想活着 可你们医生为什么都不能救我 既然这样 我就算死也要拉你们一起陪葬 说着歹徒伸手就要宰了许一白 师兄和晚晚感冒默契大喊 不要啊 女孩千叮万主男人不要出办公室 不然有血光之灾 男人却还没进办公室 歹徒的刀就已架在脖子上 歹徒撕心裂肺地喊着 你们是医生为什么不救我 说着就要将刀插入许一白的脖子 却被晚晚沦稳拿捏 歹徒震惊得就像歹徒 晚晚霸气上前 太过分了 医生不是神 你的病治不好 为什么要把仇恨放在他们身上 他们也是人 他们的职责是尽最大的能力治好患者 可你却一味地责怪他们 你说你是不是更过分 这么说你才是真正的魔鬼才对 紧接着晚晚一跃三尺高 伸手就给歹徒360剂响亮暖黄 歹徒不意外地摔倒在地 师兄健壮 赶忙狂奔向前 一把压制住歹徒 快 报警 而此时的晚晚还打得不够手 怕缓缓走近 师兄干吧 师兄瞬间回忆起 曾经这种表情的晚晚 不惊吓得把个哆嗦 可下一秒 师兄却一把拎起晚晚 他做错事 还是交给警察吧 两人正争辩的瞬间 何穷警官恰巧赶来 晚晚健壮 赶忙让何穷抓坏蛋 何穷一脸震惊 又碰到这个小祖宗位 待警方将歹徒带走时 徐一白却一脸疑惑 惊魂未定 晚晚没眼看 说你今天有血光之灾 你还不信 师兄也忍不住帮腔 晚晚跟我师父学过看面线 徐一白依然不敢相信 那墙壁上的刀怎么解释 那个 那个是因为晚晚天生力大无穷 此话一出 徐一白头疼乍立 我需要冷静暖静 时间一晃就是三小时后 晚晚拿捏歹徒 秒上新闻热搜 男人千丁万主 这真酒忌口 可这小女娃却迅速扎入男孩脚 下一秒男孩就疯狂吐血 就在刚刚 墨师兄和晚晚来给顾芳池制腿 6.18秒的看诊时间后 师兄却说已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恐怕无法完全恢复 听完顾芳池一脸飞鲜 真的没有办法 晚晚不想让顾芳池失望 他自信握紧顾芳池的手 小吃哥哥 你放心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腿 此时墨师兄嗨嗨一笑 有难度 但不妨可以多试试 此话一出 晚晚开心地告诉顾芳池 我师兄说事实就是一定能治好的意思 而此刻墨师兄的内心OS却是 小丫头 别乱给我戴高帽啊 紧接着墨师兄尴尬一笑 晚晚说得没错 医学上确实是错过最佳时间 但我们还可以试试真酒吗 说完师兄就帅气铺开真酒袋 晚晚看着直咽口水 他看着秒变严肃扎针的师兄 不停地挖塞 师兄一脸震惊 你这是咋了 晚晚赶忙凑近师兄耳边 敲咪咪道 师兄 等你归西了 能不能把这套真酒送我 师兄骂娘 你这小丫头 能不能念我点好 你若真想要 不用等我归西 等会儿就可以送你 晚晚疯狂摇头 不不不 师父说 好东西必须得等人归西后才能继承 师兄服额 也不是什么珍贵东西 晚晚直言 没事没事 晚晚等得起 好吧 师兄真是败给你了 时间一晃就到最后一根真酒 师兄说让晚晚试试 晚晚感激万分 还想着回去给师兄话呼声 可下一秒 他就挑了根最长最粗的针 顾芳池见状 吓得瑟瑟发抖 师兄汉言 我是不是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晚晚乃蒙告诉顾芳池放心 他会轻轻地扎肉 与此同时 所有人摒弃名神 就在一片安静中 晚晚迅速插入 顾芳池瞬间瞪大双眼 然后开始疯狂吐息 所有人震惊的就像所有人 明明是女娃给男孩针酒 女娃却吓得一身冷汗 不仅反过来说道歉 还一直说下次会更温柔的 只因晚晚针酒 致顾芳池吐息 他飞速狂奔出门 回来却拿着手帕 小吃哥哥 不痛不痛 顾芳池一脸淡定说不疼 疼的是女压着我吐 吓得晚晚奶蒙say sorry 顾爸见儿子的腿疼缓解了许多 一把抱起晚晚疯狂炫宠爱 时间一晃就到了拔针时间 晚晚告诉顾芳池 坚持针酒三个月就能要到病厨 顾芳池温柔点头 并愿意辅导晚晚作业作为回报 此话一出 吓得晚晚全身颤抖 其实不用 他内心OS却是本想以针酒当借口不写作业的 另一边莫师兄给顾爸开好药方 便喊晚晚该回家了 回家路上 师兄不好意思地问晚晚可否给他化平安子 心想许一百肯定需要 乃至转身的瞬间 晚晚正辜负大睡 可让师兄没想到的是 晚晚早就想好要给师兄化平安子 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清晨 晚晚奶蒙say morning 爸爸 你今天帅爆了 苏爸来劲 那爸爸是不是最帅的 我不顾 最帅的肯定是我的小吃哥哥 此话一出 苏爸三十年的老陈醋彻底翻了 紧接着他问晚晚 宝贝喜不喜欢哥哥 晚晚停下手中的蛋糕 奶蒙说最喜欢的就是哥哥 苏爸心想 还好还好 老陈醋先不翻了 然而下一秒 他却突然感觉胸口疼 苏爸健壮 赶忙问宝贝怎么了 晚晚却暖心说 爸爸 我没事 可他内心却满脸地问好 我这是怎么了 将女娃明明早上还好好的 下午却突然开始胸口疼 甚至第二天为什么迟到都记不起 但这并不是他故意 晚晚巴拉巴拉ABC的一通解释 顾方池却还是一脸懵逼 他一脸担心地让晚晚请假回家休息 晚晚却死鸭子嘴硬 我没事 甚至要出去跑哨20圈 证明自己真的没事 顾方池赶忙拉住他 不必了 我信 与此同时 绵面老师问晚晚作业写完美 晚晚瞬间脑袋一片空白 幸好顾方池及时提醒 这才从书包里把作业交给绵面老师 绵面老师看着皱巴巴的作业一脸无奈 下一秒 晚晚却已转身和顾方池说话 谢谢小吃哥哥 不然就要被绵面老师打批评 顾方池回应 年面老师很温柔 从不打 此话一出 晚晚哀声叹气 一不懂 大人都是越宝贝的孩子越是往死里走 比如我师父说打我折兽 却死里做晚晚的师兄弟们 就在这时 有小朋友大喊凹凸曼开始 大家都愉快地围桌了解凹凸曼 可晚晚却突然想起 以前师父说晚晚的爸爸就是凹凸曼 于是他自信昂扬地说凸凸曼是我爸爸 所有小朋友震惊地就像所有小朋友 其中一个小朋友不信 就问晚晚 你爸爸会打怪兽吗 晚晚抓耳挠腮 不会也 另一个小朋友抓准时间质问 那你爸爸是凹凸曼为什么不会打怪兽 晚晚一脸自信反问 那你见过怪兽吗 小朋友直摇头 没 没有爷 所以晚晚也并没有见爸爸打过怪兽 小朋友倒地摩擦 可恶 竟然没有难倒你 与此同时 年面老师告诉大家要乖乖 家长们但小时候的 所有小朋友一口同声塞 顾方池突然告诉晚晚不要乱跑 他去下洗手间马上哄 带顾方池走开 晚晚立马和小胖炫耀起爸爸的技能 而这时后面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喊晚晚 晚晚转身也 一个帅气又时尚的男人正和他say hi 流明星来接亲妹妹放学 妹妹却完全不认识 只因妹妹从小走势刚找回 以为哥哥乔装打扮时装大派 就在刚刚 哥哥热情跟晚晚say hi 晚晚的注意力却只在满地的积木 于是他纵身一跃跳下小板 哥哥立马比出爱的小星星 可下一秒哥哥的爱心碎成渣渣 可恶 原来晚晚看到的是积木 接着他跟在晚晚身后不停地喊他 做着各种吸引晚晚的姿势 最后累得气喘吁吁 晚晚都没注意到他 他只能使出杀手锏 大声喊住晚晚 晚晚听到有人喊他 顿时来了个紧急刹车 可当他转身的一瞬间 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哥哥脚边的积木 他立马转身看向哥哥的方向 哥哥见状赶忙伸出爱的报告 晚晚挥动三尺小腿跑向积木 却一把撞倒哥哥 他瞬间哇哇大哭起来 你干嘛在这挡道 害晚晚摔痛 哥哥心疼喊宝宝 刚想说些什么 却被顾芳池和绵绵老师打断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先把小朋友放 哥哥一把抱起晚晚 正想开口解释来着 而闻声赶来的其他家长 也瞬间坐不住 哥哥有苦难言 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 而家长的怒气却越来越大 敢偷小孩 信不信我揍到你很妈妈 说着就开始暴揍哥哥 晚晚趁机溜走 小吃哥哥 你来了 与此同时 哥哥解释说是晚晚的亲哥 顿时一片安静 晚晚却脱口而出 不认识这个哥哥 哥哥还在努力地挣扎 努力地想要自证解释一下 家长让哥哥摘下口罩 墨镜自证 哥哥想到如果露面 第二天的新闻肯定又得报 他疯狂摇头 露面不可以 接着就一把推开家长 准备跑路 不料下一秒又被家长抓回 家长的怒气飙到底端 想要把哥哥送警局 幸好不怕及时赶到 小时 怎么回事 这么久还没接到晚晚吗 晚晚赶忙问干爹 这个哥哥是谁 幸好干爹证明了晚晚 二哥苏有识的身份 家长不失礼貌地尴尬笑起 大兄弟 对不住了哈 有受伤的医院费我全掏了 你看你也不好好解释解释 哥哥委屈 你都不听我解释 我能咋办 最后这场闹剧 随着晚晚奶蒙好二哥而结束 时间一晃 他们正在回顾方吃家里的路上 突然晚晚注意到二哥不对劲 头顶营绕着一片黑气 他赶忙两手脱腮问二哥 最近是不是很倒霉 话音刚落 二哥唉声叹气 你是不知道 我最近真是倒霉到家了 拍个戏因为衣服不合适而换了我 唱个歌因为音响坏了而停掉演唱 连开个房酒店休息都能闹出花边新闻 我这昔日顶流怕是要凉凉 乃至他说完转身的瞬间 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顾爸也只留给他一句 小时 你一定要坚强 就在这时刚好抵达顾家 哥哥还一脸疑惑 你们三几个意思 不料话音刚落 恰巧飞过一只乌鸦 又给哥哥送来礼物 哥哥顿住不说话 等一成人贩子 直到顾爸出现 才解救了男人 可刚到顾家 又被乌鸦撒了一头底 男人心里在骂娘 可婉婉却只关心顾方吃的狗 男人怒气喊住婉婉 宝贝不陪陪二哥吗 婉婉转身回应 二哥你又不是三岁小孩需要陪 我还得给小吃哥哥治病 二哥震惊地就笑二哥 治啥病 婉婉奶蒙说治小吃哥哥的腿 二哥站在原地瞳孔地震 此时顾爸恰巧出现 你还不知道婉婉的师傅 教了他不少医术 二哥满脸不幸 开什么玩笑 我家小妹会医术 看着顾爸坚定的眼神 二哥瞬间不淡定了 他才三岁耶耶二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婉婉治疗结束准备回家 临走前 还送给顾方池一份 自制泡澡的药方 顾方池看了看 虽然字还认不全 但依然宠溺地和婉婉碎翻评 婉婉笑呵呵 不谢不谢 婉婉喜欢你才对你好 此话一出 二哥激动直拉马 什么 你喜欢他 顾方池见状冷了6.18秒 抓起婉婉小手 互诉喜欢 话音刚落 二哥瞬间炸锚 哒哒哒走近 啪啪分开两人的手 只留下一句 我不同意这门轻视 便拉着婉婉飞速开溜 而此时的顾爸小心思生起 干女儿变小而谢了 于是他俯身告诉顾方池 一定要一直喜欢婉婉 顾方池小脸微红 害羞C哥 时间一晃就是午餐时间 一家人其乐融融 唯独二哥的陈醋翻了 臭小子 想抢我妹妹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于是他突然趴地拍在桌子上 心想自己可是少女杀手苏语时 就不幸搞不定你三岁了 然后开始翩翩起舞 口中喊着黑暗的世界需要光的指引 同时间 苏家人震惊地就像苏家人 干什么 吃错药了 接着二哥靠近婉婉问道 宝贝你相信光吗 此话一出 婉婉一脸嫌弃 可是二哥 世界上并没有凹凸慢噎压 男人自信全靠这点演技续命 然而女娃上来就把她性面挡过 男人满脸失落 而女娃却蹦跶着奔向大哥 大哥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二哥这么喜欢凹凸慢吗 大哥嗨嗨一笑 不理疼 快收拾下送你去幼儿园 正准备走时 突然被二哥叫住 大 大哥你能站起来了 啥时候之好的 说着便围着大哥的腿认真检查起来 确认是真的后 二哥开始上演一段痛苦流体 而大哥和婉婉相识一笑 这还得多亏我们家婉婉 婉婉可是我们家小福星哦 文言二哥瞄懂 他突然毫无预兆地抱起婉婉 两眼冒着金光 婉婉是我们家小福星啊 是不是也能让二哥再次翻红 接着又一把抱起大哥 大哥腿刚好 不能站太久 不如让我来帮你吧 婉婉没眼看 一旁的路人窃窃私语 两个男人怎么抱在一起 左边的哥哥还有点小帅 大哥用咳嗽在掩饰尴尬 突然冒出一句 难道他们在捣机 婉婉一脸天真问啥是捣机 二哥赶忙捂住婉婉小嘴 宝宝该进幼儿园了 话音刚落 恰巧遇到绵绵老师和婉婉打招呼 文言二哥搜地把婉婉送进老师怀疑 说了声老师再见便溜之大吉 没过三秒 婉婉看见顾芳池变开心的Simon 然后一把冲向顾芳池贴贴说给他带了娃娃 谁知刚想能住娃娃 就被张扬抢走了 婉婉想到绵绵老师说不能打架 便压住心中怒火喊话张扬快还娃娃 没想到张扬很嚣张 不但不还 还把娃娃丢地上疯狂踩 这时顾芳池忍不了了 站出喊话张扬捡起娃娃 张扬却傲娃叫顾芳池小瘸子 此话一出 婉婉瞬间怒气飙到底端 她一把抓起张扬衣服让她道歉 张扬不道歉还很嚣张 并说要让妈妈曝光婉婉 婉婉不理解曝光是啥意思 死活让张扬要道歉 张扬依然不道歉 还拼命喊顾芳池小瘸子 婉婉终于忍不了 过起小拳拳 就开始疯狂暴揍张扬 这一幕可把绵绵老师吓到 她赶忙劝嫁两小朋友 顾芳池也拉住婉婉 可张扬却更加嚣张了 婉婉看不惯她那嚣张样 直接一把扔宝灵求是撞倒张扬 张扬哭爹喊娘在地上叫委屈 绵绵老师赶忙和婉婉了解事情人物 才知是张扬有错在先 绵绵老师思考6.18秒后 火速决定请家长 不料张妈刚跨进幼儿园大门 便开始质问是谁打的她儿子 婉婉大胆辩计 是张扬动手在先 顾芳池眼神犀利 医药费我们赔 但必须道歉 张妈突然被顾芳池的眼神震慑 想着这家幼儿园虽普通 但在帝都十有九父 权衡立毙后 她不敢动顾芳池 再扫尸一眼婉婉 简单没标签是可以欺负的主 于是她开始颠倒是非 疯狂攻击婉婉 此时苏爸火速感 霸气喊话张妈说话要搞清事实 张妈不管事实 反而跟苏爸质问 婉婉打张扬的事 苏爸理智地认为要先看看监控 搞清事实再说 张妈觉得没必要 年面老师见状出面说明事实 却被张妈训斥 年面老师一脸无奈 不敢相信三千万粉丝的大明星 试着不讲理 此时苏爸插话 不必多说 你想要什么 话音刚落 张妈和儿子同肯嚣张 赔偿五十万 还要公开道歉 并让婉婉转学 旁人窃窃私语 年面老师表示幼儿园 没有任何规定能这么做 张妈继续嚣张 做不到就要曝光 我可是大明星 我就不信搞不到你们 苏爸不惯着 霸气喊话曝光就曝光 不怕我 张妈气到同肯地震 那就等着瞧 带张妈他们走后 苏爸给顾方池和婉婉请假 带事情完全处理好 再来上课 画面一转 张阳不停大喊 要赶走婉婉和顾方池 替下之语报仇 话音未落 张妈咔咔给儿子拍两张照 便开始发微博曝光 时间一晃半小时后 张妈不但账罚20万 所有人开始同情张阳 广报婉婉 而另一边 苏爸看着事情发酵走向 气到垂胸顿皮 这一幕差点被婉婉发现 婉婉一脸愧疚跟爸爸道歉 肯定又给爸爸听麻烦了 苏爸一脸宠溺安慰婉婉婉 并带她去吃甜品转移注意力 殊不知刚到楼下 便遇见不明群众拉丛俗骂婉婉婉 苏爸怒气喊话助理快报警 顾方池也迅速将婉婉固在身后 不明群众看到婉婉 瞬间心情激动骂到疯狂 而此时的婉婉内心受到一万点暴击 我明明没错 可他们为什么都骂我 明明是女人自己儿子嚣张罢户 女人却仗着自己是明星欺负小女娃 甚至发微博反面曝光小女娃 最终引起粉丝冲小女娃撒泼 更甚者还有送花圈 顾方池忍不了 霸气喊话再不走就要报警 与此同时 保镖带着保安把剧中闹事群众男性 晚晚的悲伤瞬间爆发 呼唧唧问爸爸 他们为什么要在花圈上写我的名字 师父说只有死人才用得到花圈 苏爸心疼的抱起女儿揽肩安慰 这时王特助跑来说警察来 苏爸怒气喊话 不要放过任何剧中闹事的人 也不接受谅解 这次必须要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下一秒 剧中闹事的家长便跑来向苏爸道歉 并提出赔偿 苏爸冷笑 你们要怎么赔 在我公司门口送花圈 还写了很多诅咒我女 我的态度很明确 不接受任何调节 有什么问题找我律师团队沟通吗 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 苏爸律师团队迅速发出律师函 紧接着苏宇时也为妹妹发声 并说清事情原委 另一边的张妈和经纪人 着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经纪人让张妈立马发道歉声音 张妈乖巧点头说马上罚 结果发出没过三秒 就被网友骂死了 他颤抖地看着网评 殊不知更大的噩耗马上来临 下一秒经纪人的手机叮叮叮响起 收到张妈30家的合作品牌 全部解约的消息 经纪人火速回公司处理 而张妈已经吓得瘫倒在地 他深知这次真的是玩错了 这时门铃突然响起 张妈开心地以为是经纪人带来好消息 开门的瞬间 却看见王特助送来法院的传媒 张妈震惊地就像张妈 不敢相信要赔偿300万 可儿子张阳却还在嚣张地说 苏婉婉是不是被妈妈的粉丝骂操 张妈怒气飙到顶端 转身对着儿子就是暴走300 时间一晃就是暑假前一天 这次二哥大打方方来见王婉 婉婉健壮立马送给二哥爱个抱抱 并大喊终于放假 可以更愉快地爽 二哥一脸宠溺地抱着婉婉上车 一上车就被一个阿姨死死盯住 婉婉开门见山问阿姨是谁 阿姨见婉婉怒气质问二哥哪来的小女王 二哥无奈和经纪人媒姐解释是亲妹妹 一旁的婉婉则细心观察媒姐 天庭开阔脸面圆润 是个有事业心的女人 同时也是二哥贵人 她赶忙帮枪二哥 我确实是苏玉石的妹妹苏婉婉 我可以保证 二哥这一辈子都要打光棍 文言媒姐嘿嘿一笑 这个妹妹不要太可爱 玩笑过后 媒姐秒切严肃脸 质问二哥开工时间 二哥不想上班 还想再休息一个月 话音刚落 媒姐大怒 再休息你怕不是要凉凉 二哥小声嘴咕 开不开工都挺凉的 媒姐疯狂摇头 不不不 徐松雅也就是张妈事件过后 你的口碑提升不少 公司给你接了个综艺 三天后你得开始上班 二哥暴走 为什么每次接工作都不跟她商量 媒姐说这次有三千万吗 是带着你妹妹参加 当下最火的综艺 拜托了宝 于是接下来就开始了 两个人激烈的唇枪舌战 婉婉为了三千万冲出 别抄抄 婉婉要去 但是媒姐姐 婉婉想确认一下 是不是婉婉去了 也能挣三千万 媒姐苦笑 不是 是一共三千万 话音未落 二哥霸气给婉婉递过去一张黑卡 宝贝乖 我们不去 不然爸爸怕是要把我往私里揍 婉婉赶忙收下黑卡赛书包 发起奶蒙公事 婉婉要去了 收钱可不认人哦 此话一出 二哥如五雷是空 二哥塞给妹妹一张三千万的黑卡 让他答应不参加综艺 妹妹却收了黑卡不认人 转身回家跟爸爸说要跟二哥一起上电视 文言祖孙三人死亡凝视脸看向二哥 二哥吓得直冒汗 别看我 我可劝不动妹妹 无奈苏大俯身劝说 宝贝 上电视会被很多人看到 表现不好还会被骂得很惨 婉婉思考6.18秒后 连续问了三个问题 婉婉不可爱吗 婉婉不好看吗 婉婉不聪明吗 最终都得到祖孙三人肯定的答复 所以 可爱好看又聪明的婉婉 为什么会被骂 祖孙三人瞬间被怼得无言以对 这时二哥和东西吼够了 吓得四人瞳孔逼阵 于是二哥霸气喊话 综艺我是不会参加的 婉婉也别想 违约金我赔 祖孙三人纷纷鼓掌 这臭小子终于懂事了一会 画面一转 美姐劝二哥不要冲动做决定 三亿的违约金可不是小数 何况节目足以官宣 除非你不当明星了 二哥吓到后退十米远 为啥官宣又没跟我说 美姐轻描淡写 这是公司的决定 我无权不问 这时婉婉抱着二哥大腿 有钱不挣是不是傻 二哥气得拍婉婉头 小屁孩你不懂娱乐圈不好 大哥同时间过来劝婉婉 家里不缺钱 而婉婉却说要自己赚钱 给家里人买礼物 祖孙四人感动得泪流满面 宝贝赚钱竟是为了给我们买礼物 于是他们立马转变了态度 同意婉婉去参加宗宁 时间一晃就是三天后 拜托了宝贝如约开播 粉丝们热情高涨 纷纷刷评论和礼物 主持人直奔苏宇诗别墅区 谁知暗响门铃 却毫无反应 正在主持人努力化解尴尬时 大门突然开启 婉婉90度鞠躬闪亮登场 大家好 我是婉婉 初次见面 婉婉祝大家锦里附身发大嘴 男人扛着都吃力的旅行箱 三岁女娃却能轻松扛起 网友们都纷纷吐槽 一定是节目组作秀 就在刚刚 当下最火综艺带错了宝贝开播 主持人毫无预告地直奔顶流男星苏宇诗家 开门的却是苏宇诗妹妹苏婉婉 婉婉90度鞠躬和大家say hello 接着便奶萌和主持人确认是否已上电视 主持人疯狂点头 但婉婉确认正在直播后 便开始一一介绍自己的家人 最后来到二哥苏宇诗的房间 婉婉奶萌喊二哥起床 二哥还在迷离呼呼饭困重 突然发现正对着自己的摄像机 吓得他猛地睁开双眼 不知所措的大喊拍摄 怎么没有提前通知 婉婉却安慰二哥别怕 该拍的不该拍的都拍完了 时间一晃就是两小时后 二哥和婉婉顺利抵达C时 二哥从来没有自己搬运过行李 累到气喘吁吁 一旁的主持人看着一脸尴尬 因为节目的临时变动 啥都没有准备该怎么做 思考6.18秒后 他便说节目的内容 是要自己想办法去目的地 文言苏宇诗七道想骂娘 可还要收拾好破碎的心情 不好乱跑的妹妹 没过三秒 婉婉就跟二哥说 我已经叫好出租车 二哥震惊地就向二哥 带上车以后 二哥心里哭唧唧 婉婉却愉快地和开车师傅谈笑风声 时间一晃就到目的地 婉婉喊二哥搬行李下车 二哥一脸生无可恋 因为他的脚已经麻得没有知觉了 待他恢复知觉 刚准备伸个懒腰时 摄影师却说要靠自己上山 二哥看向海拔8888米高的山头 一再和摄影师确认 山上是否真的可以助人 摄影师则微微点头说 其他嘉宾都已陆续抵达 二哥终于爆发了 我就想问问 我一个人怎么能扛得动四个箱子 话音未落 婉婉直接扛起200斤的打箱子 二哥健壮震惊八十分 妹妹果然是力大无权 她也只能吃力地拎起 另外两大箱子跟在后面 可无奈全都是阶梯 她的体力开始十分告急 正当她吃力地喊出婉婉二字时 婉婉回头的瞬间 却发现二哥已晕倒在地 三岁小女娃一口气爬完一万个阶梯 而男人却爬了一百个就气喘吁吁 甚至中途直接躺倒睡大觉 婉婉转身的瞬间 不禁吓出一身冷汗 她小心翼翼地将三尺小手 放在二哥鼻尖试探 这时主持人正巧走过来 婉婉瞬间哇哇大哭起来 叔叔 我二哥不会累死了吧 而主持人观察到 苏雨时还在跳动的胸口 便俯身安慰婉婉 你哥哥 只是睡着了 婉婉一脸不幸 那为啥他还没醒 就在这时 苏雨时俏皮地睁开左眼 看到哭唧唧的婉婉 瞬间慌了 我的小祖宗问 你这是咋了 婉婉瞬间开启歇斯底里的大哭 谁让你睡得跟死猪一样 我还以为你死了 苏雨时见状赶忙处逆安慰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四组嘉宾都已顺利抵达山 嘉宾们纷纷出场自我介绍 谁知轮到苏雨时介绍时 却被人截毁 原来是盛百元故意带着妹妹 抢在苏雨时前途 苏雨时不好的回忆 瞬间涌上心头 想当初盛伯源和他一起 以练习生的身份出道 只因苏雨时唱跳俱佳 理所当然地成为组合对折 然而两年前 组合却突然宣布解散 接着盛百元抄袭 苏雨时歌单请先发布 最终被骂得最惨的 竟然是苏雨时 想到这儿 苏雨时就气到咏牙切齿 而盛百元却一脸坏笑碎恶 同时间一旁的 晚晚脱腮观察盛伯源 明明是小人之相 为什么会有金光傍身 一脸疑惑的他 轻轻扯了扯盛百元衣袖 乃蒙的问 晚晚能不能问他一个问题 盛百元内心骂娘 表面想着是直播 也只能笑脸相拎 可下一秒 晚晚问的问题 让他顿时一脸飞行 哥哥 晚晚想问你的下巴 为什么这么尖压 男人满脸的小人之相 粉丝们却说他是有才 一旁的小女娃笑了 他睁大他那卡兹兰的 大眼睛观察 乃蒙问男人下巴 这么尖会不会戳到自己 男人吓到抽搐 但想到三年前 自己还是实习生实名气缘 不如苏玉石 直到遇到一道是 给了他一块玉佩 模仿苏玉石后 便改变了自己的气缘 从此他就一直带着这块玉佩 资源也渐渐超越苏玉石 最后苏玉石却越来越倒霉 直到现在还被粉丝骂得很惨 想到这儿 他飙到顶端的怒气瞬间平息 可苏玉石却一把拉开妹妹 和盛百元say sorry 表示变化太大没有认出来 主持人见气愤尴尬到冰点 赶忙出来Q下一环节 现在要暂时没收除了 衣服以外的所有物品 文言苏玉石怒气外露 来的时候咋没提前打招呼 白带这么多行业 而主持人吓到 只能说是节目组安排 不关他事 晚晚见状赶忙 把二哥拉到一旁劝说 二哥淡定 为了三千万 最后二哥也只能妥协 乖乖上交物品 时间一晃就是十分钟后 主持人宣布开启第一个任务 获得第一名就可以优先选方 比赛规则是宝贝原地转十圈后 跑回原点和家长完成机制 如此反复一次 率先完成的小朋友极为胜出 晚晚叙事待访 自信满满要拿下第一名 于是随着手枪声响起 比赛正式开始 宝贝们疯狂转圈 家长们摇声呐 晚晚瞬间发动三尺小腿 十秒内完成转圈 转圈可是妥妥的第一名呐 可转弯的后遗症有点吧 他调整姿势 使出吃奶的劲狂奔 二哥却在后面歇斯底里大喊 着急地喊二哥击掌 二哥哭唧唧 宝贝你好吧 可是你跑反了 文言晚晚犹如晴天霹雳 万箭穿心 小女娃伸出小腿来讽刺晚晚腿抖 可晚晚却很开心 因为她不但比赛得了第一名 而且选走了小女娃想要的讽子 就在刚刚 晚晚比赛第一轮迷糊的跑反方向后 二哥不但没有责备她 还担心晚晚心灵受伤 可晚晚却是打不死的小强 于是她调整好失落的心情 一鼓作气继续比赛 十圈转圈结束后 她的小腿仿佛装了 电动小马大式的狂奔向终点 而此时圣百元的妹妹小和 还满心欢喜地以为第一名肯定是的 可下一秒晚晚就秒超她飞驰而过 所有人见状瞬间呆住 但所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晚晚一夜三尺高 愉快地和二哥完成机长 同时间主持人宣布晚晚获得第一名 其他小朋友都凑近夸晚晚变 然而小和就气炸了 因为她觉得是晚晚抢走她的第一名 圣百元更是怒气地骂妹妹没用 还让妹妹假惺惺地去找晚晚了 话音未落 小和的坏心思缓缓升起 于是她转身秒切绿肠 问晚晚是怎么做到腿短还跑得快的 甚至不意伸出大长腿安慰晚晚不用难过 可晚晚也不甘示弱 自信地打着嘴炮 我现在还小 长大后就会长高了 你瞧瞧我哥哥可是一八三呢 但是你哥哥就不一样了 五五分呢 文言两兄妹气到眼前一脸黑线 可让晚晚没想到的是 直播的这一幕正巧被顾芳池看头 她让爸爸想法子修理下公司旗下一人圣板员 小女友晚晚受的委屈必须还回去 而此时的直播现场 饭桶导演宣布开启选房时刻 晚晚则走近问导演 饭桶叔叔 原来你的肚子不是啤酒 装的都是米饭鸭 导演嗨嗨一笑 宝贝 你是第一名可优先选房 文言晚晚两眼放光 抓起四张房源图左看右看 最后选了有老奶奶在的房子 而一旁的小和听到晚晚选房结果 瞬间哭唧唧 于是她哭着思考6.18秒后 撕心裂肺地吵哥哥大喊 我想要苏婉婉选的那个房子 明明是这三岁女娃自己输了比赛 却说婉婉抢了她想选的房子 甚至哭唧唧跟哥哥圣百元胡闹 谁知婉婉健壮 非但没有反驳她 反而说只要阿婆同意 就可以让她来住这个房子 文言小女娃气呼呼 嘚瑟什么 说着拉上哥哥转身就走 圣百元一脸尴尬 哭笑着提醒妹妹要想 不然观众不喜欢 于是下一秒 小女娃秒切乖巧乃萌样 而弹幕却把婉婉骂藏 时间一晃就到了任务结束时间 主持人宣布可以去找自己的房子休息 就在这时 有个导演突然喊住了苏宇石 开门见山说有部电影想找苏宇石参演 可苏宇石脑海却浮现曾经被骂的话呢 于是他决定不能再连累导演 便直接拒绝了导演的好 导演不死心 霸气喊话节目结束后会把剧本发到他邮箱 带走到乡间小道 婉婉养着小脑袋 问二哥喜欢拍戏为啥还拒绝人家 二哥一脸泄气 喜欢有什么用 我已经准备放弃了 文言婉婉大气喊话 怎么能这么轻易放弃 你要相信你所热爱的 总有一天会看到曙光 二哥却说回家继承家业 给婉婉挣奶粉钱不好吗 话音未落 婉婉一把抢过行李箱 边跑边喊 可是婉婉喜欢闪闪发光的二哥呀 快点来 阿婆家就要到了 苏宇石看着充满朝气的王婉 瞬间感觉也有了满满的能量 没过三秒 是和婉婉礼貌say thank you 没想到阿婆把饭菜都做好了 婉婉吃得是妈妈香 疯狂炫完十碗饭后 婉婉说要去找陆怀玩 苏宇石乖乖陪婉婉去 不料却见陆怀躺倒在地上 婉婉好奇上前问陆怀 陆怀却吐槽妈妈不会做饭 但肯竖皮 婉婉跟着吐槽 那你妈妈真的好笨 没来得及阻止婉婉的直接 苏宇石赶忙拉上婉婉准备跑 乃至一个不小心半点 苏宇石不意外地摔倒 正担心自己帅气的脸庞要毁龙时 却被婉婉一把拎住 苏宇石尴尬万分 立马做起了俯卧撑 二哥只是锻炼身体 说完火速报起 婉婉说有事准备开溜 文言女星秋奇嗨嗨一笑 没想到私下的苏宇石这么逗逼 明明是这男人先找茬 男人却下得一身冷汗 什么 要把我裤子吃 就在刚刚清晨六点 婉婉叫了九九八十一遍的二哥起床 可二哥的懒癌犯了就是死活叫不起 但婉婉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 于是婉婉心想一定是二哥太累了 所以就独自去找饭桶叔叔领早饭 与此同时 盛百元也在去领早饭的路上 他内心正喜滋滋自己一定是最早的 抬眼的瞬间 却看见婉婉找他一步 他瞬间气炸了 讽刺苏家不会是重男轻女吧 文言婉婉眼皮都懒得抬 大气喊话我就是二哥的家长不行吗 说完便转身狂奔离举 却遇见男星宋金和他儿子宋佑 宋金好奇问婉婉跑这么快干嘛 婉婉奶蒙回应 二哥胃不好不能喝冷冬 此话一出 婉婉瞬间收获一波甜 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 陆怀乐得咕嘰嘰嘰的来小广场激活 婉婉好奇凑近问陆怀是不是没吃早饭 陆怀委屈巴巴 敲咪咪道 我妈懒得起不来 让我肯树皮 真的太难吃了 婉婉黑黑一笑 傻瓜 树皮哪有好吃的 这时宋又赶忙凑近 那怎么做树皮才好吃 婉婉却回应要跑着吃 加盐 鸡精 辣椒 自然 说完三人便愉快地想象着树皮的美味 而一旁的小和健壮却一脸嗡 你们是傻子吗 人怎么会吃树皮 文言婉婉霸气喊话 谁说树皮不能吃 我师父当年带兵打仗时 吃树皮都是奢侈了 小和气到爆炸 怒气喊树皮就是不能吃 与此同时婉婉正好看到一颗千年老树 于是他手指成百元的方向问二哥 可不可以把他褲子扒下来吃一点 二哥一脸问号的say good 此话一出 圣百元吓得瑟瑟发抖 真要把我褲子吃 不料婉婉却静止越过他直奔前方50米的老树 他刷刷刷是起小魔法气火成功 然后就开始兴致勃勃地烤起树皮 烤完一把塞肥 没过三秒 婉婉便瞬间哇哇大哭起 二哥 真的好难吃啊 你说我师父当年吃了多少苦啊 二哥俯身安慰 你师父都吃这么难吃的东西 我们以后也不能再浪费粮食 文言婉婉婉不唧唧回应 婉婉从来不浪费粮食 三岁小女娃只是在综艺里捧个树皮 就把综艺的人气提升二十 可圣百元反驳婉婉婉没人会吃树皮 却被粉丝吐槽高学历却不懂历史 而此时的导演缺了开花 他马不停蹄的Q主持人进入下一个任务 主持人分分钟get 让所有家长进行抽签决定 没过三秒 抽签结果一一揭晓 宋经父子抓五百金鱼 秋其母子挖五百金欧 圣百元兄妹摘五百金菊 苏宇石兄妹搬五百金砖 任一队完成任务都可获得十几分 可苏宇石却一脸不小 咋又是体力活 同时间主持人凑近 问苏宇石有什么问题吗 吓得苏宇石张口就喊没问题 然而婉婉却元气满满的狂奔出发了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候 苏宇石气喘吁吁抱着婉婉来到胡家 他礼貌地和大叔确认地址有没有过 胡大叔愣住三十秒 才想到是节目组安排来干活的嘉宾 婉婉霸气喊话自己能搬动一百金砖 胡大叔黑黑一笑 婉婉这么厉 于是他转身便带苏宇石兄妹搬起了砖 婉婉奶蒙问搬砖是不是该新房结婚 胡大叔嗨嗨一笑 是啊是啊 说不定来年就能抱上孙子了 文言婉婉更来劲 刷刷刷地装满一整筐的砖 吓得苏宇石连忙喊婉婉别捡 婉婉一脸疑惑 为啥 胡叔叔说得对 我二哥确实太虚了 此话一出 苏宇石气到肝疼 想着到时候记者肯定都来问他身体虚的问题 他就气到想念婉婉的脸 都怪你用此含糊 然而下一秒婉婉让二哥背砖时 苏宇石确实有点背不动 还是婉婉帮忙才背起来 苏宇石颤颤巍巍地挪着小步 婉婉在一旁吐槽 你看吧 说你身体虚还不乐意 小女娃打了男人两小时 男人都不肯承认自己身体虚 二哥 你看吧 说你虚还不承认 婉婉说得漫不经心 让二哥放松才好套路的 二哥 不然这筐装我来背吧 二哥霸气摇头 绝对不行 那我们一起抬呢 要是你要什么更糟糕 二哥怒气飙到顶端 苏婉婉 你给我闭嘴 婉婉乖巧点头 发誓以后都不说二哥身体虚 只是有点弱而已 文言二哥的自尊瞬间感觉被按在地上摩擦 与此同时 婉婉趁着二哥不注意 瞬间抢过背篓 飞速爬了9999个阶梯 二哥的小心窝窝瞬间被筐筐撞了一些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婉婉被婉五筐砖 却一点不带喘气 而二哥累得却快去了半条命 婉婉健壮又开始搜罗自己的魔法袋 他狂奔凑近地给二哥 二哥塞进嘴里的瞬间 顿时冲了满满的力量 尊尊中就能轻松抬起500斤的两筐砖 二哥一脸疑惑地问婉婉给他吃了什么 婉婉飞飞一笑 是大力服 说完两人愉快地狂奔前 整个弹幕都惊呆了 没过三秒 苏宇师兄妹超额完成了500斤斑砖任务 胡大叔健壮都惊呆了 画面一转 所有人完成任务到小广场集合 秋奇健壮 一脸狼狈地问苏宇师这么精神是没干活吗 婉婉霸气上前 斑砖 扛水泥都干了 胡爷爷还给了馒头和200元现金呢 文言秋奇一脸羡慕 这时他儿子陆怀也凑上情问完了 可不可以把馒头分点给他吃 婉婉却大方地送出了一整个馒头 小和健壮怒气外露 吃个馒头嘚死什么 话音未落 却被圣百元疯狂暴揍一个 小和哭唧唧喊哥哥 圣百元却是一副死亡凝视脸 没过三秒 小和瞬间开启歇斯底里的大哭 婉婉无语 怎么又哭了 一点都不讨喜 文言陆怀和宋佑也凑近说 还是婉婉比较讨人喜欢 婉婉嗨嗨一笑 害羞地摸摸头 突然当他转身时 却看见二哥在吃着馒头看戏 婉婉也凑近看热闹 怎么回事 气得他立马握紧小拳拳 这圣百元竟然偷了二哥的契约 小女娃盯上谁 谁就会三天内倒霉 而他如今带着满满的怒气盯上了男人 男人却一脸问候 我什么时候惹到这个小祖宫了 婉婉送男人一个死亡凝视脸后 却乃萌跟二哥说 一定会帮他报仇 二哥一脸猛逼 但缓过神后 他一脸宠溺地说 以后二哥就靠婉婉保护了 婉婉满脸自信的C个 就在这时 主持人Q大家集合 导演准备宣布大家获得的积分情况 宋经父子积分5 报酬50元 休奇母子积分2 报酬20元 正在导演要继续宣布时 却被小和突然打断 导演怒气标到顶端 圣百元见着 赶忙让小和道歉 小和委屈巴巴说sorry 紧接着主持人却宣布 圣百元兄妹获得积分时 报酬100元是第一名 一旁的婉婉嘟囔着 我们还获得200元 话音刚落 圣百元却出来挑衅苏宇石 今天赚多少 苏宇石眼皮都懒得抬 而婉婉却霸气上前 说我们赚了200元 文言小和怒气外露 说婉婉的200元是作弊赚 婉婉可不惯着他 我们今天可是搬了赚 还扛了水泥呢 小和却一脸不幸 非说婉婉扯谎 婉婉气到卧警小拳拳找导演证明 导演嗨嗨一笑 证明婉婉说的是真的 话音未落 主持人便立刻宣布 恭喜苏宇石兄妹积分20 报酬200元 文言婉婉一跃三尺高 开心地跳入二哥怀抱 而一旁的圣百元气的心里骂鸟 婉婉却露出邪恶的眼神 小样 这才刚刚开始了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获得第一名的奖励 便是满汉全席 正在婉婉开心地两眼放光时 圣百元兄妹却闪现门口 婉婉健壮立马跳下小板凳 正在小和以为婉婉要邀请她 吃满汉全席时 不料婉婉却走进门口吓住客链 圣叔叔 你们快回去吧 不然我们一会儿吃大餐 他该哭了 文言小和不意外地开始哇哇大哭 婉婉快速把皇族塞入小和口袋 然后一把举起他交给圣百元 最后还不忘礼貌地挥手道别 圣百元兄妹只能气呼呼离子 没过三秒 回到家中的圣百元怒气冲冲地洗了把脸 擦脸的瞬间 他戴在国间的玉佩却突然滑落 吓得圣百元大惊失色 婉婉却很开心 因为他不但把男人粉制 而且他还破了二哥被抢的契约 就在刚刚 节目组让大家抽签决定换家长执行任务 不料婉婉却抽到了圣百元 婉婉瞬间觉得昨晚想要打包圣饭是对 因为今晚很可能会没饭吃 可却被导演无情地拒绝了 想到这儿突然被二哥的那喊声打断 婉婉 你要是饿了就来找二哥 话因为落被导演无情拒绝 二哥发飙 婉婉咱不录了 回家 婉婉冷静劝推二哥 不行啊 想想报仇三天万的 最后二哥只能被迫接手 婉婉则乖乖跟着圣百元 并开心地和二哥say goodbye 待二哥走后 婉婉开始试探圣百元 他乃门问圣百元有多少个女朋友 婉言圣百元震惊八十分 并马上微笑回应婉婉别下手 婉婉霸气好话 不可能 我怪你公主放红 桃花躲躲开你 圣百元则怒气回应 现在是法治社会 不要迷信鬼怪神学 婉婉瞬间跳起了镜物 我知道啊 我还知道要跟着国家政策走 世界上没有鬼 就算有 一般人也看不见 所以请相信科学 最后婉婉还不忘捕刀 让圣百元平时要注意节制 不然 发音未落 圣百元赶忙捂住婉婉的小嘴 努力角度 而弹幕瞬间炸了 感觉婉婉的乌鸦嘴可信度很高 十分钟后 导演宣布这次任务是修缮自己的家 婉婉健壮一脸疑惑 问导演房子整这么大的洞 怕不是在导心 婉婉则元气满满 励志一定要完整 紧接着他对圣百元发出三连问 圣百元都说不知道 使坏的小心机在他心中缓缓生气 于是他便邀请婉婉一起去后山挖黄泥来修房子 婉婉也想看看他想使什么坏心 便答应同他去后山 然而没过三年 摄影师便不知去想 婉婉瞬间警觉 正四处张望找摄影师时 圣百元则露出他那阴险的嘴脸 怒气冲冲质问婉婉 今天的话是不是都是苏语识交的 婉婉打马虎眼 今天我说了好多话 你知哪句 文言圣百元却想做婉婉 然而婉婉轻松就躲开了 圣百元见状 怒气飙到顶端 想要置婉婉于死地 于是他眼疾手快一把拽起婉婉 婉婉却察觉到他带着玉佩运气不重 然而没过三秒 圣百元将婉婉高高举起后 又重重地将他摔落 在摔落的瞬间 婉婉成功拽下他的玉佩 圣百元见状 瞬间慌了 正当他想抢回玉佩时 婉婉却将玉佩狠狠地摔在地上 玉佩瞬间摔得稀巴烂 圣百元怒气飙到底端 正想再次揍婉婉时 婉婉却一脚踩在碎玉佩上 怒气喊话着玉佩害人害己 毁了才好 而且你按我二哥的脸整容 甚至割血为琳浪斜身复苏 偷走我二哥气运到自己身上 你不要以为你干的坏事没人知道 接着他继续发起自自雷电 劈向圣百元 吓得他直接原地晕倒 此时另一边小广场上 二哥因为找不到婉婉而跟导演比较 正在大家推荡之际 送又大喊婉婉回来 闻言所有人同时开心地转身 只见婉婉一身疲惫地拖着圣百元房还走 二哥赶忙冲向婉婉 将婉婉紧紧抱在怀里 谁知婉婉刚亲信件到二哥没事 戏运也已拿回来后便直接晕倒 这可把苏宇石吓坏了 他瞬间歇斯底里地开始大喊 快叫救护车呀 明明是这三岁小女娃被骗到后山 男人缺下的原地昏睡过去 不仅被小女娃一拳揍成猪头 还被拖着回到小广场 然而刚到小广场 婉婉见到毫发无损的二哥才放心地晕倒 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 待婉婉醒来时 听到医生说自己只是轻微的颅内损伤 住院观察就行 而二哥却不依不饶地拖着医生 婉婉见状 乃蒙喊二哥抱抱 二哥直摇头 医生说你要静养 然后便坐在婉婉病床边 婉婉好奇地问二哥最近两年是不是特别倒霉 二哥哀声叹气 何止倒霉 每次出门闭彩头是 婉言婉婉黑黑一笑 不过以后就不会了 二哥一脸问好 紧接着他和婉婉确认这件事是不是和圣百元有关 婉婉疯狂点头CM 吓得二哥差点去了半条魂 医生说你不可以动婉 待婉婉安静坐好 二哥心疼地摸摸婉婉头上的伤 宠密地问婉婉是不是被圣百元打 婉婉奶蒙说没有被打 只是被旧衣领摔地上了 文言二哥心疼到哇哇大哭 婉婉却安慰二哥没事 还说是圣百元偷了二哥弃运 不仅整容成二哥的样子 还用玉佩和书法偷走二哥的弃运 传闻法力低得精怪 为了得到神的法力却假装成神 而这些邪神帮助宿主完成心愿的同时 也会慢慢吞噬宿主的心智 所以我将圣百元的玉佩毁掉 他接着就要完蛋了 果然不出意料 此时热搜榜单 圣百元丑料疯狂百出 多个女朋友网上撕逼 苏宇时笑得乐开花 和梅姐讨论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综艺拍摄是不是还要再继续 婉婉小生奶蒙说要继续 而苏宇时看到受伤的婉婉 便告诉梅姐和婉婉商量下载决定 待挂断梅姐电话 没过三秒 爷爷来电嗡嗡嗡 吓得苏宇时手机掉落 他内心OS确实 完蛋了 这次没有保护好婉婉 爷爷肯定非发了他的皮肤 继续老人行千里来见男人 不惜破疮而入 却只为抱揍男人一顿 男人赶忙抱上妹妹救命 爷爷看见孙女 便忙着心疼孙女受伤疼不疼 这时苏爸和大哥 也带着医生哒哒哒地走近 紧接着医生开始了 长达十分钟的检查后 医生说晚晚无大案 只是伤了脑袋须静呀 闻言苏爸怒气飙到顶端 分分钟就想抱揍苏宇时 没想到正想逃跑的苏宇时 却被大哥逮得正着 还不忘递给苏爸棒球棍 于是苏爸抄起棒球棍 就往私里暴揍苏宇时 晚晚见状立马上前护住二哥 恰巧被刚来看晚晚的导演 撞得没 晚晚礼貌喊饭桶叔叔 并上前向爸爸介绍导演 导演尴尬打招呼 顺便问晚晚是否还继续录制节目 闻言苏爸眼皮都懒得抬 直接拒绝 不料话音刚落 晚晚便拉着苏爸撒娇地说要去 晚晚要赚好多的钱钱 晚晚还舍不得其他小朋友 苏爸一脸心疼地说道 宝贝咱家不缺钱 爸爸担心你受伤 你头上的伤怎么来得旺了呢 晚晚奶蒙回应没旺 还痛的呢 我也知道爸爸有好多钱 可是我和二哥签了合同 我们得有合约精神 不能当老赖不适 苏爸最终被晚晚说服 并答应苏爸遇到坏人要先跑 晚晚一脸疑问 打得赢也要跑 苏爸宠溺着回应 揍人的事交给爸爸和哥哥们就好 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 爷爷哭唧唧唧回家 晚晚和苏宇诗回到小广场继续录制 紧接着主持人介绍新嘉宾魏明希 话音刚落 晚晚震惊的就像晚晚 单岁天才小到同 第一次见40岁的男人 竟让男人等他长大来去的 然而另一双眼睛正在直直盯着他 待他在柔柔双眼确认后 才发现是他小男友顾方池 顾方池赶忙将妞妞塞给舅舅魏明希 然后一个剑步起飞 准备迎接晚晚热情的拥抱 紧接着小两口热情寒暄长达15秒后 顾方池担心地问晚晚额头疼不疼 晚晚奶蒙回应还有一丢丢 话音刚落 顾方池宠密替晚晚吹着 没过三秒 他又从舅舅手里拿回妞妞给晚晚 可晚晚却说节目组规定要把玩具上交 不料转身的瞬间 导演已拿着回收箱站在身后 顾方池一脸不高兴 舅舅赶忙耐心劝说 晚晚猛地抬头 才发现舅舅简直率爆 于是柔柔跟舅舅说 能不能等他长大就娶她 文言顾方池一副死亡凝视脸看向舅舅 舅舅俯身安慰 宝贝 舅舅不能等你 舅舅已经有媳妇了 话音未落 晚晚哭唧唧 我的爱情塌房了 这时顾方池着急握紧婉婉 别哭 我舅舅都老男人了 有什么好看的 等我长大来娶你 文言婉婉瞬间喜笑言态 那你可不能忘了来娶我 顾方池霸气回应 我这辈子非你不娶 大家来集合 并宣布这次任务是 在两天内卖农产品挣到200元 每组嘉宾两个人 相当于两天的营业额是400元 文言婉婉瞬间兴奋了 三岁小女娃只花了三分钟卖光农产品 男人却不想卖 就在刚刚 主持人宣布今天的任务是靠卖农产品赚到400元 婉婉瞬间兴奋了 她吭哧吭哧来到小镇集市 小嘴怪甜的叫门 就普通的白萝卜都能给她说出话来 不到三分钟便于卖通 苏语氏抱起婉婉至夸她厉害 然而刚没走两步 就听到顾芳池喊婉婉婉婉婉 婉婉开心地和顾芳池say hello 接着纵身一跃从二哥身上跳下 顾芳池拿出给婉婉买的光饼 婉婉也是毫不客气地吃起来 还问她钱才买来的 才知是舅舅卖农产品的钱给买 于是他们立马便去找舅舅 却发现舅舅呆坐着不卖农产品 柔肉满脸问号问为什么 才知舅舅是因为农民辛苦种的菜 却在便宜卖 为农民感到不止 婉婉分分钟干 农民伯伯好辛苦哦 可是我都把它全卖光了 舅舅暖心安慰 你全部卖光也是对农民伯伯辛苦的肯定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所有人回到小广场激活 主持人宣布各组嘉宾的收获成果 宋金父子赚了200元 秋奇母子赚了100元 舅舅和顾芳池赚了360元 最后恭喜我们本次的冠军婉婉婉 赚到400元 节目组决定帮婉婉实现一个愿望 话音刚落 导演俯身问婉婉愿望 经过6.18秒的思想交战后 婉婉终于想到了自己的愿望 从一个愿望变成三个愿望 文言导演瞬间实话 紧接着婉婉说 第一个愿望是帮所有嘉宾美人实现十个愿望 导演一脸尴尬 现在直播也不好拒绝 主持人健壮赶忙出来原厂 着急和大家say to buy 别的学生在校都好好读书 男孩在学校却整天打架 如今却直接把同学打到骨折住院 爷爷收到消息 怒气飙到顶端 就等苏爸去学校处理 然而苏爸还在接婉婉回家的路程 婉婉震惊八十分 咱家的大飞机这么霸气 文言苏爸告诉婉婉喜欢可以经常坐 婉婉却一副小大人模样 算了吧 费用 时间一晃就是两小时后 直升机顺利抵达苏家宅院 婉婉刚下飞机就开心地狂奔向爷爷 然而爷爷却满脸的低齐压 瞬间把婉婉惊呆了 爷爷 你怎么了 不会想打我吧 爷爷秒切合善你 不是的宝贝 是你五哥六哥在学校把人打到骨折 班主任说要请家长 苏爸满脸不信 我的儿子我清楚 都是乖小孩 爷爷疯狂否定 你怕是还不知你两儿子现在学习都是倒一了 文言苏爸一脸无奈 准备马上出发去学校看看 婉婉见状 赶忙说要跟爸爸一起去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婉婉歪头在教室门口找哥哥 不料却被怀玉失智发现 怀玉立马礼貌弯腰向婉婉行礼 婉婉霸气喊话不必多礼 说完遍头也不回的朝哥哥们走去 婉婉率先和六哥say hi long 却被哥哥的同学围堵斗了 六哥见状 一把抱起婉婉 紧紧附在怀里不让大家看 而抱在怀里的婉婉却疯狂和五哥闲聊 五哥第一时间关心婉婉受伤还痛不痛 婉婉这时发现两个哥哥身上阴气很重 紧接着他快速士气小魔法 巴拉巴拉响过些 哥哥们瞬间感觉神清气爽 而怀玉也感觉周围的阴冷气息减少 于是他手托塞对婉婉露出一脸的崇拜 就在这时 同学嘲笑他喊婉婉想事过 婉言怀玉怒气飙到底端 握紧小拳拳想要揍人的模样 吓得同学瑟瑟发抖 男人只是静止走进教室 可女人却吓出一身冷恨 因为单听男人的表情 女人就意识懂 这个学生不该骂 就在五分钟前 女人刚进教室就开始质问 苏星满是不又打架了 苏星满完全无事 气得女人怒气发飙 苏星满 你给我站起来 下学期就要上高中了 你却还停留在初中 你哥哥现在是傻子 你又像混社会了 你就说你们两户户不在家待着 来学校读什么书 此话一出 苏星满刚想发飙 却被婉婉抢先一步 婉婉霸气狠话 老师怎么能随便说我哥哥是傻子了 女人见状 怒气飙到顶端 苏星满你还敢私自带孩子来学校 现在立刻请家长 不然你直接滚蛋 话音未落 苏爸喊话 我就是你要请的家长 女人瞬间吓出一身冷汗 没想到苏星满是苏州的儿子 正思考着 突然被苏爸的问话打断思路 女人心想糟糕 还没有了解过苏星满为什么打人 于是她嗨嗨一笑 只说苏星满带着哥哥在厕所堵人 把高三七班的曹氏同学的双腿打断了 苏爸再次强调 我问的是我儿子为什么动手打同学 晚晚帮枪 对啊 我哥哥突然打人总有理由吧 老师你该不会是没了解情况 就把错都归在我哥哥头上吧 晚晚越说越气 三尺小脚一跺 拉起哥哥就往外走 苏爸见状 表示苏家愿意承担曹氏的所有医药费 但曹氏散播谣言 欺辱同学 学校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文言女人着急的想再说些什么 苏爸却完全无视 画面一转 苏爸严肃地问儿子在学校受欺负 为什么不说 见六哥不吱声 晚晚暖心安抚爸爸 哎呀 都是能用拳头解决的事 告诉家长多丢面 不料晚晚一劝 苏爸和六哥却互相道歧歉来 时间一晃就到家了 晚晚这小吃货 见到零食就两眼放光 他开心地喊两个哥哥一起吃零食 没过三秒 五哥陪晚晚喀兹地吃着 六哥却大发飙说 老五怎么不看着晚晚 小朋友不能吃太多 晚晚见状两手掐腰 让六哥别生气 晚晚可以治好六哥的脑袋 说完就刺溜地跑过房间去 没过三秒 晚晚霸气甩出银针 闭脸坏笑地挑中了一根最粗的 奶蒙说着 六哥 快帮忙按住五哥 我来给他治治脑袋 五哥健壮 吓到全身颤抖 干脆小道童第一次见五哥 就把五哥砸成小刺猬 吓得五哥直接昏睡过去 就在刚刚 晚晚拍着三尺小胸脯 说能治好五哥 于是他掏出一根最长最细的银针 想要插入五哥脑袋 六哥震惊 晚晚你在开什么国际玩戏 这时苏爸听到动静赶忙下楼 还和晚晚确认五哥的头是否真能治好 晚晚霸气喊话必须可以 而且五哥的脑袋不仅仅是车祸问题 说完晚晚便喊爸爸来帮忙按住五哥的头 文言苏爸分分钟来到晚晚身边 准备撸起袖子来帮忙 哪知六哥怒气发飙 爸 你不要跟着晚晚吓胡闹 苏爸暖心安抚六哥 晚晚跟着他师父学过医术 他师兄就是帝都医院外科主任墨金春 此话一出 六哥震惊的就像六哥 你说的可是新生代神殷墨公子 晚晚黑黑一笑 六哥淡定 我师父可厉害 而且晚晚的很多师兄弟也都是顶呱呱的人物 当然除了像德寿师弟外 他画符废纸被我师父追着的 六哥依然满脸质疑 你才三岁居然有师弟 你师弟是谁啊 苏爸抢答说他见过 晚晚师弟是天师会的会者 天师会隶属国家 是替国家办事的 此话一出 六哥犹如万块大事框框撞头 这时晚晚安抚六哥放心 晚晚会保护好哥哥 虽然你和五哥马上死瞧瞧了 晚晚能保证阎王都带不走你 六哥你还不知道 咱们家被人下咒了吧 文言六哥一脸问候 下咒 怎么可能 晚晚继续问 一个月前晚晚送你的平安符是不是自然 五哥是不是还跳过天台 幸好被你拦下 话音未落 六哥便问晚晚是怎么知道 晚晚养着小脑袋说是自己算的 平安符自然是在替你们挡 正在六哥还在想是谁干的时 晚晚霸气喊话六哥放心 有晚晚在就会平安无事的 六哥则打去晚晚还行 肯定是哥哥宝货 晚晚却一脸不服气 六哥你怕是还不知道晚晚的厉害 文言六哥宠溺地摸着晚晚头 这时五哥恰巧醒 六哥起身喊话到饭点 让我看看有谁想吃饭饭 话音未落 晚晚和五哥同时留着八尺口水 接着晚晚率先跑在前头 开心地喊着吃饭了 而此时的六哥还站在原地 想着早晚要救出害我们家的人 当女娃千叮万主 他哥最近有威胁 他笑把亲哥却完全不当回事 甚至才吃两口饭就马不停蹄地说要出去 就在刚刚大家都在愉快地干饭时 晚晚突然问六哥发色为什么不一样 文言六哥不好意思地挠头 说自己头发湿染 晚晚一听瞬间兴奋了 那晚晚也要染个彩虹色 成为理营商安杰丽娜 安塔利亚晚 六哥震惊八十分 小屁还想什么呢 他疯狂摇头说不行 而且染发不健康 晚晚满脸问好 既然不健康六哥为什么要染 六哥扯谎说自己白头发多 为了这代才暂时染 最后晚晚终于被说服 点头说知道了 然而没过三秒 他突然大喊等晚晚长大了 要带爷爷和爸爸去染了 此话一出 所有人震惊的就像所有人 接着他说还要带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 干爹和小吃哥哥去 六哥想着晚晚说的画面太大眼睛 便赶忙找借口开溜 晚晚满脸一问六哥要去哪 六哥却只敷衍说有事便匆忙离去 晚晚感觉不对劲 他赶忙掐指小算 结果不算不知道 一算下一条 竟然是六哥的死结 想到这儿 晚晚赶忙挥动三尺小腿跳下 他想着势必要拦下六哥 刚跑到门口晚晚就着急 喊六哥不要走 六哥没听到 反而静止抬起六尺长腿 一把跨上机车准备出发 这时才发现晚晚一直在喊他 让他不要走 六哥缓了6.18秒后 告诉晚晚今晚有约 必须出去 晚晚凑近直接说不想哥哥死 想保护哥哥 文言六哥唉声叹气 接着说了句抱歉 便戴上八尺头盔准备离开 此话一出晚晚绝望到极点 当六哥不管不顾的蓄力加油准备出发时 却发现车子怎么也跑不动 他转身一看惊呆了 原来晚晚正紧紧地抱住机车尾 口中不停地喊着六哥 不要走 六哥无奈摇头 一把拎起晚晚说六哥不能失约 晚晚妥协 要去也可以 要带晚晚一起去 说完晚晚一跃三尺跳下 拉起六哥霸气喊话 那我们出发吧 小女娃凭一己之力抱住车尾 想拦下今天有死结的六哥 可他六哥明知有死结偏向死结子 晚晚没办法 只能陪着六哥去冒险 只见他快速戴上三尺小头盔 再一跃跳上六哥后座 霸喊出发吧 六哥看时间来不及了 无奈只能戴上晚晚 随着他温柔地跟晚晚说抱紧六哥 便家族玛丽飞驰而去 然而另一边一坐到冠内 只见一道是口中不停地念着咒语VBC 突然他那着眸的双眼睁鸣展开 将一副只燃烧化为灰烬 再把手指的鞋引入晚间 嗜血咒生成 就等着六哥来例子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晚晚今天陪着六哥出门 就是为了化解这嗜血症 画面一转 晚晚和六哥即将抵达目的壁时 却有一群人开始光呼骂 待六哥将机车停稳 大家都纷纷猜测 六哥带着的小团子是谁 还未等大家开口 晚晚便率先热情的say hello 我是苏星满的妹妹玩我 其量话音未落 有人兴奋地飙脏话 吓得晚晚还以为怎么了 六哥暖心安抚将晚晚抱进怀里 接着问比赛对手何云川来了没 只见何云川正甘手插都吸着烟 见六哥来了赶忙把烟丢了 晚晚溅染着彩虹发色的何云川 大惊失色 疯狂摇头说不想染彩虹发色 六哥宠迷地来个摸头皮 晚晚突然问六哥 比赛输了会怎么样 哪知六哥回应输了就得跪下来横罢了 晚晚疯狂拒绝 爸爸怎么能随便叫 六哥眼神犀利 哥哥不会输的 就在这时 何云川讽刺六哥是怂货 比赛还带着王 而晚晚则目不转睛地看着何云川 紧接着就开始掐指警算 还问何云川要不要算一挂 祖传算挂秘房 包算包买 听得六哥与何云川一脸猛逼 柔柔健壮极坏 他赶忙从六哥身上套走 大川哥哥 我关你今日硬堂发飞 红有血光之灾啊 文言何云川震惊八十分 随之他温柔地捏着晚晚脸 那该怎么化解 晚晚卖萌回应 你现在回家就没事了 何云川苦笑 哥哥没有家怎么办 而且已经和雇主签了合同 不比赛就得赔偿了 文言晚晚温柔摸头 晚晚赚钱了 不然你跟晚晚回家吧 何云川继续逗晚晚 还有其他办法吗 晚晚小手一摊 谁让你是死结呢 但看在你认识我六哥的份上 你有纸笔吗 人群里的小姐姐热情说他有 晚晚拿到纸笔就刷刷刷地开始化解 不到三秒 他开心地举着符纸说话好了 然后飞快地塞给六哥和何云川 霸气喊话你们可以放心比赛了 而这波操作看得他俩也是一脸懵 小女娃血扶植给两个飙车比赛的男孩 何云川却一脸嫌弃 还说是小孩子迷信文艺 晚晚不理会 反而乃蒙提醒六哥一定要认真放好 六哥温柔点头 随之便抱起晚晚塞给小安安交代要看好 然后怒气喊话何云川少废话 快比赛 在大家的欢呼声中 接着两人骑上机车在起点处准备 出发前还不忘互相挑衅 晚晚好奇问小安安 你觉得谁会赢 小安安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老大 毕竟是我们的标杆 这时小姐姐突然温柔好话 准备 比赛马上开始 各就各位 预备备 开始 随着枪声响起 两人飞驰出发 晚晚见状瞬间兴奋了 六哥好帅 晚晚也要跟六哥学机车 喜料却被小安安毫不留情泼了盆冷水 晚晚一脸不解地问为什么 接着小安安一把举起晚晚 你瞧你腿多短 小都挨不着地学什么机车 文言晚晚怒气飙升 晚晚家里人都是大长腿 晚晚也会长成大长腿 小安安不怕死 非说晚晚基本突变也不一定 死话一出 瞬间扎了晚晚的小猩猩 晚晚分分钟上眼倒地痛苦 太欺负人了 弄得小安安一脸手足无所 就在这时天空雷鸣响起 吓得晚晚瞬间弹起 晚晚这才算出六哥的不是死结 而是咒 是死咒 而此时另一边 六哥和何云川正进行激烈的比赛 突然山顶上的大石头迎面落下 一路朝六哥飞去 小女娃明明是法术高强的道士 血福宝平安却被当成小孩子的玩弄 起料何云川比赛时 遇到雷鸣电闪 山市滑落 直接撞向苏星满时 他才后悔莫及 他着急抱起苏星满哇哇大夫 想到自己母亲车祸成植物人 父亲受不了压力轻生离开后 他也曾受尽各种委屈 甚至被人谩骂歧视 是苏星满给了他很多的温暖 要不是为了赚钱 他怎么都不会答应这场飙车比赛 这时另一边 在七点等待的人都坐不住了 小安看着远方山市滑落 瞬间慌了谁 着急大喊快叫救援队 顿时现场乱成一团 晚晚平静的心也瞬间不淡定 是六哥的位置 就在这时 小安俯身安慰 晚晚别害怕 小安哥哥马上去找你六哥 你在这乖乖等 说完便骑着机车准备去找苏星满 走时还不忘提醒小弟们要照顾好晚了 可越来越多的人不放心 纷纷骑着机车去找苏星满 只留下一个红衣小哥照顾晚了 见大家都走后 红衣小哥害怕的瑟瑟发抖 口中却还在努力安慰晚晚别跑 可此时的晚晚已经气得眼前一脸黑鲜 没过三秒 他突然大喊七星剑来 紧接着一把七星剑从天空飞来 吓得红衣小哥原地晕倒 而晚晚拎气七星剑气得滋滋作响 感动我的家人 怕不是活命了 于是他立马失去小魔法 口中不停念着巴拉巴拉小魔闲 不料却因对方功力身后失败了 七星剑也不争气地直线掉落 晚晚怒气飙到顶端 既然六丁神没用 那就给你点厉害尝尝 斗罚我素弯弯可没输过 于是他再次全身蓄力 口中不停地念着ABC 顿时金光乍线团团环绕着他 不到三秒 便分分钟破了对方的嗜血轴 男人只是看了女孩一眼 却被吓得全身颤抖 甚至被女孩一板钻拍晕 就在刚刚 女孩分分钟破了红衣道士的嗜血轴 男人吓得丢了七尺魂 他惊慌地喊徒弟快把清香点上 奇料刚把清香插上香炉的瞬间就断了 徒弟满脸震惊 师傅 这可咋办 红衣倒是怒气飙升 大喊苏家你有高人 但我的嗜血轴无人能破 说完三尺小手一挥 竭尽全力施展魔法 而此刻另一边 看到此景的弯弯剑情况不灭 也分分钟失去小魔法应对 只见他口中不停地喊着ABC 没过三秒 他大喊一声 七星剑 看女的吧 接着七星剑伴着道道金光飞驰而去 直接命中红衣道士 这一次他终于承认他的嗜血就被破 可嘴里却不停地说 下次定让你苏家好看 然而婉婉却打得一身手 毕竟太久没有遇到对手 奇料刚才施法的这一幕 却被红衣小哥看在眼里 他吓得全身颤抖 口中不停地问 婉婉你是鬼吗 婉婉不吱声 拿起一块板砖就拍向了红衣显哥 抱歉哈 只能让你忘记这段 师傅曾说我们跟有关部门签订了保密协议 不能在民众前展现实力 不然婉婉怕是要进去蹲上七七四十九天了 安排好红衣小哥 婉婉飞速狂奔去找六哥 没过三名 就看到小安安他们正在搬石头 婉婉着急地问小安安有没有六哥下落 小安安震惊八十分 小祖宗啊 你怎么自己跑来了 红衣小哥呢 婉婉胡乱比划了十分钟 见小安安还没明白 最后才说红衣小哥被雷吓晕了 话音刚落 小安安让婉婉乖呆着 山上有掉落大石头的风景 婉婉霸气回应 没事的 婉婉力气可大 说完便飞速抱起百斤的石头 一把抛向高空千里远 地转眼的公子 挡路的石头瞬间被清空 小安安震惊的就像小安安 你这怕不是把我们全部按在地上摸擦 我们搬了一个小时都没搬完的石头 你只用了不到三秒 就在这时 小辫子敲命令问小安安 六哥会不会被压在石头底下 文言小安安直接开揍 你在说什么胡话 而听到这话的婉婉 赶忙掐指小算 六哥死不了 这时小辫子大 你们看 那是不是六哥他吗 所有人赶忙跑去 小安安见识六哥使出吃奶的进班早大事 大声 快 快去医院 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清晨 六哥被耀眼的阳光拍戏 呜呜了半天 婉婉和小安安瞬间被六哥声惊醒 接着开心地扑向六哥怀抱 然后六哥瞬间体验了一把左拥右抱的幸福 六哥努力抽出被压着的手臂 温柔说着抱歉 害你们担心了 此话一出 婉婉瞬间开启哇哇大扶模式 口中不停地哭喊着六哥是笨蛋 吓得六哥着急问婉婉怎么 婉婉带着哭腔说我要餐巾只擦鼻涕 待婉婉安静下来 六哥却一脸猛逼地问自己怎么在医院 小安安赶忙跟六哥解释 比赛时下雨绑着他方 山石掉落 是何云川救了你 你才伤得不重 闻言六哥惊慌失措 着急地问何云川在哪 将女娃前一秒开心地扑向男孩怀抱 下一秒却哭得稀里哗啦 只因六哥不听婉婉话 执意要与何云川飙车比赛 虽然晚晚破了六哥的死众 可六哥还是没能逃过山石塌方 幸好被何云川救下 捡回一条幸运 然而当六哥听到何云川因救他而伤重时 还未等小安安把话说完 便发疯似地跑去找何云川 直到见到他伤得不重 玄智的心终于放下 何云川则调皮得怂怂肩 我皮糙肉后能有什么事 这话一落 六哥怒气拎起何云川 你为什么要救我 为了几个臭钱命都不要 何云川也瞬间被惹怒 是你大少爷不是人间英 要多少钱吗 你都不知道 算了 说了你也不懂 我要去打工了 文言六哥霸气好话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 何云川被气笑了 我还没有可怜到需要人施舍 就在这时晚云赶来 奶蒙问大川哥哥商没好要去买 见何云川不知声 晚云瞄懂 大川哥哥 我也许可以治好你妈妈 没过三秒 何云川便让晚云来看妈妈 见晚云脸色凝重 一脸无解的模样 何云川瞬间失落 赶忙说没关系的 话音未落 晚云就朗朗着有办法了 于是他立马牵起两个哥哥的手 大喊虽然不能保证之后 但是我可以去找我24师兄帮忙 文言何云川一脸猛逼 六哥刚想确认问晚云说的是不是我 其料话到嘴边 却遇见了来逮他们的警察 怎么又是你们 我们接到举报电话有人违法赛车 不到半小时 他们就被带到警局 随着警察问什么回事 何云川一如既往的细皮笑容 同时间晚云奶蒙举手 我坦白 我们确实私下飙车 不料此话一出 警察分分钟气炸 赛车还带奶娃 你们谁是他哥 打电话叫家长来接 六哥乖乖承认 并快速拨通苏爸电话 哪知苏爸恰好正着急的找王王 听六哥说他给带出来了 苏爸瞬间安心 可下一秒六哥说的话 让苏爸怒气飙到顶端 你干什么玩意还带上婉婉 今天不做到你嗷嗷大叫 我都不信苏 男孩明明只是打个电话 却被吓出一身冷汗 因为单凭爸爸的一句话 男孩就知道 他今天必定会被爸爸抱走 于是他赶忙问警察 办公室如果有扫帚 能不能先藏起 警察被问得一脸猛逼 婉婉却纷纷中电 还未等警察反应过来 婉婉就把扫帚全给丢了 还不忘提醒六哥放心 爸爸打不到婉婉 文言六哥无奈摇头 我是怕爸爸揍我了 起料话音刚落 就听到苏爸慕喊六哥的声音 甚至自带三尺棒球棍来的 婉婉和六哥见状吓到颤抖 幸好警察及时拉住苏爸 没过三秒 婉婉也死死抱住爸爸的棒球棍 乃蒙喊爸爸 你不是说过不打小孩的吗 苏爸瞬间被气笑了 于是他一手拎起一个仔 和警察倒完谢便回家 带苏家人走后 警察无奈服额 并催促何云川快吃 吃完送他回家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警察如约把何云川送回家 走时还不忘提醒何云川 要爱惜身体 有什么困难随时找他 何云川感动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摆摆手便头也不回地走 刚到家 他终于忍不住的阴阴大哭 想着刚才警察的一番关心 想着婉婉说会帮忙治愈妈妈 让自己好好生活 想着虽然救了苏星满 他却更关心自己 想着护士小姐帮忙上药时 庆幸说还好只是擦伤 想到这儿 何云川瞬间感觉被温暖到了 而此时的苏家 苏爸怒气掐喉想要抱揍六哥 婉婉吓得哭肿了眼 心想爸爸下一个是不是要揍婉 安还只是戳了戳小女娲的脸吧 却被他疯狂抱揍 就在刚刚 六哥带着婉婉飙车被警察带走 苏爸接到电话怒气飙声 从警局拎着两个仔就回家了 可刚进家门 苏爸怒气掐喉想要抱揍六哥 这一幕把婉婉吓得全身发颤 而五哥却一副看戏的模样 戳婉婉小脸蛋 吓得婉婉哇哇大叫 苏爸顿时被婉婉的尖叫声吸引 他赶忙跑出来问婉婉怎么了 不料却看见两个仔互相撕扯 苏爸无奈服额 平心静气地喊老五把婉婉放下来 而五哥却反驳苏爸 为什么不让婉婉先放手 还未等苏爸回应 六哥突然问五哥 苏承琦 你今年几岁了 五哥自信回应 苏星满 你是不是傻 我今年六岁了 说完便抱着婉婉去客厅玩了 留下苏爸和六哥在原地干吧 可婉婉和五哥的玩闹声 又吵到了二哥的美梦 二哥怒气冲冲跑出来训斥 文言婉婉秒便委屈小猫咪 二哥健壮一点尴尬 暖心安慰婉婉 五哥没眼看 大吼二哥那么大声干嘛 吓死个人 二哥对五哥一点不客气 怒骂五哥是傻子 这话一落 五哥飞速跑上楼 口中还骂着二哥才是婶子 然后两人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掐家 婉婉在楼下看得乐呵呵 这时六哥缓缓走来 说小安安叫吃饭 去不去 听到有好吃的 婉婉两眼瞬间放出八尺的光 他小手一挥 欢呼地喊着有好刺的 要去要去 六哥一脸宠密地看着婉婉 那咱走吧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六哥和婉婉如约抵达小吃店 不料刚坐下 婉婉就发觉小安安面向不对劲 叫爸哥哥带亲妹妹出来蹭饭 妹妹却给哥哥拉来一把堵住 谁输了就得跪下来喊爸爸 就在刚刚 六哥带着婉婉和小安安吃饭 一见面就说小安安是败家子面向 甚至还质问小安安怎么又逃课了 小安安不停地狡辩说着ABC 文言婉婉秒变小大人模样 叔叔几十条六十秒语音方正 小安安震惊八十分 敲鸣地问六哥 婉婉对你也这样吗 还未等六哥回应 婉婉又转向六哥 大家都叫你老大 是因为你学习很厉害吗 六哥婆娑着各种小动作掩饰尴尬 然后灰溜溜地跑去点单了 这时小安安问婉婉知不知道他的成绩 婉婉回应不能是倒一吧 小安安一脸得意 倒一在那吗 我是倒三 这话一落 婉婉瞬间暴怒 大吼小安安 不要骗我三岁小孩 我六哥明明学习很厉害 小安安左手一抬 不信你问你六哥了 然而没过三秒 小安安就迎来了六哥的一顿疯狂暴走 同时还不忘告诉婉婉不要听他胡说 六哥下次一定考第一 就在这时 三年七班的杨夕突然甩出一句痴人说梦 婉婉哼哼一笑 六哥 你有没听见有恶犬在汪汪叫 接着小安安和六哥则配合婉婉的一唱一呼 气得杨夕暴怒 问六哥是不是活腻了 六哥则霸气回应 怎么 想打一架 文言杨夕气势变弱 既然觉得侮辱了你 那只要期末考第一 我就 婉婉拉长三尺小耳朵 还未等杨夕说完 他便跳出来大 要是我六哥考第一 你就跪下来喊他爸爸 我就问杨夕 你敢答应吗 这时小安安凑近 婉婉 那个自念心 婉婉尴尬的再次重复了一遍 杨夕气到全身颤抖 生死力竭喊出 这堵我接了 我等着有人跪下喊我爸爸 六哥挠头 是吗 我也是这么想 带杨夕走后 小安安问六哥咋办 输了真要叫爸爸 六哥一脸自信 怕个锤子 又不是没拿过滴 说完擦擦油腻的小嘴 便抱着婉婉回家了 然而刚进家门 就碰到了爷孙三人组 婉婉哈见哈翻天 喊着要大哥抱抱 大哥嗨嗨一笑 温柔接过婉婉 其料婉婉刚到大哥怀里 嘴里就嘀咕着大哥身上香香 大哥则礼貌打招呼 说要带婉婉回房顺 此话一出 瞬间打翻了爷爷和爸爸 三十年的老存错 带大哥回房后 六哥呆愣在原地 而爷爷和爸爸 纷纷打起电话 怒气喊话 要买所有品牌的香水 小女娃只是因为 大哥身上香香求抱抱 爷爷和爸爸 就买下了所有品牌的香水 甚至一喷就是一整瓶 可当婉婉第二天起床时 整个屋子都飘满了各种香味 她捂着三尺小鼻 大喊这是这么味道 这是爷孙三人组闪现 问婉婉喜足喜欢这香味 婉婉思考6.18秒后 乃蒙说闻着好想吐 然后灰溜溜地跑掉 说要去找二哥 留下爷孙三人组在原地 痛哭流涕 而此时的二哥还在呼呼大睡 婉婉大吼一声 二哥开机了 接着二哥就反射性地弹起舞剑 左青龙右白虎 帅气地摆着各种后 婉婉看得心花怒放 拍手叫绝 指呼二哥好厉害 二哥嗨嗨一笑说小意思 下一秒婉婉却说 他有更厉害的招式教二哥 于是他两大大大的来到苏家草坪 婉婉先是一套浮魔剑 再来一招蜻�蜓点水 二哥目瞪口呆 婉婉问二哥怎么了 二哥立马划跪戳戳婉婉小土 看看婉婉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婉婉奶萌回忆 当然不一样 因为我是苏家唯一小宝贝 二哥宠溺地戳戳婉婉头顶 对对对 苏家小宝贝 说完便被起婉婉回家吃饭了 就在这时 婉婉啦啦啦地哼起小曲 文言二哥面露难色 问婉婉以前在道观唱过歌吗 唱过呀 师父说我唱的歌很好听 差点没把他送走 说完又啦啦啦地唱起来 却瞬间被二哥大手捂住 宝贝 现在二哥还不需要 如果你想唱 可以唱呗 爷爷听 小女娃只是唱了首歌 差点没把男人给送走 婉婉还想再唱一遍 却被二哥死死捂住嘴巴 婉婉 你这歌唱的我想吃喜了 于是两人开心喊着吃喜 吃喜 二哥 我想赐爸爸的 要大锅的 这话一落 二哥尴尬万分 宝贝 你快别说了 再说怕吃的就是二哥的喜吗 而此时餐厅内 五哥问六哥 有没有听到乌鸦叫 六哥一脸猛逼 回应说不像乌鸦叫 像青蛙叫 这时晚晚和二哥正巧走进餐厅 晚晚问五哥咋 五哥同样的问题 问了一遍晚晚 晚晚缓了6.18秒后 回复五哥肯定是听错 可五哥不死心 喃喃自语说自己肯定没听错 二哥健壮 怒气飙升 怎么被听到了 于是他狠狠地给五哥一个旋转螺旋体 五哥暴怒 直接输出几十条60秒影音方阵 吓得二哥呆愣在原地 然而没过三秒 二哥问五哥是不是恢复了 二哥这才恍然大悟 鸭鸭呀 我不傻呀 他赶忙握紧晚晚的三尺小手 激动得热烈盈眶 再一把抱起晚晚 开启长达十分钟的飞碎旋转 最后被放下时 晚晚被转得阻摇诱惑 待镇定下来 他才娓娓道来 说是因为伤了作妖的人 五哥才恢复这么多 要不是因为五哥车祸被坏人钻了空子 也不会变身 这时六哥好奇地问 是不是苏家每个人都有死结 晚晚两手一摊 疯狂摇头 晚晚发现的早就不是 但二哥你的死结是坏人不一家的 说完晚晚快速士气小魔法 巴拉巴拉小魔仙 射 随着符指燃尽 红衣道士也被雷劈到冒烟 原来是上次说要对红衣道士一张五雷服 结果忘记 正巧补上 大大也就劈个七七四十九天嘛 他短期内肯定做不了药 二哥 感兴趣的话 我教你 文言二哥笑呵呵的点头 好呀好呀 老人正想去钓鱼 却被小女娃的一句话气到想揍人 可爷爷揍的不是晚晚 而是二哥 你怎么回事 欠揍是不是 不教妹妹点好 正当晚晚也被爷爷的怒气 吓得愣嘴时 他突然灵光一声 天真无邪地跟爷爷说 爷爷满百岁的时候 是不是得过瘦 以前师父也是百岁的时候办的 有好多好次的 想的都要流口水 爷爷正一脸纳闷 为了这个小吃货 我是不是九十岁就得办个瘦 这时恰巧遇到五哥六哥出门去上学 晚晚见状赶忙说要送送哥哥们 不然怕是要被爷爷做批评 没过三秒 他们便顺利抵达学校门口 却看见一个女孩被一个男人训斥 晚晚赶忙掐指小算 力气这么重 小人也 于是他赶忙问六哥 这人怎么这么熊巴巴 六哥大吼他是曹氏他爹 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曹爹听到怒气飙声 呵斥六哥不懂分是重的 之前带个傻子来上学 现在又敢带奶娃 太不把学校放眼里 这话一落 晚晚怒气反驳 你这是诽谤 我五哥才不是傻子 接着他发起河东誓后 大喊我不是奶奶 可别冤枉我 我已经三岁了 吓得曹爹的假发片都飞走了 带他捡回假发片 还想继续说些什么事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 曹主任 怎么还跟学生杠起来了 妹妹送哥哥们去上学 哥哥们却不知 程主任是妹妹的小事 只一妹妹从小丢失 刚找回苏家 就在刚刚 曹主任怒斥六哥不懂尊师重道 甚至带奶娃来上学 晚晚一个河东誓后 吓得曹主任丢了你 正当他想发火时 却被程主任拦醒 曹主任怒气飙到顶端 你凭什么插手我管教学生 程主任扶了扶三尺眼镜 冷静回忆 曹主任日理万机 我可以向校长申请减少您的工作 文言曹主任气憋 立马把怒气转移到学生 你们几个迟到的 现在立马叫家长来 学生瞬间吓得丢了三尺魂 颤颤巍巍说还没到上课点呢 曹主任气到面红而视 程主任却霸气喊学生快回教室上课 然后静止朝晚晚走去 公身行礼 小师姐好啊 我是师父的107号徒弟 晚晚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小景 难怪刚看你很眼熟 程主任二话不说抱起晚晚 许久不见 小师姐长大了不少 文言晚晚泪目 小师弟你是唯一不说我胖的人 紧接着他向程主任和哥哥们互相介绍 介绍完俩立马纵身跳起 我要去给爸爸打电话 让他别来接我了 我要跟小师弟叙叙叙叙叙 留下哥哥们留在原地一脸问候 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 晚晚刚打完一盘王者荣耀 恰巧进来一个男人 上来便揉着晚晚小胖脸问道 你是不是程克锦的私生女 晚晚怒气回应 我是他长辈好吗 话音刚落 程主任刚好上课结束回来 男人一脸讽刺地问程主任 竟真有个三岁半的小事件 程主任懒了回应 开门见山问男人来有什么事 男人八卦起程主任和曹主任闹矛盾的事 程主任只回应是说实话而已 就在这时 男人手表滴滴响起 到上课点 男人赶忙转身离去 走势不忘提醒程主任小心校长者 晚晚拉住程主任衣袖 乃蒙安慰道 师弟不怕 我爸爸是校董 我爸爸是苏州 炒鸡炒鸡有钱大 而且我爸爸说 他挣的钱都是晚晚的 让我可尽造 闻言程主任宠迷摸着晚晚头 那校董女儿要不要一起去查课 晚晚奶蒙的点点头 接着小师弟塞给晚晚一个笔记 晚晚好似小大人模样的走起猫步 第一个查的就是晚晚哥哥们课堂 十足好评 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玩手机 晚晚见状也乐呵呵 哥哥们答应晚晚要好好学习的 闻言程主任问晚晚 既然哥哥这么听小事情 那能不能让你六哥染灰头发 别骑机车上学啊 晚晚立马拍着三尺小胸脯 让程主任放心 起料话音刚落 程主任电话叮铃铃响起 是校长电话 程主任交代晚晚别乱跑 便接电话去了 这时晚晚注意到曹主任班上的学生 竟在上课时间跑步 于是他敲咪咪地打算去看个究竟 忽然小姐姐重心不稳 摔了个狗知识 晚晚赶忙走进暖心询问 不料小姐姐去哇哇大哭了起 一问才知曹主任污蔑他偷了班分 他不承认就被叫出来发跑 晚晚一听气坏了 拉起小姐姐就说要给他讨回公道 刚到曹主任办公室 就看见他又在教训其他学生 晚晚好奇地问 曹主任一直都这么不明是非吗 小姐姐轻声抽气道 是的 只要他不顺心就拿学生撒起 文言晚晚拿起手机咔咔咔留下证据 想要惩罚下曹主任 恰巧成主任接完电话回来 他温柔问晚晚怎么跑这了 起料还未等晚晚回应 曹主任便闻声冲哭 见到成主任 不免发起一番冷嘲热 这时男人急冲冲赶来 问成主任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就是我被校长开除了 这话一落 晚晚和男人同时震惊的瞳孔地震 当女娃盯上谁 谁很快就会倒霉 而她如今盯上了男人 男人却一直作死 想要赶走小女娃的小师弟 眼见小师弟开始 马不停蹄地收拾起行李 晚晚没眼看 赶忙扯了扯师弟衣袖 乃蒙问道 小景 你并没有做错 为什么要离此 这时师弟同事附和 你小师姐说得对 你一走曹主任 只会更加放肆欺负你学生 这话一落 小师弟瞬间改变了主意 于是他快速拨通了 老校长的电话 然而没过三秒 新校长就喊小师弟谈话 我说你两句 就跑去跟老校长告状 那我要真开了你 你是不是得告到教育局了呀 小师弟扶了扶三尺眼镜 淡定回应 不会 我只会起诉你 文言新校长震惊的就像新校长 这时晚晚奶蒙补充 师弟 晚晚家有律师团队 随时借你用我 此话一出 新校长气憋 陆继质问晚晚是谁家的孩子 晚晚霸气回应 我爸爸是苏州 我替爸爸来视察工作的 请问小景做错了什么 新校长一听晚晚是苏董的女 秒变何善呢 这时曹主任火急火燎的跑 嚷嚷着今天要是不开除小师弟 他就要辞职 新校长秒变何事了 曹主任却一脸怒气的一屁股坐下 小生嘀咕着自己是金牌老师 肯定不会被开除 这话刚好被晚晚听见 他大声喊话走得肯定是你 文言曹主任怒气冲着晚晚雕脏话 还说小师弟不仅带孩子进校 甚至是靠关系进的学习 这话一落 小师弟气得握紧小圈圈 我认知可是通过考核白纸黑字签合同 反倒是你 体罚学生的事情被教委知道了会怎样 曹主任立马狡辩 你又没有证据 不要污蔑人 就在这时 晚晚亮出手机拍下的证据 曹主任见状 声音开始微微发颤 你怎么 正当他还想说些什么时 新校长又出来当合适了 小师弟没忍住气笑了 俯身说晚晚是帮苏董视察工作的 和我没关系 晚晚也瞬间掐起小男腰 对啊 视察结果很不满意 曹主任反驳 一个三岁小娃视察什么工作 小师弟懒得理会 放话说今天他和曹主任必须走一个 新校长刚想再说些什么 却被晚晚打断 我已经问过律师伯伯了 曹主任体罚学生已经犯法 文言新校长无奈摇头 曹主任你还是回家休息几天呢 这话一落 曹主任终于感受到了全所未有的危机 最后中秋已至 晚晚祝大家中秋快乐 幸福团圆 男人前一秒还只高气扬 下一秒却没有变怂抱 只因他经常体罚学生的视频被曝光 甚至牵扯校长一同被开除 晚晚见赶走坏人的目的达成 便愉快地和小师弟say bye bye 临走时 小师弟还不忘提醒和晚晚的约定 晚晚霸气喊话 我搬是你放心 说完便蹦跶着转身离开 这时六哥一脸好奇地问晚晚 和城主任说的约定是什么 晚晚奶蒙回应 约定就是让六哥把头发染回来 文言六哥犹如泰山压顶 晚晚却一脸疑惑地问六哥不行吗 六哥不吱声 蹲角落哭唧唧 晚晚无视转身 朝着五哥说以后坐公交上学 骑机车不安全 文言五哥震惊八十分 晚晚见状撒娇道 这是晚晚的愿望 哥哥们不能实现吗 这话一落 哥哥们咬牙切齿回应说朋友 听到肯定的答复后 晚晚牵起六哥就打算直奔法了 此时身后却传来六哥小弟的声音 老大 放学去游戏厅啊 此话一出 六哥怒气飙升 打什么游戏 不用学习的吗 小弟们颤颤唯唯喊老大 我们是导师呢 你才是导医啊 六哥嗨嗨一笑也是尴尬 夏月我和你七哥考全校第一给你看 如果还想跟我混就跟我去发廊 文言晚晚拍手叫好 快 染发去 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 染发结束 小弟哭唧唧 只有晚晚直叮叮地看着前面十米远的地方 原来是晚晚小吃货上线了 他赶忙拉上六哥直奔小吃摊 六哥霸气喊话说要十个 同时间何云川也喊着要聊 说完他便笑呵呵地say hello 晚晚一脸疑惑发问 小帅哥哥你是谁啊 何云川撇撇嘴 换个发型就不认识我了 话音刚落 老子剪一样的发型 快去改回来 而此时的晚晚完全无视六哥 乖巧地把手抓笔递给何云川 何云川拿起手抓笔 不客气地腾摇起来 晚晚却突然说 阿姨很久没吃东西饿坏 何云川一脸问号 哪个阿姨 当然是在家里等你的阿姨 文言何云川丢了手抓笔 直奔家的方向 六哥见状问晚晚和云川跑那么快的呢 晚晚口齿不清地回应 他要给他妈妈送手抓笔 因为手抓笔很好吃 小女娃只是说了句 阿姨想吃手抓笔 男人便撒腿就跑 此刻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毕竟妈妈沉睡很多年 于是他满心期待地打开家门 口中不停念着 妈妈真的醒了吗 开门的瞬间 他呆愣地喊了声妈 妈妈温柔转身喊小川 文言何云川飞扑向妈妈的怀抱 口中喊着妈妈醒了真好 而此时的苏家 晚晚向六哥不停地吹着彩虹屁 然而并没什么卵用 六哥一脸严肃地喊晚晚写作音 三加二等于七 晚晚一副生无可恋的血 却被六哥一顿说 错了错了 这话一落 晚晚瞬间哇哇大哭 太难了 宝宝不会 宝宝不想 五哥见状 火速赶来教晚晚 晚晚丧气地问五哥 你是天才为什么还要学习 文言五哥不停地输出ABC 其料话音未落 晚晚秒便斗志昂昂 晚晚一定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然而没过三秒 他便泄气地说数学真的好 一旁的哥哥们也是害年 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 晚晚刚上桌就喊着 阿姨剥做油条和荷包袋 然后快速拼成一百分 送给五哥六哥 不料却被二哥的一句话 吓到瞳孔放大 为了掩饰尴尬 他非速推着五哥六哥出门 快去考试吧 晚晚保证让你们考低 而此时的二哥却一脸沮丧 因为美姐正打来电话 当女娃为了可以肆无忌惮地吃零食 还没吃完早饭 就催哥哥们去上学 甚至要亲自送哥哥们尽孝才放心 不料却遇见杨夕对六哥挑衅 文言六哥三尺手臂一挥 便吓得杨夕汉刘家北 这时晚晚奶蒙提醒六哥 时间到了 六哥静止走过 留下杨夕一人留在原地一脸问候 待他缓过神 校门已关闭 他赶忙求爷爷告奶奶的求保安叔叔 晚晚两手一摊 这就是没有时间观念的后果 说完他一溜烟爬上车后座 告诉司机叔叔回家找二哥 起料他回家找二哥的目的 便是趁着家里人都不在 开启疯狂零食party 然而没过三秒 美姐刚好来家中 看着放开吃零食的苏宇石 美姐怒气飙升 苏宇石赶忙把锅甩给晚晚 美姐怒气直拉呢 怎么还怪小孩身上 这时晚晚奶蒙补充道 美姐姐 这些零食都是晚晚和二哥吃的 这话一落 苏宇石转身呵斥晚晚不诚实 一旁的美姐不等苏宇石解释 便说要按老规矩办事 文言苏宇石赶忙给美姐陪笑领递手 美姐却严肃质问苏宇石为什么不接通告 苏宇石委屈解释道 那些广告不行 我不会拍的 正当气氛尴尬时 晚晚突然来一嘴 美姐 我二哥在公司不开心 就要走得干干净净 二哥立马满血复活复活的 公司干的事我不认同 所以我打算自己开工作室 美姐你可以有两个选择 继续跟着我留在公司 我都尊重 文言美姐长叹一口气 然后朝二哥狠狠呼出一巴掌 好好干 到时候来接我 说完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恰巧遇到爸爸回家 晚晚见满地的狼藉 赶忙飞扑向爸爸 爸爸 你怎么突然回家了 文言爸爸脸色一沉 缓缓说道 李春梅判决下来 过两天我们要去躺C室 晚晚一脸迷惑 判决是什么意思 男人突然回家 把儿女吓出一身冷汗 只因偷偷临时party的狼藉 不能被男人看见 可男人却完全无视 因为拐卖晚晚的人贩子 要被判决 话刚出口 苏爸还担心晚晚被虐待过 而不想面对事 奇料晚晚却瞬间兴奋了 大喊着要去 必须亲自看着坏人落网 才甘心 还要喊上二哥五哥六哥一起去 却被苏爸冷冷打断 五哥六哥还要考试不能去 时间一晃就来到 哥哥们的考试放榜日 六哥出乎意料地考了全校低 吃瓜群众瞬间炸开锅 校爸考低是不是作弊 文言小安安怒气飙升 我老大以前只是不想认真考 此话一出 吃瓜群众纷纷逃窜 恰巧杨夕也来查看成绩 张口就喊吃瓜群众让他 让他看看他儿子考了多少 其量话音未落 他差点没下出三尺魂 口中喃喃自语 苏星满这个笑霸竞争考了第一名 怕不是作弊的 文言小安安两手掐腰 嘚瑟的回应 你什么时候准备叫爸爸 这话一落 杨夕赶忙想着逃跑 却遇见缓缓走来的婉婉和六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婉婉已经脱口了出 大直打 吓得杨夕惊魂未定 他咬牙切齿地朝六哥说 你是特意来羞辱我的吧 文言六哥只是轻轻拍了拍杨夕的肩 缓缓说道 考得不错 继续加油 说完便朝着考试榜单走去 留下杨夕在原地一脸问候 时间一晃就来到三天后 人贩子李春梅终于落网 婉婉心情很happy 让爸爸开车去找和穷哥哥拿师傅给黑卡 可二哥却一脸惆怅 因为龙潭镇找不到一家酒店 这话一落 婉婉眨眨着他那卡兹兰的大眼睛 好像在说看看 说完便带着爸爸和二哥来师傅的道观 爸爸和二哥见状惊呆了 这道观也太破 破就算了 还有一条可怕的飞狗 婉婉见状却开心的say hello 笑天犬 好久不见了 然后和笑天犬开始了你来我往的追逐玩弄 最后笑天犬累得终于跑不动了 婉婉一把抱起他丢向二哥 吓得二哥一身冷汗 这狗大的也太吓人了 可婉婉却禁止跑进道观了 刚进道观 爸爸和二哥一脸问号 道观里面为什么又这么干净 婉婉俏皮的仰着头回应 是隔壁叔叔和婶婶的功劳 他们可好了 说完婉婉快速是起小魔法点香 然后秒变小大人模样 开始躬身膜拜 可没过三秒 婉婉就开始了长达一小时的叙叙叨叨 一旁的爸爸和二哥听得都快要睡着了 突然婉婉大叫一声 瞬间惊醒沉睡的二哥 婉婉委屈说道 祖师爷嫌我话多烦我了 接着婉婉继续点了三根香 让祖师爷莫见怪 等下次再跟祖师爷唠嗑 说完便带着爸爸和二哥准备去厢房休息 可刚走到门口 婉婉就说肚子饿了 文言爸爸一脸宠密地摸婉婉头 爸爸这就给你点外面 哪知话音刚落 演出传来一声婉婉的呼叫声 婉婉定睛一看 原来是隔壁的婶婶 请留明星来镇里出差 却跟黑狗抢饭时 就在刚刚 婉婉正委屈巴巴的很肚子饿时 却遇见了隔壁的婶婶 婶婶邀请婉婉一家人来家里就餐 这时叔叔端来一碗肉香四溢的牌股 二哥看得哈喇子直流 可叔叔却顾着跟婉婉说做了簪子给他 说完便转身去拿了簪子混 婉婉见状喜欢的爱不释手 疯狂和叔叔say thank you 爸爸却忙着和婶婶寒暄 听到婶婶说不打算要孩子时 爸爸吓得一身冷汗 心想这对夫妻不会是来抢婉婉的吧 就在这时 爸爸被婉婉的呼叫声惊吓到 二哥 你怎么把笑天犬的饭给吃了 还坐了笑天犬的位置 况且盆上就有笑天犬的名字呀 你没看到吗 此话一出 二哥吓得全身冒汗 婉婉 你咋不早说呢 婉婉挠挠头 我以为二哥你想尝尝笑天犬的餐饰 二哥看着笑天犬狼吞虎咽的模样 内心五味杂沉 心想我顶流男星 苏语时竟然跟狗请食 要是被爆出来多丢了 婉婉见状赶忙拿肉讨好二哥 这才是咱们吃的 很好吃 你要不要尝尝 闻言二哥直呼没胃口 接着跑到洗手间疯狂呕吐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婉婉刚吃饱就开始在家翻箱等位 摸索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 爸爸一脸疑惑问婉婉找什么 婉婉飞飞一笑 打开一看才知是婉婉的财宝 两父子见状震惊八十分 二哥冷不住好奇问婉婉这些是哪来的 婉婉奶蒙回应 都是婉婉这四您的压碎器 师父让我找机会回来拿 都是师父 师兄和师弟们给的 二哥明天陪婉婉去存钱好不好 婉婉二哥泪眼婆娑 我的妹妹是个小富婆 都不需要哥哥给他赚奶粉钱了 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 婉婉着急的催爸爸起床 他和二哥要去存钱了 走之前 爸爸不忘提醒二哥要带婉婉去找婉警官 其料很不凑巧 婉警官有案子在身刚好外出 婉婉婉满脸失落 二哥宠立安抚 那我们先去存钱好不好 说完婉婉秒便开心眼 小碎步飞快朝银行跑去 可刚到银行门口 婉婉就感觉到不对劲 他掐指小算 满脸愁容 赶忙转身朝二哥说道 二哥 我关你印堂发黑 今日恐有倒霉之兆 二哥俯身安慰 我的死结都破了不是吗 哪知话音刚落 二哥便踩到一拉罐滑倒 瞬间摔得四眼发插 在抬头时 却发现土匪分子用枪指着他们 不许动 正抢银行呢 文言二哥和婉婉震惊八十分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刘南兴带着亲妹妹去银行存钱 不料刚到门口就摔了的狗吃屎 直接将自己送到了土匪枪口下 婉婉看着诺大的枪口 心里正盘算着怎么脱死 这时戴着黑丝袜的土匪狠狠踹了二哥一脚 二哥痛得牙痒痒 怒气喊着谁踢我 转头看到戴着黑丝袜的土匪 二哥瞬间就像开启了笑学 怎么都停不下来 土匪一脸严肃地盯着他们 婉婉见拦不住二哥 赶忙谎骗土匪说二哥是傻 土匪头子竟然就这么信了 然而下一命 他便让婉婉和二哥去另一边蹲着 接着还不忘让婉婉他们交出银行 闻言婉婉赶忙把小背包递给二哥藏着 不料却被土匪逮得正着 干什么了 背后藏着什么东西 还不等婉婉解释 土匪一把抢过婉婉的小背包 打开一看 他们两眼放出八尺的光 没想到这小屁还这么有钱呢 突然土匪掏出一张黑笔 另一土匪说是五世卡 土匪不确定便俯身和婉婉确认 婉婉将计就计说是能挣钱的五世卡 正当土匪被骗得高兴之余 婉婉飞快地敲打着儿童手表报警 二哥不禁为婉婉的机智点赞 其料话音刚落 门外便传来警车嘟嘟嘟的声响 吓得土匪一阵哆嗦 紧接着他一把拎起婉婉 说要把他当人质和警察谈跑 二哥情急之下大吼道 混蛋 放开我妹妹 这话一录 土匪怒气将枪口对准婉婉小脑袋 引流男性为保护亲妹妹 豪横喊话劫妃快放手 不料刚出口却被劫匪暴揍 妹妹也随之对上劫匪的枪口 突然劫匪扣动扳机 婉婉一通巴拉巴拉的面筋 吵得劫匪暴揍 闭嘴 吵死了 文言婉婉无奈闭嘴 然而下一秒 警察快速来到劫匪面前 并喊话劫匪头目王彪放下武器投降 就可以宽大处理 而瞬间被认出的王彪 直接摘下头罩 既然被你们认出来了 就没必要掩饰了 他继续把枪口对准婉婉 并对警察喊话 我需要一辆车和三百万现金 不然立马崩了这小不点 话说你这小不点 怎么这么重 害我手兜灵发抖 这话一落 王彪瞬间狡辩 明明是你自己体力不行 还怪我跑 我体检体重在正常范围 不要污蔑 王彪怒气飙声 别吵吵 不然我就崩了你 警察看着两人吵架的画面 两人无奈面面相去 突然王彪迅速抢过王彪手枪 再狠狠咬他一步 痛得王彪把王彪一把丢出十米远 警察见状赶忙接住王彪 这时后面响起一声轰炸声 王彪一时没注意瞬间被警察打住 然而没过三秒 二哥分分钟打倒所有劫匪 紧接着所有劫匪被顺利拿下 王彪小手指着王彪批评 买蒙说道 还敢说我胖吗 王彪以为王彪拿的是手枪 赶忙对王彪输出一阵赞美 一阵赞美结束后 财产微微问王彪可不可以把枪拿走 王彪口中说着可以 随之摆出一个帅气的姿势 八样 王彪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又开始大骂婉婉是小胖子 婉婉则两手一摊 有点尝试好不好 小孩子怎么能碰枪呢 说完一跃跳入二哥怀抱 立马竖起大拇指说道 二哥 你刚刚揍坏人的样子 简直帅爆啊 小女娃刚从劫匪手中拖起 可下一秒却着急的想哭 婉婉的钱钱还没拿回来呢 二哥宠溺安慰 婉婉不急 劫匪抓了 钱很快就回来了 就在这时 同时间 爸爸和隔壁书婉慌忙赶来 婉婉第一时间关心婉婉有没受伤 而爸爸忙着和陆志穹打招呼 却意外知道是婉婉和劫匪吵架 为他们争取到了机会 听到这句话的爸爸心扑托形 转而他和颜悦色地叫婉婉过来 婉婉一脸天真的扑向爸爸 还问爸爸我厉害 其料爸爸抱起婉婉就是一顿暴躁 做得婉婉哇哇打哭 哽咽着问爸爸不爱婉婉了吗 爸爸回应爱啊 但是也得给婉婉点教训 婉言婉婉哭着四处乱团 和穹警官没眼看 撸起袖子一起抓婉婉 然而没过三秒 婉婉就已落入和穹警官手中 突然婉婉灵机一声 问爸爸是不是今天断绝妇女关系 就可以不挨打 这话一落 爸爸瞬间抬起三尺手臂 婉婉见状酝酿了6.18秒后 又开始哇哇打哭起来 爸爸瞬间也忍不住地抽气 然后他紧紧抱住婉婉 口中喃喃着 幸好你没事 不然 婉言婉婉奶蒙安慰 婉婉不想让爸爸担心 这时爸爸反问道 那以后遇到这种事该怎么 话音刚落 婉婉哼哼两声说道 那婉婉先去抢了银行 让劫匪叔叔们没银行可抢 此话一出 爸爸的怒气再次被撩起 幸好被旁人拦下 婉婉才逃过再次被走 可他怎么也想不通 爸爸为什么又要走他 小女娃才三岁 却说要抢银行 让劫匪没银行可抢 文言哥哥要罚妹妹 做实业数学提长记性 妹妹不乐意 他在地上哭唧唧 哥哥无奈服额 那九点九九夜不能再少 这话一落 婉婉落下了感动的泪水 感慨六哥还是爱婉婉 这时小师傅和何穷正讨论劫匪案件 婉婉却反问小师弟 是不是有异漏 小师弟震惊八十分 小师姐是看出了什么 想到今早惊心动魄的时刻 婉婉乃龙说道 他身上有杀尿 小师弟可得好好查查 小师弟想到小师姐的擅长之处 便立马让何穷安排排查 就在这时 爸爸带着婉婉的小背包走 婉婉两眼立马放出八尺的光 钱都拿回来了呀 哎呀呀 我的小宝贝啊 你可算回来了 拿回钱财 婉婉开心地带着爸爸去镇上 碰到阿婆热情的say hello 突然婉婉停住了三尺小土 转身和爸爸说 婉婉想吃番茄面 爸爸宠溺地摸摸婉婉头 没过三秒 婉婉就开心地刺溜起来 阿婆看到此刻的婉婉 终于过上了好日子 不禁感慨那人贩子李春梅 其量话音刚落 看到爸爸和二哥严肃的表情 阿婆尴尬地转身说 要再给婉婉煮一碗面 爸爸边帮婉婉擦着小嘴边说道 看来镇上的人对婉婉都很好 婉婉笑嘻嘻点头 是啊 多亏了街坊邻居和师父呢 文言爸爸赶忙问婉婉 那我们吃完去祭拜一下师父怎么样 婉婉疯狂点头 带着爸爸和二哥闪现到师父祭拜你 然后给师父扒拉出一麻大好吃的 接着又开始了一小时的叙叙叨叨 打着一小时后 蜡烛瞬间熄灭 婉婉眉头紧簇 小嘴一嘟 抱起双臂转身就走 口中喃喃着 师父嫌弃我 爸爸健壮赶忙喊着婉婉 爸爸也想给你师父上住线 说完爸爸手握三只清香 感谢师父对婉婉的关照 以后苏家定会行善机的来报答 然后板正的插好清香 便开心地带着婉婉回家 而此时的师父看到此景 也露出了欣慰的笑 初期两刚见小女娃 就哭得稀里哗啦 指引小女娃要准备回帝都了 走时还不忘跟婶婶说 一起去帝都玩 以后要给她养老 还要送钟表 二哥赶忙蓝下 口中说着童言无忌 爸爸却一脸惊讶 婉婉似乎能坦然面对生死 婶婉婉婉拒绝 叔叔和婶婉不能离开C市 但是笑天犬可以去陪婉婉 文言婉婉敢忙问爸爸 可不可以带笑天犬回去 得到爸爸肯定的答复后 笑天犬吓得全身冒汗 婉婉却开心地冒跑 我终于有狗子的陪伴 而笑天犬却全身拒绝 我不愿意 可当婉婉再次报警笑天犬时 不远处传来黄发男的呼喊声 婉婉抬头问黄发男是谁 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黄发男一脸傲娇 我是你大伯 这话一落 婉婉立马警惕 此人面向凶狠刻薄 与我毫无血缘关系 何来大伯之说 于是婉婉大声怒斥 你这个骗子 爸爸也随之靠近 礼貌说道 抱歉先生 我是独子 你在无理取闹 别怪我报警 吓得黄发男连连后退 就在这时 一个老婆子也紧接着开始飙信 我可是这孩子的亲奶那样 婉婉赶忙指着问爸爸 这人说是你妈妈 爸爸一脸严肃表示不认识了 老婆子 二哥和叔叔说向何穷警官报警 哪知黄发男激动地解释说 他是苏大山的哥哥 自然是婉婉的亲大夫 叔叔怒气飙升 拎起大锤就想揍黄发男 跟你说了多少次 苏大山只是婉婉的养父 和婉婉亲生的苏家毫无关系 黄发男狡辩道 我弟弟夫妻二人进牢里了 他们家的孩子都是我们在养 苏婉婉是那孩子的姐姐 不应该承担起养弟弟妹妹的责任吗 何况苏婉婉亲爸是有钱人 文言爸爸怒气喊话 那你想要多少钱 黄发男见状立马狮子大开口 一个月至少五十万起 其量话还没说完 就被二哥喊停 你们家的事儿 为什么要让我们家承担 黄发男见二哥戴着口罩 气势汹汹 你谁啊 目无尊长 二哥怒气飙到顶端 我是你爷爷 你们在这闹事的视频我都拍下了 要不要发到网上让你们红一把 话音刚落 老婆子又开始飙息 哎呦喂 打人了 二哥健壮气势全开 和老婆子大战七七四十九回合的辩论 爸爸没眼看 赶忙把婉婉三尺小而捂住 婉婉心想二哥这辩论能力杠杠 就在这时 何穷警官恰巧感恩 黄发男带着老婆子火速跑路 婉婉健壮赶忙向二哥吹起彩虹屁 二哥瞬间嘚瑟起来 不料却被狠狠拍一脑子 跟谁学的骂人 教坏婉婉咋办 正当二哥委屈之时 突然传来黄发男阵阵叫喊声 原来是笑天犬出手了 黄发男张口就想要和小女娃家钱 不料却被笑天犬养得半死步 叔叔安慰婉婉放宽心 以不欠黄发男家的 甚至做了一袋子的玩具安慰婉婉婉 婉婉开心地挑了一个最喜欢的词娃娃 说要送小吃哥哥 文言叔叔一脸问候 小吃哥哥是谁 婉婉奶蒙回应 小吃哥哥就是婉婉以后要嫁的人 这话一落 叔叔醋坛子立马翻了 哪个臭小子赶快走婉婉 而此刻在家的小吃哥哥 不禁打了个寒颤 画面一转 婉婉和爸爸正在回家的路上 婉婉突然问爸爸 为什么没有见三哥和四哥 话因为落 二哥赶忙拉住婉婉 敷衍说你三哥忙着拯救地球去 婉婉瞬间失落 爸爸见状 赶忙说第二天带他去接三哥回家 文言婉婉心情与转情 真是有了三哥忘二哥 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 爸爸和婉婉如约来到疗养殿 看到死气沉沉的现状 婉婉着急地拉着爸爸去找三哥 起料刚到病房门口 却发现三哥并不在房内 爸爸转身问故事小姐情况 才知三哥被妻子接回家了 爸爸怒气飙升 这对母女又想做什么呀 这时婉婉轻轻拉了拉爸爸 三哥是不是要妖怪抓走 婉婉算不出三哥的存在 不知怎么回事 爸爸见婉婉着急的样子 赶忙安慰婉婉婉婉婉 三哥只是被狼妖怪接走了 爸爸这就带你去打妖怪去 爸爸焦急飙车180吗 婉婉垂胸顿足 只因三哥被妖怪接走了 突然婉婉大喊爸爸停车 爸爸以为怎么了 紧接着她一跃跳下车 口中喃喃自语着 可惜没带笑天犬 不然她咬人屁股可厉害 说完便自不自地拿起一根棍子 黑黑哈哈地比划都不停 爸爸没眼看 静止开启咚咚咚的敲门 这时婉婉疯狂扯着爸爸的裤子 爸爸以为怎么了 其料婉婉奶萌说道 爸爸 你前面有门铃吗 爸爸黑黑一笑 肝大回应 拍门比较有气势了 说完她就开始疯狂按起了门铃 却被秦柳玉妈妈一顿咒 你们是谁啊 严重扰明了知不知道 婉婉看着秦柳玉妈妈掐只小算 这人面向刻薄 肯定干过不少缺德事 而爸爸则霸气喊话 我找秦柳玉 秦柳玉妈妈还想继续追问爸爸是谁 爸爸完全无视 她转头又想问婉婉 却被婉婉奶胸威胁 不要碰我呢 不然我揍你 这话一落 秦柳玉妈妈吓得惊慌回家找你 婉婉见状飞速跟随 开启咚咚咚的敲门 口中还不忘大喊 秦柳玉 快开门 我知道你在家 快把三哥还给我 而此刻在家的秦柳玉 更是吓得惊慌失措 可他妈妈却开口说要报警 竟敢私闯明宅 秦柳玉没拖紧促 妈 房子可是他们家的了 文言秦柳玉妈妈心想 怕啥 房子现在是我在住 可秦柳玉已经焦急地跑去问女儿怎么办了 苏青青翘起二郎腿端坐 两手掐腰倒 妈妈淡定 慌什么 女人厚颜无耻地住苏家宅子 甚至私自接走苏家三少女 想当苏太太 其料苏爸找上门的瞬间 他便惊慌失措 焦急地求女儿想办法 而苏青青两手掐腰倒 妈妈淡定 慌什么 秦柳玉眉头紧促 肯定是苏彦青被我们接走的时暴露 苏青青则嘲讽道 妈 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回苏家 你难道不想当名正言顺的苏太太了吗 文言秦柳玉犹豫片刻后 心底犯粗 现在的苏家不好忍 苏青青则面目争鸣 妈 我们现在没有后路可言 况且这是苏家欠我们的 如果不是苏彦青爸爸就不会死 这话一落 秦柳玉气鼓鼓附和 轻轻你说得对 说完他便禁止走去拍门 拍门的瞬间他震惊八十分 只见不满冷气的苏爸怒气直视 苏爸一言不合走进房内 口中不停地喊着 我儿子呢 随即婉婉也跟着硬哥 妖怪 快还我三哥 秦柳玉则完全无视 只是轻声喊了声吧 文言苏爸转声回应 别乱喊 我只有婉婉一个女儿 随即婉婉再次跟着硬哥 我爸爸说得对 她只有我一个贴心亲闺女 这时苏青青走进奶蒙解释 爷爷别生气 我们只是提前把爸爸接回来过你 文言婉婉奶蒙呵斥 别乱喊 不然我爸不打你我要打你了 这话一落 苏青青瞬间抽气 婉婉挥挥动三尺小指 你哭什么 我可还没碰你 见苏青青依然哭声不止 婉婉也不惯着 既然你想哭 那就把这顿打来了吧 苏青青一个剑步躲开 下一秒却假装摔倒在地 苏爸健壮赶忙一把抱起婉婉 接着严厉呵斥 苏青青 以后不要喊我爷爷 我那不孝子连女朋友都没有 也蹦不出你这么大的名 婉婉继续硬喝爸爸 哼哼 以后不要瞎喊爷爷 我爸爸才不是你爷爷 苏青青呆愣住三点一四秒后 心想不对劲 一点都不像上辈子那个胆小的苏婉婉 于是他大喊 你不是苏婉婉 快说你是谁 婉婉小妖一掐 霸气喊话 我行不更名作不敢信 顾口本端正写着苏婉婉 文言苏青青依然不敢相信 和上辈子不同 难道是因为他呢 上辈子的苏婉婉并没有失所 当女娃想回苏家 不论是撒泼打滚 还是委屈哭诉 统统不奏笑 于是他怒气喊话 我爸爸是为了救你三哥才丢的性命 文言苏爸眼神警告 而婉婉小拳拳握紧 就仗着我三哥并不好欺负是吧 这小气势下的苏青青一身冷汗 可秦柳余妈妈坐不住了 非说婉婉没教养 婉婉掰起手指述说自己的教养在哪 但别人都对我不客气了 我为啥要客气 这话一落 秦柳余妈妈气到晕厥 婉婉懒得理会 牵起爸爸说快去找三哥 可刚到二楼 苏爸怒气嘀咕 上百间的卧室怎么找 婉婉立马掐指小算 然而没过三秒 婉婉直呼找到了 其料房门竟被上了死 婉婉淡定说小K 紧接着他挥动三尺小姐 房门砰的被踹踢 果然不出意外的找到了三哥 这时秦柳余急冲冲打断 刚想要解释 却被苏爸无情打断 说着苏爸一把抱起三哥静止离蹄 突然婉婉叫住了爸爸 等我一分钟 然后他上下左右的全身搜索 终于找到了一张天雷符 接着他快速士气小魔法 将符纸燃尽 爸爸不明所以 问婉婉刚当的符纸是做什么用 婉婉嘿嘿一笑 就是吓吓他们 乃至话音刚落 身后开启电闪雷鸣 爸爸不禁竖起大拇指 干得漂亮 画面一转 三哥顺利回到苏家 家庭徐一上门看着 徐一表示 三哥阴长期躺着导致肌肉萌缩 营养不良 脊脑内有残留子弹压迫神经 同有生命危机 婉婉不以为然 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师父说过 几百年前就有通过法器和灵气结合 影响人的心智 那你三哥这是不是 爸爸你猜的没错 真正影响三哥的是 缠绕在他身边黑雾 文言爸爸一脸问号 哪里有黑雾 婉婉还还一笑 因为爸爸你没有开天影 所以看不到 说完他再次试起小魔法 黑雾纷纷中散进 二哥捂住小嘴哭泣 这个我还不会 婉婉 你能不能教教二哥 文言婉婉小腰一掐 当然没问题 于是他火速报来一整箱的书 交给二哥 诺 二哥你先照书画画 婉婉等会教你 说完婉婉转身就指三哥 留下二哥一脸震惊的呆战原地 这时他询问爸爸 可不可以让他帮三哥调理身体 得到爸爸肯定的答复后 婉婉立马给三哥扎了一身的针脚 口中不停地嘀咕着 三哥你放心 婉婉会吃好你的 等你醒来 一定要跟大家说明 秦柳玉不是你媳妇 其量话音刚落 二哥急冲冲跑来找婉婉 婉婉抓耳挠腮 二哥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二哥赶忙解释 不不不 谈笔小生意 赚了我们三气粉 文言婉婉立马算起小算盘 我欺你三哈 这话一落 二哥拎起婉婉便一路小跑 推开门的瞬间 二哥黑黑一笑 婉婉却震惊八十分 那你 小女娃只是推开房门 却震惊到大声尖叫 看到二哥奋笔急疏的上万张符指 婉婉不禁竖起大拇指 二哥你真是天才啊 文言二哥害羞无脸 你还怪会夸人的 然而没过三年 婉婉便拜起了三亲祖师爷 接着他快速拾起小魔法 清香瞬间点 魔 二哥给你 可以拜拜了 二哥一脸恭敬拜起 清香插入香坛的瞬间 柔柔便开口说 二哥 三亲祖师爷认可你啊 二哥一脸疑惑 怎么知道被三亲老祖认可 婉婉娓娓道来 入道画幅 只要能将清香插入香坛 就代表你与到有 这话一落 二哥兴起这该死的好胜心 试探问婉婉是否也拜 婉婉俏皮回应 师父说我不需要 因为天才是不需要拜 文言二哥一脸失落 这该死的天才 婉婉健壮 赶忙转移问二哥 跟公司解约了吗 明天去呢 婉婉要和二哥一块去吗 这话一落 婉婉犹豫 毕竟还要照顾三哥 起料二哥丢出美食炸弹 婉婉瞬间降服 和二哥拉钩保证不能骗婉婉 不料婉婉做了一晚上的美食吗 转天一早被二哥强行喊起床 婉婉哈欠不停鞋穿 二哥没眼看 宠溺地帮婉婉重新穿鞋 恰巧被爸爸知道要出门 爸爸不放心让他乱 然而没过三秒 爸爸就安排了前后保镖跟车 二哥一脸疑惑 婉婉出门都要这排场 不不顾 是因为爸爸觉得二哥不靠谱 特别是经过上次银行与劫匪事件后 二哥内心委屈不敢言 这时正巧到二哥公司楼下 婉婉开头便吐槽二哥公司太行 二哥震惊 这可是全国最大的娱乐公司 婉婉两手比叶 和我们家比就小太多了 二哥内心那 我们可是全国首部 你只小屁孩 小嘴巴巴的 行了 咱进去吧 其料刚进大楼 所有人震惊八十分 都在纷纷猜测二哥是来解约还是续约的 而此刻最紧张的是总裁助理 毕竟总裁说过 无论如何要拖到二哥合约到期 见到二哥本人 总裁助理露出职业性奖效 苏少 总裁不在 要不您过几天再来 话音未落 二哥怒气飙升 你们总裁都推脱多少次了 今天必须给我解约 说完二哥便让婉婉带办公室玩 他要亲自去找总裁 却被婉婉叫赌 找人交给婉婉 接着他便一顿上穿下跳的忙活 不过一刻钟的时间 他近乎找到 看到二哥和总裁助理一阵茫然 婉婉赶忙解释没有见过总裁本人 必须通过一些媒介帮助 然后他把总裁发丝抛向空中 接着快速拾起小魔法 不到三秒便说找到人了 他飞速拉起二哥 快 婉婉带你找偷偷总裁 当女娃一言不合就想冲进去找人 却被男人一把拽住 婉婉 你快回来 婉婉疑惑转身 咋的了 二哥着急指着门上的标识 这是男侧 你是女孩子 婉婉两手一摊 我知道了 知道你还冲 说着二哥一把拎起婉婉 将他塞到保镖 然后静止朝男侧走去 接着大吼 婉婉 我们总裁在第几个隔间 文言婉婉掐指小算 二哥 他在倒数第一个隔间 这话一落 二哥怒气喊话 杨柯书 你快出来 其料总裁静悄悄不敢吱声 于是二哥一跃三尺高 和总裁来了的尴尬对事 这时婉婉着急跑进南侧 询问二哥总裁在不在里 二哥嗨嗨一笑说在 哪知婉婉便跑过来俯身想看 被二哥一把拎起 他一把抱起婉婉 怒吼 杨柯书 你再不出来信不信我给你直播 不料厕所里依然静悄悄 二哥忍不了 一脚踹向厕所门 踹开的瞬间 他赶忙捂住婉婉眼 和总裁再次来了个尴尬对事 总裁怒气飙声 苏语时 你这种行为 信不信我 其料总裁话到嘴边 二哥送上死亡凝视力 并威胁说要把公司的 不正够当送给警察 吓得总裁瑟瑟发抖 你怎么 想问我怎么知道是吗 那就去你办公室慢慢说吧 而此时的总裁正被保镖牵制 口中怒吼着苏语时 别太过分 男人在厕所蹲24小时 就为了躲避旗下一人的解约 可偏偏晚晚掐指小算 便分分钟找到男人 男人无奈挣扎 乖乖被保镖带回办公室 这时二哥霸气喊话 我的解约书呢 总裁颤颤微微道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准备吗 这话一落 二哥怒气飙升 一直找借口推托 你当我是傻子吗 总裁被保镖牵制 没办法 只得乖乖去准备合同 于是他怒气喊话助理 快去拿合同去 没过三秒 二哥潇洒签字 总裁心想就这么放走小财神医 肉疼啊 但看着二哥盛气凌人的架势 总裁无奈签字 其料自刚签完 合同就被二哥抢走 早签了不就没事了 一会记得发微博 让所有人知道了 总裁内心慌慌 那苏绍是不是可以 不把公司的事情向外说 二哥调皮道 你说这事啊 我随便说的 文言总裁瞬间实话 这小子敢骗我 让媒体把厕所监控掉在网上 看谁最后倒霉 画面一转 二哥非要让婉婉坐购物车 婉婉内心拒绝 超市阿姨说不能这么的 二哥这才罢休 接着他问婉婉最近力气变大 是不是因为练剑 婉婉自信拍拍三尺小胸脯 那是自然 你没发现你狂吃也不胖吗 这可是师父老人家 自己琢磨的秘诀 二哥震惊八十分 要是老三能醒来 一起练剑就好 文言婉婉掐指小算 三哥很快就会醒 二哥一脸迷惑 你是咋知道的 婉婉黑黑一笑 毕竟我每晚都偷偷跑去 给三哥治疗 二哥福娥 也不知道你师父怎么教的 除了学习啥都会 话音刚落 保镖急疯疯跑来 二少爷 你又上热搜了 哎呀 急什么 我上热搜不是家常便饭吗 不不不 这次是黑热搜 男人听说自己上热搜 情绪淡定稳如骨 可当他看到上的是黑热搜后 笑容逐渐变隐区 甚至怒气喊话 要被盛世娱乐发律师喊 Come on 你们就要战斗 这波操作下来 吓得婉婉全身冒汗 而此时另一边的总裁 却露出一丝匪意的心 因为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故意歪曲事实 还假装自己是大度之人 说完还不忘上眼一出哭泣 地旁的婉婉没眼看 怒气跑到爸爸身边说 再给婉婉派十个保镖 婉婉要揍他 爸爸服额 婉婉 揍人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而婉婉却怒气回应爸爸 别人对我们不客气 我们还需要客气 爸爸淡定教导 婉婉 如果你二哥真打人了 媒体会怎么说 那自然会说哥哥打人了 那如果你二哥没有真打人了 那就说明他们冤枉了二哥 我明白了 爸爸 只要有图有真相有舆论 谣言就会不公自破 婉婉错了 以后不能只想着揍人解决问题 这话一落 爸爸露出了欣慰的笑 下一秒 爸爸便让助理调查 盛世娱乐的囚事 于是第二天 盛世娱乐的囚事火速上热搜 同时二哥的新工作室正式开启 终于解决所有问题 二哥愉快地伸了个懒腰 并喊笑天犬上罗 喊婉婉出去吃大餐 笑天犬内心咆哮 懒惰的人类 我想回家 小女娃只是发个烧 却吓得笑天犬直接飙人哗 汪汪汪 快来人呀 出大事了 此时正在客厅的五哥六哥 听笑天犬的叫声不对劲 便赶忙跑上楼一看究竟 却看见笑天犬 一直死咬着二哥裤子不放 可二哥今天脑袋不灵光 愣是没听懂笑天犬的意思 然而六哥着急地上来问 笑天犬是不是婉婉出事了 笑天犬泪流满面 终于有人听懂我意思了 文言五哥六哥狂奔跑进婉婉房间 起料一摸婉婉额头 确实是发烧了 可五哥却说家庭医生都去国外开会了 六哥飞速说送婉婉上医院 二哥留家里通知爸爸 六哥一脸严肃 虽然答应婉婉不再骑机车 但现在情况紧急 五哥抱起婉婉婉往外走 婉婉却恩恩来说要六哥贴帖 文言五哥心里暴击受伤 六哥则回应可能是老吴女身上太疼 下一秒他便将婉婉挂背在胸前 五哥不放心 两手扶着婉婉 机车启动准备出发时 只见笑天犬狂奔而人 嘿嘿 小子 你们带上我呀 不然我不放心 于是笑天犬小腿一瞪 顺利趴在五哥身上 不料这一幕却被路人疯狂拍照 这画面好有爱 一刻钟的时间便来到医院 六哥着急很医声 待医生一番检查后 确定晚晚确实是发烧 不过观察会就没事 可能是最近换季着凉了 各位宝子们也要注意天衣哦 这话一落 五哥六哥默契喊话 那他为什么还不行 医生一脸淡定 慌什么 他只是爱睡觉而已 两个哥哥这才放下心 紧接着六哥让五哥带笑天犬先回家 顺便打电话让家里人不用担心 哪知话音刚落 身后便传来爸爸音音哭喊声 晚晚啊 我的宝贝乖女 早上还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发烧了 爷爷同步上演的这音 六哥没眼看 赶忙跟爸爸解释 可能只是着凉了 医生说很快就行 话音刚落 晚晚便缓缓睁眼 口中嗡嗡个不停 听到晚晚的声音 爸爸更加放声大哭 而晚晚却口中念着 薯条炸鸡渴了汉堡 四人祖孙却看得一脸猛逼 晚晚黑黑一笑 我只是饿了 爸爸这才放下悬着的心 看来是没事了 于是他抱着晚晚就说 带他回家吃鲍鱼猪蹄龙虾 刚准备走时 却被医生叫住 然后狠狠地教育了一番 这孩子生着病吗 饮食要多助 吓得祖孙四人连忙say sorry 然后便赶忙灰溜溜地回家了 刚到家 仆人便跑来告诉爸爸 艾伦医生来了 吓得爸爸一脸惊慌 是老三出什么事了吗 正疑惑之际 仆人告诉爸爸 三少爷的手动了一下 此话一出 爸爸惊喜万分地拽着仆人一再确认 哪知艾伦医生却只是回应说是回光反照 十年来男人手指才动一下 医生却说他只是回光反照 婉婉疑惑地问爸爸 这个人确定是医生吗 是啊 这是爸爸给你三哥请的医生 艾伦医生补充道 我们可是来自世界的顶尖医疗团队 刚给令公子做了检查 发现他身体机能好了很多 可脑子里的子弹和神经已连在一起 文言婉婉气呼呼 这人医术一般还气焰嚣张 三哥身体变好 明明是我针灸的原因 于是他拉起爸爸就说先去看看三哥 不料三个外国医生围着三哥讨论病情 说着婉婉听不懂的英语 他瞬间握紧小拳拳紧张起来 最后实在没忍住问爸爸 这些洋人说的是啥子 爸爸嘿嘿一笑 忘记宝贝听不懂英语 他们说你三哥的情况很严重 无药可救 这话一落 婉婉犹如听到了晴天霹雳 气得他转身便骂艾伦是庸误 可艾伦却反驳说 要相信他们世界顶尖的医疗水平 婉婉怒气飙到顶端 别废话 这不好就是你们不行 艾伦也被婉婉激怒了 我可是全球最厉害的脑科专家 神经和子弹连接 这手术怕是没人有把握做 此话一出 婉婉气得吓住客令 艾伦瞬间慌了 苏总 这就是你们的代课知道吗 爸爸微笑回应 既然治不好那就请回吧 艾伦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你再说一次 于是爸爸重复了一次刚刚说的话 气得艾伦骂骂咧咧转身离去 而婉婉则两手掐腰喊话道 爸爸 婉婉不想当奥图曼拯救世界了 婉婉有了新梦想 爸爸宠妮回应 那宝贝的新梦想是什么呢 婉婉置地有声的喊道 婉婉想成为跟师兄一样厉害的医生 爸爸宠妮摸婉婉头 那要恭喜宝贝有新梦想 紧接着爸爸赶忙提醒道 你学生的分数可是很高的 爸爸放心 婉婉会好好加油 那婉婉是不是有办法让你三哥醒过来 婉婉拍着三尺小胸骨 那是自然 男人演戏需要笑天犬 不料妹妹却说清兄妹得名算长 拿到的片酬我要三成才行 文言二哥笑呵呵 婉婉果真是数学菜 我给你五成怎么样 这话一落 婉婉愉快地和二哥击掌 然后便开心地把笑天犬交给二哥 可笑天犬去内心委屈 当狗仔怎么还得打工赚钱 这时爸爸从楼上缓缓走来到 墨家少爷快到了 婉婉一听师兄要来 飞快地跑出去迎接 接着向爸爸介绍 墨师兄是师父医术最好的徒弟 爸爸微笑打招呼 那就麻烦墨医生了 画面一转 墨师兄马不停蹄开始问诊 卖相平稳 看来是婉婉的功劳了 文言婉婉震惊八十分 这都能把卖出来的吗 当然不是 他头上遗留下很多针灸印字 婉婉尴尬一笑 那师兄有几成把握呢 此话一出 师兄秒变严肃力 手术难度太大 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治愈 什么 只有百分之五十吗 爸爸瞬间陷入沉思 这时婉婉奶蒙安慰 爸爸 师父说人格有命 每一场手术都是一场博弈 但是医生一定会尽全力的 爸爸知道 只是博弈若输了 你三哥就没了 可是三哥并不想一辈子躺在床上 婉婉能感受到三哥每天都很难受 婉婉保证三哥会没事 爸爸思考6.18秒后 终于答应听婉婉 于是手术便定在下周三 时间一晃便是三天后 三哥已经进入手术48小时了 一家人都在外焦急不安 只有婉婉淡定安抚 你们放心 三哥会没事的 婉婉算过 三哥的命长着呢 倒是二哥在外 得时刻注意安全 文言二哥犹如晴天霹雳 你说啥 但突然想到自己万一出车祸上热搜 便不禁开始哇哇打哭 男人紧赢小女娃的一句话 便哭得稀里哗啦 甚至开始交代后事 婉婉 我枕头下留了二十张银行卡 都是给你挣的奶粉钱 婉婉一脸兴奋 那二哥能现在就给婉婉了 二哥扑鸡鸡 你个小没良心的 行吧 现在就给你 瞬间到账的巨额款 让婉婉笑成五八万 而二哥却止不住地扑鸡鸡 这时大哥急匆匆赶来 问三哥怎么样了 二哥健壮 赶忙抱住大哥哇哇打哭 大哥长叹一声问婉婉 你是不是又气你二哥了 婉婉一脸疑惑 我可没有啊 时间一晃就是十分钟后 二哥终于止住了哭泣 抽气地说我不想当短命鬼 文言大哥质问二哥 谁跟你说你是短命鬼 二哥毫不犹豫地指向婉婉 婉婉瞬间喊冤 二哥他这是污秘 我只是说二哥出门要注意安全 不然就是我们家活的最短 二哥怒气飙到顶端 大哥 你听听 婉婉转身继续解释道 九十九岁也算短命鬼 这话一落 大哥二哥瞬间愣住 爷爷则宠密地看着婉婉 婉婉这闹头的都不紧张了 这时手术室的门突然传来声响 莫师兄正从里面缓缓走来 婉婉一脸紧张地询问莫师兄 我三个他 话音未落 师兄便微笑报喜 放心 子弹已取出 手术很成功 文言全家人喜笑颜开 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接着莫师兄还不忘找婉婉要平安服 婉婉三尺小手一挥 放心 婉够 这时许一白跑来凑热闹 平安服有我的份吗 婉婉震惊八十分 是小白呀 你怎么会在这里 许一白自信贪手 这么难的手术我不得来帮忙 你师兄可是四十八小时 不眠不休地做完了这个手术 婉婉飞飞一笑 奶蒙说让师兄快回家休息 文言师兄微笑点头 还不忘提醒说有事找小白 这话一落 许一白怒气喊话 莫金春你别走 说清楚谁是小白 这时婉婉仰头问六哥 婉婉想问什么呢 就是婉婉想知道三哥脑袋的枪伤 是怎么回事 此话一出 六哥瞬间愣住 男人睡了整整十年 起料刚睁眼 便一拳干飞小女们 就在刚刚 婉婉问六哥 三哥脑袋的枪伤是怎么回事 六哥愣住六点一八秒后 说道 等三哥醒了 婉婉自己问他好吗 婉婉发动天真小脑袋 所以三哥不是真的凹凸骂吗 六哥无手忍住笑说 真的不是 于是他便趴到三哥床边 等待三哥醒来 可这时的三哥正在梦里打怪兽 正当他蓄力挥拳时 怪兽又突然消失不见了 然而却迷糊听到婉婉和爸爸的声音 突然他缓缓睁开眼时 却见到婉婉露出了五八万的笑 吓得他一拳干飞婉婉十米远 婉婉五眼大哭买蒙喊着 眼睛痛痛 爸爸心疼不已 宝贝 快给爸爸看看 这是二十四师兄轮身感的 这是咋了 爸爸怒气说道 老三醒了 闻言二十四师兄回应这是好事 这话一落 爸爸怒气飙到底端 可是他把我女儿打 二十四师兄无奈吃瓜 婉婉 师兄要给你三哥做剪成 你自己去找小白哥哥处理伤口好吗 看着婉婉哭唧唧的背影 师兄不禁感慨 这一拳的力度得多亏了婉婉之前的调理 画面一转 婉婉哼唧唧来找许一白 许一白见状 黑黑一笑 谁给你做成这样的 婉婉立马手舞足蹈的比划说是三哥的杰作 闻言许一白憋住笑 赶忙拿酒精给婉婉消毒 只是有点充血 幸好没伤到眼球 这话一落 婉婉奶蒙说道 小白 你真好 这时许一白突然问婉婉是否有聊天工具 婉婉瞬间开心到爆炸 小白要加婉婉了 是啊 刚刚那要是我垫付的 总计十八元 你会转账吗 文言婉婉呆愣 哪泥 原来是位者 男人跪求家联系方式 小女娃却疯狂暴奏男人 让你在欺负小孩 男人哭唧唧喊救命 小祖宗 开得玩笑吗 这时莫师兄恰巧赶来 一番了解后才知许一白都婉婉付药钱 他赶忙拽出婉婉哄道 要不要去看看你三哥 画面一转 三哥无措地问爸爸 他怎么了 爸爸却一副想要攒了三儿子的表情 这时婉婉刚好走到三哥病房门头 三哥震惊八十分 这孩子是 可婉婉看向三哥使眼睛嘎嘎地疼 他赶忙凑近师兄道 我怎么一看三哥就眼睛疼 文言师兄嘿嘿一笑 放心吧 你不看眼睛也疼 就在这时爸爸心疼地伸开双手 婉婉 爸爸抱 此话一出 三哥不明所以地震惊八十分 爸 你居然给我们找后妈 连小孩都有 文言爸爸怒气飙升 小兔仔 大夫说信不信我揍你 这可是你同父同母的亲妹妹 三哥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失散的妹妹找回来 他赶忙秒切和善里 婉婉 哥哥真不是故意的 其料婉婉一点也不怪哥哥 反倒安慰哥哥别担心 不过婉婉想问三哥 秦柳玉和苏又卿是你亲女吗 秦嫂子是刘哥的媳妇 还有亲亲怎么改姓苏了 文言爸爸气呼呼 当初他带着成植物人的女子 非说是你亲女 还要给女儿改姓苏 我们也无从查证 只能先好生照顾着 什么 这对母女疯了吧 当初免穿行动收网时 我们不小心中了敌人埋伏 在对峙过程 刘哥不幸身亡才拜托我照顾亲女 后来我找到他们时 谁知亲亲刚见我就喊爸爸 我只是看在刘哥对我有恩 才带他们回来的 话音未落 晚晚一跃而下 既然这样以后都不许他们回我们苏家 反正我和他们只能留一个 文言三哥保证不会让晚晚失望 那既然这样的话 晚晚就原谅三哥 这话一落 三哥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幸好妹妹原谅我 不然毁容可咋办 文言晚晚如五雷封底 什么毁容 晚晚一点也不可爱 想哭 呜 将女娃死死拽住车门不放手 其料男人一句话便让小女娃放弃挣扎 什么 小吃哥哥要被抢走 那怎么行 于是他自信地迈着魔鬼的步伐朝学校走去 乃至爸爸扎心喊话晚晚 作业没完成就跟老师认错 文言晚晚立马放下书包 把作业拿出来撕烂 爸爸健壮内心幽安 说好的要当医生会好好学习 6.18秒后 晚晚心虚地和绵绵老师打招呼 老师震惊八十分 晚晚的眼睛怎么了 文言晚晚非非一笑 没事 就是不小心被哥哥打了 这话一落 绵绵老师露出了温柔的笑 那好 一会儿老师要检查作业 晚晚内心慌得一脾 拿着作业本不敢看老师 直到检查到自己的作业 晚晚便开始瑟瑟发抖 绵绵老师贴心问晚晚怎么再发抖 晚晚奶蒙说没 没有 然后便俏皮地问老师 晚晚是不是可以走 老师看着被撕烂的作业 瞬间怒气飙升 晚晚赶忙慌乱承认错误 老师见状无奈符合 看在你诚实的份上 晚上记得回家把作业补上 文言晚晚内心哭唧唧 为什么要有做作业这件事 这时顾方池凑近 温柔问晚晚怎么了 晚晚叹息 好难过 晚晚不想写作业 顾方池哭哧笑出声 别担心 我来帮你 真的吗 还是小池哥哥最好 晚晚最爱你 不料这突如其来的表白 让顾方池瞬间红了脸 这时晚晚还想拍拍顾方池的头 却突然够不着了 于是他扫视了下班上其他同学 一个个都长高了 他瞬间哇哇大哭起来 我怎么成最矮的小朋友 顾方池见状俯身安慰 晚晚你放心 不论你变成什么样 我都会娶你的 这时突然传来绵绵老师的声音 他总是这么阴风不散 子发女刚来 就气得晚晚一跃跳上钟 你 你怎么六岁了还来读小班 绵绵老师见状 赶忙叫晚晚坐好 顾方池飞速拉住晚晚 温柔问道 你认识 晚晚怒气喊话 小池哥哥 我不喜欢苏又青 文言顾方池随声应付 我也是 这话一落 晚晚泪眼汪汪 还是你懂我 这时苏又青满脸笑容的开始自我介绍 待介绍完毕 绵绵老师见顾方池身旁有空位 便让苏又青坐到顾方池旁边 哪知苏又青刚走近 便一眼认出顾方池 就是上辈子对苏婉婉百般疼爱的人 可因为自己弄死苏婉婉被发现 顾方池便将他囚禁在地牢 甚至打断他的手脚 想到这儿 苏又青不经瑟瑟发抖 这时顾方池恰好说不想挨着他 要跟小胖放位置坐 文言苏又青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幸好可以远离了 而小胖却开心得不亦乐乎 你好 我叫江宁 大家都叫我小胖 就来到晚上 晚晚哭唧唧回家找爸爸 今天苏又青来我们班了 还差点和小胖哥哥一起坐 但是小胖哥哥说了 我不喜欢的人他也不喜欢 文言爸爸秒变严肃脸 青青都六岁了 还去读幼儿园小班 怕不是冲晚晚来 于是他立马问晚晚要不要转向 没想到晚晚反应异常强烈的思维 爸爸无奈叹息 只能提醒晚晚以后离他远点 文言晚晚气呼呼 那是当然 张女娃每次见子发女都想抱揍她 特别是还看不清她身上的面相时 他内心更加惶惶 我一定要保护好绵绵老师 于是晚晚飞速搬来小板凳 坐在老师和苏又青中间吃瓜 绵绵老师 你们说什么呀 晚晚可以听吗 绵绵老师健壮 微笑回应说是幼儿园歌唱比赛的事 其量话音刚落 晚晚便快速举起三尺小手 绵绵老师 晚晚也可以的 爸爸和二哥说晚晚唱歌像鸟儿一样好听 说完还不忘哼唱一小段 而此时的爸爸和二哥不禁打了个寒战 老师和苏又青也呆愣在原底 可绵绵老师不想打击晚晚的积极性 并让两人唱歌给班级同学听 由他们投票决定 待同学们正经危坐 闭脸期待时 苏又青便上前一步说 他先来 然而当他开口的瞬间 美妙的歌声便显彻整个教室 小胖听得一脸陶醉 大声欢呼着好听 再来一首 这可把一旁的晚晚气账 于是他补足气势向前准备 当所有人也以为晚晚是天籁之音时 在他开口的瞬间 全班瞬间露出尴尬的表情 这真的是晚晚唱的吗 就在晚晚以为是他美妙的歌声 将大家弥足时 苏又青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绵绵老师打断 大家喜欢晚晚的歌吗 这话一落 全班面面相去 就在这时传来一声 好听 接着顾芳池热情鼓掌道 很好听 晚晚抄吧 苏又青健壮怒气飙升 顾芳池 你就宠她吧 单岁小女娃一开嗓 全班同学便都跪了 唯有顾芳池热情鼓掌 笑着夸赞晚晚唱的好听 而此时的小胖内心惶惶 如果说不好听 是不是会被揍 想到这儿 她便面露南色 说出好听两字 文言绵绵老师震惊八十分 你这是 这是晚晚自信拍着小胸脯 好听我在唱几首送给大家 说着便开始哼唱起来 绵绵老师赶忙捂住晚晚小组 晚晚一脸纳闷 老师 怎么了吗 绵绵老师嗨嗨一笑 我们幼儿园有个合唱团 晚晚喜欢唱歌的话可以去 晚晚分分钟 那晚晚是不是过去当领场 这话一落 绵绵老师内心咆哮 大声吼不是 晚晚一过八十分 那领唱是谁啊 其料绵绵老师不意外地说了轻轻 顾方池没眼看 立马举手说要参加合唱团 他绝不会让苏又卿再欺负晚晚 而苏又卿却内心想着怎么征服顾方池 便学着晚晚喊他小吃哥哥 顾方池怒气回怼 我们不熟 别这样喊我 话音刚落 气得苏又卿咬牙切齿 画面一转 顾方池带晚晚来到合唱团 花花老师热情迎接 然后便开始安排站位 这个最矮的小朋友就站最中间吧 晚晚怒气飙升 老师你说谁最矮 顾方池见状 赶忙凑近晚晚安抚说那可是C位 文言晚晚秒变开心理 C位啊 我喜欢 6.18秒后 待安排好站位 便开始试诚 其料晚晚这个显影包瞬间出场 花花老师秒变严肃力 刚谁唱跑掉的 这话一落 大家都默默瞪晚晚 是苏晚晚 花花老师服额 没事 晚晚记得跟老师节奏场 于是他回到钢琴前开始重新弹奏 可下一秒 差点没吓得他灵魂出场 你们怎么集体跑掉了 这时其他小朋友对晚晚说着ABC 晚晚一脸委屈 却不敢吱声 这时花花老师俯身道 晚晚小朋友 等我们比赛结束了 你再来好吗 文言晚晚扬起小脑袋 想再说点什么却没说出口 语言正想把小女娃赶出合唱团 却没注意到 男孩想到她的眼神 就在晚晚无助的时刻 不方持飞速跑下来 一把拉起晚晚转身离开 既然这样 心想我的小池哥哥帅爆 可苏又卿见状却气坏 不能让顾方持走 于是他笑呵呵地跑上前道 小池哥哥 你不能走 其料话音未落 顾方持眼神警告 不要这么含我 我不想再说第三遍 这话一落 苏又卿吓到僵硬 然后颤微微的 我们合唱团需要你 大家都等着你唱歌呢 顾方持怒气喊话 我说过不参加合唱团了 可苏又卿依然不想放弃 心想不能放弃 臣服他的机会 于是他赶忙跑上前 抓住顾方持的胳膊 其料顾方持一把 将他甩出失眠 花花老师见状吓坏了 赶忙请家长来学校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候 秦柳豫刚来就让顾方持道歉 顾方持完全无事 这时顾方持爷爷匆匆赶来 谁在欺负我孙子 当他看到这一幕时 他第一时间向老师了解情况 了解到并不是自己孙子 故意害人受伤时 爷爷先是礼貌道歉 然后说明自己孙子 不喜欢被人碰的习惯 最后表示愿意承担 苏又清所有的医药费 文言秦柳豫却不高兴了 我家女儿以后 可是要当大明星的 要是留疤了可怎么办 爷爷瞬间呆愣 这是要故意找茬的节奏 随即爷爷表示会联系医生 绝对不会让苏又清留疤 而绿茶苏又清 心想不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于是便哭唧唧跟顾方持道完歉后 继续请求顾方持留在合唱团 顾方持一脸严肃道 听不懂的话吗 我说了不参加 你的伤也是自找的 我警告过你很多次了 说完便带着晚晚转身离开 晚晚气呼呼 那个老妖怪竟然感动我的小吃哥哥 老妖怪 顾方持疑或凑近晚晚 晚晚怒气道 很奇怪 晚晚看不出那对母女的面相 等我三哥出院 我让三哥亲自收拾她 这时恰巧秦柳豫母女跟在身后 秦柳豫震惊八十分 你说什么 晚晚调皮回应 我说我三哥醒了 你就等着被收拾吧 文言秦柳豫母女吓到惊慌失措 她怎么能醒 她醒过来我的计划就全完了 这时晚晚奶蒙威胁苏佑青 要是感动我小吃哥哥 不介意再送你几道雷 苏佑青气道爆炸 直接上手推晚晚 不料晚晚伸手敏捷 让她扑了个空 可苏佑青又开始绿茶上线 求晚晚饶过她 晚晚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瞬间就被同学们误呼 纷纷议论晚晚太欺负人 怎么可以这么欺负亲亲 晚晚气呼呼解释 我没有欺负她 是她想推我扑空摔倒 而苏佑青见状借是装可怜 顾芳池见情况不妙 赶忙拉着晚晚离开 苏佑青听着同学们的议论纷纷 嘴角露出了一丝匪夷的笑 心想这次一定要把晚晚赶出学信 而让晚晚想不到的是 事情传播太快 她刚出校门就被同学议论纷纷 说她打人 还说她每天跟小瘸子玩在一起 晚晚怒气飙升 你们在胡说什么呢 我没有打人 小吃哥哥也不是小瘸子 顾芳池则温柔捂住晚晚耳朵 晚晚 我没关系的 不要听他们胡说 这时爸爸刚好来接晚晚放学 却看到晚晚哭唧唧 爸爸着急问怎么了 安还只是夸了句小女娃醉吧 却被男人一把塞进车里 既然你家车来了就赶紧回家吧 少在晚晚身边晃你 带送走顾芳池后 苏爸长叹一声 苦身安慰晚晚道 你是爸爸最珍贵的宝贝 你会画幅就吊打所有小朋友 文言晚晚哭唧唧 可是他们说晚晚唱歌像乌鸦 还不会弹琴 只会拉二胡和吹锁 苏爸思考6.18秒后道 晚晚也有可以参加的比赛 文言绵绵老师分分钟干 他飞速指向幼儿武术比赛的告示 晚晚见状苗便开心脸 我真的可以参加吗 待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晚晚开心了一跃三尺高 第二天 晚晚便到武术训练基地抱抱 并一脚干非武术冠军裴激胜 其料裴激胜不甘心 想继续比划比划 文言晚晚小手一挥 来啊 呼啪呼 旁人见状赶忙劝架 可别打哭响了 毁了我们基地名声 裴激胜怒气发飙 吵死了 能不能少说两句 晚晚见状睁大他那卡兹兰的大眼睛 大吼尽管放马过来 不料话音刚落 两人便立马进入对峙状态 裴激胜心想该用什么招式对付晚晚 晚晚也内心惶惶 这个叔叔有点厉害 于是两人僵持了半个小时 看得旁人一脸纳闷 就在这时 正当两人的心理战术进入高潮时 晚晚忽然大喊一声 快看 凹凸慢 这话一落 所有人瞬间被吸引注意力 晚晚黑黑一笑 飞速跃起冲向裴激胜 待裴激胜反应过来 已来不及躲闪 三岁小女娃想倒偷袭 却被男人一拳干飞十米远 男人震惊八十分 哪泥 我是怎么做到的 刚刚明明是自己差点被揍 而此刻的晚晚瞬间嚎啕大哭 在地上不停的一百八十度翻步 裴激胜内心惶惶 着急想看看晚晚眼睛的伤势 一旁的围观群众开始七嘴八舌 听说他是首富的女 教练是不是要被首富爸爸套麻袋了 文言裴激胜心如死灰 但心想还是赶快带晚晚去查看伤势 于是他抱着晚晚飞速赶往医院 一脚踹开医生的诊室门 吓得许一白震惊呆愣 但当他看到受伤的是晚晚时 便忍不住扑斥一想 你怎么又被打了 文言晚晚两手一打 霸气喊话失误吧 裴激胜忍不住打断 医生快帮他看看吧 许一白则淡定回应 放心 问题不大 小家伙钱不久买了药 晚晚怒气飙升 不要小看我 我武术厉害着 我还打趴过我们基地的顶级教练呢 对吧教练 文言教练吓得连声回应晚晚超棒的 说完便拉着教练转身离去 起料刚到门口 裴激胜便开始唉声叹气 心想这回肯定要被首富爸爸套麻袋抱走 于是带着满脸的害怕拨通了苏爸的电话 苏总 真的很抱歉 比武士不小心伤到了晚晚 可苏爸听到这个消息 却瞬间哈哈大笑 没关系没关系 一定是晚晚又任性 说完苏爸便惊现医院门口 他笑复合安慰陪继生 千万别放在心上 习武之人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而晚晚气势不解 大吼下次要带帮手来找教练点站 文言教练吓到心里发怵 小祖宗 还是别了 将女娃被教练一拳干飞十米远 便说下次要带帮手来 起料第二天就带了毫无武术功底的顾峰池 教练见状震惊八十分 这就是你请来的帮手 还是让他去小学祖吧 文言顾峰池爸总是回应 只要你教我 我让我爸给你们投资 一千万怎么样 这话一落 教练两眼放出八尺的光 于是他立马牵起顾峰池 走走走 必须给你教会了 时间一晃就是一小时后 顾峰池被揍到浑身世上 晚晚健壮心疼坏了 赶忙问顾峰池怎么样了 顾峰池秒变温柔 我没事 只要能陪着你 我就很开心 这话一落 晚晚开心到爆炸 那我们以后每天再加练半小时 文言顾峰池吓到痛苦地震 倒 倒也不必 可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 顾峰池疯狂被暴走 压腿压到全身颤抖 骨手劈砖劈到手肘里 直到他去上学的那天 绵绵老师见到他不禁吓了一体 顾峰池 你是怎么做到一身伤的 不行 我要给你爸爸打电话确认行 不料还没等顾峰池回应 绵绵老师便以拨通顾爸的电话 原来是给他报了武术班 是为了让他陪着晚晚有难同等 起料电话刚挂断 便看到毫发无损的晚晚 绵绵老师瞄懂 晚晚奶蒙问顾峰池 踢空掌炼的怎么样 顾峰池吱吱吱半天 绵绵老师见状赶忙 岔开话题说去看合唱 晚晚直言不讳 可我不喜欢苏佑青年 绵绵老师一脸疑惑问为什么 不知道啊 也许就是他不讨人喜欢他 文言绵绵老师不禁打了的寒战 轻轻确实有超乎这个年龄的成熟 想到这儿 他呵呵一笑道 快进去吧 要开始了 顾峰池一副问怎么 晚晚怒气雕声 直呼要找师父问问阎王 为什么投胎投了个五音不举 然后一拳重重捶在顾峰池腿上 疼得顾峰池吱吱大叫 晚晚赶忙问顾峰池咋 顾峰池苦笑 你刚捶的是我的腿 晚晚尴尬一笑 我给你揉揉就不痛了 就在这时 评委给苏佑青打了个满分 晚晚胜负欲爆棚 拉起顾峰池就想走 口中还不停念叨着 晚晚要拿全国武术冠军 这时花花老师怒气站出 晚晚 你怎么什么都要 绵绵老师见状挺身而出 花花老师 你怎么可以当面训斥晚晚 难道不是吗 自己唱的难听 还嫉妒人家的好嗓音 文言晚晚奶蒙回应 我很羡慕她的歌声 但只是受不了她说话故意加音 这话一落 苏佑青气的咬牙切齿 晚晚见状好道 你别过来啊 不然摔了又说是我推你 起量话音刚落 苏佑青殿踩了个大空 瞬间摔了个狗吃屎 晚晚赶忙解释 你们都看到了 我可没推她了 这时小胖积极举手回应 老师 我可以作证 文言苏佑青怒气更甚 恨不得抱揍晚晚一顿 而晚晚则拉着顾方吃胆帮离子 我们快躲远点 画面一转 晚晚激动地和爸爸说今天发生的事 不过晚晚还没拿过奖装呢 那爸爸回去就给晚晚搬一个最可爱情 这时小王突然来了个急杀 爸爸秒变严肃脸 听小王解释才指示前方隧道车会 爸爸立马让小王通知苏佳医生来支援 哪知话音刚落 救护车便滴滴赶来 看来是有人受伤了 所有人都想知道 隧道堵了三千米远是因为什么 却没人想到这车祸不是意外是人为 晚晚掐指小算 感觉事情恐有不妙 于是撒腿就想跑进隧道 顾方吃健壮立马跟上 幸好苏爸眼疾手快 你们跑什么 里面很威信 晚晚买蒙回忆 爸爸 前面有血光之灾 我刚算了一挂 里面的人如果不及时出了 一小时候定有大事发生 那也不能你们自己去 要去也要和爸爸一起 接着苏爸心想晚晚从来不拿生命开玩笑 于是他拎起顾方吃一把塞进车里 让小王看好他 顺便让小王通知家里保镖来支援 说完便陪着晚晚一起跑进隧道 起料小王在打电话的时间 顾方吃偷偷溜走 而这时的晚晚和爸爸刚赶到隧道救援 晚晚急冲冲和救援人员说 隧道马上要塌陷了 可交警反而怒斥你是谁家的孩子 晚晚乃蒙回应 我是我爸爸的孩子 救援人员一脸猛逼 你爸爸是谁 正巧苏爸闻声感恩 救援人员怒斥苏爸怎么不看好孩子 苏爸一脸尴尬 正想回应却被顾方吃打断 闻言苏爸怒气飙到顶端 不是让你在车里等着吗 而救援人员也逮住机会教训苏爸 这么大人不知道分寸的吗 就在这时 交警一脸严肃开始感人 苏爸健壮赶忙带着两孩子里面 可晚晚不死心 恰巧听到他们说隧道里面有裂缝 随时都有坍塌的风险 晚晚便飞速跑到救援人员身边说要帮忙 闻言所有人震惊的就像所有人 三岁小女娃只是一句话 却震惊所有救援人员 你才三岁 能帮什么忙 救援人员说完便纷纷转身离去 留下晚晚一人在身后撕心裂肺的脑 苏爸健壮 本想让晚晚放弃帮忙 可晚晚就是不死心 爸爸 隧道很快就会贪败 晚晚想去帮忙 闻言苏爸一脸担心 晚晚是算出来的吗 对啊 隧道里不断冒出煞气和血气 再不去帮忙真的来不及 苏爸心想或许晚晚可以挽救一部分家庭 于是便坚定地让晚晚去了 自己注意安全就好 晚晚答应爸爸的嘴覆后 便飞速狂奔而去 不料去被交紧一把拎起 先生 您怎么回事 看好自己孩子 闻言苏爸一脸尴尬 我 是我让 话音未落 身后传来三哥的声音 爸 你和晚晚总在这 这话一落 苏爸怒气飙升 这话应该我问你 三哥尴尬一笑 我这不是恢复得差不多了 就在这时 前方隧道突然塌陷 吓得众人大惊失色 三哥着急大喊 全体立马抢血 就在这时 好像又有什么不对劲 晚晚伸出他那魔鬼的小找准 三哥 晚晚要去帮忙 闻言三哥拼命拽住小酷酷 晚晚听话 先让三哥把酷酷穿上 你跟爸爸回家 就在两人互相挣扎之时 苏爸帮枪 老三 你就让晚晚试试吧 趁着三哥松懈之时 晚晚突然松手飞奔跑去 然而跑了不到一刻钟 又忽然停住 对了 小吃哥哥 你也一起了 三岁小女娃妃说要帮忙救人 不让就拽男人想不哭 男人大惊失色 行行行 真是服了你了 话音刚落 晚晚便撒腿救了 然而没过三年 他好像忘记了一个人 那就是他的小吃哥哥 闻言顾方池霸气走了 三哥终于见到晚晚说要嫁的人 于是便提醒他不要乱抬 带顾方池走近 晚晚又安排爸爸去接笑天拳过来 爸爸乖巧顶头 那然后呢 然后爸爸就可以先回家了 辛苦爸爸了 闻言爸爸失落到顶端 宝贝女儿不需要把笔了 可还没走两步 晚晚便发现车友不对劲 于是他一溜烟钻进车底 吓得三哥赶忙好晚晚快喘 接着晚晚便气呼呼地拽着扶持 找到了 是试运服 坏人利用试运服偷走了司机叔叔一生的运气 话说在缅川一带 有不少能人意识帮老板办事 只要粘上试运服 就只有一个结局 那就是死 听到这儿 三哥怒气飙声 赶忙问挡住隧道门口的货车司机 不料全都一命呜呼 于是三哥让大家齐心协力将货车挪开 可货车太重 这时幸活群众也纷纷赶来帮忙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货车终于滑动流出一道缝隙 可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有夫妻双双重伤在车里 有小女孩四心裂肺呼喊妈妈 晚晚见状 忍不住眼泪哗哗直流 于是她收拾好心情 大喊着笑天犬出门 该你表现了 快快去救人 小女娃只有三岁 却能一口气背起一本金的男人 就在刚刚 三哥拿出晚晚从车底找出的试孕服 瞬间震惊了所有人 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 三哥便让他们打电话跟天使会确认 就在这时 晚晚拍着三尺小凶福道 我可以确认 晚晚是天使会的特别顾问 还是会长的试酒 这话一落 三人同步疑惑地看着晚晚 三哥则抱歉地将晚晚抱走 我们还是赶快去救人吧 晚晚无奈叹息 三哥 你咋不相信晚晚呢 这时顾方驰大声喊着晚晚 等等我呢 晚晚俏皮地眨巴着他那卡兹兰的大眼睛 小吃哥哥你有仔细 就在隧道外当个吉祥物猴 话音未落 便不见晚晚身影 顾方驰只能无奈答应 然而没过三秒 晚晚便飞速抵达事发现场 待他掐指小算 抬之事故的严重性 就在这时 笑天犬背着受伤的男孩飞奔而来 晚晚对着受伤男孩一顿猛如鼓的操作后 便分分钟止息 于是他让笑天犬赶忙将人送出去急救 但转念一想 这么大事故应该不只是失运服的人 6.18秒后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立马开启180码时速狂奔而去 三哥见状吓坏了 赶忙跟着晚晚跑起 心想晚晚要是出了什么差错 肯定要被爸爸抱走 想到这儿 晚晚又突然停住 缓缓伸出他三尺小指的 三哥 你快看吧 三哥猛然抬头 才发现笼罩着隧道的阵阵黑气 他赶忙问晚晚是怎么回事 晚晚怒气回应 我猜的果然没错 有人在这里摆了西运阵 让所有经过的人自动陷阱 话音刚落 忽然响起隧道坍塌的声响 三哥见状着急地喊晚晚快走 危险 晚晚淡定自若 无碍 三哥你让开歇 晚晚要准备破阵 于是他立马成八字站定 两手同视纸上天 口中念着菠萝菠萝蜜 震破 随着话音落下 如指瞬间燃镜 化为灰镜 就在这时 晚晚啊呀的叫出声 吓得三哥瞬间慌了神 怎么了 晚晚奶蒙回应 灰灰镜眼睛里 三哥见状赶忙得柔柔呼呼 晚晚还不忘笑着说阵影过 然而没过三秒 又想起隧道坍塌的声响 晚晚掐吃小蒜 不好 阵法一启动 破阵已无济于事 闻言三哥抱起晚晚撒腿跑路 三哥先救你出去 晚晚则拼命挣扎 三哥你放我下来 晚晚能帮忙 而且师父说过 作为天师 无论生死 必须将世人安全放在第一位 可三哥内心挣扎 你毕竟还行 但容不得他思考停留 劝不动他只能加入 于是两人携手开始了救人行动 不到一刻中 便遇到了一对受伤的夫妻 晚晚用力拽开车门 发现女人伤得比较严重 闻言三哥快速抱起女人送出 并交代晚晚注意安全 然而当他转身的瞬间 晚晚也飞速背起了男人 找女娃想要背起一百斤重的男人 却被哥哥鹤令制止 晚晚委屈回应 可是这里还有好多人等待救援 三哥等夜 专家预估隧道最多十分钟后逃进 晚晚还想再说些什么 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就在这时 爸爸和相得受师弟匆匆感 晚晚喜笑颜开 或许有时间延长救援时间了 师弟凑近 着急问晚晚情况如何 阵眼破坏了 可阵法启动无法逆转 师弟抬头看向破坏的阵眼 分分钟看出是师孕妇 晚晚惊呼 师弟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 师弟微微咳嗽 我们天师会查了半个月了 还是没找到始作俑者 为了给救援队争取更多的时间 师弟突然想到用师父的光 于是他赶忙俯身问晚晚 还记得师父教的路和正法 晚晚自信回应 必须记得 这话一落 师弟立马号令众天师摆阵 亲自上阵为晚晚护所 紧接着所有人正经危坐 使出全身法力 晚晚则站在C位 带佛光笼罩 晚晚口中不停地念着 菠萝菠萝蜜 最后师弟快速插入七星剑 佛光瞬间蔓延至整个隧道 晚晚见状赶忙告诉三哥 已成功延长了半小时的救援时间 三哥震惊八十分 没想到晚晚真是天师会顾问 但容不得他想太多 他赶忙通知大家情况变动 然后所有人竭尽全力 齐心协力和时间赛跑 终于赶在隧道他现前完成救援 听到这儿 晚晚开心地泪眼汪汪 男人庆幸女儿没上热搜 不料女儿却在跟狗狗干家 男人看得一脸尴尬道 宝贝 该找你二哥写作业了 晚晚气呼呼撒手 笑天犬一脸得意的汪汪汪 另一边二哥房间内 他正在嗨皮地直播 晚晚见状稀奇极了 二哥 你在做法吗 快焦躁我 文言二哥一脸苦笑 我在做直播和粉丝互动 晚晚一脸好奇 晚晚也想互动下可以吗 二哥瞬间岔开话题 晚晚怎么来了 晚晚自信地举起作业的 我来做作业 这话一落 二哥震惊八十分 不看电视了呀 晚晚两手一攀 没办法 谁让我抢不过笑天去 文言二哥立马关闭直播间 祖神教晚晚做作业 可晚晚偏偏不给力 三加三为什么会等于七呢 晚晚一脸猛低 就是七啊 二哥拎出顾方吃举例 晚晚有三根烤肠 你小吃哥哥也有三根 总共是多少根 其料晚晚回应不吃烤肠 气得二哥摔倒在地 然而没过三秒 二哥换成糖 晚晚霸气回应 我又不舍 总共六颗吧 于是他赶忙擦掉错误答案 这时二哥无奈道 晚晚 你这学期要是还考倒数 你绵绵老师怕是要上天台了 晚晚飞飞一笑 二哥放心 绵绵老师遇到我已练就铁石心肠 况且天台装栏干了 二哥汉言 你这后脸皮到底是遗传了谁 晚晚黑黑一笑 你呗 二哥无奈转换话题 问晚晚要不要去看选秀 文言晚晚一脸疑惑 选秀是干啥的 就是一群和你二哥一样帅气的哥哥在舞台上唱跳 话音刚落 晚晚直呼要去要去 这时二哥说要去可以 前提是写完作业 晚晚气呼呼 二哥你怎么又是一样的套路 当女娃明明不想做数学题 可却花了七小时做完它 只因二哥说做完就可以看帅哥 然而当二哥说准备出发时 晚晚又开始扭捏起来 晚晚去的话导演会生气吗 文言二哥自信昂扬 怕啥 你二哥可是金主爸爸 这话一落 晚晚喜笑言开 二哥好帅 竟然直接升级当爸爸 二哥尴尬咳嗽 一个小不点 以后少看电视 画面一转 二哥带着晚晚刚到演播厅 导演便缠慰着跑来say hello 可晚晚的注意点却放在牛奶身上 待得到二哥的允许后 晚晚一把扛起六十斤的牛奶 吓得导演原地震惊 这 这是什么情况 晚晚见状赶忙问导演 咋的啦 二哥则黑黑一笑回应 淡定 我妹妹学武术的 说完便带着晚晚去看帅哥了 留下导演一人在原地满脸问好 画面一转 练武室内 队长涅斯则带着队员努力排练 可偏偏不给力 有队员在后空翻时摔得四眼八叉 涅斯则赶忙停下查看队员伤势 正巧二哥缓缓走近 刚好听到大家抱怨舞蹈太难 快坚持不下去了 文言二哥怒气飙升 就这么点毅力的话 趁早滚蛋 我昨晚连夜帮你们扣的动作一个美感 你们在一般还没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吗 队长 你说说看 这话一落 吓得涅斯则全身冒汗 紧接着颤巍巍回应道 苏老师 舞蹈动作太难了 我们花了一晚上都没完成 具体哪些地方有问题 比如 比如副歌时的一个后空翻 是真的办不到 我们可以改简单些吗 话因为落 就被二哥无情驳回 你们不知道自己编的动作 会直接暴露你们每个人的短板 星舞虽不熟悉 但毕竟还有七天练习时间 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 不然想等着被淘汰吗 正当气氛尴尬时 婉婉奶门到 二哥 牛奶喝完惹 小女娃仅三岁 却只用三十秒炫完食品奶 二哥震惊八十分 是这神速 还需要吃点其他零食吗 文言婉婉开心的哈刺哈刺 于是二哥交代学员们抓紧时间练习 便带着婉婉转身领取 待二哥离开后 队长聂斯则开始鼓励队人 必须珍惜这次舞台 他若选秀失败 就得回家继承家业了 这话一落 队员们震惊得无言以对 时间一晃便是半小时候 全组依旧练得乱七八糟 这一幕恰巧被回来的二哥看到 二哥怒气发飙 怎么一点进步都没有 聂斯则颤微微回应 还是卡在后空翻 话音刚落 婉婉举起三指小手 这个我会啊 说完他迅速少息立正 两手伸展 没过三秒 他便黑羞黑羞地来了十个后空翻 学员们顿时看得目瞪口呆 拍案叫好 婉婉黑黑一笑 小意思 以前都是一百个起工 这话一落 直接抱金涅斯则的小心脏 于是他敲咪咪凑劲道 师哥 你妹妹是杂技团的吗 文言二哥自信贪手 这对我妹妹只是开胃小刺 突然二哥灵机一动 想让婉婉当学员们后空翻的老师 婉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但前提条件必须是有藏教学 二哥内心哭唧唧 婉婉 你二哥现在穷得叮当响 之前的银行卡可都给你 婉婉无奈脱塞 那不是你给婉婉的奶粉钱吗 是 没错 那你自己不是也有钱吗 文言婉婉迅速捂紧自己小金库 我的钱是我的呀 这话一落 二哥内心抓狂 小不点还挺晦涩 于是他只能乖乖掏出手机付 带钱款到账 婉婉立马比着OK的手势 保证教会 紧接着婉婉开始ABC的分布教训 学员们也非常给力 练习渐渐游了感觉 就在这时 二哥喊婉婉回家 爸爸电话急着 婉婉乃蒙交代学员们 有问题可电话口 不料婉婉刚到家 队长聂斯则便成功解锁后风范 搞女娃撒腿就跑 只因手握巨款 就在刚刚 爸爸电话疯狂 扣婉婉快回家 不料婉婉刚到家 便看见祖孙严肃三人 正在婉婉疑惑之际 祖孙三人瞬间变身气氛 婉婉健壮 开心地喊着三哥回来 三哥嘿嘿一笑 对啊 我回来给婉婉送锦旗和奖金 文言婉婉两眼 立马放出八尺的光 抱紧奖金开心地跑路 看得父子三人目瞪口呆 紧接着就听到 蹲角落的婉婉数着 一北二北 二哥健壮激动万分 婉婉会数数了也 果然是小财妮 别忘了明天的武术比赛 快去洗洗睡吧 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 武术比赛现场 红衣姐姐对抗银发哥哥 有点小威胁 虽然红衣姐姐招式灵力 但底盘不 再这样下去 红衣姐姐怕是要输 这话一落 后排黄发哥哥 对着婉婉疯狂输出 甚至问婉婉 是不是陪哥哥来比赛 就在这时 主持人喊苏婉婉准备参赛 婉婉自信举起三尺小手 我在这儿 接着奶萌回应 不是我哥哥 是我比赛了 主持人见状震惊八十分 你就是苏 婉婉 画面一转 婉婉端坐在休息室 旁人窃窃私语 这小妹妹是不是走错了 才几岁就参加比赛 婉婉霸气回应 我没有走错 我是250号 话音刚落 婉婉小姐姐走近 你这么小 要是被姐姐打哭了可咋办 婉婉非非一笑 我不会轻易哭的 倒是小姐姐 可千万不要被婉婉打哭了 毕竟婉婉不吃醋 下手超猛的 这话一落 婉婉转身回应 那你最好不要抽到我 于是婉婉也赶忙抽取她的对手 就在婉婉好奇的眼神中 婉婉递出自己的抽签对手 麻烦 婉婉不认得死 主持人打开抽签指一看 巧的是真抽中了婉婉 就在刚刚 婉婉抽到的比武对手便是全国冠军 旁人都在吁吁 这小团子怕是要挨揍 连主持人都替婉婉担心 婉婉则一副天真可爱的模样 这时万英放话会手下留情后 便转身离开 婉婉一脸疑惑 小姐姐到底有多厉害 画面一转 比武场馆内 主持人邀请婉婉上场 苏家三父子齐身为婉婉加油 婉婉左看右看就是找不到爸爸和哥哥们 三哥一脸担忧 婉婉是不是眼睛尽舍 文言二哥两手一弹 他纯粹就是没方向感 这时全国冠军万英也被邀请上场 婉婉奶蒙夸赞小姐姐真好 婉婉也要长高高 万英则一脸龙肃 别以为你刷彩虹屁股就不揍 这话一落 婉婉自信拍着三尺小胸脯 小姐姐放马过来 婉婉超级扛揍的 这时裁判举手挥齐 大喊比赛开始 婉婉和万英秒进备战状态 接着婉婉先来了的凌波微步 趁万英放松之时一跃而起 哒哒哒给了万英三百六十脚 然后以帅气的姿势落地 然而没过三秒 婉婉再次跃起踹向万英 其料万英眼疾手快迅速动 可就是这一个后撤夺审 万英出界输了比赛 二哥三哥摇身呼吁 婉婉 围观群众更是一脸呆愣 全国冠军爷 就这 而万英接受不了事实 开始阴阴抽气 更受不了旁人一样的眼光匆匆离死 婉婉健壮乃忙喊小姐姐 说好的不哭呢 小女娲仅三岁 却只用一分钟秒杀全国冠军 万英羞愧离成 婉婉紧随气后 小姐姐 你别哭啊 你能接住婉婉三百六十脚 已经超级棒棒 这话一落 气得万英哑口无言 甚至眼泪止不住的花花直流 可这波操作 看着婉婉一脸捉急 是我安慰姐姐的方式不对目 万英扑斥一笑 姐姐才没哭 你家长呢 此时婉婉的家长正迎面走来 婉婉以为万英问家长是要告状 于是瞬间奥斯卡演技上线 趁着万英一脸猛逼之时 婉婉直接朝着爸爸猛呼 爸爸毫无防备地摔倒后 万英健壮笑得更欢乐 原来婉婉是周叔的女 而婉婉还一脸无辜地问 爸爸 你为什么坐在地上 爸爸一脸干大道 我在想小棉袄怎么有点漏风 婉婉不懂漏风是啥意思 只听出爸爸和万英小姐姐认识 于是爸爸赶忙整理自己 然后向婉婉介绍 万英是鼎盛科技万朗爷子的亲孙女 文言婉婉开心地和姐姐say hello 万英则热情地请婉婉吃蛋糕 画面一转 此时组委会内 三老爷爷正一脸认真的看婉婉比武视频 还不忘招呼唐墨一起 可此时的唐墨正沉迷于打游戏 黄一爷爷见状怒气飙升 使尽气力和东施后喊唐墨 唐墨一脸尴尬 抱歉 刚刚没注意听您说什么 于是黄一爷爷表示 想让婉婉进唐墨带的训练队 三老爷爷一眼便看重小女王 非让男人招她进国家队 可男人却直接拒绝 心想小师姐以前天天气的师父炸毛 要是真把小师姐招进来 万一惹她不高兴 非拆了咱基地不可 可全老听说是唐墨的小师姐 想要招她进国家队的心就更强烈 唐墨见拒绝不了 赶忙转身say bye bye说有事 画面一转 带走出训练基地大门 唐墨便赶忙拨通小师姐电话 喂 哈喽啊 其料晚晚直接甩出一局 不要打骚扰电话便直接挂 唐墨不死心 再次拨通电话喊小师姐 可晚晚依旧不满账 小哥哥 你别瞎叫 我说了不要打骚扰电话 这话一落 唐墨怒气飙升 苏晚晚 你是不是忘记给我备注了 晚晚听得一脸猛逼 备注什么 我是唐墨呀 唐墨是谁 真的不认识啊 我是你七十二师弟 唐墨 这话瞬间将晚晚激怒 你这大骗子 欺负我不识字 十二师弟明明叫汤黑土 这可是师父教的 上面一个黑 下面一个土 就毒 其量话到嘴边 小吃哥哥及时送温呢 晚晚见状秒切奶蒙状 小师弟好了 都是师父误导我的 要算状去梦里找师父算好 说完晚晚再次秒挂 这时爸爸问晚晚跟谁电话 晚晚从刚才的惊吓中清醒到 是汤黑土的电话 文言爸爸一脸尴尬 黑土是谁 怎么没听你提过 还未等晚晚回应 爸爸便说做了蛋糕给晚晚吃 晚晚瞳孔地震 爸爸不是从不进厨房吗 心想这怕不是什么黑暗料理吧 笑嘻嘻 这可是米其林三星高点试教的 文言晚晚强颜欢笑 爸爸好棒棒 这是黑森林吗 怎么感觉硬棒棒的 爸爸喜笑颜开 是你最爱的方哪片啊 晚晚为了给爸爸捧场 无奈避养不肯一头 然后艰难咽下 最后比出棒棒的手势 爸爸见状转身问顾方池 要不要尝尝 这话一落 顾方池吓出一身冷汗 为了捧场 依旧闭眼肯咬一大哭 然而下一命 他差点没忍住想吐 吓得晚晚尖叫小池哥哥 吃不下就不要给爸爸捧场了 小男孩只是想跑个城 不料却噎得晕倒在地 吓得晚晚差点灵魂出窍 他贪坐地上扑鸡鸡 say sorry 都怪我爸爸做的石头蛋糕 而苏爸更是吓得手足无措 就在这时 顾方池猛地弹起 晚晚不哭 我只是牙刺掉 文言晚晚嘀咕道 爸爸 我们要赔钱的吧 苏爸赶忙俯身道歉 小池 你还好吗 顾方池漏风道 没关系的 周苏 我只是恰好遇到换牙期 晚晚两手脱腮 小池哥哥 我刚差点以为你 以为什么 我说过要陪晚晚一辈子的 我不过是化了颗牙 以后晚晚年纪到了也要换牙了 这话一落 吓得晚晚瞳孔地震 我才不要 说话漏风好奇怪 这时苏爸赶忙凑近 换牙就代表晚晚长大了 尊都假都 那晚晚要换牙 要长高高 话音未落 忽然门铃铃铃响起 晚晚开门的瞬间 看得一脸猛逼 原来是找我爷爷啊 爷爷出去钓鱼了 至少半个月后才回来 文言全老笑呵呵 我不找你爷爷 我是来找你的 听到来人找的是晚晚 苏爸急匆匆走了 全老礼貌介绍自己是比武主办方 全国青少年训练组的教练 苏爸热情招呼全老进屋就座 不料刚坐下 全老便迫不及待说明来意 晚晚天赋很高 有望走向更大的世界 如果苏先生愿意让晚晚加入 我甚至愿意收这小家伙为徒 这话一落 吓得苏爸惊魂未定 八十岁的老头不想走 竟然要拜三岁小女娃为师 就在刚刚 苏爸直接拒绝了全老的邀请 全老震惊八十分 这可是多少人都得不到的机会 文言苏爸娓娓道来 其实我的四儿子也是运动人 自从进了国家队 见面的时间便去之可死 何况我就晚晚一个宝贝女 我想好好陪他长大 这话一落 全老依旧不肯放弃 想问晚晚的意见 文言苏爸宠密地问晚晚怎么想 晚晚疯狂摇头 我已经有吃腹了 何况这个爷爷还打过我 全老呆愣在原地 看来小家伙不好说 紧接着晚晚继续说 抱歉 我师父老人家很小子 如果晚晚答应你 只不定他晚上从梦里来找我 全老眉头紧促 看来晚晚师父很厉害 下一秒 他便恭敬地问晚晚失诚哪位 晚晚健壮 思考半生后的 嗯哼 那你听好了 我师父行不耕鸣做不改姓 叫张平书 文言全老一脸猛逼 赶忙向同行老头求助 晚晚见三人纷纷摇头 瞬间气到爆炸 怎么会 我师父可是超级无敌厉害的 全老嗨嗨一笑 那你师父在哪就职 可获得什么解 这话一落 晚晚秒变调皮状 我师父是道士 还会唱歌作法 爷爷 你若是需要 晚晚可有经验了 文言全老笑呵呵 臊 倒也不必 苏爸见状赶忙抱起晚晚的 抱歉 童言无忌 这话一落 全老瞬间陷入沉思 怎么才能搞定小家伙 不过拜赏时刻 他便心生妙计 晚晚 你刚说我打不过你 不然我们切磋切磋 我要是输了 就给你当徒弟怎么样 八十岁的老头为了要拜师 竟哄骗三岁小女娃来干奖 文言晚晚思考半上 心想得受师弟徒儿一大把 自己作为师姐 竟还一个徒弟都没有 假如晚晚收徒了 是不是也很威风 想到这儿 晚晚露出了逗逼的傻笑 于是他开心地答应了全老 事不宜迟 那我们开始吧 画面一转 所有人转战苏家后花园 全老礼貌问道 晚晚准备好了吗 晚晚瞬间露出男兄的表情道 爷爷你就准备接招吧 文言全老挑衅道 我不介意你使用武器 晚晚直接拒绝 紧接着一跃而起直击全老 全老眼击手快抵住 但依旧后退五万股 旁观老头纷纷夸晚晚有两把刷子 文言苏爸开怀大笑 我家孩子天赋确实不错 这话一落 旁观老头呆愣 苏先生倒是一点不客气 这时笑天犬嗷嗷大叫 晚晚和全老不相上限 晚晚再次跃起 使出戎摸摸摸螺旋徒 全老轻松躲过 回给晚晚一众拳 晚晚灵佛逃窜 迅速跑向全老身后 待全老不注意之时 晚晚凌空伸出左小土 重重一脚 击中全老后背 直接将全老干趴在地 然后不管全老死活地跑向爸爸 我赢了 全老不得不敢抬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 接着他两手作一 恭敬地喊晚晚老师 也是这一声老师 让晚晚瞬间安静下来 二十岁的老头 敬拜三岁小女娃为师 就在刚刚晚晚轻松打败全老 全老输得心服口服 恭敬地喊晚晚老师 文言晚晚开心地手舞足蹈 我终于有大徒弟了 可转念一想 他这大把年纪输给晚晚 是不是推丢你 于是晚晚奶蒙安慰道 大徒弟你也超厉害的 文言全老笑呵呵 愿赌服输 这声老是晚晚担得起 说完全老礼貌告辞 刚走出苏家大门 鸿门老头便询问 全老怎么不用全力 这话一落 全老家大分辈道 你错了 我已经全力硬仗了 文言两老头震惊的同品地震 那你 紧接着全老继续解释道 最初我确实没用全力 毕竟苏先生是出名的女儿女 要是伤了晚晚半分 我们怕是要失去这个金主爸爸 可后来我以精疲力竟 晚晚不论在耐力还是速度的 都比我强太多了 只可惜没办法将晚晚拐回对里去 而此时苏家大宅内 晚晚正打电话给何穷警官 一脸嘚瑟地炫耀自己有了大徒弟 何穷嗨嗨一笑 你才三岁还说小徒弟呢 文言晚晚欺诈 是大徒弟 手下还有很多小徒弟 带出去备有面的 何穷健壮赶忙恭喜晚晚 顺便提到要回帝都的事 晚晚一脸纳闷 来帝都是因为升职了吗 不是的 最近我好兄弟突然联系我 晚晚 我有事想拜托你 文言晚晚豪气答应 说吧 是要上刀山还是下火 不不不 那倒不必 我朋友刚经历大手术 我想替他求张平安妇 这简单啊 把你朋友名字和生辰发我就行 然而没过三秒 晚晚定静一看 这名字和生辰 分明就是我三哥呀 小女娃仅三岁 竟得了全国冠军 可偏偏有人看她不顺眼 故意抹黑 就在刚刚 晚晚比武视频上热搜后 幼儿园特意开了一次表彰大会 这是晚晚第一次获得全员表演 她很开心 开心到全身颤抖 苏爸健壮俯身安慰 宝贝淡定 照着爸爸给你写的稿子读就行 这时绵绵老师喊晚晚上台发言 晚晚更是紧张到手脚病 当晚晚真的站上舞台时 说话也变得不利索起来 最后紧张到喊绵绵老师 我想去WC 这话一落 绵绵老师吓得痛苦地震 于是他赶忙拉回正体 晚晚 你是怎么拿到全国冠军的 晚晚深呼吸 鼓足勇气到 平时爸爸怎么打我 我就怎么打的比赛 文言苏爸吓得全身冒汗 你还真是爸爸的小心肝 苏又卿健壮 摆着机会开始作妖 于是第二天清晨 帝都中学瞬间炸开了波 都在议论苏晚晚是作弊 才拿的全国冠军 文言万英震惊八十分 你们说什么 苏晚晚作弊 同学赶忙将手机递给万英 万英看着评论怒气飙升 这次的主办方是国家队 不可能为了一个小奶奶造势 同学辩解 一个三岁孩子得全国冠军 合理吗 万英坚持晚晚没有作弊 主办方也自会出来解释 因为这是事实 事实胜于雄辩 单岁小女娃只是上个热搜 老人便怒砸手机 就在刚刚 全老正专心练功 起料孙儿着急忙慌跑了 爷爷出大事了 待全老定金一份 直接怒气飙升 我们是选人才参加比赛 怎么可能为五斗米这样 孙子内心哭唧唧 爷爷这可是我的手机 全老继续道 帮我开帐后 我要亲自解释 孙儿一脸疑惑 就为了一个奶团子值得吗 这话一落 全老挥手一拳砸向孙儿 玩玩可是我师父 你说值得吗 而此时另一边的苏家 也在为此事焦头烂网 既然暂时找不到搞事的人 那就让谣言尽快消停下 文言二哥立马拨通三哥电话 接下来的事交给你 挂断电话的三哥立马进入审讯室 男人表示只是拿钱办事 只要抹黑苏婉婉就行 这话一落 三哥怒气飙升 你犯法了知道吗 男人依旧无所谓的态度 生活所迫 虽知道不对 大不了道歉好 文言三哥怒气飙到顶端 一把拎起男人 你们是完全没把法放在眼里了是吧 男人吓得全身冒汗 都说了可以道歉了 你那么激动干嘛 又不是你家孩子 那真是抱歉 我就是苏婉婉亲哥苏燕青 你要是有意见 可以举报我 此话一出 男人吓得瞳孔地震 瘫坐在凳子上 口中不停地喊着 三哥是杀人犯 而三哥则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当女娃只是上个热搜 身边所有人都来助力 全老亲自发文解释 并上传婉婉练舞视频正式 三哥则审问 对婉婉发起人身攻击的所有网友 但网友的热评依旧不断 婉婉也时刻关注 可偏偏有条热铁戳中了婉婉的小心子 他气呼呼找爸爸 你让这个网友给我道歉 爸爸差点没忍住喷出大响 大哥见状 赶忙看热铁 以后少惹素婉婉 小心人再跳起来打你们膝盖 婉婉在一旁怒气发飙 大哥也只能憋住笑音和 没关系的 婉婉以后也会是大长腿美女 我们现在差不多时间要去上幼儿园了 15分钟后 婉婉依旧气呼呼 连面老师诧意婉婉是怎么了 大哥嗨嗨一笑 他就是闹闹小脾气 画面一转 幼儿园教室内 婉婉气鼓鼓的摔书包 顾芳池见状一脸迷惑 问婉婉是咋了 婉婉怒发冲冠 网友怎么能说婉婉推短 气得婉婉早上只吃了七个馒头 三杯豆浆 顾芳池温柔摸婉婉头 别理他们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保证你心情马上一转情 紧接着顾芳池不停地张望着找什么 没过三秒 他便找到了 婉婉你看 那个女孩就比你矮0.5厘米 婉婉婉婉喜笑颜开 尊都假都 真的呢 婉婉不是最矮的小朋友 这话一落 婉婉心情瞬间好到飞起 太棒了 明天清明 我要多吃几个青豚 婉婉婉婉婉 顾芳池秒便低气压 婉婉健壮 瞬间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怎么办怎么办 戳中小吃哥哥伤心事了 小男孩刚把小女孩哄哄 其料小女孩一句话就惹得男孩伤心欲 哎呀 怪我嘴快 提到小吃哥哥伤心事了 婉婉赶忙扯了扯婉芳池衣袖 小吃哥哥是不是想妈妈 这话一落 婉婉婉婉瞬间陷入沉思 婉婉健壮奶王安 没关系 婉婉也没有妈妈 况且清明节不就是和家人团聚了吗 团聚 婉婉婉婉下的瞳孔地震 对啊 你和干爹要去看干妈 不就是团聚 文言婉婉婉婉婉便呆愣 婉婉真可爱 然而下一秒 婉婉便紧握顾芳池小手道 我师父说 人死后就会变成星星陪着你 只要你抬头就能看见 这话一落 顾芳池瞬间有被安慰到 他心想有婉婉在身边 真好 就在这时 小胖喊他们玩老鹰抓小鸡 婉婉奶蒙应道 好呀 小吃哥哥你快来 顾芳池看着婉婉的背影 也紧随等去 画面一转 游戏开始 婉婉当老鹰 不料婉婉就可着小胖一个人抓 小胖气呼呼 婉婉你偏心 你为啥不抓顾芳池 婉婉两手插腰 我就偏心怎么了 文言小胖怒气飙升 那我等一下就可着顾芳池抓 婉婉怒气回应 来呀 谁怕谁 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 苏家大宅内 一桌人都低气压不吭声 爸爸手间打破安静说没胃口 婉婉看着爸爸一脸心疼 他赶忙问爷爷爷 爸爸怎么了 爷爷长叹一声道 爸爸想妈妈 男人伤心只有小女娃能安慰 可小女娃刚进门就埋太难 爸爸 一把年纪就别逞强了 饭得按时吃 就在刚刚 爸爸说没胃口便回屋了 可婉婉从没见过如此丧气的爸爸 他一脸心疼地问爷爷 爸爸是怎么了 爷爷收起饱含泪水的双眸道 爸爸想妈妈 宝贝快吃 爸爸过两天就没事了 婉婉眉头紧促 可爸爸不吃饭会不会饿晕呢 我要快点吃 吃碗给爸爸送饭 文言爷爷一脸宠欲 宝贝真贴心 晚饭过后 婉婉如约来到爸爸房间 爸爸 你饿不饿 爸爸健壮 赶忙起身开灯 只见婉婉奶萌道 爸爸 我给你送吃的来 爸爸看着亮相的婉婉 差点吓得一哆嗦 其料婉婉竟甩出一句 爸爸 你年纪大了 别闪着腰 婉婉年轻婉婉 爸爸一脸愁躲 宝贝是嫌弃爸爸老了 不不不 爸爸依然潇洒帅气 爸爸 你是想妈妈了吗 还未等爸爸回复 婉婉便奶萌叹气 咋一个个都不让婉婉省心 爸爸瞬间喜笑颜开 还有谁要让婉婉操心呢 婉婉黑黑一笑 那必须是小吃哥哥呀 她也没有妈妈了 要不是婉婉 使不定她要酷鼻子 那宝贝是怎么安慰你小吃哥哥的 婉婉噼里啪啦的说着ABC 突然一把跳入爸爸怀中 爸爸一脸惊讶 婉婉怎么了 婉婉一脸天真道 婉婉想给爸爸抱抱 妈妈和婉婉都很爱爸爸 我们都希望爸爸开心 如果爸爸一直自责 妈妈也会感觉到负担的 文言爸爸瞬间泪目 是你师父告诉你这些话 当然不是 是做梦时 黑白无常叔叔说的 嗯啊 谢谢宝贝 爸爸心情好多了 这话一落 婉婉常叹一声 爸爸逗去婉婉 才几岁怎么就许会叹气 我怕爸爸想妈妈 想不开怎么办 文言爸爸一把抱紧婉婉 怎么会 爸爸还要守着婉婉长大呢 那婉婉长大了 爸爸就不管了 当然不是 你长大后总有一天要嫁人的 婉婉非非一笑 我将来是要嫁给小吃哥哥的 那我就和小吃哥哥一起保护爸爸 爸爸 你饿了吧 快吃点东西吧 好啊 其料盘里已空空如也 爸爸心想 婉婉这小吃货可真没白叫 小女娃满心欢喜地抱着一捧玫瑰去看妈妈 不料话音刚落 就被爸爸拦想 宝贝 你是不是忘记了咱们的约定 当然记得 和妈妈告状 爸爸就要跪流连 爸爸收起受伤的小心脏 让哥哥们带婉婉出去玩 见孩子们已走十米远 爸爸才敞开心扉和妈妈说话 而此时停车程 婉婉催五哥六哥回家复习 还安慰哥哥们 万一考察了也不要哭鼻子 六哥宠溺地捏婉婉小脸蛋 你哪看出我们脆弱 这话一落 婉婉点名道姓说五哥呀 文言五哥怒气飙升 看不起谁呢 诺 说的就是你哦 你哥哥我是全校第二 根本没机会扑鼻子好吗 那婉婉不是怕你骄傲 不小心脆步 你看我们班小胖 一骄傲就考了得到一 被他爸爸打到屁股开花 这时苏爸恰巧走了 别闹了 我们该回家了 时间一晃就是第二天 清零过后 婉婉又加入了合唱团 老师让顾芳池和苏又轻站前面领程 文言婉婉立马举起三尺小手抗你 小吃哥哥是我 老师嗨嗨一笑 顾芳池不是东西 怎么是你的呢 婉婉气炸 大吼我小吃哥哥就是个东西 起料话音刚落 全场呆了 婉婉赶忙解释 不对不对 我小吃哥哥不是个东西 反正他必须挨着我 顾芳池无奈服额 婉婉这小屋 老师则笑得合不拢嘴 婉婉不要太可爱 苏又轻却气到咬牙切齿 接着他秒便无辜撞 婉婉没眼看 拉着顾芳池便朝食堂走去 然而没过三秒 婉婉便愉快地干完饭 甚至喝了顾芳池的番茄汤 苏又轻又开始挑衅婉婉 你怎么能喝顾芳池的汤 婉婉乃胸指着碗底的汤道 没看见还有吗 话音刚落 顾芳池便拿起汤底喝起来 婉婉瞬间嘚瑟 看见没 我小吃哥哥喝得可开心 苏又轻内心气炸 但却面带微笑地跟婉婉道歉 婉婉立马打算 停 我不知道你要玩什么把戏 但你最好别热我 还有等我三个忙完 肯定会去找你们算账 你们就等着谎言被拆穿吧 这话一落 苏又轻气到无言以对 小胖见状感忙问婉婉 清清怎么不高兴呢 文言婉婉奶蒙道 苏又轻 小胖很关心你 于是他赶忙将小胖推上前 男人要适当地主动了 小胖鼓起勇气 将自己最爱的土豆递给苏又轻 苏又轻见油腻的土豆怒吼道 走开 太恶心了 文言小胖心情瞬间跌落谷底 我给你送好吃的 我恶心吗 婉婉和顾芳吃赶忙 为小胖出头 这时绵绵老师恰好出现 婉婉解释说苏又轻侮辱小胖 于是就出现了两人互相拉扯的局面 绵绵老师则安慰小胖 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 最终苏又轻被家长带回了家 回家路上 秦柳玉劝苏又轻离开地步 苏又轻秒变争鸣 离开是不可能的 苏婉婉三哥很快就要来找我们妈了 妈妈 我们无路可走 只有主动出击才行 于是第二天 苏又轻见婉婉拉肚子 便跟着她进了洗手间 婉婉见到她 习惯性地防御 而苏又轻则扯谎说 绵绵老师让婉婉去办公室找 婉婉表面淡定自若说不信 可内心却幻想绵绵老师会不会走了 这时听到顾芳池的叫声 便撒腿跑不出去 刚见到顾芳池 她就问有没有见到绵绵老师 待听到顾芳池回应说老师回办公室了 婉婉内心酥唧唧 难道苏又轻说的是真的 文言顾芳池眼神秒变犀利 苏又轻又跟你说什么 她说让我想想在课上干了什么 我想不出来 顾芳池宠觅摸婉婉头 那别想了 我陪你去 然而还没走两步 便听到绵绵老师喊救命声 婉婉撒腿就朝办公室跑去 见劫匪正朝绵绵老师走去 婉婉一跃而起 直接给劫匪360角螺旋踢口 便禁止跑向绵绵老师 老师则一脸担心两孩子的安危 就在这时 劫匪将办公室门反锁 紧接着拎起菜刀缓缓走 地旁的女老师突然想到 劫匪是张泽航的爸爸 绵绵老师震惊之时 劫匪已拎着菜刀匆匆跑向绵绵老师 顾芳池见状 赶忙给她一个飞踢 婉婉也不闲着 她飞速跑向劫匪身后 一把抓起劫匪胳膊 狠狠将她摔在地上 然后两人将劫匪做到嗷嗷大叫 看得绵绵老师目瞪口呆 赶忙检查婉婉身上有没有受伤 婉婉则拨通三哥电话 噼里啪啦地说着一通 显言之 就是三哥你快来抓坏人 文言三哥一脸担心 男人叫张晴 是个高中老师 儿子死后人疯了 在精神病院就有伤人记录 怎么会跑出来呢 他让婉婉先躲好 他很快就躲 可待三哥匆匆赶到时 他瞬间惊呆 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地方 让人赶忙将劫匪靠起来后 便一把抱起婉婉 检查她有没有受伤 而婉婉则完全无视他三哥 气得他三哥拎起他做痞 婉婉奶蒙变解 我救人怎么还揍我呢 这时绵绵老师恰巧走来 是啊 多亏婉婉及时赶到 不过老师想问婉婉 你和顾芳池怎么会来办公室呢 肉碎女孩心肠歹毒 却没想到 她的阴谋分分钟被老师试破 婉婉 你能告诉老师为什么会来办公室吗 婉婉思考半生 终于想起是苏又卿骗的 她说绵绵老师叫我来办公室 吓得绵绵老师瞳孔地震 我没有 婉婉看到惊吓的老师 买蒙安慰道 这次就不怪她骗我 毕竟救了绵绵老师 而此时的三哥也震惊八十分 苏又卿才六岁怎么会 这时婉婉大吼道 三哥 不能放过今天那个男人 三哥缓缓点头 放心 我会把他送回精神病院 可他内心总感觉不安 苏又卿叫婉婉来办公室 却遇到报复社会的疯子 怎么会有如此小伙 于是他跟绵绵老师说 想见见苏又卿 起料苏又卿被他妈妈接走 说要给亲戚过生日 这话一落 三哥内心有更多疑问 秦柳玉在帝都根本就没亲戚 绵绵老师见三哥不吱声 赶忙问是否有问题 三哥嗨嗨一笑说没什么 老师好好休息 婉婉就先跟我回家了 刚上车 苏爸就打来电话问婉婉怎么样 婉婉没事 可总感觉是苏又卿故意 引婉婉去办公室 文言苏爸怒气飙升 说要找人调查这对母女 三哥立马打断苏爸 这件事还是交给我吧 起料挂断电话时 婉婉这个小迷糊已呼呼大睡 小女娃因过度惊吓晕厥 男人却以为她睡着了 而这时的婉婉正进入梦乡 梦到18岁后的自己 一眨眼身边的人却都不在了 梦到张晴有着幸福的家庭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 可就在她得知儿子 被校园暴力逼得失去生命时而抓捕 变成疯子跑到学校伤害绵绵老师 吓得婉婉呢喊的喊着不要 苏爸见状急坏了 赶忙找来家庭医生 才知婉婉是因惊吓后产生的发烧晕止 文言苏爸内心自责万分 婉婉毕竟还是个孩子 于是他让家庭医生先回家 有事再叫他 带医生走后 爸爸抱着婉婉痛哭流体 婉婉被爸爸的哭声瞬间吵醒 爸爸 你哭得好大声 我都被你吵醒了 爸爸慌忙扶去演讲内事 不料婉婉去抱着爸爸 娃娃大哭起 爸爸 你一定要长命百岁 婉婉刚刚做了好多噩梦 感觉好真实 文言爸爸嗨嗨一笑 傻瓜 梦都是反的 婉婉立马做起掐指小算 幸好幸好 爸爸可以陪婉婉好久好久 然而没过三秒 婉婉秒变严肃 爸爸 我还梦到张琴伤害绵绵老师 文言爸爸宠溺摸婉婉头 是宝贝救了你绵绵老师呢 听到绵绵老师好好的 婉婉开心到起飞 傲称小吃货的小女娃 竟着急得连早饭都不吃完 便夺门而出 还叫爸爸快点 爸爸长叹一声 刚刚怎么不多吃的 你绵绵老师可不一定包你五方 文言婉婉下的瞳孔地震 爸爸 你咋不早说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爸爸放下婉婉便走 留下婉婉一人站在门口气呼呼 于是他只能补足全身力量 纵身一跃暗响门铃 奇料这事绵绵老师恰好来开门 婉婉赶紧报警绵绵老师 乃萌道 绵绵老师爸妈缓缓走 婉婉见状礼貌say hello 便飞快冲进绵绵老师家中 将给绵绵老师的礼物拿出 口中不停地嘀咕着 我昨晚又梦到张晴要伤害绵绵老师 文言绵绵老师大惊失色 怎么和我做了一样的梦 突然婉婉飞奔跑向绵绵老师 婉婉希望老师好好的 这话一落 绵绵老师内心一门 赶忙俯身安慰道 梦都是反的 你之前不是说老师会偿命百岁吗 接着两人尴尬对视十秒后 绵绵老师说要请婉婉失败 文言婉婉开心地翻找起书包 这是平安符 可以保绵绵老师平安哦 绵绵老师感动万分 可是老师都没给婉婉准备什么 不然老师帮婉婉辅导作业怎样 话音刚落 婉婉瞬间实话 当女娃只是在老师家吃了顿饭 竟想给她当女儿 文言爸爸怒气飙声 你想的没 就在刚刚 婉婉特意给绵绵老师送平安符 绵绵老师没有准备礼物 看这孩子家挺有钱的 怎么还饿着孩子呢 文言绵绵老师嗨嗨一笑 妈 婉婉是个小吃货 身体没毛病 而且苏先生可是出了名的女儿奴 哪里舍得饿着婉婉 此时另一边 婉婉正坐在车上哀声叹气 爸爸一脸关心问婉婉咋 婉婉身无可恋的 爸爸 你能把我送给绵绵老师当女儿货 这样就可以天天吃到老师妈妈做的财 这话一落 爸爸使劲按耐住想做婉婉的心 毕竟是轻生的 婉婉见爸爸脸色不对 赶忙回应开个微笑 言归正传 爸爸要去国外出差 这段时间你跟着你二哥住口 奇料发音刚落 婉婉露出了匪夷的笑 爸爸震惊八十分 你二哥这不靠谱的 要是有问题就找你三哥知道吗 好呀好呀 那爸爸什么时候走啊 我去送爸爸呀 文言爸爸感动得泪流满面 心想还是闺女亲呢 爸爸明天下午的飞机 你要乖乖听话 知道了知道了 我去给爸爸收拾行李吧 爸爸 婉婉觉得红色领带配白色西装不错 爸爸你想不想吃烤鸭呀 婉婉一天不吃馋的荒 要不也给你买几瓶 爸爸无奈服额 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行行行 爸爸让你二哥给你买考验 这话一落 婉婉立马奸计得逞地扑向爸爸 爸爸你最好了 男人要去国外出差 小女娃警惕查看四周 可男人却说小女娃不认真看路 这时婉婉嘟囔道 婉婉是在看有没有坏蛋 爸爸这才恍然大悟 想起第一次带婉婉回家时 在机场遇见了呆徒 就在这时 婉婉的声音瞬间将爸爸从记忆中抽回 爸爸 周围一切正常 没有可疑人物 你们放心吧 婉婉会乖乖的 其料他们刚走 婉婉便瞬间一梦 开始一百分被娃娃大哭起来 吓得保镖手忙脚乱 小姐这是怎么了 婉婉委屈道 你把纸巾塞我嘴里惹 这话一落 保镖求爷爷告奶奶求饶命 婉婉奋力脆掉纸巾道 对女孩只要温柔底 突然都找不到女朋友了 保镖刚想回应她有女朋友 不料话到嘴边 却被婉婉捂住 你别解释了 我一定不会嘲笑你没女朋友了 你看我二哥还得打一辈子光棍呢 这话一落 此时家中的二哥狠狠地打了个偏体 不等保镖回话 婉婉便拉起保镖哒哒哒地回家了 刚上车 婉婉便开始小话牢模式 保镖哥哥 你们月薪有多少钱呀 婉婉小姐 我们工资只够养活自久 看你衣服质量不错 月薪应该不低呀 保镖苦笑 这是功夫 我们只是底层的打工子 婉婉凑近敲咪咪当 等爸爸回来 我让他给你们长工资怎么样 文言保镖开心的手舞足蹈 长多少 婉婉左手脱腮蹈 这得看爸爸 保镖感动得痛哭流涕 婉婉小姐真是太好了 喜料话音刚落 婉婉直接下到红统地震 奶蒙大 救命啊 三岁小女娃 静秒边怒怼怼 就在刚刚 婉婉和保镖聊的正欢时 一辆红色跑车直接冲过来 保镖猛打方向盘 还是没能逃过两车的猛烈冲撞 保镖紧急刹车 第一时间下车查看婉婉有无受伤 婉婉惊魂未定 没事 就是把我这小心脏吓到 说完怒气飙声冲到红色跑车前骂娘 这时当红女星宋七从车上缓缓下来 婉婉怒气飙到顶端 到底有没有安全意识 还敢穿高跟鞋开车 宋七见状傲慢问婉婉身份 才多大奶团子就有保镖 别吵吵 撞了陪你就舍 文言婉婉立马让保镖估算修车损失 并友善地让他抹个零 这话一落 起了宋七还不高兴呢 抹什么零 以为我赔不起吗 婉婉也不惯你 那就不抹零吧 气得宋七瞬间无言以对 就在这时 保镖汇报修车预算是三五杂本 宋七吓到瞳孔地震 你这是趁机请劫吗 文言保镖秒变严肃里 霹里啪啦地说着一通UBC 最后还不忘补充一句 不满意可以报警出入 这时宋七经纪人文声赶来 姐 要不先道得歉 事情闹大就不好 文言宋七送给经纪人一个眼神杀后 便转身留给经纪人主 婉婉见肇事者要逃 赶忙上前拉住他 你这是看我巧 好欺负是吗 三岁小女娃 竟跟三十岁女人叫嚣 就在刚当 宋七撞坏婉婉婉家豪车 却只让经纪人赔十万就想走人 婉婉气呼呼拉住他 他却眼神警告婉婉 婉婉也不是吃素的 这么凶看着我干嘛 想揍我呀 只要你敢动手 我立马他 还让保镖录下证据 宋七一把甩开婉婉 给你十万就不错了 哼哼 打发谁呢 保镖 报警 叫三哥抓坏人 画面一转 宋七急匆匆赶到演播厅内 却被导演吐槽妆容太浓 宋七温柔道 导演 我可一直都是这个风格 导演心想以宋七的名气 现在不好得罪 于是只能笑呵呵回应 那行 只要待会直播时 您不加动作就行 文言宋七怒气飙升 导演你什么意思 导演顿时吓到呆愣 这时苏语实帮枪 怎么还不允许导演说实话 就这么点承受能力 怎么能撑起咱节目组的金字招牌 这话一落 宋七怒气飙到顶端 苏语实健壮拖着导演火速逃离 导演着急质问苏语实 你这么刺激他 公演出问题可咋办 苏语实嗨嗨嗨一笑 放心 他粉丝包容性很强的 不说了 我得出去接我妹妹 你说的妹妹是婉婉吗 那不介意拍点素材吧 我家婉婉出镜可是要出场费的 导演心里美滋滋 赚到了赚的 此时演播厅门口 宋七经纪人还在费力的哄婉婉 婉婉小脚一抢 这时可没这么容易翻篇 这时二哥三哥同时来找婉婉 婉婉秒变开心脸 在这儿 男人兴高采烈的张开双臂 没想到却扑了个空 就在刚刚 二哥三哥同时向婉婉所要爱的抱抱 其料婉婉直奔二哥 随之输出一阵彩虹屁夸发 甚至送出爱的波波 三哥内心哭唧唧 婉婉对三哥没有爱 然而下一秒 婉婉又开始嫌弃二哥 脸上灰太多 二哥嗨嗨一笑 那不是灰 是打了十米后的粉 文言婉婉两手一摊 幸好及时收嘴 不然怕不是要被二哥毒晕了 这话一落 二哥瞬间一梦 苏婉婉 说什么呢 我明明很爱你 婉婉纵身一跃跳下地 回敬二哥一个小鬼脸 你可是巨星 说话要温柔不知道吗 说完直冲三哥怀里 三哥受伤的心瞬间得到安慰 这时二哥叫三哥一起看演出 三哥微笑点头 画面一转 演出大厅内 二哥敲咪咪提醒婉婉 千万不能摘口罩 文言婉婉 眨巴着卡兹兰的大眼回应 待二哥走后 婉婉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台 三哥这才想到婉婉 是第一次看他二哥演出 一定很期待 于是他温柔安抚婉婉 你二哥一会儿就上台了 话音刚落 现场一片气飞 宋七摇曳着曼妙的舞姿闪亮登场 而婉婉却露出惊讶的表情 三哥 这就是我让你抓的坏女人 只是看场演出 没想到竟找到肇事逃逸的人 就在刚刚 宋七飙车撞到婉婉家豪车 损失三五W 其量宋七只想赔偿十W草草了事 婉婉不一 宋七却口出狂言 婉婉气呼呼 三哥 你等等就去抓这个坏女人 文言三哥温柔安抚 不气不气 先看你二哥演出 这话一落 二哥便带着学员闪亮出场 婉婉两眼瞬间放出八尺的光 二哥帅爆 导播剑婉婉呼声好开 于是让人将镜头切给婉婉 这时所有学员成功完成后空翻 婉婉见状倍感欣慰 拉着三哥衣袖哭得气不成声 三哥一脸难闷问怎么 二哥学员后空翻是我教的爷 他们今天超棒 画面一转 宋七在后台一脸严肃训学员 这时二哥带着学员退场 宋七和二哥双双送上眼神沙 随之宋七独占C位 而学员却都成了她的陪衬 台下观众瞬间议论纷纷 不是带队出道吗 宋七怎么还好意思占C位 文言宋七经纪人怒斥狡辩 你们不懂瞎说什么 就在这时 主持人的悦耳声响起 下面将选取一位幸运观众上台 点评两组选手 话音刚落 聚光灯打在婉婉身上 婉婉无言喊三哥 为什么我突然感觉谎言 三哥嗨嗨一笑 因为婉婉是今天的幸运观众 文言宋婉一脸天真 啥意思 当女娃只有三岁 却能将说话的艺术发挥到极致 就在刚刚 聚光灯打在婉婉身上 成为今日份的幸运观众 三哥正准备叫婉婉上台 这时主持人下来邀请婉婉 小朋友 跟叔叔一起上台好吗 文言宋婉疯狂摇头 是哥哥 不是叔叔 这话一落 主持人感动得稀里哗啦 笑眯眯地牵着婉婉朝台上走去 内心却很想看看这么卡哇伊的孩子 于是便温柔问婉婉 要不要将口罩取下来 见婉婉犹豫 二哥赶忙提醒婉婉口罩可以摘 文言婉婉乖巧照做 却瞬间震惊宋妻 竟然是她 接着下一秒 婉婉便开启奶萌的自我介绍 顿时惹得观众席热闹喧哗 婉婉好可爱 就在这时 主持人让婉婉评价自己二哥表现 婉婉接过话头 试过音效没问题后 便生死力竭大吼道 我二哥超棒 帅爆了 婉言主持人让婉婉继续评价其他组表现 婉婉左手脱腮思考半晌道 都很好吧 但是跟我二哥他们主比 差了那么一丢丢 主持人见婉婉能言善道 不欲问婉婉宋妻表现 婉婉见机会来了 先是对宋妻一顿猛话 接着反问节目的主题不是选秀吗 话音刚落 台下议论纷纷 婉婉真是说到点上了 难怪刚觉得哪里怪怪 而这波操作分分钟将宋妻送上热榜 甚至连他飙车逃逸的视频也被扒出 宋妻经纪公司剑压不住局面 赶忙让经纪人找导演观直播 喜料导演直接拒绝 甚至一起吃瓜看戏 宋妻健壮已气得握紧小拳拳 心想要怎么找婉婉算长 女人才第一次见男人 喜料惊吓得几近癫狂 就在刚刚 婉婉经在台上对宋妻巧言吝啬评价后 宋妻便对婉婉恨之入骨 二哥健壮赶忙把婉婉护在身边 接着正面怒怼宋妻 宋妻内心愤怒 表面却和颜悦色跟二哥解释 可二哥却冷哼无事 文言宋妻直接翻脸 这时主持人赶忙站出当何事了 半课中后 宋妻刚到化妆间便大发雷霆 吓得经纪人瑟瑟发抖 姐 您又上热搜了 文言宋妻淡定回应 不就是上个热搜吗 姐 这次不一样 网友们让你滚出娱乐圈 这话一落 宋妻吓到瞳瞳地震 他赶忙抢走经纪人手机查看 喜料不到半少 他却露出了一丝匪夷的笑 经纪人见状一脸纳闷 颤唯微微说今天车祸事件 对方不接受赔偿 警察已在外面等 还有公司说 080%的合作已被苏氏和故事集团取消 话音刚落 宋妻直接吓到晕绝 经纪人见状赶忙俯身关心 这时三哥恰好进来 请跟我们去警局一趟 文言宋妻赶忙承认错误 并承诺愿意照驾赔偿 三哥一脸严肃道 我不是因车祸事件了 我是来调查三年前 尼亚智跳楼事件的 文言宋妻顿时吓到双目猙獰 疯狂薅头发大脚 经纪人见状赶忙报警宋妻 并问三哥是否能先找律师 其料三哥完全无事 直接亮出手铐 宋妻见状害怕极了 疯了似的扑向三哥想抢手铐 幸好三哥眼疾手快 顺势将宋妻拿下 这时宋妻封吼道 我要告你诽谤 告诉你 三哥也随机应讨 好啊 随时攻后 原策划网报害人失去生命 尽怪他人自己心里脆弱 可警察搜查发现死老鼠的快递盒 宋妻则心安理得的潇洒三年 直到三哥找到宋妻 将他带到警局 宋妻才发现自己真的完蛋 画面一转 此时的婉婉正跟爸爸视频诉说着宋妻 他肯定整过容 婉婉都看不出他的面相 文言爸爸温柔安慰 现在整容技术太牛逼 不怪婉婉看不出面相啊 婉婉一直都超厉害 这时婉婉肚子饿得咕咕叫 便赶忙让爸爸早点去休息 文言爸爸感动得痛哭流涕 宝贝闺女懂得心疼爸爸 挂完视频 婉婉急匆匆来找二哥 起料二哥正聚精会神的直播 婉婉见状挺好玩 拉着二哥质问为什么不带婉婉 不料婉婉这一拉 竟不小心拉下了二哥哭 二哥强颜欢笑结束直播 婉婉一脸尴尬四骚 话音刚落 二哥报警婉婉痛哭 丢脸丢到家了咋办 文言婉婉掐指小算 二哥放心 你今后走的可是星光大道 大红大走 这话一落 哄得二哥瞬间于转情 非说要给婉婉露一手 于是二哥快速来到厨房 力索地戴上围裙 帅气地撒下面条 最后还不忘单手打个鸡蛋 这波操作下来看得婉婉哇哇大叫 二哥真的帅蛋 然而下一秒 二哥便问婉婉煮面需要放葱花吗 猪油是哪个 蚝油酱油又在哪 这手忙脚乱看得婉婉一脸猛逼 于是他转身点外卖去了 留下二哥一人在厨房瞎折腾 小女娃刚想给自己点个外卖 不料却被二哥一把拦下 婉婉 你就这么不相信二哥吗 说完他立马起身举面 还不忘跟婉婉说马上就好 婉婉瞬间一梦 心想真的可以相信二哥吗 但转念一想 看样子二哥是第一次做饭 不能打击他信心 于是他立马强颜欢笑地 给二哥比了个棒棒的手势 二哥见状更起劲了 疯狂倒入好友 看到婉婉内心吁吁 导得是不是有点多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热乎乎的阳春面便做好 起锅之前 二哥还不忘撒上葱花点缀 婉婉看着色香俱佳的面 馋得发发口水直流 于是他飞速地炫起了荷包蛋 然而刚咬一口就秒变黑脸 二哥 荷包蛋为什么是甜的呀 文言二哥哈哈大笑 这是明星的品味 婉婉为了不想打击二哥信心 又无奈夹起阳春面 就在二哥凑近之时 阳春面突然断裂 二哥健壮蹲脚落哭唧唧 婉婉辛苦你 二哥带你出去吃吧 文言婉婉立马安慰 二哥你第一次做饭已经很棒了 画面一转 婉婉在番茄餐厅吃到肚子快要爆炸 二哥健壮 赶忙问婉婉会不会吃太多了的 婉婉疯狂摇头 当然不会 婉婉只是有宝宝 比如金针菇宝宝 调皮宝宝及一百只小龙虾宝宝 文言二哥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你这小肚子厉害 起料话音刚落 二哥电话叮铃铃响起 待她定睛一看 瞬间下到瞳孔地震 完蛋 是梅姐 少不了IP了 小女娃被一把拎起 竟只是因为男人接了个电话 就在刚刚 梅姐突然来电 二哥下到瞳孔地震 火急火燎的赶回家 刚开门却发现梅姐已在等 带着百分百的怒气 二哥硬着头皮进门喊梅姐 这时梅姐直接站起发飙 说好的不点外卖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外卖盒 一旁看戏的婉婉 甚至添油加醋 文言梅姐怒气飙到顶端 苏语时 你就是这么扯谎骗我的吗 二哥见状吓到呆愣 赶忙卑微承认错误 梅姐懒得理会 让二哥去酒会找聂思泽 晚晚听到聂思泽大吃一惊 就是那个不出道 就要回家继承家业的哥哥吗 对啊 你也想去吗 文言晚晚口水哗哗直流 要去要去 画面一转 二哥牵着晚晚帅气抵达酒会 偏偏就是这么凑起 下车就遇到聂思泽 晚晚热情say hello 哥哥是在等晚晚了 聂思泽惊讶万分 晚晚还记得我呢 当然记得 你说过不出道 就要回家继承家业吗 敲咪咪告诉你 其实晚晚也一样哦 这话一落 两人相拥而弃 同是天涯继承人 然而没过半晌 晚晚便已开始炫起了面包 还乖巧地让聂思泽去忙 不用管他 文言聂思泽感动得稀里哗啦 这是红一男凑近的刀 小女娃仅三岁 竟拿着板凳往自己头上砸 就在刚刚 红一男来找聂思泽的茶 聂思泽不想搭理 可红一男表面笑呵呵让路 脚上却开始耍小心机 聂思泽瞬间怒了 万松杰 你到底想干什么 别逼我出手 不然 不然我就 一旁的晚晚健壮狂塞面包 然后使劲全身力气狠狠一坐脚 疼得红一男娃娃大叫 接着晚晚问聂思泽要套麻袋揍他吗 聂思泽无奈道 不行 现在是法治社会哦 这是红一男送来犀利的眼神 而晚晚却一点不带怕地坐着归眼 红一男健壮怒气喊话 将他们给我绑了 这话一落 聂思泽抄起一瓶红酒 就往自己头上砸 别过来 碎酒瓶可不长眼睛 这波操作瞬间迷晕晚晚 好慢呀 说完晚晚便哒哒哒地跑向酒会小角落 有样学样地抄起小板凳往头上砸 别过来 不然我用脑袋撞于你们 话音刚落 小板凳瞬间碎成四分五裂 吓得众人大惊失色 而晚晚则捂着小脑袋喊话 再敢乱来 我让三哥送你玫瑰金锁脖 这时二哥恰好敢来 看到晚晚身旁碎裂的小板凳 二哥顿时吓到呆愣 他赶忙俯身检查晚晚伤势 看到额头红肿的晚晚 一脸心疼地将他抱起 然后又狠狠地瞪向红一男 我苏家的孩子是能随便欺负的吗 文言红一男顿时吓得全身冒汗 您 您听我解释 还未等红一男说完 二哥直接让人将他赶出去 男人只是看见小女娃脚边的碎板凳 便让人将红一男赶出去 文言红一男着急喊停 苏语时 我们毕竟是亲戚 何必呢 万一那小女子好歹叫你一声歌 我也比您大呢 这话一落 二哥嗨嗨一笑 难道还让我叫你歌不成 红一男顿时吓到瞳孔地震 我不是这意思 万苏两家虽是亲戚 但你只是万家旁戏 况且万一那丫头叫歌我乐意 而你 不配 这时往往喊二哥帮忙吹吹 文言二哥怒气飙升 段松杰 我妹妹脑袋你弄的 不不不 不是我呀 我可以解释 其料话音未落 二哥的拳头便随之垂向了红一男 你怎么敢 我都舍不得动他一根头 红一男贪坐在地库唧唧 我真的没有欺负他 可二哥完全不听红一男解释 又继续暴揍了他一对 晚晚见状思考半生 乃声乃气道 二哥 这是晚晚自己的杰作 他让聂大哥去他房间聊剧本 聂大哥不愿意 他就想叫人将我们保 我正当防卫 抄起板凳砸了脑 闻言二哥还不忘给他一脚 这么说我妹妹的伤势因你而起 这时保镖们骑上阵 继续痛扁红一男一顿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红一男爸爸气势汹汹的 怒气推开会客厅大门大吼道 是谁 敢欺负我的儿子 小女娃仅评一句话 男人竟暴揍自己儿子 就在刚刚 红一男因欺负婉婉婉 被苏语氏痛扁一顿 然而没过半晌 红一男爸爸便匆匆的 严厉呵斥谁这么大胆子 敢欺负我儿子 其量话音刚落 红一男爸爸吓到痛苦地震 苏二少 您 您怎么在这 二哥嗨嗨一笑 反倒是我想问问万总 带这么多人来我家酒店什么意思 红一男爸爸赶忙激动地说着ABC解释 闻言二哥不吱声 只是大手一挥 红一男便带了过来 红一男爸爸气得骂娘 是谁做的我儿子 二哥淡定回应是我 你当如何 红一男爸爸惊讶万分 苏二少一定是事出有因 这事晚晚发生 大叔 红一男爸爸瞬间怒气飙声 说要揍死这小兔子 然而却迟迟不动手 晚晚见状赶忙地上放球棍 罗 用这个才会长记性 这时二哥帮枪 我就这一个妹妹 万总儿子欺负我妹妹 我讨点说法不过分吧 红一男爸爸见苦肉计失败 只能上演真的苦情戏吗 疼得红一男娃娃喊妈救命 这时聂斯则向二哥表达谢意 二哥嗨嗨一笑 我为难他主要是因为他欺负我妹妹 谁让我妹妹在苏家地位最高呢 还有晚晚 你是咋的了 别人打你你不会打回去吗 干嘛拿板凳砸自己 晚晚非非傻笑 气氛到了吗 不过二哥 晚晚饿了 文言二哥无奈服额 我家小吃货味 聂斯泽赶忙推荐自家私房菜 晚晚开心地两眼冒泡 时间一晃就是半小时后 三人顺利抵达私房菜馆 二哥这才是艰难搞到的VIP 竟是聂斯泽的菜馆 晚晚则毫不吝啬竖起大拇指 大哥的好厉害 没过三秒 晚晚疯狂炫饭 口中还不停地夸赞饭菜 是 文言聂斯泽双手献上店里金 欢迎晚晚随时来吃 正当晚晚沉迷于手中的金 是 二哥随即邀请聂斯泽加入他工作室 聂斯泽受宠若惊 我真的可以吗 当然 你很努力 我看好你哦 三岁小女娃 竟要坐镇天使会 就在刚刚 晚晚开心地炫完食品奶后 一脸呆萌地问二哥是不是还有工作 二哥嗨嗨一笑 是的 工作就在帝都 文言晚晚思考半生 那二哥送我去找德寿师弟 晚晚想问问上次隧道坍塌的凶手走到门 这话一落 二哥也突然来了兴趣 却被晚晚直接拒绝 你就不用去了 毕竟你不靠谱在我们苏家是出了名的 就这么被嫌弃 二哥的热心瞬间碎成渣渣 但小时候 晚晚愉快地和二哥嘶嘟吧 却转身就遇到了怀孕失职 失职赶忙俯身恭敬作一 不料却被晚晚指点说要以学习为主 失职飞飞一笑 我已经尽宝送名单了 文言晚晚尴尬万分 怪我多嘴 这时失职问晚晚来找师父是不是有事 他可以带晚晚去找师父 起料话音刚落 转身便遇到了德寿师弟 师弟激动地报警晚晚 小师姐 你怎么来了 我想问问上次隧道坍塌的坏人找到了吗 文言师弟一脸为难 早是找到 我们天师会和帝都行侦成立的专案小组 经过一个月追查 发现这个人名叫张清荣 一直帮免川老大干坏事 但我们派出去的很多人员都遭到他的破号 文言晚晚气呼呼 师弟你一定要好好收拾他 哎呀 小师姐 都怪师弟无能 打不过他呀 文言晚瞬间气着 那就用我的七星剑砍他 师弟见状赶忙拦下 被他跑了还没找到了 不过我待会儿还得去闽南看看 小师姐能否帮我个忙 文言眨巴着他那卡兹兰的大眼睛 什么是你说 下一秒师弟秒变严肃脸 想请小师姐坐镇天使会 三岁小女娃 竟化身打工仔 就在刚刚 得寿师弟请文言坐镇天使会 毕竟现在各地怪事频发 他实属分身乏力 而且归期未定 文言晚晚思考饭上 如果答应你 天使会厨师给我包饭吗 师弟无奈服额 放心 管小师姐宝 那晚晚算打工 有工资吗 交无险一惊吗 文言师弟非非一笑 有 都有 晚晚露出一丝满意的笑 行 我答应 黄昏过后 晚晚坐庭院腾鸡腿 不料张庆荣躲角落里吃瓜 这老家伙 本想着来个调捕离山 没想到他竟安排 苏晚坐镇 真气人 晚晚则一边啃鸡腿 一边掐指小蒜 最近三哥朋友麻了 这时二哥恰好赶来 晚晚 哥哥接你回家了 小家伙吃得满脸容易 火食不错吗 晚晚奶蒙喊二哥 挪 给你吃鸡屁 二哥健壮满脸拒绝 一个不小心摔倒在地 晚晚不挤 平时笑天犬抢着吃的东西 二哥为什么嫌弃 文言二哥轻拍晚晚头 我和笑天犬能一样吗 晚晚眼前顿时一脸黑线 开个玩笑吗 打闹一番后 二哥催晚晚快回家 晚晚赶忙挣脱二哥的手 等我一见 于是晚晚立马施起小魔法 巴拉巴拉小魔仙 是了 怀孕诗之瞬间感觉全身暖流涌动 接着晚晚交给诗之福指 交代好他要把福指贴在天师会门口 思考半晌后 他依旧不放心 晚晚又将七星剑交给他 有六丁神和七星剑双保险 天师会便是安全的 我刚算出三哥最近有麻烦 晚晚怕顾不过来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晚晚先回家了 可看着晚晚离去的背影 却让人悲感心安 就在刚刚 二哥喊晚晚快回家 晚晚还不忘师弟嘱托 走之前设下六丁神 留下七星剑双保险 然而晚晚没走三秒 张庆荣便瞬间开始兴奋 他立马开始掐绝 心想今天一定要给天师会一个教训 然而下一秒天空开始轰隆隆打雷 不料雷却直接劈向了张庆荣 幸好他眼睛手快抖 不过他同僚就遭殃了 天师会弟子健壮还在惊奇 为什么只打雷不下雨 可怀孕失职却会心已小 晚晚小师伯虽然才三岁 做事是真靠的 画面一转 二哥求爷爷到奶奶 让三哥帮忙带晚晚一周 三哥无奈答应 拖着熬了一宿的身体 给晚晚买了小笼包 其料晚晚这小吃货 眼里只有早餐 却不小心给三哥一锤子 三哥阿悠悠凑近 晚晚奶蒙抱歉 这是晚晚特意给三哥调制的药膏 只要抹完 三哥头上的伤疤就消散了 文言三哥温柔say thank you 晚晚则气呼呼回应 三哥想谢我就快去收拾 苏又卿那对母女吧 你这大好青年 名声都被他们毁没了 以后还怎么给我找嗓子 三哥羞涩硬鹤 是是是 晚晚说的都对 不过晚晚 三哥给你换个新幼儿园怎么样 此话一出 晚晚瞬间经落手中小笼包 不不不 我不要 三岁小女娃因是个小吃货 竟被嫌弃了 就在刚刚 三哥建议让晚晚换个幼儿园 文言晚晚瞬间惊掉下巴 不不不 我不换 晚晚还得保护小吃哥哥呢 三哥见晚晚气呼呼 秒怂认错哄晚晚 晚晚秒变开心状 三哥 这周你带我是吗 对对对 不过我们先要去警局上班哦 晚晚一脸惊慌 可是我这鸡窝头咋办 文言三哥嗨嗨一笑 放心 行政课里有小姐姐会 起聊半个钟后 三哥才知小姐姐们都出外情了 这是同事建议三哥找逢菊问问 之前看他办公桌上有小女孩照片 于是三哥无奈抱起晚晚 只能这样 画面一转 三哥礼貌敲响逢菊办公室房门 冯菊一脸疑惑问三哥怎么了 然而还未等三哥开口 冯菊便两眼冒着金光 这小女娃好漂亮 你哪捡来的 三哥尴尬一笑 这是我妹妹苏晚晚 此话一出 冯菊瞬间吓到呆愣 听说苏晚晚饭量太大 今天吃过早饭没 晚晚听到这顿时炫起了小鸡肉 吃辣 吃了24个包子 文言冯菊立马喜笑颜开 三哥见状让冯菊帮晚晚梳头 冯菊顺势答应后 才想起个局说苏晚晚是个小魔头 但谁让婉婉又这么讨人喜欢呢 于是他立马拿起了梳子 婉婉秒变开心壮 转身却发现冯菊身上有阴气 他赶忙掐指小算 不好 有麻烦 这时冯菊说小辫子杂好了 婉婉开心say thank you 送你小锦囊可保平安哦 当女娃仅三岁 却能轻松抬起一辆小轿车 就在刚刚 婉婉还在冯菊办公室愉快地看着动画 突然听到锦铃响起 婉婉立马飞奔跑出办公室 却见三哥着急地喊筷子 婉婉也随即跟在后面 婉婉 等等我 这时三哥惊讶转身 婉婉你怎么演 还未等婉婉回应 三哥突然想起隧道坍塌 是婉婉帮了好大忙 于是三哥便问婉婉 能不能搬开小轿车 文言婉婉拍拍三尺小胸土 放心 交给我 接着婉婉直奔小轿车 轻松将他抬起 发现有试运符 婉婉气呼呼 又是张青龙坐的腰 而婉婉看着奄奄一息的人 婉师兄急匆匆打 婉婉瞬瞬间喜笑颜开 和婉师兄汇报伤员情况 文言师兄摸摸婉婉头 你做得很棒 然而没过三秒 师兄便让三哥通知病人家属 情况不妙 婉婉瞬间坐不住 为什么好人不能偿命 就在这时 婉婉好像突然想到什么 于是他快速失起小魔法 口中不停地念着ABC 6.18秒后 病人渐渐恢复意识 嘴角微微颤抖 婉师兄健壮赶忙跑来查探情况后秒走 他一脸严肃地看向婉婉 婉婉则飞飞一笑 他是好人 所以命还长 一生都束手无策的人 小女娃竟逆天而行救了他 婉师兄见病人恢复意识才秒懂 他瞬间眼神变得犀利 婉婉 你自己小心点 下不为例 说完婉师兄便赶忙回去救病人 这时三哥俯身和婉婉确认受伤的人是不是他救 婉婉乖巧点头 不救他就没命了 可三哥心想刚莫青春表情严肃 一定有蹊跷 于是他又问婉婉救了受伤那人 你有什么影响吗 文言婉婉尴尬回应 那个叔叔气数已尽 婉婉这算逆天而行 三哥瞬间吓到呆了 那你会 会怎么样 哎呀 没事没事 就是婉婉最近要倒霉点 其量话音刚落 婉婉就自己扮了一脚 瞬间摔了个四眼八叉 三哥吓得小心脏扑通扑通 赶忙着急问婉婉痛不痛 婉婉嗨嗨一笑 幸好平时的饭没白吃 这话一落 三哥不禁宠密地敲了敲婉婉 慢点走 三哥这次会牵吻你 半课钟后 婉婉便躺沙发上耍赖 什么 我的红烧肉没有肉 差评 这小吃货 急得三哥芳芒再叫一份 这时怀孕失职恰好感 婉婉开心地飞奔跑向失职 不料重心不稳 又摔了个狗吃屎 失职见状赶忙将婉婉扶起 婉婉尴尬一笑 失职怎么来了 是行政科警官给天师会打电话 所以我来看 文言婉婉瞄斗 立马拿出刚刚的失运符 失职震惊得就像失职 又是张清荣 不不不 我刚开始也以为是她 后来细想才发觉这次不是她 刚女娃只是救活一个伤员 竟连摔三十个四仰八叉 就在刚刚 既婉婉扮倒自己后 又因重心不稳 摔了个狗吃屎 婉婉尴尬一笑 真一天救人 倒霉是不是来得有点太快了 就在这时 怀孕失职恰好赶来 婉婉赶忙拿出车祸时捡到的符纸 失职脱口而出示张清荣 婉婉疯狂摇头 咕咕咕 呐 你看这个 隧道坍塌是我拍下的 可我手上拿着的区别 失职瞄斗 今天这个是夺命符 但不是张清荣 还能有谁呢 婉婉思考半生 也许得问问那个叔叔本人了 于是他转身问三哥 那个叔叔怎么样了 放心 医院说已脱离生命危险 听到叔叔没事 婉婉便让失职先回天师会 可失职刚走还没过三秒 婉婉便哀悠悠喊 三哥赶忙俯身茶套 是膝盖流血 婉婉你别动 三哥去找酒精棉球给你消毒 半课中后 三哥一脸愧就给婉婉倒气 婉婉暖心回应 是我自己摔的 三哥干嘛要道歉啊 而且婉婉快四岁了 不是三岁小孩了 不过三哥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饭了 三哥尴尬一笑 你这小吃货味 今天带你认识一个帝都来的朋友 婉婉一脸疑惑 帝都来的朋友难道是和群哥哥 画面一转 婉婉刚到饭馆便疯狂点菜 三哥赶忙阻止 婉婉你确定三十道菜能吃完吗 这时三哥朋友恰好赶来 三哥健壮热情say hello 婉婉和三哥朋友震惊对视 是你 你你你 三哥震惊的就像三哥 你们认识 当女娃只是看了男人一眼 竟震惊的说不全话 你你你 这这这 嗯哼 和群哥哥你怎么来了 和群嗨嗨一笑 我这笨脑袋瓜味 咋就没想到你是老大的妹妹 文言婉婉秒变严肃脸 话说你要给我买个泡面 哎呀 抱歉 工作太忙 我等会再给你多买一箱行吗 婉婉顺势比着爷 那就是两箱哦 三哥健壮也加入谈话 放心 三哥监督他 起了话音刚落 和群鸟变小哭包 老大你能醒来 真是太好 回想两年前我们被派去缅甸 几次死里逃生 没想到收网的时候 老大你就出意外了 三哥健壮俯身安慰 哭什么 我这不好好的吗 就在这时 婉婉暖心地上餐巾纸 何穷哥哥 实话说你哭起来丑暴 文言三哥赶忙抱起婉婉 就你话多 还得感谢何穷救了你 不然一直在李春梅那就糟糕了 这话一落 何穷嗨嗨一笑 说起来还得感谢婉婉给你 不然我早就小命不保了 婉婉才是有福报之人了 就在这时 服务员恰好来上菜 婉婉瞬间开启疯狂炫饭模式 时间一晃第二天 婉婉刚想敲逢局办公室门 不料却听到三哥声音 于是婉婉瞬间趴起了墙角 上面的意思是该收婉婉 位置就在你家 文言三哥震惊八十分 你说的是秦柳玉 这话一落 婉婉也瞬间坐不住了 什么 又跟秦柳玉那对母女有关 小女娃只是拿起一根金针 竟露出了一丝匪夷的笑 就在刚刚 婉婉趴墙角听到三哥和冯菊说到秦柳玉 她瞬间眼貌惊心 三哥 我就说要早点去收拾那对母女吧 三哥震惊八十分 婉婉你怎么在这 哥哥在工作 你先出去好不好 文言婉婉怒气飙升 三哥你说好要去收拾他们的 冯菊见状笑呵呵 燕青你这妹妹怪可爱的 这时三哥疑惑问秦柳玉 为什么会牵扯进你 冯菊秒变严肃脸 因为她和缅川老大来往密切 我们怀疑 你之前被报复也可能是她的杰作 那上面给的方案是什么 三天后 扼煞会去帝都最大娱乐场所交易 已婚在其中随机应定 文言三哥眼神秒变犀利 也该算算账 半课中后 婉婉激动万分 三哥三哥 我们是不是要去干假 你这小脑瓜味 学习能这么积极就好 不过我们确实要去找青柳玉一趟 文言婉婉秒变开心脸 那我们能先回家一趟吗 起料刚到家 婉婉便拔出一根凝针 三哥苦笑 婉婉 你笑得这么阴险 好像反派你知道吗 什么嘛 三哥你不是说要做他们的吗 我是想着他们要是不扛揍晕了 我就扎醒他们继续走 还有苏又轻又不是女闺女 不准他跟你姓苏 三哥随即应和 好好 半小时后 刚到秦柳玉家门口 三哥便惊呆了 这时婉婉自信昂扬 三哥 快夸我 都是我干的 我是不是超厉害 文言三哥如万箭穿星 这可是我的房子 可谁让你是我妹呢 那你下次就批狠点吧 三哥 你怎么知道我这次要来很怕 看 这话一落 三哥竟无语泥烟 转身去暗响门铃 然而不到三秒 秦柳玉妈妈开门骂铃 可见倒是婉婉后 他瞬间怒气飙升 哎呦喂 又是你这小胖妞 小女娃只是喊了声爸爸 婉婉竟直接甩开一个大鼻洞 就在刚刚 婉婉和三哥来找秦柳玉 其料秦柳玉妈刚开门便开始骂娘 还说要喊警察局长女婿来抓她们 文言婉婉怒气发飙 你喊吧 互怕互 然而下一秒 婉婉却瞬间呆了 房子 房子竟然是我们家的 三哥尴尬一笑 对啊 是我名下的房子 婉婉瞬间泪如雨下 我的房子喂 就这么被我造美 三哥见状震惊八十分 不是我的房子吗 思考伴赏后 三哥俯身安慰婉婉婉 放心 三哥这就去找秦柳玉赔钱修房子 文言婉婉一跃而起 那行 婉婉给三哥开门 三哥内心哭唧唧 婉婉你是真能造啊 你这一脚 三哥修别墅的成本又涨 可婉婉却无事喊着秦柳玉 快开门 我知道你在家 你别躲在家里不睡 秦柳玉妈见这架势 再次搬出警察局长女婿吓唬 三哥终于忍不了 直接亮出自己的警察身份 这波操作瞬间吓坏秦柳玉妈 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 于是她赶忙灰溜溜跑回家 婉婉见状不想等了 直接说要拆架 三哥刚大拦下 爷啊 我带了钥匙 婉婉嘀咕道 三哥你咋不早说嘞 此时别墅客厅内 秦柳玉一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婉婉帅气进场 苏又卿健壮只能硬着头皮喊爸爸 气得婉婉两眼冒金光 我是不是说过不许你这么喊 可苏又卿却完全无视继续喊爸爸 气得婉婉直接给了她一大逼动 我说过的吧 再喊我就要揍你了 新年已至 夕月在此祝宝子们新年快乐 喜气洋洋 稳稳当当 顺顺畅畅 一切如愿 90度鞠躬感谢宝子们这一年的陪伴 女人迟迟不开门 其料小女娃竟飞踢闯路 可苏又卿却热情迎上三哥喊爸爸 气得婉婉直接给她一记大光 苏又卿怒气发飙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不算东西 那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秦柳玉见状来帮腔 别太过分苏婉婉 文言婉婉两手一摊 我不过分了 倒是你们过分了 我三哥大好青年 名声都被你们毁了 以后还怎么娶嫂嫂 是吧三哥 快去收拾这老女人 三哥温柔硬鹤 随即便哒哒哒指逼秦柳玉 秦柳玉吓得瑟瑟发抖 支支吾吾才吐出你干什么 文言三哥怒气发飙 说着一通ABC的质问秦柳玉 问得秦柳玉一阵颤抖 直到三哥亮出银色大手作 秦柳玉这才吓到瞳孔地震 随即装心脏疼要晕倒 苏又卿见状赶忙哭唧唧求爸爸放逼 可这话让三哥怒气飙到底软 刘又卿别乱喊 幼儿园的杀人犯是不是你叫来的 这话一落 刘又卿瞬间吓到震惊 思考半晌后 她便开始车晃走便 可绵绵老师说当天是你亲戚生日 你妈妈才把你接走 我倒想问问 你们在帝都有哪门子的亲戚 这话一落 刘又卿差点吓得瘫倒在地 这笨女人怎么找的烂借口 秦柳玉见形势不对 眉头一皱 开始咬死是婉婉气人太甚 刘又卿随即也开始添油加醋 气得三哥咬牙切齿 你们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 起量话音刚落 秦柳玉突然抱紧三哥大腿 这都怪你 当初答应我丈夫要照顾我们 把我们接出来后 不管我们的也是你 三岁小女娃 竟敢找男人要手枪吐吐吐 就在刚刚 秦柳玉见三哥亮出银色大手镯 吓得他飞速抱紧三哥大腿 上演一出奥斯卡好戏 文言婉婉拍手叫绝 阿姨 戏眼过了 秦柳玉见状怒气发飙 苏婉婉 你干什么总是揪着我不放 还未等婉婉回应 三哥便霸气甩出逮捕链 秦柳玉 看清楚 我是依法逮捕你 这波操作吓得秦柳玉瞬间呆愣 然而下一秒 他便薅起了三哥腿发 婉婉见状立马拍起了视频 看 老女人袭警了 文言三哥嗨嗨一笑 婉婉 你这样好像逗逼反派了 半课中后 三哥顺利逮捕秦柳玉 突然婉婉一惊喊完蛋 吓得三哥小心脏秃秃秃 婉婉咋了 我突然想起来秦柳玉还没还钱呢 我的房子位 文言三哥笑呵呵 放心 这是交给我吧 婉婉乖巧硬喝 随机询问三哥为何不抓刘又青 因为他还未成年 伤害大哥的证据也不足 我明白了 师父从小教婉婉要遵纪手法 那等他长大了 婉婉再来收拾他 好了好了 我们该回去了 不料刚到车上 婉婉便开始唉声叹气 三哥一脸迷惑问婉婉怎么 婉婉奶蒙回应 不知道怎么就感觉惑然开了 那可能是因为婉婉长大了 话说下个月婉婉四岁生日 有什么想要的礼物吗 有啊 我想要三哥的吐吐吐 文言三哥嗨嗨一笑 婉婉你是真敢想啊 一般人是不允许持有的 而且你太小 不过等你长大当警察就可以有 喜料话音刚落 婉婉疯狂咬头 不不不 我长大后要当很厉害的中医哦 老祖宗的东西不能让他丢失了 文言三哥喜笑颜开 婉婉真棒 那你要加油哦 小女娃只是喊了声恶 男人竟怒气发飙 就在刚刚 三哥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却不小心吵醒了熟睡的婉婉 三哥一脸愧就问婉婉饿了 其料婉婉毫不犹豫的喊超级饿 却忘记及时收拾桌上的外卖参与 见三哥怒气发飙 婉婉思考半赏后便把锅甩给笑天去 是他饿了 让我给他点外卖 三哥无奈服了 你这小吃货问 说完直接给婉婉脑袋一记小拳拳 你还是跟我去警局吧 半课中后 婉婉便丢给冯菊书头 突然婉婉奶蒙问冯菊 照片中的女孩是你女人吗 文言冯菊瞬间失落 是啊 如果她还在 其料话音未落 冯菊突然两眼冒金光 因为婉婉说冯菊的女儿就要回来 冯菊激动万分 婉婉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比珍珠还真 婉婉亲自算 这话一落 冯菊喜笑颜开摸婉婉头 这时三哥恰好走 婉婉飞奔跑向三哥 这么开心呀 发生什么事了 婉婉正惊威战 冯菊马上要找到女儿了 文言三哥瞬间吓到呆了 真的吗 那什么时候能找到 婉婉右手脱腮 天机不可泄露 就在这时 冯菊恰好取快递婉婉婉婉婉 婉婉正惊的就像婉婉 这么重的飞气 冯叔叔刚去哪了呀 小女娃仅三岁 却想带着狗狗进酒吧 就在刚刚 冯菊只是出去拿了个快递 回来便把婉婉吓得惊呆 冯叔叔 你干啥去了 这才不过一刻钟时间 你脸上的金光咋变死去 婉婉赶忙掐吃小蒜 出事了 冯叔叔 婉婉给你的锦衣 冯菊摸索半天 才发现锦衣已大变眼 三哥见状瞬间坐不住了 冯菊 你刚遇到什么事了吗 冯菊思考半晌道 我就取了个快递 再顺路给婉婉订了蛋糕 不过差点被一辆摩托车撞倒 幸好我眼机脚快 这话一落 婉婉和三哥同步震惊 然而没过三秒 婉婉刚想说些什么 却被下属无情打断 苏菊逢菊 有紧急任务 此话一出 三哥一脸抱歉 婉婉 你乖乖待警局 别乱跑 文言婉婉掐指小算 不好 三哥有麻烦 于是他赶忙呼叫家里阿姨 立马把笑天犬送来警局 半小时后 笑天犬带着婉婉飞驰在大街想象 突然在一家番茄酒吧门前停下 笑天犬发挥他那超级灵敏的嗅觉 确定了地点后 便朝着婉婉汪汪汪 然而刚进门 却被服务员无情拦响 抱歉 小朋友 酒吧不允许带狗狗 况且你还未成年 也禁止入内容 婉婉思考半生后 奶蒙撒娇说要找哥哥 服务员热情回应 你哥哥叫什么 叔叔帮你整 婉婉心想不能破坏三哥任务 于是便胡扯说不知哥哥名字 只认得人 其料还是被服务员无情拒绝 就在这时 三哥惊现身后喊婉婉 小女娃骑着狗狗去酒吧 不料却被男人严厉呵斥 就在刚刚 三哥接到紧急任务 必须马上行动 还没等婉婉把话说完 三哥便扬长而去 婉婉见状瞬间坐不住了 骑上笑天犬狂奔跟去 恰巧刚到酒吧便遇到三哥 三哥一脸惊讶 婉婉你怎么来了 哥哥在工作 你和笑天犬先回家好不好 婉言婉婉气呼呼 我不 工作没有命重要 要回你让冯叔叔回 不然他就没命了 什么 这是婉婉算出来的吗 对啊 冯叔叔的命格被赶了 今天就是他死期 三哥心想婉婉的挂象一向很准 既然只说冯局会没命 那就说明我会平安无事 于是三哥故意怒气发飙 呵斥婉婉快回家 婉言婉婉累眼汪汪 三哥肯定是担心才凶我 思考半晌后 他一把拉起三哥 要回一起 三哥怒气甩开婉婉 懒得管你 别跟着我 看着三哥离去的背影 婉婉内心哭唧唧 我是不是给三哥添麻烦 现在该怎么办呀 没过三秒 婉婉还是决定要保护三哥 于是他让笑天犬先回家 他要独自去找三哥 不料刚走到两男人身后 他这小吃货属性变神仙 综发男一把拎起婉婉 哪来这么可爱的小家伙 看婉婉流着一哈拉的口水 综发男拿起一鸡腿斗去婉婉 想吃就吃吧 婉婉拿起鸡腿 哐哐哐地啃咬起来 综发男健壮一脸温柔 小朋友 你爸妈没说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吗 婉婉奶萌道 爸爸没说呀 综发男嗨嗨一笑 你怎么这么小就敢来酒吧呀 婉言婉婉震惊八十分 差点忘记正视了 他敢忙掐指小算 让综发男早点回家 最后还不忘礼貌C三平 综发男看着婉婉离去的背影 不禁胆恺有意思 只是忘记问小家伙名字了 小女娃淡定自若 可男人却早已吓得全身冒汗 就在刚刚 三哥随手甩开婉婉去执行任务 可婉婉不想三哥有危险 于是便决定独自去找三哥 婉婉边找边算 不到半课中 便顺利找到三哥 三哥见状震惊八十分 婉婉 你怎么又回来 我担心你们呢 三哥冯叔叔快离开 不然恐有性命之忧 最主要的是 你们要找的人不再转 文言三哥和冯菊默契的两眼对视红 便一脚踹开房门 不料却空无一人 看来计划又落空了 可婉婉却静止走到一幕相前 刷得一把拍起 吓得冯菊一脸呆愣 而婉婉抬起炸弹喊三哥 快看 三哥看着上面倒数的数字交集万分 快 让警卫用最快的时间疏散人群 我来拆弹 婉婉则乃蒙喊三哥 剪蓝色的鞋 三哥看着炸弹紧张的泪如雨线 婉婉你别碰 三哥拆弹可厉害 文言婉婉嗨嗨一笑 我不怕呀 倒是三哥你手别抖啊 这时传呼机里传来人群已疏散的消息 三哥变得更加紧张了 婉婉却依旧淡定喊着剪蓝鞋 思考半赏后 三哥利索地剪下蓝鞋 成功解除巉姬 三哥长输一口气 然后他抱起婉婉朝门外走去 恰好逢菊着急凑近问结果 听到巉姬已解除 才终于放下悬着的心 这时三哥好奇问婉婉 你是怎么知道剪蓝鞋的呀 婉婉思考半生道 这个吗 我乱猜的呀 文言三哥逢菊同时感慨 婉婉不愧是小警力 当女娲仅三岁 却要求男人必须24小时跟随她 就在刚刚 三哥和冯菊执行紧急任务 婉婉见不得他们有危险 于是便跟随助力 成功解除炸弹风险 可三哥却对婉婉怒气发飙 婉婉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让你先回家怎么又折合了 万一你出意外 爸爸非打断我过腿子不可 文言婉婉哭唧唧 抱歉三哥 我也担心冯叔叔 这波操作瞬间吓得三哥呆了 冯菊见状俯身安慰 哎呀 别怪婉婉啊 再说小团子可是今天的大功臣 行行行 婉婉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好了 婉婉紧尊三哥教诲 不过三哥 冯叔叔命格被打了 今天就是死期 三哥一脸闷闷 炸弹危机也没有改变结果 没有呢 反而更严重了 什么啊 那我今天适不适应 不不不 三哥淡定 你没事的 文言三哥长舒一口气 那有解决办法 办法就是让冯叔叔24小时跟踪 因为紧接着他马上就要经历下一场劫 这话一落 冯菊瞬间吓到惊呆 婉婉则非休非休地开始化情 冯叔叔 这些福祉必要是可保平安 一张九块九 骨折驾 文言冯菊嗨嗨一笑 得累 马上转 就在这时 三哥大喊冯菊快跑 其料冯菊吓得全身冒汗 我为什么动弹不动 婉婉见状快速是其小魔法 巴拉巴拉小魔仙 是 6.18秒后 冯菊喜笑颜开 我能动了 这时黄一男一脸交集下车 抱歉 刚不知为何突然刹车失灵 文言婉婉秒变严肃脸 看来对方杀心很重啊 小女娃只是听到一个女人的名字 竟怒气拍裂桌子 就在刚刚 冯菊差点出车祸后 婉婉便要求 冯菊必须待在她的可视范围内 婉菊一脸惊恐 那叔叔多久能破除死期呢 文言婉婉非非一笑 只要过了今晚12点就好了 这是三哥问秦柳玉的审问情况 冯菊表示 他确实和恶煞温李润有交流 三年前恶煞为了报复你 故意接近秦柳玉 但是关于你遇害的事 他说不知道 起料话音刚落 婉婉趴得一整拍裂桌子 冯叔叔 你一定不能放过害三哥的人 文言冯菊吓得一脸猛逼 叔 叔知道了 这时三哥温柔安抚 放心 秦柳玉后半辈子都得在监狱里 苏又卿也被送回老家了 婉婉哼哼一笑 都是他的报应 突然下属破门而入 苏菊冯菊 温李润出现了 文言三哥冯菊同时看向婉婉 下属见状瞬间坐不住了 看婉婉干嘛呀 这次他肯定丢不了 思考半晌 三哥拎起警帽准备出发 婉婉却瞬间兴奋了 我也要去 去可以 到了目的地 婉婉得乖乖带车里 可是婉婉不去的话 冯叔叔就要没命哦 那也不行 太危险 我会保护好你冯叔叔的 然而下一秒 三哥刚上车 婉婉便开启奶蒙攻势 婉婉很能打刀 婉婉超厉害 不会给你们拖后腿 婉婉想要保护冯叔叔 他女儿还等着他呢 三哥无奈扶额 行行行 你必须紧跟在我身后 婉婉开心的手舞足蹈 你们要抓的人跑不了 半刻钟后 他们便顺利抵达娱乐场所 三哥一把抱起婉婉 禁止朝里面走去 可旁人却议论纷纷 来婉怎么还带个娃 三哥完全无视 这时冯局说 打不通报警人的电话 文言三哥交集万分 快找人 怕不是报警人被发现 男人命中死气 只有婉婉能破 可三哥却拒绝带着婉婉 不行 太危险了 而婉婉不死心 疯狂发射奶蒙信号 三哥终于心软答应 然而刚到目的地 却发现报警人电话打不通 什么 快找人 怕不是出事了 于是他们非复狂奔去找人 没过三秒 婉婉却停下掐指小算 不好 三哥 最后一间房有问题 文言三哥逢局默契被好手枪 接着砰的一声踹开房门 不料却看见一群人 东倒西歪地躺着 三哥见状秒变严肃 不好 有人受伤 快通知楼下的人 抬单架上来 而婉婉瞬间泪目 温润里真坏 害了这么多条人命 这时温润里同伙恰好来到房间 他以迅雷不及掩而知识 拿枪对准冯局 6.18秒后 只听见砰的一声子弹 朝冯局而去 冯局瞬间吓到呆愣 幸好只在你0.01的距离 与他擦肩而过 正巧打中了温润里 三哥健壮立马拿起手枪回击 砰砰砰直击 温润里同伙心脏 他瞬间倒地不起 三哥一时没反过神 婉婉着急喊三哥三哥 可三哥却一把报警婉婉 幸好你没事 刚太危险了 婉婉嗨嗨一笑 三哥放心 子弹是打不到我的 那子弹是朝着冯叔叔去的 我本来想让子弹往沙发上去 没想到改命格的就是温润里 所以子弹就打在他身上 也许这就是做坏事的报应吧 男人只是去取了个快递 竟然来杀身之火 婉婉掐指小算 原来是扼杀温润里通过快递交换 改了冯叔叔命格 看来是15年前冯叔叔发起的一场收网行动 才导致温润里一直怀恨在心 找机会刺激报复 文言婉婉趴得拍响多子 我就说命格是不能随意改的 婉婉真乃胸模样 吓得三哥瞬间傻眼 好啦 别想太多 你该准备准备去上学了 婉婉瞬间又按了 接着刷得哇哇大哭起 我不要上学 三哥无言 同样的招数你倒是屡试不属 片刻后 三哥搬出顾方持饮用 婉婉瞬间兴奋了 分分钟换好衣服 推三哥快去开车 三哥健壮嗨嗨一笑 我这妹妹问 这么早就要被这臭小子拐走 半课钟后 婉婉闪现幼儿园 看到顾方持瞬间泪眼汪汪 小胖健壮喜出望外 心想婉婉终于看到我的好了 于是他热情张开双臂准备迎接婉婉 不料却扑了个空 小吃哥哥 婉婉好想你啊 小胖的腿瞬间像惯了牵势的挪不动 你们 你们俩用得着每天这么秀恩爱吗 就在这时 绵绵老师喊小胖出来一些 小胖赶忙收拾好受伤的心情直奔绵绵老师 婉婉见状震惊八十分 小胖身上怎么会有死气 于是他哒哒哒跑向小胖问他怎么了 文言小胖嗨嗨一笑 老师说我爸今天不来接我回家了 将女娃紧盯小男孩二十四小时 不吃不喝连厕所也不走 就为了能护她安全 可小男孩却完全不在意 婉婉这是怎么了 神神叨叨的 就在刚刚 绵绵老师喊小胖的瞬间 婉婉看见小胖身上有死气 婉婉着急问小胖怎么 小胖嗨嗨一笑 没什么 就是我爸今天不来接我放学 片刻后 婉婉掐指小算 是大凶了 小胖看得一脸猛逼 这是咋了 婉婉秒变严肃 小胖 我怪你今天有血光之灾 要是遇到危险记得打110 记住了吗 小胖一头雾水 婉婉怎么紧张兮兮的 可婉婉却一脸担忧 算不出小胖遇险的时间 思考半晌 她飞奔朝小胖的方向跑去 不管小胖做什么 她都要紧盯着她 终于熬到下课零响 小胖顿时松了口气 婉婉和顾芳池 为什么紧盯着我呢 怪吓人的 就在这时 小胖姑妈恰好进来 见此 小胖顿时喜笑颜开喊姑妈 姑妈嗨嗨一笑 说要接小胖放学 绵绵老师直接拒绝 希望姑妈等20分钟就放学了 可姑妈不一 说必须提前接小胖去参加宴会 绵绵老师见状无奈扁头 那好吧 可婉婉看着这一幕 总感觉心里有一丝不安 特别是这个女人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于是她二话不说跑上前 请等一下 小胖心里乐滋滋 婉婉是舍不得我走了 下一秒 她笑着和姑妈介绍 我的好朋友苏婉婉 文言姑妈俯身say hello 婉婉小朋友有什么事吗 婉婉自信昂扬 请问阿姨要带小胖去呢 参加一个宴会 婉婉也想去吗 与此同时 婉婉强话说要去要去 姑妈瞬间呆了 你去 你去的话 也得老师和家长同意 这话一落 婉婉霸气好话 自己可以做主 见此 顾芳池也跟着起风说要去 姑妈瞄便争鸣 那就别怪我 是你们自找了 小女娃随手捡的一小木棍 却能分分钟识别出方位 就在刚刚 小胖姑妈说要接她去参加晚宴 婉婉不一 因为她看到了小胖身上有死气 姑妈错愕 只能将婉婉和顾芳池一起带上 刚上车落座 小胖就说宴会上有烧饿 等等给你拿只大的 婉婉听得口水哗哗直流 一下车就拉着顾芳池直奔宴会厅 哇塞 真的有烧恶哀 这时顾芳池才意识到小胖不见 婉婉羞愧不已 哎呀 怪我贪吃 得快点找到小胖才行 不料刚跑两步 竟意外碰到了爸爸 两人同步错愕 爸爸着急问婉婉怎么 婉婉气喘兮兮 小胖不见了 我看到他身上有很重的死气 婉婉别急 爸爸这就通知江家人一起去找 片刻后 小胖爸爸将无名急匆匆打 我儿子怎么了 苏爸快速陈述事情经过 总之我们得先找到孩子 江无名不敢多想 但脑海中却浮现的是小胖姑妈 于是他着急地问 我们往哪找了 爸爸看向婉婉 你能算出小胖的位置吗 不能爷 不过婉婉有法宝 江无名一脸问号 什么法宝 在大家期待的眼神中 婉婉却飞速跑 登登登 就是他 他的三人一脸猛逼 就这 片刻后 婉婉失起小魔法 找到了 就是这个方向 小男孩以为要去吃大餐 却没想到自己成了别人的打餐 可女人却说姑妈这是为你好 就在刚刚 婉婉因贪吃辣了小胖 于是便喊上家长一起整 然而没过三秒 婉婉紧急刹车 嘘 小池哥哥 你有听见什么声音吗 顾方池把头摇得像波浪的 没啊 片刻后 婉婉说听见了小胖的哭声 真的吗 在哪里在哪里 下一秒 婉婉飞速拉起顾方池 哒哒哒地朝发出声音的方向跑去 婉婉气疯了 果然在这里 就在这时 紫衣男疯狂拽小胖头 疼得小胖哇哇大哭 见此 紫衣男奋力拿毛巾塞住小胖子 小胖直接脆了毛巾 紫衣男瞬间炸毛 阿爷 还没到时间吗 女人摇头 快了 还有一分钟 这时姜爸和苏爸恰好感 他们这是要干嘛 文言婉婉血气上了 他们在祭祀 小胖身上有祭祀的符址 看符文是三山国王的 师父说过 三山国王是地方守护神 最初记载三神山神词在朝中 只是想不到他们头发短 见识也短 怎么能想到这么愚昧的方式祭祀 就在这时 小胖被垂直抛向池里 婉婉被吓得五官扭曲 你这个蛇蟹心肠的女人 你快还我小胖 当女娃千钉万竹 有事打110找紧着 她同学小胖却觉得她神神叨叨 没过三秒 小胖就被轻姑绑架 一把丢进泳池祭祀 幸好婉婉一行人来得及时 将把才能顺利救下小胖 见此 小姑父瞬间不乐意了 不能让小胖起 她可是给山神的祭品 文言婉婉愤怒难饿 一拳道拔锤扬柳 你确定是小胖的亲姑 竟这么狠心伤害她 就在这时 小胖哭唧唧说爸爸怎么不早点来 将把怒气发飙 阿炎 到底是为什么 小姑吓得不敢吱声 小姑父健壮却跑来抢小胖 幸好被婉婉一把拦下 小姑父怒气飙升 你懂什么 用小胖就能放回我儿子了 我不懂 我看是你见识段 21世纪了谁还用活人当祭祀 你要喜欢当祭品 你自己当去吧 苏爸赶忙拽住婉婉 找你三哥来 婉婉愣住3.14米 对哦 我怎么忘了 于是婉婉快速拨通电话 喊三哥快乐 你等着 我三哥马上就给你送来银色大手镯 见此 小姑无奈say sorry 怪我们一是糊涂 你一句糊涂就能拿我儿子性命开玩笑吗 你清醒点 你儿子已经不在了 小姑瞬间吓得瑟瑟发抖 是啊 我的孩子没了 是我一直不愿相信 男人明明不会游泳 却奋不顾身跳下吃 但这并不是他不想活 儿子 不怕 爸爸来救你 小胖哭唧唧 今天吓死我了 姑姑这突然是咋了 你姑姑大概是想儿子想疯了 前几年他未婚先孕 孩子不到三岁就夭准 这时姜妈急匆匆赶 吴明 你没事吧 不会游泳还敢跳下去 说完轻轻拍了拍小胖 该好好学跆拳道 等长大了保护你吧 好的 妈妈你放心 文言姜爸感动得泪眼汪汪 姜妈却心疼抱着小胖的姜爸累着 你快放下他 他这么顿时 小胖嗨嗨一笑 妈妈 这是我好朋友苏婉婉 婉婉奶蒙say hello 姜妈俯身感谢婉婉 你是怎么找到小胖呢 就是随手捡的树枝 扔一下就找到他 姜妈听得一脸猛 这时小胖端来烧了 谢谢婉婉救了我 哦 请你吃 你早上还提醒我有血光之灾 怪我没在意 姜爸随即应付 我也是苏家人通筑 思考半晌 姜妈一货问婉婉是否会倒数 是啊 婉婉确实会一些倒数 她师父是倒数 所以有传授于他 此时另一边 婉婉一行人正愉快地炫着烧饵 婉无飘香 瞬间引来一只小香猪 婉婉撞了撞小胖 你说小香猪怎么做好吃 文言小胖瞄懂 不不不 他不能吃 婉婉你怕是还不知道我家的地位排名 我排在食物链的最底端 爸爸是第一 妈妈第二 小香猪第三 婉婉小长毛不解 是因为要等到过年才杀猪吗 文言小胖瞬间气着 不是啊 这时苏爸喊婉婉回家 婉婉奶萌say goodbye 记得过年喊我来吃小香猪啊 气得小胖握紧小拳拳 婉婉你故意的是不是 当女娃最不想让人知道 自己唱歌像乌鸦叫 偏偏小男孩替她告诉了所有人 就在刚刚 婉婉气呼呼催爸爸快点吃 吃完送我去幼儿园见小吃哥哥 然而刚到学校 婉婉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原来是六一快到了 又要排练和唱团 可婉婉担心自己五音不全 成不了幼儿园的扛把 文言顾芳池暖心安慰 没关系的 半个月前小胖就将你五音不全的事 告知了所有人 婉婉瞬间实话 这时小胖恰好走来 你们刚喊我是吗 婉婉怒气发飙 直接给小胖360小拳拳 紧接着拉着顾芳池离开 留下小胖在原地哀悠悠喊 片刻后 小胖急匆匆追来 婉婉你别生气了 不行我再给你揍一顿 婉婉 不想理你了 谁让你说我唱歌难听 小胖一脸猛逼 我没有说你唱歌难听 我只是说你一唱歌 我们所有人都无耳朵 你看你看 你还说没说 说完婉婉抱紧顾芳池大哭起 小胖一时摸不着头脑 对不起 不然我请你吃冰淇淋吧 好啊 那我要吃两个 片刻后 他们便来到冰淇淋摊 摊主给了婉婉最大的冰淇淋 他开心的两眼放光 双手捧着冰淇淋愉快的哈啧哈啧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此时校门外正停着一辆不明来路的车 等放学时 要对他们中最漂亮的孩子动手 老奶奶守在校门口十七行时 不吃不喝连厕所也不上 就为了等小女孩放学 可小女孩一放学 他却慌了 就在刚刚 小胖请婉婉去吃冰淇淋 回来就被绵绵老师说了 不许一个人乱跑 婉婉乖巧点头 实则慌得一批 幸好老师没有多问 不然吃冰淇淋的事就落下了 片刻后 婉婉男男 为什么我一听数学课就犯困 没过三秒便倒头睡去 突然被绵绵老师的叫声惊醒 婉婉惊慌失措 大吼一声道 绵绵老师一脸严肃 你说说我刚都讲什么 婉婉置无半天后扯谎 老师再讲七加四等于多少 那七加四等于多少 婉婉飞速掰算起三尺小手 我算出来了 答案是十一 绵绵老师惊喜万分 婉婉竟然算对了 这还是婉婉第一次算对两位数以上答案的题 顾芳池也鼓掌较好 婉婉超棒 时间一晃就到放学时间 婉婉气到炸毛 爸爸和干爹一个都没来接我 婉言顾芳池暖心安慰 婉婉别气 他们肯定是有事耽误了 再说你三个一会儿就来了 就在这时 走了一个陌生老奶奶 保安怒斥没看见牌子吗 要接孩子去专门通道 老奶奶完全无事 我是这孩子的外婆 说完便声拉硬拽婉婉 婉婉疯扎 我不认识你 推荡之际 残来一声等等 吓得老奶奶瞬间慌了 老人想拐卖小女孩 可老人却不知他三哥是警察 乖乖喂 你就跟外婆走 婉婉不一 这是保安喝令制止 你快放开她 婉婉随机应喝 叔叔 我不认识这老巫婆 老人嗨嗨一笑 她叫苏婉婉 不信你可以给她老师打电话 喜料话音未落 婉婉顺利甩开老人 松了吧你 我爸爸说外婆是艺术家 你哪里想了 见此 顾芳池赶忙护住婉婉 叔叔 她是人贩子 婉婉的外婆在国外呢 文言保安挥舞着木棍步步紧逼 老人见状尴尬车谎说不是 保安懒得搭理 扬起木棍准备揍老人 老人吓得惊慌失措 这时他同伙恰好开车来营救 老人一把推开顾芳池 趁机抢走婉婉 保安疯狂大喊却已来不及 正在顾芳池担心婉婉之时 三哥恰好赶来 他赶忙副叫封锁春天小花幼儿园所有道路 接着他紧急拦下出租 警察 现在需要征用你的车 快追上前面的面包车 文言司机一脚踩到180马飞驰而去 片刻后 却遇见面包车停在路边 三哥一脸疑惑 于是他赶忙下车查看究竟 起料刚打开车门的瞬间 就听见砰的一声爆 男人只是开个车门 却吓得全身颤抖 就在刚刚 晚晚被人贩子抢走后 三哥疯狂追捕 不到半刻中 却发现人贩子的面包车停在路边 三哥一脸焦急 刚想打开车门探得究竟 却被晚晚吓得差点丢了七十魂 见晚晚平安无事 三哥终于放下悬着的心 然而没过三秒 晚晚便哇哇大哭起来 三哥 打断别人的腿得进去蹲几年了 里面还要不要上幼儿园 三餐馆宝吧 这话问得三哥一脸猛 片刻后 三哥瞧见人贩子后心中了然 于是他温柔安抚 放心 晚晚是属于正刚防卫 文言晚晚分分钟停止哭泣 那我就放心了 刚以为要很久见不到我想吃哥哥了 缓过半晌 晚晚开始掰散人贩子 一个没啪 我还打断了老巫婆的土 谁让他刚推了我想吃哥哥 三哥嗨嗨一笑 晚晚真棒 这时传来路人的窃窃私语 晚晚秒变小话了 你们快看 他们是人贩子 刚想拐卖我 赶紧曝光他 让他在里面蹲一辈子 见此 三哥一把抱起晚晚 好了 过两天三哥就去申请奖金 晚晚一脸疑惑 有钱钱 对啊 你立大功了 这人是近半年拐卖案头目 那我再去做他一顿 钱钱有没有变多 不不不 你要是再感动他 就是恶意伤害 晚晚尴尬笑笑 我就开个玩笑嘛 就在刚刚 抓晚晚的人贩子落网后 黏黏老是给小朋友科普 以后见陌生人要警惕 比如抓走晚晚的 没一拐卖儿童25年 存活的儿童不到时 文言晚晚气到冒烟 老巫婆这么快 真后悔没有打断他两条腿 对了 小吃哥哥 你昨天摔头脑了 我没事 我还担心晚晚你有没有受伤 晚晚黑黑一笑 我跟你说 我帮你报仇了 三哥还说要给我发奖金呢 等拿到奖金 我就带你疯狂炫大餐去 不方吃秒懂 玩玩小吃货一上线就停不下来 于是他无情打断 我们该去联欢会了 而此时联欢会现场 三哥和六哥拼尽全力抢坐位 苏爸见状嘚瑟出场 抢什么 肯定是爸爸的 其料话音刚落 却被三哥六哥同步拒绝 苏爸怒了 懂不懂尊老挨幼 语文课没好好学吗 可就在三人争抢之时 网逢易梦瑶趁机坐下 二哥见状礼貌say hello 麻烦让让 你坐的位置是我家孩子 而易梦瑶却无动于衷 反而说二哥爱整事 什么 我这小抱脾气 好好说你不忍 就在这时 晚晚恰好感 见此 他急匆匆跑去让易梦瑶腾位置 可易梦瑶怒气不减 你的凳子难道嫌你明了吗 阿姨说对了 摩 椅子腿上就有 话音未落 易梦瑶恼羞成怒 吓得晚晚瞬间呆愣 苏爸见状赶忙抱起晚晚怒对 不等易梦瑶回应 突然背后传来一声妈妈 你在欺负晚晚吗 晚宠千金过六一 哥哥弟弟 一个比一个醋 晚晚的家长位 必须是我 就在这时 网红易梦瑶不管不顾的就坐下了 苏家人几般周旋依旧无骨 然而小女娃见状怒了 妈妈是你在欺负晚晚吗 易梦瑶傲娇不支声 小女娃只能弯腰到齐 文言晚晚火速跳下 没关系的 我知道你有个好妈妈 小女娃常叹一声 我妈妈就是人太倔 片刻后 绵绵老师暴怒 小班的精彩表演即将开始 紧接着 小胖撩人的歌声 引起阵阵掌声 连顾方池都惊叹不已 晚晚哼唧唧 唱得好就了不起 然而下一秒 小胖手捧奖杯 朝晚晚走来 看得晚晚两眼 放出八尺的光 晚晚老大 这个送你 送我 为什么呀 这是给你的奖励 小胖抓耳挠腮 我就是想送你 想送你 可话到嘴边 顾方池却露出了 想到他的表情 他赶忙火速撤回 晚晚却一脸失落 小胖你今天好奇怪 这时突然天降大雨 顾方池催大家快进去躲雨 晚晚掐指小算 不好 西南方要有水灾了 同时间 三哥接到电话 要火速回旧 见此 苏爸着急问晚晚 水灾严重吗 晚晚掐指小算 瞬间输出一段文言诗词 文言苏爸激动得泪流满面 我女儿文才好在 晚晚尬住 爸爸别哭了 我们还是先躲雨吧 不料刚进屋 晚晚便开始翻找他的小法宝 卦象明明显示 西南地区这是无语的 然而下一秒 晚晚瞬间吓到呆了 不好 是大兄之兆啊 将女娃求了他爸三小时 他爸都不肯让他去西南方 爸 晚晚想三哥了 三哥呢 晚晚问得漫不经心 恰好这是三哥来电 西南方水灾严重 需要救急物质 晚晚急匆匆靠近 爸爸 不要纠结了 人命关天了 我刚用师父的龟甲 算过是大兄之兆 苏爸犹豫几次 语重心肠 爸爸知道你的想法 但晚晚知道你对爸爸有多重要 可是 可是 晚晚急得小脸通火 爸爸却转身交代保镖 要看着晚晚不能让他跑了 此时的晚晚仿佛想到了什么 于是他立马拨通了德寿师弟电话 才知又是张青荣作妖 文言晚晚气到爆炸 这次抓到他一定要往寺里走 先不说了 一会儿我给师弟 你再有点福祉过去 起料刚挂电话 德寿师弟秒便显眼包 你们瞧瞧 我这小师姐非说要给我邮寄福祉 我说不要不要他非要 是不是也太护着我 是啊是啊 那师父到时候能封我一张吗 我回去就给您做油门大虾子鸣 文言德寿师弟秒变脸 晚晚却不停地打着喷嚏 苏爸担忧 是不是感冒了 有不舒服吗 晚晚疯狂摇头 肯定是有人想我了 让我掐指小算 看看是谁在想我 不好 是德寿师弟有危险了 晚晚赶忙扑向爸爸 再次求爸爸让他去西南栽区 苏爸犹豫再三 还是拒绝了 见此 晚晚拍拍三尺小胸壶 保证会保护好自己 可爸爸依旧没有丝毫动摇 就在这时 三哥来电 向道长出世了 晚晚心惶慌 心想现在我不得不去了 男人刚拒绝三岁小女孩去西南方 却得知 小女孩竟是当下唯一能领导天师会的 怎么偏偏这么巧 向道长去寻找阵眼的途中 一个不经意的狡猾 害自己跌落山崖 幸好人没事 只是伤了土 文言晚晚震惊八十分 德寿师弟这肯定是出门忘记烧香了 才会这么倒霉 而这样的时刻已经不允许苏爸再犹豫了 于是他秒边认真 晚晚 我们去找你三哥吧 这话一落 晚晚瞬间呆愣 我真的 真的可以去西南方了 苏爸疯狂点头 是的 比珍珠还真 片刻后 苏爸火速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 晚晚见爸爸心情沉重 于是让他别跟着去 文言苏爸怒气发飙 我怎么能放心你一人去呢 时间一晃四小时后 三哥一行人早在机场等候 晚晚开心地扑向三哥怀抱 怀欲失职却瞬间哇哇大不起 晚晚赶忙安抚 不哭不哭 我这不敢来帮忙了吗 一番寒暄过后 三哥便带晚晚来见翟老 翟老震惊 这位就是天师会的顾问 苏婉婉 文言婉婉自信昂扬 对啊 就是我 我超级厉害的哦 翟老无奈服额 没想到天师会的顾问这么小 事不宜迟 晚晚火速赶往山上寻找阵影 怀欲失职一脸焦急 小吃薄 怎么样啊 怀欲啊 关键时刻 要借交借造 你认真看看这座山 有什么不应 老倒是一个月都找不出的阵影 却被这小女娃半小时搞定 然而半小时前晚晚还被怀疑 这么小怎么能当天师会的顾问 晚晚懒的解释 直接上山找阵影 怀欲啊 你有发现这座山有什么不一样吗 怀欲认真看了七七四十九秒 愣是没看出所以 晚晚耐心引导 你看这座山脉像什么 像 像龙头吗 是龙脉 既有龙脉 应该风调雨顺才对 为何还会下半年的雨 怀欲置无半天不作声 我真不知道啊 晚晚实在忍无可忍 因为龙脉源头被破坏了 龙本身应有两脚 但你看现在龙脚头塌放 师父曾说 来龙气势犹如蛇就是胸脉 我猜测是有人吸收了龙脉的力量 才导致的大力 但是怀欲 你生气归生气 扔雨伞干嘛 文言怀欲赶忙捡起雨伞 say sorry 晚晚秒变奶蒙状 既然你说sorry就没关系 事不宜迟 我们快去那边看看吧 于是大部队听晚晚的号令 开始马不停蹄地打幕 三小时后 大部队终于抵达目的地 晚晚确认找到阵眼后 便火速拿出八卦 然后快速失去小魔法 但因断术太多被喊平 见此 怀欲分分钟gat 喊大部队合力扳开断术 时间一晃半小时后 扳开的位置终于露出阵眼 晚晚定睛一看 才发现是有人用人血 破坏了这里的风水 男人以为自己法力高强 却没想到被三岁小女娃 分分钟质押 可他竟然还妄想催动 五雷浮来还击 就在刚刚 晚晚带大部队顺利找到阵眼 扳开断术才发觉是人血浮问 文言三哥震惊80分 还真是人血 于是他让检验科火速采样去化验 而与此同时 三哥着急让晚晚想解决办法 晚晚奶蒙硬鹤 三哥淡定 我这就去破了他阵眼 只不过龙脉受损 想要恢复如初就很难了 怀欲 快 召集所有天师会的人 破阵 此话一出 天师会成员火速集合 晚晚随即快速施起小魔法 巴拉巴拉小魔仙 射 随着晚晚施法进入高潮 天师会成员迅速将配件直插入地 顺时间顿时天空雷鸣作醒 而此时另一边 张轻荣愤怒至极 天师会有如此高手 竟能启动两一八卦阵 既然阵法还未破 那就受死吧 晚晚分分钟感应到不对劲 对方竟然妄想催动五雷符 眼见雷震披向晚晚 三哥吓得惊慌大喊 晚晚却飞飞一醒 五雷助我呀 于是他立马发动五雷符 顿时烟消云散 晴天万里 三哥一脸震惊 这就破 破阵了 晚晚还还一笑 对啊 快准备好小蛋糕奖励我 对了 怀玉 我们脚下还有一具尸体当阵影 得快点挖出来 文言怀玉瞬间吓到实话 哇 晚晚疯狂嘲笑 怀玉啊 你胆这么小 以后怎么当天师啊 每次做数学题都很菜的三岁小女孩 竟然是天师会的特别孤 就在刚刚 晚晚成功解救了西南方灾情 甚至破了张轻荣的阵法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 张轻荣竟用腐烂的尸体当阵影 更离谱的是 这具腐烂的尸体还是她的徒弟 而晚晚却因此累的回家倒头就睡 一觉醒来已然天黑 晚晚起身找哥哥 却无人答应 接着又去书房找爸爸 依旧不见人意 哎 不管了 下楼看看有啥好吃的 然而打开冰箱 空的仅剩一片青菜意 饿得晚晚瞬间哇哇大哭起 什么嘛 想饿死宝宝啊 就在这时只听啪的一声 突然出现一个三米高的蛋糕 紧接着所有人都迎面走来 Happy Birthday 看得晚晚一脸猛逼 今天是我 我的生日 可是师父说每年都会陪我过生日 今年师父失约了 风风 师父骗人 说好的礼物也没有 就在这时 德寿师弟拿出一个大大的红包 小师姐啊 别哭了 虽然师父不在 但我们大家都会陪着你的 可是 可是晚晚想师父啊 文言顾方池赶忙凑近安抚 没关系的晚晚 你师父一直会在天上看着你 就像我们妈妈一样 肯定希望我们是开心的 再说了 我说过我会陪你一辈子的 然而下一秒 二哥的醋坛子发 他突然闯入让晚晚许愿 吓得两小孩惊慌失措 片刻后 晚晚失之紧扣 希望所有小朋友都健康 快乐 许愿结束 晚晚便猝不及防给二哥一个惊喜 嘿嘿 抱歉二哥 没控制好力度 文言二哥瞬间露出了一丝匪夷的笑 好啊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幸好晚晚躲得及时 可五哥就没这么幸运 于是五哥也拿起一块蛋糕 和二哥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蛋糕战 最后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要和宝子们说再见了 在这里 也祝福所有喜欢晚晚的宝子们 开开心心 每天笑哈 小男孩为了每天能见到小女王 竟然买下他家隔壁别墅 连爸爸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儿子竟然有五千万存款 就在刚刚 顾方池陪婉婉婉过完四岁生日 婉婉热心说要送顾方池回家 不料顾方池却直接拒绝 这话一落 婉婉内心呼唧唧 小池哥哥不喜欢婉婉了吗 文言顾方池嗨嗨一笑 当然不是 是我爸爸已经买下隔壁别墅了 以后我们每天都可以一起上学哦 太棒了 文言婉婉开心的两眼冒跑 瞬间给顾方池一个爱的抱抱 时间一晃就来到五一 五哥六哥申请了在家自询 起初老师不同意 但耐不住两人成绩名列前茅 再加上他们态度坚决 老师最终还是同意了 得知这消息的婉婉 别提多开心 然而没过三秒 婉婉却常态一生 如果四哥能回来该多好 文言六哥宠溺摸婉婉头 四哥封闭集训 再过两个月就回来 婉婉开心的手舞足蹈 五一过后积极说要去上学 爸爸一脸猛低 宝贝女儿转性了 开始爱上学习了 起料下一秒 婉婉催爸爸快点吃 吃完送婉婉和小吃哥哥一起去上学 文言苏爸秒懂 哎 女儿这心原来早飞到顾家了 当女娃只是做个作业 却说一定要封住窗 这天婉婉正在家里呼呼大睡 爸爸突然来喊醒婉婉 宝贝 该起床了 婉婉睡眼惺忪的爬起来 不料下一秒 爸爸就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婉婉顿时愣直 婉婉先生还没跟婉婉说家教这件事 于是他俯身温柔道 以后绵绵老师来教婉婉 好吗 婉婉瞬间呆愣 犹豫片刻后 他随即点了点头 可以是可以啊 但是 既然绵绵老师要来教婉婉 爸爸你可一定要把窗户封好 文言苏爸愣了三秒后 顿时脸上五彩斑斓 婉婉继续解释 我这不是怕我成绩太差 绵绵老师容易崩溃吗 还有素孝救星完也得背着 之前的家教小姐姐说 尤其是教了我算术题后 他说他差点断气 这话一落 绵绵老师一时间哭笑不得 然而没过三秒 绵绵老师温柔道 只要婉婉努力学 就算学不好也没关系 婉婉点点头 忍不住道 那绵绵老师会跳楼吗 会因为我算不出算术 导致心肌梗塞吗 文言绵绵老师依旧保持威想 不会的 见此 婉婉心想 绵绵老师果然内心强大 男人被救回生命 可他却不开心 因为自从他醒来后 公司怪事频频 害他损失不少 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 车祸当时 司机现场死亡 而他因此受了重伤 唯一庆幸的是 车祸发生在警察局门口 更幸运的是 他遇到了婉婉 婉婉算出他是好人 所以就算违背天命 也依旧施针救了他 经他打听 才知小恩人 竟和自己住一个别墅 于是裴琪拎着 满手的礼物就来找婉婉 起料来开门的恰好 就是婉婉 你找谁 文言裴琪礼貌say hello 我叫裴琪 两个月前你就够我 记得吗 婉婉瞬间睁大 他那卡兹兰的大眼睛 裴琪 那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 是啊 我确实有个弟弟 婉婉黑黑一笑 那你弟弟是不是叫乔治 裴琪秒懂 原来小恩人是个动画呢 于是他温柔解释 我不是小猪裴琪的陪 见婉婉不吱声 于是他补充道 我的名字和小猪裴琪没关系 这话一落 婉婉一脸失落 然而没过三秒 婉婉秒变开心 因为他已经忘记 就裴琪的事 可人家出院 第一时间就来感谢他 甚至还拎着临时大礼包 婉婉瞬间觉得 为了救他倒霉一整天一致 想到这儿 婉婉赶忙邀请裴琪进屋座 然而裴琪却直接拒绝 不好意思 叔叔今天有事 改天再来拜 婉婉嗨了两声 心想裴叔叔下次来 肯定还有礼物 转了转了 就在这时 裴琪准备离开 婉婉却突然叫住他 裴琪一脸猛逼 怎么了 婉婉歪着小脑袋道 裴叔叔 我关你额头犯黑 同有小人亲热 我这有平安符 999一张 要不要来一张 这话一落 裴琪瞬间呆了 随即温柔哄道 那你要怎么支付呢 婉婉奶蒙一笑 都行的 没过三秒 收到钱的婉婉开心话 于是再送裴琪一挂 裴琪没听懂 这时电话叮铃铃响起 挂断电话 只见裴琪面露喜色 激动地和婉婉道别后 便转身离敌 三个顶级专家 三年都知不好的疑难杂症 却被这四岁小女娃一挽抖定 然而小女娃却不知 老人就是他四哥的老师 正在婉婉高兴之余 这时门口进来一位 一米八的大帅哥 婉婉见状 直接上前扑倒 四哥四哥 你怎么来了 虽然这是婉婉第一次见四哥 但经常的视频聊天 让他对四哥并不陌生 苏云芝也瞬间呆愣 婉婉 原来是你 你就是大家口中提到的小神医啊 听到四哥的夸赞 婉婉自行昂扬道 对啊 是我是我就是我 四哥喜上没烧 老师你没事 老人嗨嗨一笑 多亏了婉婉小朋友 文言四哥俯身道 婉婉 这是四哥的老师 花华的祖教练 见此 婉婉礼貌和老人打招呼 就在这时 婉婉肚子不争气的咕咕叫 老人嗨嗨一笑 让徒弟带婉婉去买点吃的 可不能饿坏他小恩人 文言婉婉开心的手舞足道 四哥四哥 我要吃螺丝粉 婉婉奶萌道 四哥 你不想和婉婉吃螺丝粉啊 为了不扫妹妹的心 苏云之硬着头皮道 不 不是的 那我们快走吧 婉婉已经馋得口水直流八千尺了 最后祝宝子们 新年快乐 龙年行大运 今天是年前最后一更了 准备开心过大年了 四岁小女娃莫名心慌 却被老父亲一眼看穿 我的乖乖喂 你能不心慌吗 明天就开学了 你的暑假作业还没做完呢 婉婉恍然大悟 可算是找到自己的病根 下一秒 婉婉直接一个鲤鱼打滚 疯狂开始翻找自己的作业 幸好也不是一点没做 毕竟绵绵绵老是家教的时候 每次讲的都是暑假作业 婉婉看着剩余的三页算数题 总算松了口气 顾芳池见状赶忙凑了过去 看着婉婉那狗爬一样的数字 依旧温柔道 婉婉 三加一等于四 不是棋子 婉婉掰了掰手指 没错呀 我写的就是四 这话一落 顾芳池无言以对 婉婉一脸欣喜 第二天一早就去幼儿园报道 因为完成了作业 婉婉走路都变得有气势 刚到教室 就看到绵绵老师在检查作业 再看小胖 却一脸的慌张 见此 婉婉忍不住问 小胖 你生病了吗 文言小胖一脸愁容 悄悄凑到婉婉身旁 小声嘀咕道 我这次作业没做完 什么 你不怕吗 小胖瑟瑟发抖 怕呀 这不暑假太忙了 我妈给我报了泰拳班 这暑假光顾着挨揍 文言婉婉上下打量小胖 还真是 你看着瘦了好多 小胖非非一笑 但我发现你胖了好多 婉婉撅着小嘴吼道 你说什么呀 小胖不明所以 继续重复了一遍 气得婉婉握紧小拳拳 下一秒 他突然喊了声绵绵老师 叫是所有人齐刷刷地看过来 小胖瞬间涌上一丝不好的预感 他刚想准备逃跑 婉婉却恶狠独告状 小胖没做暑假作业 老师你可得好好收拾他 小胖这才意识到 得罪了这位小祖宗 明明是小女娃被坑 可反而是坑他的男人气到颤抖 只因男人以为万事俱全 却没想到让女儿成了秋游笑话 这天绵绵老师通知 下周一要去秋游 小朋友回家和父母 准备秋游的东西 然而婉婉去一脸猛逼 秋游是什么 小吃哥的你去过吗 这话可把顾方吃问倒了 于是两人决定放去回家问爸爸 可苏爸听完也是一头雾水 别说秋游 连野吹他都没去过 见此 婉婉忍不住问 爸爸 你和妈妈没有约会过吗 苏爸瞬间呆愣 爸爸和妈妈约会都在餐厅 为了不让女儿失望 苏爸赶忙到 婉婉放心 爸爸会给你打听清点 而此时另一边的顾家也是如此 顾婷元平时很忙 连接送孩子都是拜托兄弟帮忙 但对于关心儿子的问题上 他还是有着十二分认真的 于是两父亲经过一天一夜的努力 终于在周一这天 把孩子秋游的东西准备好 可婉婉和顾芳池却看得一脸疑惑 这 这真的可以吗 不等两娃开口 便分分钟被两父亲打包上了车 两父亲看着远去的车影 忍不住自豪 我们两家准备的肯定是最弃选的 而事实确实也如此 两娃刚到幼儿园 年面老师差点惊掉下来 只见婉婉牵着一只大鹅 顾芳池背着一口大锅 拎着一口柴 书包里还有各种火锅底料 见此 年面老师不由惊涂 这两个当爹的 真是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然而当婉婉和顾芳池走进教室 才发现别的小朋友 都用保温盒装着熟食 两人瞬间一梦 一口同声道 我爸爸好坑啊 就在这时 小胖恰好感爱 同样是不靠谱的爸爸 给他带了速冻鸡腿 一只献杀的黑鱼 了解一番后 小胖瞬间哇哇大哭起来 我爸爸好坑啊 婉婉常探一声安慰道 小胖别哭了 等上山我们就自己做饭吃 小胖一听更伤心了 可是我不会做饭 我这么胖 一顿不吃就饿得慌 见此 顾芳池补充道 放心的 我会做饭 饿不着 半小时后 顾芳池惊献高超厨艺 酸甜可口的酸菜鱼 吃个婉婉那叫一个称 这让他对顾芳池的喜欢 蹭蹭蹭直线上升 傍晚时分 秋游结束回到家 婉婉一脸不开心 苏爸健壮计划了 咋了 秋游不好玩吗 婉婉奶生奶气的陈述事情的经过 文言苏爸气到颤抖 都是小王初的馊主意 让婉婉成了今天秋游的校伙 她赶忙愧疚的 对不起婉婉 爸爸下次会努力做好功课的 听到爸爸知错认错 婉婉瞬间喜笑颜开 女孩只是拿出两张银行筒 男人却大惊失色 婉婉婉 平日的小财迷今日是怎么了 竟然要给我投资电影 然而下一秒 婉婉悄凑近 二哥 飞卡是我的 里面有一个页 金卡是小吃哥哥给我买零食的 里面有七千万 我想着买零食 哪有小钱钱生大钱钱香 文言苏语氏激动得泪流满面 抱着婉婉不撒手 口中不停喃喃 婉婉你可真是我的小福星 婉婉一听 把头摇得根拨乱骨似的 不 我不是你的小福星 片刻后 婉婉一脸认真道 我是所有人的小福星 这个家没有我是不行的 苏语氏觉得在里 于是微笑地点点头 三个月后 二哥的科幻电影顺利上映 反响很不错 婉婉却一点不惊讶 二哥 我早就算过了 你的电影会大卖了 苏语氏黑黑一笑 还是要谢谢你和小池的投资 婉婉瞬间羞涩 不屑不屑 我毕竟也有分红了 但婉婉觉得二哥还是很优秀的 不管是偶像 歌手 演员 甚至是导演都做得游刃有余 想起曾经听二哥唱歌 好听得跟百零鸟叫似的 再想想自己那歌声 肯定是投胎时阎王觉得自己太渴 于是掐了自己喉咙 才让唱歌这么难听的 想到这儿 婉婉长叹一声 这次能赚钱也算是咱苏家祖坟冒清烟了 苏语氏瞬间语色 眼神悠悠地看着婉婉 见此 婉婉黑黑一笑 二哥 开个玩笑吗 别当真 你可一直都是婉婉的偶像了 这话一落 苏语氏宠溺摸婉婉头 摸 给你 婉婉借二哥给的分红 瞬间喜笑颜开 哒哒哒地跑到爸爸面前 爸爸 我是不是全世界最无虑的小朋友 苏爸思考片刻 想到婉婉为作业发愁的母亲 忍不住摇头 你是全世界最有情的小朋友 听到这儿 婉婉食欲大增 三分钟就干完十晚饭 饭后 三哥带婉婉去影院支持二哥电影 婉婉开心地两眼放光 特别是看到末尾有自己和小吃哥哥的名字 婉婉更是开心地手舞足头 这么看 四手舞入自己也上电影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便要告诉顾芳池 男人只是看了一眼女孩成绩 却瞬间哭得稀里哗啦 就在刚刚 婉婉告诉老父亲考进班级全时 老父亲激动得泪流满面 反手就给婉婉奖励了520W 而对于这个成绩 婉婉也是出乎意料的 第二天 幼儿园园长就给婉婉颁发进步之心 年年老师也因此奖励婉婉十多小红花 而这一波的奖励 瞬间激起婉婉更加强烈的学习欲望 受到刺激的还有小胖 毕竟他爸爸说了 如果再不好好学习 以后就不能和婉婉一块读书了 小胖自然是不愿意的 不为别的 就冲婉婉书包里每天装有500斤的零食 小胖也开始废寝旺时的学习 终于在期末时 冲进全班倒数前十 可即便是这样 将爸也欣喜不得 时间一晃就到第二学期 苏爸越发的忙碌 经常出差导致无法准时接送婉婉 见此 婉婉面露不悦 眼见自己成了最后落单的小朋友 便气鼓鼓告诉绵绵老师 你一定要在家长会上认真批评我爸爸 文言绵绵老师瞬间语塞 毕竟苏爸对婉婉的镜责 每天也会暗示关心婉婉和顾芳池的情况 单看这些细节 苏爸宠女儿真是无可挑剔 见绵绵老师不说话 婉婉长叹一声 还是不要批评我爸爸 虽然他没来接我 但要挣钱养崽子已经很不容易 不料话音刚落 苏爸就打来电话 见此 婉婉开心地喊爸爸 听到婉婉软弱的声音 苏爸不自觉地柔和了几分 婉婉 爸爸和干爹要去出差 你在家里乖乖 要好好照顾爷爷 知道吗 听到这儿 婉婉瞬间兴奋了 拍着三尺小胸壳让爸爸放心 挂断电话 婉婉秒变开心脸 乖乖和不方池等三哥来接放学 小女娃要上小学了 可她却并不开心 因为她看网上说 小学老师不仅打小孩 还布置好多家庭作业 然而她并不知 她的小学班主任是自己师弟成锦货 就在刚刚 绵绵老师组织大家去参观小学 顺便了解下小学生生活 婉婉一听瞬间兴奋了 毕竟一整天都可以不用上课 然而刚踏入小学大门 婉婉却瞬间哇哇大哭起来 绵绵老师看得一脸猛 一番了解才知婉婉怕被老师走 还怕有更多的家庭作业要做 见绵绵老师突然不说话 婉婉以为自己说对了 于是更加惊苦 这时绵绵老师忍不住道 为什么当小学生就要挨骂 文言婉婉噼里啪啦说着ABC 绵绵老师却愣了许久不吱声 然后就打电话和苏爸沟通了半小时 傍晚放学回家路上 苏爸便有意无意地提起上小学的事 我不其然 婉婉依旧一脸抗拒 爸爸 我只要幼儿园文凭就够了 不需要上小学 见此 苏爸无奈摇头 只能向顾方池发射求助信仰 片刻后 顾方池看向婉婉 一脸认真道 婉婉不想和我上小学了吗 文言婉婉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我想啊 还有小胖 白清旋一块 但我只想读幼儿园 可你已经是大班的小朋友了呀 婉婉继续摇头 我再读十年大班也没关系 眼见劝不动 顾方池只好放大招 婉婉 小学里面有个很大的小脉步 而且早上学校外面有很多好吃的 不出意料 婉婉这小吃货每上工 顾方池继续饮诱 食堂阿姨每天给你打很多饭菜 不等顾方池说完 婉婉便迫不及待地答应 爸爸 我要去上小学 文言苏爸欣慰一笑 好的 都挺宝贝的 时间一晃一个月后 婉婉正式踏入小学的大门 小吃哥哥没有骗他 小学里面真的有很大的小脉步 正当婉婉沉浸在其中时 并没注意迎面走来的一大帅哥 婉婉抬头的瞬间 才发现是自己的师弟成井错 然而当他知晓师弟就是他的班主任时 他的小世界瞬间崩膛 更让婉婉没想到的是 师弟就是为婉婉转校而来 因为他答应过师父 要陪着婉婉考大学的 长女娃几六岁 却肩负着食客救人的使命 这天婉婉在家休息 忽然看到网上报道 最近天气过于炎热时 他就知道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 果不其然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 许多地方因为高温引发伤 而最近突然冲上热搜的 贵州毕捷二十八森林火灾 也让我们不得不关注 目前已有消防战士牺牲的消息 还是祈祷贵州大火早日消灭 不要再有人员伤亡 正当婉婉陷入沉思之时 相得受恰好感 苏爸一点不意外 甚至他早就把婉婉行李收拾好 看见婉婉准备离开时 笑天犬当即开始手舞足蹈庆祝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 苏爸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于是苏爸拿出狗粮道 你也一起去吧 笑天犬瞬间呆愣 不可思议地看着苏爸 那双眸子带着三分忧怨 三分无语 苏爸却不以为然 怕我干什么 婉婉都出去了 难不成你还想在家里隔游躺 此话一出 笑天犬带着满瓶的悲伤出发了 见此 婉婉也只是道了声 爸爸 不要太想我 便转身离开了 时间一晃五小时后 婉婉刚下飞机 就看见一排排的保镖 于是婉婉情不自禁地 走到一个保镖面前 乃生乃气道 叔叔 你们是怎么做到 在43度气温下 还穿两件衣服的 待会儿赶紧跟老板商量一下 保住小命要紧 文言保镖一脸感动 打工人的苦妹妹 你是不懂 就在这时 婉婉收到消息 火势快控制不住了 于是他们便火速前往火灾点 婉婉只是看过 网上的山火燃烧 没想到看到现场火灾 是他简直震撼了 站在中间弑起小魔法 下一秒 他就将一张五围符丢向上空 符指在空中迅速燃烧 紧接着他口中不停地念着咒语 敢有为止 围符不容 话音刚落 黑云一瞬间像要轻倒下来 片刻后 豆大雨珠掉落 随即变成条盆大雨 火势迅速被控制 怀育尸只赶忙替婉婉撑起小伞 香德兽看得一脸猛逼 忍不住道 我的呢 婉婉则幸灾乐祸 日常出行工具都不但 怪得了谁 这话一落 香德兽气到颤抖 你 你不尊重网人 婉婉淋厉道 别乱说 我可是你小师姐 小女娃要上小学了 可男人却失眠了三天三夜 心想婉婉去上学哭了怎么办 练习题不会做怎么办 终于到了开学这天 苏爸顶着黑眼圈 带着两个孩子去报道 他早就打听好了 两个孩子是同班 于是婉婉忍不住道 爸爸 小胖和我们也同班吗 苏爸微笑点头 对啊 还有白清选你们四个 见此 婉婉开心的手舞足蹈 我昨晚就算了一步 算到我能心想事成 果不其然 我们四个同班了 看到婉婉这么开心 苏爸也不好打破这期 毕竟自家闺女还是差了一点 婉婉这次考试年纪第45名 但巧不巧一个班只收44名学生 显然她闺女成绩够不上 幸好苏爸有钱 人家校长二话不说就给婉婉安排 这么想着小胖估计也是如此 不然这个班级不会有46名学生 不然 一句小师姐将苏爸的思绪拉回现实 见此 婉婉礼貌say hello 但下一秒婉婉瞬间阴 想到小景师弟当班主任的日子 婉婉就哭笑不得 不等婉婉开口 陈贺景补充道 小师姐 我是特意为你申请调过来 师父临走前交代我要好好教导你 将来考个好大学 婉婉不安的挠头 那我要是考不上咋办 陈贺景思考办上 如果给我一只猪 我也能让他考上 文言婉婉只能认命 长叹一声道 那师弟你得记得在学校天台安个诈 放心 我已经提前申请 过两天就会安装了 这话一落 婉婉秒便失魂落魄 男人为小女孩转校 只为辅导他读大学 可小女孩却直接拒绝 那什么 师弟啊 我打算读完小学就不读了 读大学怕是没机会了 陈贺景一脸无语 他不可思议地看了眼苏巴 苏巴无奈服额 我家这小崽子喂 丢死人 陈贺景回想当初 婉婉其实很聪明 除了数学不敏感 其他东西一点就通 要不是众师兄弟宠婉婉 觉得婉婉小时候应该多玩了 也不至于让他玩拖了不爱学习 发现时为时已晚 不过婉婉还小 未来十几年 肯定能考上好大学呢 片刻后 他笑着轻声道 小师姐喂 你这想法怕是只能想想 文言婉婉笑容一将 瞬间挖得一声大哭起 这哭声立马引来一阵围观 见此 婉婉秒收了哭声 然而下一秒 不方持俯身安慰 婉婉 你要是想哭就哭吧 我不会笑话你的 听到这儿 婉婉又开始了肆无忌惮的娃娃大扑 小吃哥哥 我真的太吵了 文言故方持一旧暖心安慰着 地旁的苏爸健壮没脸痛 心想他们苏家哪个不是精英 怎么到小女儿这就不行了呢 想到这儿 苏爸长叹一声 又不自觉地当起了女儿 小女孩正是开始上小学了 可男人却哭得稀里哗啦 知道的是送孩子上学 不知道的还以为嫁闺女呢 婉婉没眼看 乃生安抚爸爸 我长大了 你要学会放手 可苏爸依旧泪眼汪汪 婉婉 下午爸爸再过来 你要是想爸爸就打电话 爸爸马上来接你 婉婉一阵无语 就在这时 陈贺景来了 看到苏爸他礼貌打了声招呼 接着道 婉婉 学校不能带手机 这话一落 苏爸瞬间尴尬到抠脚趾 带着婉婉手机便灰溜溜地离开 婉婉长叹一声解释道 师弟你别介意 我爸爸有分离焦虑 沉默半晌后 陈贺景无奈点点头 不说了 收拾下准备发书了 话音刚落 顾芳池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干活 而婉婉则和小胖闲聊且 突然他惊喜地发现小胖又瘦了 婉婉瞬间不高兴了 小胖 你竟然背着我减肥 文言小胖飞飞一笑 不好意思 我爸爸说小孩不能太胖 然后就每天早上带我去跑 婉婉一脸羡慕 你爸爸真好 我爸爸每天都很忙 能抽时间陪我玩就很好 但转念一想 婉婉也能理解 小胖家是他妈妈忙着赚钱 他爸爸只是去天桥底下贴膜 时间上相对自由 能陪小胖也挣着 突然小胖打断了婉婉思绪 忍不住道 你是不知道我爸爸的陪跑方式 是他叔叔地骑着小电驴 看着我跑 婉婉黑黑一笑 姜叔叔还真会取巧 只是看着瘦下来的小胖 婉婉也有了减肥的动力 于是回家后婉婉便疯狂干了十晚饭 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嘛 小女孩只是想好好上个寻 不料却总有人来找他 这天婉婉刚坐到位置上 突然身旁传来一句怒吼 你快起来 这位置是我的 婉婉完全无视 见此 郭乔乔怒气发飙 我让你起来 你尽胆不起 婉婉这小抱脾气 直接怒吼道 先来后道懂不懂 你去找其他位置坐吧 文言郭乔乔眉头微重 只有最后一排坐位了 婉婉一脸奇怪 那你就坐最后一排呀 耐不住郭乔乔从小就被惯坏了 天天就喜欢婉婉这个位置 可婉婉也不是省油的主 坐在位置上就是不动 郭乔乔见状气坏了 你要是再不让 我就告诉我爸妈 干我爸妈来收拾 来就来 不怕户 见婉婉一点不带怕 郭乔乔立马怂了 就在这时 程贺景恰好进来 婉婉赶忙乖乔坐好 郭乔乔也只能灰溜溜的回到坐 下一秒 程贺景便让同学们开始做自我介绍 郭乔乔第一个发言 大家好 我叫郭乔乔 我平时喜欢弹钢琴 还有唱歌 接着就有模有样的唱了起来 不料听完以后 只有婉婉一个劲的拍手叫好 郭乔乔却以为婉婉在羞辱她 便瞬间哭了 婉婉一脸莫名其妙 这时程贺景让婉婉发言 婉婉来了个查户口式的自爆家门 小嘴巴巴巴说了整整三分钟 最后还自己写了首诗 她亲了亲笋子的 剁椒鱼头烤鸭 糖醋排骨对下 水煮肉片凤爪 牛肥肠炒豆芽 肉串鸡架 吃的那叫一个美哉 末尾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只有程贺景笑容僵主 心想我这小师姐喂 真不愧是妥妥的小时候 男人只是让小女孩 做个30秒的自我介绍 可小女孩却介绍了30分钟 甚至还不忘提示一首 关键是提的诗词全是美食 程贺景笑容僵主 她脸上不知道是震惊还是什么 反正这一刻她很想做婉婉 而此时本来一脸自豪的婉婉 正对上看着她的诗地 她赶忙低下头 迈着小碎步回到座位上 刚到座位 小胖便忍不住夸赞婉婉 你的诗好有魔力啊 我感觉我听得都饿了 婉婉不好意思的嗨嗨一醒 可这一切都被陈贺景看在眼里 幸好这时铃声响起 婉婉刷的冲到食堂 阿姨 土豆小鸡来两勺 糖醋里即少点 回锅肉可以有 麻烦米饭帮我压食 苏爸知道自己女儿的食量 于是早早就打过招呼 因此食堂阿姨也并没有感到惊艳 反而比婉婉想象中打的还多 见此 婉婉送上甜甜的笑容米是感谢 这时顾芳池恰好来到食堂 婉婉见状热情招呼 小吃哥哥 坐这里 小胖一听瞬间不乐意了 顿时酸溜溜道 婉婉 你变了 你到底不是我最爱的婉婉了 这话一落 婉婉一脸猛逼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还是我呀 小胖撅着嘴 语气更酸了 那你为什么只叫顾芳池做 没有叫我做呀 婉婉这才恍然 一时间哭笑不得 片刻后 他赶忙反驳道 谁说我没给你占位置 我对面不就是吗 小胖听到这里 瞬间喜笑颜开 我就说嘛 婉婉你怎么能不惦记着我呢 别的孩子都认真听老师说话 可小女孩却眼神暗示老师快下课 程贺锦看着婉婉那不安分的模样 无奈和上自己电脑 温和道 同学们去外面跑好队 等家长来接 此时校门外 苏爸早就去车在门坨等候着 婉婉不意外地冲到最前面 爸爸 你来了 苏爸微笑点头 刚想询问今天上课怎么样 却发现婉婉那空别的书包 愣是一本书没装 他一脸疑惑 婉婉 你的书本呢 婉婉奶蒙硬核 有一半放在书桌里了 另一半小吃哥哥帮我背着呢 他说书太多了 怕我背不动 苏爸下意识地看了看顾方池那帐骨的书包 心想我家这闺女 还真是不客气 一旁的顾爸哈哈大笑 忍不住夸赞 好小子 干得不错 倒是有哥哥样 知道照顾妹们 见此 苏爸无言以对 回家路上 他又忍不住了 婉婉 你以后也要自己背点书 不能全让小吃哥哥帮你背 心疼起顾方池 于是大放道 那我明天把小吃哥哥那份你背会 苏爸顿时愣住 道 道也不必这样 好在第二天上学时 顾方池直接拒绝了 婉婉有些失望 下一秒他便快速夺过顾方池书包 小吃哥哥 我来背 我力气大着 顾方池无奈摇头 仅此惊挑 小女孩明明走神醒食堂饭菜 可他却开心不紧 因为这小心思被程贺景看穿 总是忍不住还婉婉起来回答问题 婉婉欲哭无泪 师弟每次都能精准打断他凹香食堂饭菜 一节课过后 婉婉双目中带着麻痹 对此 程贺景却十分满意 然而郭乔乔却不开心了 心想每次举手程老师都视而不见 于是他大声说要换座位 最后一排看不见 程贺景瞬间呆愣 片刻后 他解释说下午全班位置都有变动 这话一落 婉婉顿时瞪大双眼 看来和他小吃哥哥要开始分隔两并 想到这儿 他心情瞬间一梦 可就在这时 郭乔乔开始撒泼 我就要现在还 我要坐苏婉婉的位置 婉婉一听顿时不干了 凭什么呀 你说要就要了 问过我意见没 再说了你做最后看不见 我就能看见吗 郭乔乔被婉婉这番话对哭了 婉婉赶忙给程贺景递了一个隐色 程贺景分分钟干 随即开口道 郭乔乔 来趟办公室 一听要去办公室 郭乔乔立马止住了哭声 还不等他说什么 程贺景便直接转身离开了教室 郭乔乔也只能会溜溜跟了去 而婉婉则露出了一丝幸灾乐祸的笑容 男人承诺下午调座位 可女孩却偏偏要现在停 程贺景无奈摇头 只能请郭乔乔办公室喝茶 待他离开后 同学们开始议论纷纷 郭乔乔就是仗着有两个哥哥户 才敢这么放肆 这次他哥哥成绩不如他 所以没办法和他同伴 他家人还想使用超能力 没想到被人节足先登了 婉婉这才恍然 他和小胖就是抢他哥哥名额的人 就在这时 郭乔乔恰好从办公室回来 婉婉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乃至郭乔乔怒气发飙 看什么看都怪你 婉婉心里一阵无语 但也懒得辩解什么 可下一秒 顾方池却忍不住道 郭乔乔道歉 郭乔乔瞬间不乐意了 骂了声瘸子便跑开了 这话一落 瞬间激怒了婉婉 当即撸起袖子想揍人 却被顾方池拦住 婉婉眼圈一红 反倒委屈上了 小吃哥哥 你现在明明很健康 顾方池知道婉婉是为了自己 但如果婉婉真把人打 吃亏的就是他 可婉婉不这么想 心里不揍他一顿就是不解气 谁知成贺锦这时又进来了 一眼便看穿撸起袖子的婉婉 于是语气中带着一丝眼力 苏婉婉 马上上课了 你撸着袖子干什么 婉婉顿是心虚 我没想着干什么呀 一边说着 一边乖乖回到了座位 可郭乔乔逮着机会就告状 老师 苏婉婉她刚想打我 那她为什么要打你 郭乔乔瞬间呆愣 于是只能性性回应 我哪知道她发什么疯 见此 成贺锦看向婉婉 她说的是真的吗 婉婉眨着卡兹兰的大眼奶蒙回应 没有啊 我刚有点热才撸起袖子 郭乔乔见告状不成 着急巧话道 一扯的 婉婉一脸不可思议 你这小姑娘怎么说脏话 郭乔乔顿时忙啊 你怎么还说我的诚呢 婉婉黑黑一笑 这词谁说算谁的 气得郭乔乔说了实话 老师 苏婉婉刚就是想打我 因为我说顾芳池是瘸子 这时小胖也忍不住插话 老师 我可以作证 文言成贺锦秒变严厉 郭乔乔 道歉 最后两人表面和好 两子算是结下了 男人只是调的位置 可却惹得小女孩不高兴呢 毕竟婉婉作为万年老一 永远都是稳居第一排 而顾芳池那小高个 直接被调到了最后一排 见婉婉眼圈微红 成贺锦不忍吐槽道 小师姐 你别这样好不好 搞得她像拆散牛郎之女的 王母娘娘似的 婉婉一听这个比喻 瞬间顿了顿 小景师弟 你是男的 自然不是王母娘娘 你是那条银河 成贺锦一阵无语 婉婉虽然吐槽 但还是服从安排 只是不巧的是 不小心把郭乔乔安排到婉婉后面 见此 她赶忙想法子调开两人 可两人一听却不高兴 心想凭什么是我走 最后谁都不走 座位就这么定下来 放学路上 婉婉忍不住跟大哥吐槽 苏启槐眉头微皱 但想不起是哪个国家 心想这么小就有心机 于是让婉婉少跟她接触 这时苏爸也插话道 就是 要是他敢欺负你 你就揍他 文言婉婉重复道 以后他要是惹我 我就揍他 苏启槐顿时苦恼 目光忍不住看向了苏爸 眼神中带着不赞同 爸 你不要带偏婉婉 见此 苏爸描改口风 宝贝 以后要是有人欺负你 你就告诉你大哥 你自己去揍人把手梦伤了 爸爸会心疼 况且家里保镖那么多 用不着你自己出手 弯弯眨巴着大爷 麻木地点点头 爸爸 大哥 你们说得很对 而此时另一点 顾芳池第一次回家跟爸爸告状 顾爸一脸惊奇 内心顿时被怒火填满 这是哪个国家 敢欺负我儿子和干女 于是俯身安慰道 儿子 你放心 爸爸一定替你讨回宫吧 第二天 两个爸爸不约而同来学校 明明是男人想替女儿讨回宫道 可吓得发抖的却是男人 这天郭乔乔被气哭后 便马上回家跟爸爸告状 于是第二天 三方家长纷纷来到学校 郭爸首先找到陈赫景质问 你是怎么当老师的 我女儿为啥开学第一天就被欺负 陈赫景推了推自己眼镜 内心却毫无波澜 郭先生 我们这里是小学 不是幼儿园 如果您觉得老师是保姆的话 麻烦另请他人 郭爸眉头微皱 我只是要求施暴者一个道歉 你错了 郭先生 你女儿才是施暴者 郭爸一脸茫然 我女儿这么乖怎么会 一旁的郭母忍不住帮腔 是啊 我们女儿向来乖巧 只是想换个座位 却被老师你羞辱 陈赫景眉头一点 郭同学 你就是这么跟你父母说的 郭乔乔红着眼眶不说话 陈赫景了然 也不再说什么 这事苏故两家也正好感 陈赫景看见婉婉 心里怒气瞬间消散 婉婉蹦带着走了进来 陈老师 你还没吃早饭吗 瞧瞧 我给你带了礼祭的小笼包 见此 陈赫景感动万分 吃货小世界还能给他留口容 实属难得 郭爸见陈赫景对婉婉的态度 瞬间不高兴了 陈老师 你什么意思 陈赫景一脸严肃 郭先生 请自重 不要用你所谓的权力来施压 我不吃这个 郭爸顿时被气得脸上五彩斑斓 这时苏爸忍不住发声 我们家闺女从不欺负同学 但也不能任人欺负 紧接着郭爸冷吭道 我还想看看是谁欺负了我儿子 没想到你们家到恶人先告状 小屁孩 快给我儿子道歉 谁知郭乔乔一听瞬间哭了 见此 婉婉也不甘示弱 直接一屁股坐下娃娃大哭 哭得内叫一个撕心裂肺 郭乔乔是说谎精 明明是他先说小吃哥哥是瘸子 郭母一听并不觉得女儿说错 所以并不以为人 而此时顾爸脸色顿时巨变 空气冷得令人窒息 郭爸自觉事情不妙 毕竟郭家掌权人是自己弟弟 虽说郭家涉及产业众多 但财力远不及苏固两家 于是他只能贺令女儿快道歉 郭乔乔被吓得一脸猛 见此 郭爸家中了语气 郭乔乔只能哭唧唧道 对不起 我错了 顾方是毫无波澜 只是礼貌对着程贺姐 程老师 我和婉婉先去上课 然而没过三秒 婉婉不忘折回提醒 对了 郭叔叔和阿姨你们出门要小心 不然可能被突然掉下的大椰子砸中了 这话一落 瞬间气炸两人 可半小时后 郭乔乔果真听到爸爸被椰子砸中的消息 他只能心里难难 苏婉婉真是个乌鸦嘴 当女孩第一次见同学爸爸 却当面说他今天会被椰子砸 郭爸气急败坏 半小时后 他果真被椰子砸中进了医院 幸好没有砸中要害 一周后平安出院 可郭乔乔或从口出 顾爸不管做什么都要针对郭爸 因此 郭乔乔这段时间乖巧的不息 郭乔乔正和其他同学玩着皮筋 郭乔乔走过来 趾高气昂道 苏婉婉 我也要玩 婉婉忍不住回队 你要玩 可我们不想和你玩 这话一落 郭乔乔瞬间怒了 苏婉婉别太过分 信不信我告诉程老师 婉婉也不带怕的 你去啊 程老师也不敢收束 实在不行你报警了 郭乔乔见婉婉这么有恃无恐 越想越生气 见婉婉玩那么开心 他顿时生起一丝坏心思 在众人没有反应过来时 他朝婉婉后腰踢了过去 顾芳池站在一旁 想立马上前阻止 幸好婉婉眼急手快 成功躲闪开 而郭乔乔一个不小心 摔了个四仰八叉 见此 顾芳池赶忙上前问婉婉 有没有受伤 婉婉疯狂摇头 我早就注意到她要踢我了 顿时只有郭乔乔哇哇大哭起来 正巧上课铃声响起 只有婉婉愣愣在原地 小吃哥哥 我们要不要走啊 闻言顾芳池思考半生 复行 我们得去找程老师 于是婉婉立马给程贺景打了个电话 不到一分钟 程贺景匆匆赶来 见情况不妙 他赶忙将郭乔乔送医务室 幸好只是一点擦伤 程贺景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郭乔乔一直哭个不停 程贺景赶紧了解事情起因经过 随后又调了监控视频 才通知了郭母 不出意外 郭母一来就破口大骂 婉婉没眼看 怒气回对 我们小景是小学老师 不是保姆 你孩子自己不小心 怎么还教育起老师了 是因为你我女儿才出事 婉婉冷哼 我还想说你抢了我的词吗 程贺景见状帮腔解释事情经过 谁知郭母不依不饶 还说要投诉他 婉婉见不得师弟被投诉 恶狠粉回对 你家孩子怕是没断奶 实在不行别读书了 郭母气得无言以对 牵着郭乔乔就回家了 婉婉看着这一幕却瞬间沉默了 程贺景发觉不对劲 忍不住问婉婉怎么 婉婉眼里有些羡慕 口中喃喃 郭乔乔家里人虽奇葩 但他有个为他着想的妈妈 如果我妈妈也在 肯定也会这么保护我的 程贺景没有接话 倒是小胖拍了拍三尺小胸脯 婉婉 没关系的 我可以把我妈妈送给你 婉婉疯狂摇头 别 你妈妈宠爸爸可是出了名的 要不起 小胖眼睛一亮 婉婉 你怎么这么聪明 婉婉非非一笑 那可不 毕竟有爸爸和六个哥哥排队主 外家干爹和小吃哥哥 我能不聪明吗 见此 程贺景没眼看 没想到连家都丢了 这天苏爸得知婉婉被欺负 直接联手顾家将帝都郭家给端了 郭爸气急败坏 回家就把妻女狠狠骂了一顿 郭乔乔眼眶一红 骂我干什么 都怪苏婉婉 是啊 你是不知道 今天我们女儿被欺负成什么样 尤其是他那班主任 一点面子都不给 还有乔乔那些同学 全都向着苏婉婉 就算是乔乔先动手打人 那也是因为那孩子该打 这话一落 郭爸瞬间如梦初醒 是自己和妻子太宠孩子 才会让他变得这么肆无忌惮 思考半晌后 郭爸眼神中带着一丝眼力 等下周乔乔就回江南读书 我们一家人都回去 郭母一听瞬间不高兴了 凭什么 我们在地都待得好好的 苏婉婉你不教训了 看把我们女儿欺负的都受伤了 郭爸头疼炸裂 行了 别吵吵 程老师早就把监控发我了 是乔乔自己先动手的 怪不了谁 因为这也是苏顾两家 给郭家下的最后一次通敌 听到这儿 郭乔乔顿时头皮发麻 脑海中浮现江南那不苟言消的小叔叔 可任凭他怎么不愿意 他也不敢直面郭吧 而这一幕 恰好被躲在房间的两个哥哥看见 他们紧紧拽紧了自己的拳头 发誓一定要狠狠教训苏婉婉 两男孩本想替妹妹教训小女孩 不料却反被小女孩走 这天婉婉刚去洗手间 两男孩见厕所没有其他人 便紧随其后 当婉婉准备离开厕所时 就听见厕所门啪哒一声 婉婉当即想打开 却发现门好像被什么抵住 心想下结识小景失地的宇文客 要是迟到肯定会被收拾 于是他来不及多想 赶紧大吼道 快把门给我打 闻言两男孩冷哼 这就是你欺负我妹妹的下场 婉婉一脸茫然 门外两人的声音如此陌生 随即两人又发出警告 要是再敢欺负我妹妹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这话一落 婉婉瞬间谎 你们妹妹就是郭乔乔吧 两男孩瞬间呆愣 明明传言苏婉婉不太聪明 怎么这么容易就猜到 可转念一想 猜到又怎么样 婉婉呵呵两声 你猜我会怎么样 当然是暴躁你们一笨 接着二人齐刷刷 看见头顶出现的小胖手 十分钟后 只见婉婉帅气地走出厕所 口中不停喃喃 你们今天运气好 要不是怕迟到 被我家小景失地收拾 我肯定揍到你们屁股开花 说完婉婉朝教室狂奔而去 见时间来不及 婉婉立马开始标傲斯卡演技 程老师 对不起 我拉肚子才迟到了 程贺景见婉婉那九分考影 一分真情实陆的夸张演技 只是嗨嗨一笑 行了 快回座位吧 婉婉瞬间如是重负 可屁股还没坐热 就被程贺景叫起 婉婉 上来默写一下生母育母 一瞬间 婉婉犹如晴天霹雳 但幸好昨晚小时哥哥给他开小灶 于是婉婉潇洒上台 轻松默写完成 程贺景十分满意 婉婉成功躲过一劫 而此时另一边的郭家两兄弟 也被班主任质问 谁知两兄弟颠倒黑白污蔑婉婉婉婉 事情很快就传到程贺景这里 他眉头微皱 正纳闷这事 于是他提前调取了监控 才带着婉婉去找二班班主任 林老师 我们班婉婉虽然调皮 但从不会随意欺负人 你们班两孩子才一年级 就进行校园暴力 长大还得了 我要向学校申请 劝退这两个学生 林老师件事情不对 赶忙把郭家两兄弟哼来 程贺景见到受伤的两兄弟 立马用眼神询问婉婉 怎么回事 婉婉有点害怕 紧张地搓了搓手道 道歉 一时没忍住 可程贺景却道 这次下手怎么这么轻 婉婉瞬间愣住 随即忍不住道 我也不想 那时候不是快上课了吗 何况还是你的课 想着迟到了肯定要被你收拾 见此 林老师还想说些什么 程贺景直接甩出监控 林老师只能乖乖给郭爸打去电话 半小时候 郭爸急匆匆赶来学校 结果发现儿子欺负的是苏婉婉 脑袋里那根弦瞬间裂开 男人只是去了趟学校 却差点晕倒 只因两倒没儿子 天偏又招惹了苏婉婉 见此 郭爸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给两儿子一大逼动 你们真是厉害啊 这么丢人的事情也能干得出来 一年级就赶进女厕所 长大了还得了 两兄弟第一次见爸爸这么生气 顿时都不敢吱声 一旁的程贺景顿了顿 心想国中从进门开始 都只是一味地在责备儿子 却从没想过让自己儿子道歉 于是他忍不住地开了头 郭先生 不等程贺景说完 郭爸却开始货心理 程老师 您看就是三孩子的打闹 我替我儿子向婉婉道歉 正准备弯腰道歉时 却被婉婉无情拦想 不好意思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见此 郭爸眉头微皱 转念一想 毕竟是苏家的女 也不好得罪 于是赶紧到 婉婉 两个哥哥不是故意的 文言婉婉两眼一番 你当我三岁小孩呢 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 话音刚落 郭爸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因为说这话时 他确实自己都不信 这时婉婉眨巴着卡兹兰的大意 带着一丝眼里道 叔叔 你两个儿子说要给郭乔乔报仇 难道你没告诉他们 郭乔乔是自作自受吗 郭爸顿时无言以对 没成想这时大儿子郭顺忍不住何止 你扯淡 我妹妹说就是你欺负了他 如果不是你 班上的同学怎么会孤立他 婉婉冷哼一声 程贺景也适时开口 郭先生也听见了 至于两位同学 我会上报给学校 给您做好思想工作再退学 话音未落 郭忠顿时勃然大怒 男人本以为儿子只是调皮 不料刚到学校 却被通知儿子要被开除 郭忠当即大怒 程老师 你不要太过分了 程贺景完全不为所动 我曾经告诉过尊夫人 我来当老师是因为完了 你的任何手段在我这不管用 毕竟我程家也不是任人欺负 听到程家 郭忠脸色瞬间惨白 之前他一直以为 程贺景可能和苏家有关系 但从来没有想过 程贺景是来自 出过不少人物的成家 下一秒 他忍不住把气撒在两儿子身上 看你们干的好事 郭顺委屈极了 大吼我没错 瞧瞧不过说顾芳池是瘸子 文言婉婉眉眉头一皱 脸上顿时一飞 你说谁是瘸子 信不信我把你揍成瘸子 哼哼 我说的是事实 婉婉庆幸顾芳池不在这里 不然他该伤心了 正想着高低都要给郭顺两拳 却被程贺景一把拉住 而郭顺知道自己要玩了 于是赶忙带着两儿子离开 半小时后 苏爸得知女儿被关厕所 于是带着儿子匆匆赶来学校 见此 婉婉瞬间娃娃大哭喊爸爸 你怎么才来 对不起 爸爸有点头眼昏花 可能要生病了 文言婉婉瞬间止住了哭声 爸爸 你不是生病 应该是近视了 毕竟年纪大了嘛 苏爸一脸无语 看来我家小棉袄漏风了 这时苏语师补充道 婉婉 你别听爸瞎说 你看他平时打我们的样子 就算跑个十公里 都不在话下的 最后还是苏启怀靠谱 他上下检查婉婉确认没受伤 才心疼地问道 欺负你的两小孩了 被他爸爸领走了 不过小景师弟说要把他们开除了 开除是不是以后就不能读书了 苏启怀以为婉婉觉得这样不好 于是赶紧解释道 他们会去别的地方读书 文言婉婉满脸失落 他们这种人还不如不读书呢 苏启怀轻声道 婉婉放心 我不会让他们郭家好过的 婉婉不懂大哥的意思 但你也觉得 郭家要被收拾 当天晚上 婉婉正熟睡时 郭忠宣布了破产 男人婉婉没想到 自己竟在一夜之间破产 第二天 他便灰溜溜地跑回江南郭家 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又被郭阔拒之门外 郭忠一脸不可思议 郭阔 我可是你大哥 郭阔连一个眼神都没给 然后默默转身离去 并留下一句 记得跟苏婉婉道歉 不然别想回家 甚至到现在 恐怕见面不超过二十次 没想到他竟和苏家有关系 但突然他又想到了什么 必把将郭乔乔推出来 我的死活可以不管 总要管管他侄女吧 婉家顿时愣住 先生说了 找谁来都不顶用 这话一落 郭忠知道自己这辈子完了 而此时另一边的婉婉 并不了解郭家的惨状 只是郭乔乔的转学 让他耳边瞬间清静了不少 想到之前郭乔乔坐他后面 不是用笔画他衣服 就是用力扯他头 其中一次更过分 趁他不注意把板凳给拖走 幸好被白清玄看见 想着终于不用再见郭乔乔 婉婉心情也好不少 于是他蹦跋地去找郭方池 小吃哥哥 我们一起去玩吗 其料郭方池一脸不开心 婉婉却一脸猛逼 奶萌问 小吃哥哥是咋了 到底谁招惹他了 就在这时 郭方池一脸委屈 婉婉 你最近都不来找我 婉婉恍然大悟 发誓道 小吃哥哥 那我以后争取每天都来找你 这话一落 郭方池终于露出了一丝帅气的笑 小女孩只是不小心对上男人视线 却喜提一个纪律委员 这天陈贺锦开始选班干部 喜料话音刚落 却迟迟不见有人上来竞选 陈贺锦一点不意外 于是微笑道 那我直接点名了 说完 他直接把目光看向婉婉 婉婉也不小心对上她视线 不料下一秒就听到 苏婉婉 你平时就是个小话牢 纪律委员就归你了 见不好搏了小景师弟的面子 婉婉只能强颜欢笑接受 没过三秒 陈贺锦便忍不住喊话 苏婉婉 以后班上要是有人讲话 我不找他们就找你 文言婉婉拍着三尺小松苦道 小景老师你放心 我保证做好班干部工作 陈贺锦微微点头 那真是辛苦你了 婉婉受宠若惊 不辛苦 我命苦而已 紧接着顾芳池成了班长 白清泉成了宣传委员 小胖成了生活委员 不出一个月 四人帮把班级管理得紧紧有题 唯一不足的是 小学课程比幼儿园丰富了不少 导致户外运动也变成一周仅有两小时 婉婉根本玩不尽兴 尤其是他们班体育老师经常生病 以至于两小时的户外运动都变成没有 婉婉皱了皱眉 这天终于忍不住 她气冲冲跑到体育老师办公室 见婉婉进来 体育老师眼神中带着一丝衣服 婉婉 你怎么来了 婉婉不吱声 只是把手中的东西摊开 然后取出一根最大的银针 吓得体育老师脸色惨白 小女娃只是没体育课上 却拿着银针冲到体育老师面前 吓得体育老师一阵哆嗦 婉婉 你这银针哪 婉婉奶萌道 是我师兄送给我的医生 话音刚落 体育老师一脸干的 抱歉 我不知道你师兄英年早逝 婉婉疯狂摇头 不不不 我师兄活得好好的 本来让师兄等他走后再送我 但他见我等不及 就提早送我了 体育老师恍然大悟 那你拿着银针想干吗 婉婉晃悠着小脑袋头 所有老师都说您身体不好 恰好我没别的本事 就是医术还可以 只要您让我给您脑袋扎上两针 保证您健康又长寿 说完 婉婉正想的应该怎么下手 体育老师慌忙夺审 我谢谢您嘞 老师身体好得好 你要是想玩Costly医生 回家玩啊 见此 婉婉无奈摇头 老师 我来真的呀 为了我以后能正常上体育课 麻烦您配合一下 有病就得治 什么呢 婉婉没病 紧接着婉婉露出容默默般的笑容 非非两声把体育老师逼到墙井 幸好陈贺景这时赶来 他眼神中带着眼力 素婉婉 你拿着墨金春的银针干什么 婉婉疯狂摇头 不不不 小景老师 你搞错了 现在这银针是我 我来给体育老师治病了 闻言陈贺景嘴角一抽 心想我这小世界真能忍试 见此 体育老师赶忙表示 陈老师 快把这小祖宗领走吧 我没病 话音刚落 婉婉立马回头 老师 你别骗我 我知道你有病 体育老师就差哭给婉婉看了 正当婉婉还想反驳时 就被陈贺景一把暴起 你到底听谁说的体育老师生病的事 婉婉昂着小脑袋道 所有老师都这么说呀 接着一一细数的谁说的 体育老师顿时一脸肝尬 他很想解释 却又不知道怎么解释 陈贺景一脸哭笑不得 婉婉 体育老师真的没生意 婉婉撅着小嘴不开心 他就是有病 不然怎么不给我上体育课 见此 体育老师立马发誓 婉婉你放心 以后老师一定准时给你们上体育课 这话一落 婉婉这才松了口 那好 你要是不舒服一定要告诉人 我的医术还是很厉害的 小女娃只是拿出银针 镜下的男人不敢缺席体育课 这边阴郁绵绵 婉婉没办法外出游玩 因此体育课改成自习课 可即便是这样 婉婉还是很开心 就在这时 数学老师正好过来 他看到体育老师后瞬间呆了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道 体育老师 这节课我来上吧 这话一落 体育老师如梗在喉 赶紧露出一个礼貌又干尬的微笑 不不不 还是我自己来上 数学老师眉毛一条 不明白体育老师今天是怎么了 于是缓缓道 体育老师 你不是生病了吗 这节课还是我来上吧 体育老师欲哭无泪 想到晚晚那容默默湿的银针 他就开始头皮发麻 于是他语气严肃道 数学老师 我身体很好 就算现在跑二十圈都没问题 可耐不住数学老师不听 直接将书本丢在讲桌上 见此 晚晚飞速拿出银针晃了 体育老师见状眼睛狂凑 数学老师 我今天真没生病 数学老师有点莫名其妙 忍不住问体育老师今天怎么回事 体育老师不吱声 只是把目光开向晚晚 晚晚瞬间恍然大悟 仿佛明白了什么 下一秒 他大吼一声道 老师 都说了咱有病得治 虽然我很想上数学课 但还是觉得先给你治病更重要 数学老师瞄懂 十分迅速改口道 那什么 你们体育老师没有生病 我突然想起还有事 我先撤了哈 晚晚一脸得意 看谁还敢抢体育课上 先问过我 赢针搭不搭议 男人只是伸了个手 却迎来一个充满关心的大逼斗 这天晚晚刚放学回家 就看到许久未见的二哥 晚晚一跃三尺高 精准跳入二哥怀岛 然后暖呼呼问道 二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苏语师嗨嗨一笑 刚到啊 这不想我家小童子吗 晚晚奶蒙回应 晚晚也好想二哥 这话给苏语师高兴的手舞足蹈 紧接着便询问 晚晚最近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文言晚晚一愤填膺的 把郭乔乔的事说了一遍 你说他是不是很过分 小吃哥哥明明是正常人 而且浑身带着紫气 要是我是郭乔乔 恨不得做的小跟班 以后准明跟着吃香喝辣 苏语师眉毛一品 你跟顾芳吃好 也是因为他浑身紫气 晚晚疯狂摇头 当然不是 我和小吃哥哥有缘 我们做朋友就是正常复苏 小吃哥哥是我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哥哥 也是最亲近的亲人 这话一落 两肤子瞬间吃起了三十年的老虫醋 苏语师更是嘖嘖两声 是是是 他是你最好的哥哥 我就不是了 晚晚点了点头 你确实不是 苏语师顿时无言以对 见此 晚晚眯了眯眼 你是我最爱的二哥 文言苏语师瞬间呆愣 笑骂道 就你嘴甜 晚晚有点不好意思 转过头看着苏吧 你是我最喜欢的吧 这波操作下来 终于把两肤子哄开心了 就在这时 三哥喊大家开饭了 晚晚发现自己 有点啃不动骨头 于是赶紧摸了摸自己的门眼 才发现牙齿松动了 恰好这一幕被三哥看见了 三哥满心问道 怎么了 是不是磕着牙了 晚晚摇摇头 不是 是我要当老奶奶了 见此 苏语师赶忙补充道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入土 话音刚落 苏语师便喜提老父亲的大逼动 他委屈 他不说 嗯 这是苏吧科普道 晚晚应该是要换牙了 苏语师一脸好奇 赶忙凑过去瞅瞅 还不自觉地伸手碰了解 下一名 晚晚的门牙就这么掉 一口鲜血哗哗直流 吓得晚晚瞬间哇哇大哭 苏语师也顿时猛圈 心想肯定要被老父亲抱走 只有三哥最理智 直接喊来家庭医生 上下检查一番后 确定只是换牙的年纪 才自然脱落 苏语师内心无比愧疚 苏爸满脸心疼 最后还是晚晚一笑明恩着 爸爸 我的牙齿早就松了 不过二哥 要生就生我的气了 听到这话 苏爸顿时气全消 但还是洋装生气道 我生你的气和生你二哥的气 有什么区别吗 晚晚点了点头 当然了 区别可大了 爸爸生二哥的气 那二哥肯定得来揍 二哥是直男 不会哄爸爸开心 我就不一样了 我是爸爸贴心小娘 你生气我就来哄你 见此 苏爸憋不住地笑了 苏语师更是感动得一塌糊 妹啊 你真是太好了 我苏语师这辈子 真是造了什么意义 哦不对 是做了什么大善事 才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妹妹 小女娃只是掉了两颗门眼 竟要跟师弟绝交 这天晚晚正上课 可缺一点心思没在课上 见此 程鹤警点名让晚晚起来认识 晚晚瞬间呆愣 随即念叨 黑话飞飞哈 发飞会哈飞 然后念着念着 程鹤警发现小师姐说话漏风 声音也小 便忍不住问道 晚晚 你怎么了 晚晚疯狂摇头 没似 没似 紧接着露出一个自己招牌式的笑容 这下好了 程鹤警终于发现晚晚眉牙掉 在晚晚坐下后 她还是没忍住 呼吱一下笑说的声 毕竟小师姐却门牙的样子 实在是太喜了 见此 晚晚立马嘟着小嘴 眼神优怨地看着台上的小景视野 程鹤警假装没看见 清了惊嗓的道 今天课就上到这里 下课吧 说完 程鹤警直接回了办公室 晚晚紧飞气候 待程鹤警回到办公室坐下 晚晚就对着程鹤警大声道 小景 你笑发窝 我要跟你绝交 这话一落 瞬间引起了体育老师的注意 她语气夸张道 晚晚 你怎么说话漏风了呀 晚晚一听 不但没有闭紧嘴巴 而是张开嘴唯 我的牙齿掉了 小景笑发我 我要跟她绝交 体育老师一听 顿时乐了 那程老师是怎么笑话你的 晚晚昂着小脑袋回应 她上课的时候笑了 不吃一声 全班都听见了 说完 晚晚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胸口 她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 地旁的程鹤警终于忍不住了 晚晚 我不是故意笑话你的 晚晚听到小师弟道歉 顿时心情好多了 谁知下一秒 程鹤警继续道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才笑话你 文言晚晚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随后咆哮道 程鹤警 我要跟你绝交 不会和好的那种绝交 程鹤警没梦一听 那好吧 等会你回教室 让语文科代表把作业收回 晚晚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好了 然后迈着小碎步离开了办公室 这家孩子不是学钢琴 就是学跳舞 可女孩却只要玩得开心就行 这都归咎于苏家宠孩子 不过程鹤警觉得晚晚这样无忧无虑也好 这天晚晚照常准备去跳皮筋 结果却被一个男孩拦住了去 晚晚脚下一顿 上下打量了一番道 是谁 找我有事吗 男孩点了点头 我是三班的 晚晚恍然 好像有点阴险 男孩有些受宠若惊 没想到晚晚还记得他 击中过后 男孩有些不好意思 你记性真好 说完 男孩这才想起自己的正事 对了 你最近听说顾方池的传闻了吗 晚晚眼神疑惑 随即摇了摇头 没有啊 听到这儿 男孩娓娓道理 顾燕总说顾方池的坏话 还说他是天煞不星 说完 男孩赶紧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是很喜欢你和顾方池 我知道顾方池不是这样的人 晚晚心里已满是怒气 他看了一眼小男孩 然后折返回教室 从自己书包里掏出一大包饼干给他 谢谢你特意来告诉我 这是我会处理的 男孩一脸惊喜 没想到只是告诉晚晚顾燕的事 晚晚就给了他这么多的小饼干 于是他继续补充道 我们老是很喜欢顾燕 所以我们搬其他人去告顾燕的状 却反被老是骂了 晚晚眉头微皱 毕竟是跳不下去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收拾顾燕 但他现在可是好了 小景师弟说了好儿童不可以打见 有事要记得找他 于是下课铃一响 晚晚便飞速跑去找陈贺景 将女孩前一秒帅气揍人 下一秒却认识道歉 这天晚晚听到顾燕说顾方是坏话 便着急跑去找陈贺景告状 陈贺景黑脸听完 才把目光投向三班班主任 林老师 这是你怎么看 晚晚不知林老师就是顾燕班主任 只是一直不太喜欢这个林老师 毕竟爱课上脱堂 还会在课堂上经常骂孩子 于是看得他更加焦急 陈贺景略作苦恼 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晚晚一听顿时更急了 你怎么能不知道怎么办 换作我是你 我就直接甩三班班主任两个大地位 问问他为什么不好好管教自己的学生 这样的老师肯定品德不行 学校还要他干什么 这话一落 在场的林老师气得蹭地站了起来 吓得晚晚顿时一愣 陈贺景见状柔了柔晚小脑 算是无声的安 紧接着他抬起毛子 语气严厉的 林老师 我还不知道你们班竟有这风气 林老师是新任班主任 听见陈贺景这么说 顿时慌的一批 而晚晚这才反应过来 声音陡然拔高 什么 你就是三班班主任 晚晚思考半晌后 继续质问你 顾艳在你们班说别人坏话 你为啥不管管 见此 林老师赶忙狡辩说不知道这是 气得晚晚瞬间爆内 你们把好多同学都告状了 你不但顾理 还骂了告状的同学 林老师一听 脸上顿时乌云密布 陈贺景也不再多言 只是道 完了 你去把顾艳叫管 晚晚瞬间眼睛亮了 你要收拾他了 乘客紧懒的回答 只是让晚晚快去 见此 晚晚二话不说便跑到三班 可顾艳完全不听晚晚说什么 刚想挣扎 却被晚晚呵斥 你要是不听话 信不信我揍你 顾艳瞬间描索 跟着晚晚去了办公室 在剧途中 顾艳想起几年前在顾家 眼神中就充满了怨恶 要不是苏晚晚 她还是顾家的少女 可因为她的出现 一切都变了 突然她大骂晚晚 气得晚晚直接暴揍了她一顿 终于来到办公室 晚晚开始有些心虚 她悄悄走到陈赫景身边 她骂我 我生气了才揍她的 不等陈赫景说什么 晚晚赶紧 小景老师 我错了 你想怎么罚我都没关系 见陈赫景不吱声 晚晚小嘴继续巴爸爸 小景老师 你给我爸爸打电话吧 让他带医生过来 咱该赔钱赔钱 该认错认错 见此 陈赫景只能给两方家长 打去了电话 小男孩被揍 女孩却很开心地给她道歉 甚至叫老师打电话给她爸爸 带上家里医生来给小男孩医治 见此 陈赫景拨通了苏爸电话 不料苏爸听说女儿在学校打架 第一反应就是关心女儿受伤美 而是觉得女儿平时很乖 不可能随便的 一定是别人先欺负自家闺女 这话一落 陈赫景无奈摇头 小师姐没长歪 真是万幸 而苏爸不等陈赫景说完 便气呼呼地惊现她办公室 陈赫景满脸惊讶 一共不到三分钟 苏爸是开火箭来的吧 似乎读懂了陈赫景眼神中的音 苏爸赶紧解释 你给我打电话时 我刚好在校门口 陈赫景心想 恐怕不是刚好 而是一直在吧 于是他忍不住问道 晚晚爸爸 这是守在学校门口 就这么不经意被拆穿 苏爸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他慌忙补充道 还不习惯晚晚上小学 所以来看看 陈赫景听后再次陷入了沉默 这时苏爸终于注意到了顾燕 看到顾燕后他很是惊讶 想到曹叔的事情过去快三年 顾燕廷没有对曹叔母子等尽杀绝 曹叔入狱 顾燕被送到孤儿院 没想到还能再遇见 但晚晚这次把人做得有点狠 见此 苏爸当即打电话 让律师和私人医生过来 就在这时 顾燕家长也轰轰的 见到自己爸爸 顾燕哭得更怂了 顾燕一脸心疼问道 小燕 怎么受伤了 顾燕像是立马找到主星骨似的 大吼道 爸爸 都是他欺负 晚晚也不怕 当即插腰道 欺负你怎么 是你自己嘴巴欠收拾 话音刚落 顾燕眉头微皱 对着晚晚历声道 给我儿子道歉 晚晚也不纠结 赶紧道 顾燕 对不起 见此 苏爸也随即开口 顾先生 抱歉 一切医疗费用我家承担 对方态度这么好 顾燕瞬间不知如何开口 唯有顾燕不依不饶 爸爸 他们就是故意 说完顾燕气冲冲看着晚晚 我问你 你是不是故意打我的 晚晚眨了眨眼 我就是故意打你的 不然我干嘛要打你 这话把顾燕问猛了 他觉得晚晚说的对也不对 但一时间 他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见此 苏爸心里暗自发笑 没想到自家闺女这么 这时程贺锦适当开口道 顾先生 今天我找你 不完全是因为晚晚打 还因为顾燕很喜欢 说别的孩子话话 我们学校能管孩子学习 能纠正孩子品行 但倘若孩子自己不肯改正 那我们学校也没办法 顾燕有些慌张 这话的意思是让儿子退学 于是他赶忙解释道 老师 我儿子平时在家很乖的 不可能说别的孩子换款 见此 苏爸插嘴道 我女儿平时在家也很乖 但他打人贼 话音刚落 顾健无言以对 这时程贺锦问顾燕 你知道错了吗 顾燕咬着牙不说话 顾健有些急了 你刚是说话了 顾燕才立马吼道 我没错 都怪苏婉婉和顾方氏 我妈妈才会入狱 我才会被送进孤儿院 婉婉见顾燕那不服气的样子 顿时手又仰 你是不是还想挨走 说着就要撸起袖子 幸好苏爸及时拉住 此时顾健眼神中充满惊验 不敢相信儿子竟会说出这样的 毕竟是曹叔自己做错了事 怪不得任何人 但顾燕完全没心情听 反而骂顾健没本事 他才会被欺负 顾健顿时脸上通红 对着程贺锦道歉 老师 是我没教育好孩子 麻烦您再给孩子一次机会 程贺锦没说话 顾健俩然 便带着顾燕回家了 一时间 林老师脸色发白 几次想开头都不知如何开头 这件事 刹那间 林老师顿时像泄了气的脾气 当女孩只是去了趟老师办公室 回来却哭唧唧 这天婉婉做了顾验后 程贺锦便让婉婉回来写简体 见婉婉眼圈通红 像是被人欺负了一眼 小胖赶忙凑近关心 婉婉 已被程老师打屁股 婉婉疯狂摇头 程老师倒是没有打我 小胖满脸问好 那你哭什么呀 婉婉一听 小嘴再次一扁 程老师没有打我 但是他让我写五百字深刻检讨 小胖不知道办公室发生了什么 但听到婉婉还要写检讨 有些吃惊 你干什么了呀 怎么要写这么多字的检讨 以前婉婉犯错时 程老师也只是让他写两百字检讨 听到小胖的话 婉婉也是一脸婆脑 对啊 我爸爸也是这么说的 但小景说我揍人是不对的 所以要做个深刻的检讨 小胖一听 顿时对揍的人产生了好奇 于是他顿了顿 才缓缓说道 是谁这么胆肥 感人我们婉婉姐 这话一落 婉婉瞬间怒气飙升 还不是顾燕 谁让他说小池哥哥话话 然后他还骂我 我一时没忍着就做他 小胖瞬间了然 原来是因为顾方池 说着他立马跑到顾方池面前 把婉婉做顾燕的事情告诉 不等小胖说完 顾方池便飞速跑到婉婉身边 婉婉 你没受伤吧 婉婉一脸猛逼 没 没有啊 听到婉婉说没事 顾方池悬着的心才落紧 婉婉健壮也露出了招牌式的微笑 这时顾方池开口道 婉婉你是因为我才写检讨的 谢谢你啊 我帮你一起写吧 听到这儿 婉婉瞬间喜笑颜看 小池哥哥 有你真好 地旁的小胖羡慕了 嘖嘖 这爱情的酸臭味 人被开除 可孩子们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们买了小鞭炮在学校庆祝 结果喜替陈克锦一千字的检讨 而顾燕生气父亲不替自己出头 于是放学后走进了一条天屁的巷子 结果遇到一群流浪狗 等顾健找到他时 已完全没了气息 顾燕为此上了新闻 新闻上都说顾燕可怜 痛斥流浪狗 唯有婉婉看了一眼 只是道了一句活该 顾元廷听到婉婉的话 还是满脸惊艳 见此 婉婉赶忙解释 顾燕作恶从未停止 我看到的不是流浪狗 而是向他索命的恶力 见顾元廷不吱声 婉婉继续搞 顾燕虐杀的动物 可比他惨多了 总之善恶中有报 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而已 上次看见顾燕身上围绕的飞机 婉婉就知道了结局 突然想到了什么 婉婉忍不住问道 顾燕爸爸怎么样 顾元廷长叹一声 他疯了 顾燕走后 他就开始精神不正体 年少时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考上研究生 在出国深造 后来遇到曹叔 结果曹叔带着孩子跑 他找到他们时 才知道曹叔入围狱 顾燕进了孤儿院 虽然曹叔做错了事 但顾燕还小 于是他把顾燕接回家 想尽力弥补 哪能想到顾燕走得这么凄惨 你说他一时间 怎么能接受得了 婉婉听后一阵唏嘘 顾建对儿子很爱 但顾叔叔这辈子没有亲人缘 惯性顾叔叔是一个好人 后半辈子会有人照顾他的 顾元廷心里微微惊讶 婉婉你说对了 顾建平日里经常资助大学生 其中有一个学生听说后 就把顾建带过去照顾 婉婉一脸欣慰 对顾叔叔来说 也算是善有善报 所有孩子都参加了元旦节目 唯有小女孩 却一个节目都没参加 这天陈赫景也一脸婆闹 他想给他家小师姐 一个C位曲跳舞吧 谁知婉婉肚皮凸起来 说是这样不可爱 可陈赫景倒是觉得蛮可爱 于是又改送婉婉去大河城 谁知婉婉的身高 只能站在第一排 话筒刚好对准他家小师姐 这次就算小师姐要做 他都要好好考虑下的 最后思来想去 婉婉就被送去演小品 本以为小孩子的小品不好排练 结果婉婉和小胖默契失足 主要两个孩子表达欲超强 性格外向开朗 说话时又带有不错的味道 明明一句很普通的话 但是却能够让人捧腹打笑 婉婉表示很喜欢这个节目 于是回家便跟爸爸一堆宣言 苏爸一听 完全不吝啬的一阵女孩 我们婉婉出色了 那你扮演了什么角色 婉婉奶蒙回应 香菲的妹妹咖啡 说完还不忘给爸爸表演一顿 加上婉婉模仿的也很像 直接把苏爸给逗笑了 第二天 六年级年纪主任也突然来找婉婉 见到婉婉第一眼 她顿时乐了 这孩子长得真喜情 就她 婉婉一脸猛逼 什么叫我长得喜情 这是要干嘛呀 面对婉婉的疑问 陈贺景赶紧解释了 六年级哥哥姐姐们有个开场舞展示 四大名著的主题曲 你会吗 婉婉不假思索的回应 我会啊 说完仿佛意识到不对劲 婉婉满脸一问 小景老师 你这是又给我找活了 陈贺景不明带婉婉高兴于府 但还是点了点头 谁知婉婉立马从地上蹦了起来 见此 陈贺景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看起来很高兴 得意忘形的婉婉疯狂点头 那当然 有活干就不用上课了 说完婉婉脸上顿时一将 眼神胆怯 刚才那话不是我说的 你信吗 陈贺景无奈摇头 你看我相信了有什么 婉婉拘着小嘴唇说话 陈贺景健壮 挥了挥手 赶紧跟周老师去练锁 练不好就别回来 婉婉一听 顿时露出一个招牌式的微信 小景老师 请放心 我一定不负你所望 说完 婉婉直接跑 留下一脸无语的陈贺景 和一脸猛逼的年纪主任 小女孩仅六岁 却能完整吹完整首白鸟嘲讽 这天婉婉孤零零在一旁 舞台上的同学们却叽叽喳喳 声音有些刺耳 婉婉长叹一声 口中不停喃喃 热闹是他们的 我什么也没有 这时间老师们已控制不住现场 婉婉深吸一口气 紧接着吹起了白鸟嘲讽 下一秒 舞台上所有声音戛然而止 音乐老师满脸震惊 婉婉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 还有这层天赋 待婉婉放下锁骂 顿时响起了雷鸣帆的整声 毕业老师赶忙问道 婉婉 你音乐天赋这么高 想不想学生乐 有兴趣以后来琴房 我教你 婉婉把头摇得跟锅浪鼠似的 不啦不啦 我没这个福气 老师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第一个老师眉头微皱 眼神中带着一丝不紧 你天赋这么好 说不定还能在娱乐圈发展 况且你二哥唱歌这么好听 作为妹妹怎么可能会唱 见此 小胖终于忍不住的大吼 老师 婉婉没说谎 她确实没这个福气 以前只要婉婉一开扫 我们都立马无耳朵的 这话一落 婉婉眼睛瞪得圆圆的 小嘴不开心地撅了起来 小胖 我不跟你玩了 小胖一脸猛逼 我又咋了 还不允许人家说实话吗 这时程贺锦恰好感 结果就看到了气呼呼的婉婉 程贺锦见婉婉胸的跟猫似的 顿时扑斥一下笑出了声 婉婉抬头看去 算是给程贺锦一个眼神警告 见此 程贺锦秒收住了笑 小男孩只是说了句实话 小女孩却再也不想和她玩了 小胖一脸委屈 婉婉姐 我保证不再说你唱歌难听 这话一落 婉婉怒气飙声 程贺锦见状却再一次笑出了声 婉婉泪眼汪汪 咬着嘴唇凶巴巴的 小景 你再一次伤害了我 却一笑而过 程贺锦打死不承认 我真的没有了 婉婉撅着小嘴回应 你刚刚明明笑了 我都看见了 程贺锦低着头 掩饰住了内心那点尴尬 婉婉撅着小嘴训斥 你可以笑任何人 可我是你小师姐 你得尊重我 不然我都没面子 程贺锦内心闪过一次笑语 轻声道 婉婉 你承认是我小师姐是吗 婉婉不明所以 那不必须承认了 程贺锦继续道 那你是不是应该给师弟一个面子 婉婉不懂 眼神中带着满满的蜜 见此 程贺锦叹了口气 我好歹是年纪主任 你直接爬我身上 我也很没面子的好 婉婉不禁看了看自己 然后露出一个招牌式微笑 程贺锦没有回应 只是让婉婉跟她去一趟办公室 婉婉乖小点头 这时小胖不禁生起一丝愧疚 婉婉被班主任带走了 会不会被揍了 这时吹了厕所呢 却震惊整个学校 甚至引来十万人的直播观看 校长顿时傻眼 他们虽然是贵族学校 但应该不至于这么混 可惊讶之后却是惊喜 现在直播这么多人 明年的招生不用愁 于是校长想封后大喜 直播报复是好事 不用管 突然想到了什么 校长继续问道 搞清楚直播间 为什么这么多人了吗 文言工作人员掏出手机道 我看直播间评论 说是苏宇时在微博发了直播链接 这话一落 校长心里顿时乐开花 然后继续回座位观看节目 这时直播间的观众 直接在评论区刷屏 而关于晚晚 所谈的热搜 已约有了报道字样 一时间 晚晚的关注度就更高了 不仅如此 各大官方也纷纷转发视频 有的记者还跑到学校采访 而元旦结束那天 晚晚早已回家吃大餐 至于网上的留言 晚晚有点看不懂 只有学校校长知道后 高兴的一堂糊涂 他们联系到了苏爸 想问苏爸愿不愿意 让晚晚接受采访 苏爸犹豫后 还是拒绝了 只是拒绝后 苏爸没有瞒着晚晚 晚晚也并不生气 反而安慰苏爸 爸爸做得很好 我也不想接受采访 假如记者问我问题 我答不上来怎么办 或者万一我说错话 被骂也有可能 煞奈间 苏爸感动万分 心想我家闺女不漏风了 当女孩仅六岁 却依依次所谈表演上热搜 见此 多方媒体争相采访 其料却被苏爸分分钟拒绝 可小报记者却不乐意了 还想写文章 痛恕婉婉这种信念 结果高高兴兴 拿到主编手上时 夸奖不说 还被劈头盖脸骂你 苏家人是你想采访 就能采访的吗 况且你有权利采访 人家有权利拒绝 再说你要是 悄悄把这篇文章发出去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小记者一脸猛逼 平时写写明星小八卦 偷拍明星日常 主编不都没说什么吗 怎么这就不行了 似乎看出小记者的不服气 嘴边忍不住的 苏家不一样 已知不知道苏婉婉是谁 那是苏家恨不得 把天上星星摘给她的人 小记者依旧不相信 谁家能这么丑孩子呢 下时间 主编被自己员工气笑 我就这么说吧 只要是苏婉婉想要的 哪怕上刀山下活海 他爸爸哥哥都在所不惜 见小记者不吱声 主编不耐烦地板了白手 总之苏婉婉的不好 一律不准发 要是真想发 必须发点好的 小记者不懂 什么才叫好的呢 哎呀 你得快那小孩漂亮 他就喜欢被人垮 这话一落 小记者心想着小孩真自恋 可在细看婉婉的面下 确实长得好 小脸白白净净 还有一双卡兹兰的大眼睛 加上肥嘟嘟的小脸蛋 见着就忍不住想上手捏一捏 甚至很多明星的孩子 都没婉婉长得好看 但转念才想到 苏婉婉是徐颖后的小母 这么想着 小记者一阵后跑 幸好没把通稿发出去 不然别说工作不保 还连累公司 紧接着他就回到工位 洋洋洒洒地写了5000字赞美婉婉 伯父其然 没过两天 婉婉就点赞了他的文章 一时间 小记者抱 小女孩只是吹了厕所呢 却上了七七49天的热搜 甚至引起著名音乐家文玉的青睐 并发博说要收婉婉为徒 可文玉多年未曾收过徒弟 突然这次要收这么小的孩子为徒 顿时间大家都惊讶不已 尤其是文玉从不夸人 这次为了找到婉婉 却洋洋洒洒写了1000字的赞美词 见此 网友们纷纷爱测王玉 结果一连几天都没人回应 这下让大家着急了 于是纷纷跑到苏宇石的评论区底下 苏宇石也吓得一猛一 了解完前因后果 才回复了一句 晚晚正上学呢 周末才能玩手机 顿时间 网友们突然觉得首富也变得接地起 而正在被众多网友讨论的网友 却完全不知这些事 他此时正在努力学习 争取期末考试能拿一张线状回家 毕竟小学可不像幼儿园 每学期都会有好宝宝抢 晚晚觉得虽然自己成绩不走地 但也要做个努力的好宝宝 说不定最后还能混个进步之心 这么想着 晚晚就更加有干劲 三天后 晚晚等老师收完最后一张卷子 便背着书包飞快跑出了教室 可刚走出学校 晚晚就被一道黑色的阴影挡住了 一抬头 竟然是锅中 别的孩子放学都暗示回家 可小女孩却被轻松拐走吃打餐 这天晚晚刚放学 就被锅中拦住了去路 见此 顾方池敢忙扶在晚晚前面 恶粉狠道 你来干什么 锅中看着顾方池的眼神 心里多少有些惊讶 不过才不到十岁 那眼神却充满了怒骨和阴沉 锅中明白 顾方池将来绝对比他父亲更加心狠手辣 这么想着 心中最后那一点怨恨 在看见顾方池这一双眼睛时 便瞬间消失殆景 我和张玉杰离婚了 晚晚一愣 随即才反应过来 你终于看清楚自己的前途 锅中不好意思地解释 是他发现和我过不了父太太的生活 便转身找了下家 听到这儿 晚晚忍不住吐槽 怪不得我看你浑身泛着绿光 原来是被绿了 锅中无言以对 晚晚你是知道怎么弃人 见锅中不吱声 晚晚继续 你现在的结果跟我没关系 你们家受到了应有的成绩 我们家也不会再为难你 你要是再拦着不让我走 等我爸爸来 你就完了 锅中一听 瞬间急了 不不不 我只是来道歉的 晚晚十分淡定 道歉不必 听到晚晚拒绝道歉 锅中更加慌了 毕竟他弟弟可是亲口说了 要是苏晚晚不原谅他 他这辈子都别想回家了 思考半生 锅中眼神一亮 只要你品原谅我 我就请你吃大餐 这话一落 顾方池一脸不可思议 回过头 晚晚已经口水直流三千尺 顾方池不禁大喊一句 晚晚 晚晚瞬间回过神 小吃哥哥 我们去吃大餐嘛 顾方池毫不犹豫地拒绝 见此 晚晚秒变可怜巴巴 泪眼汪汪地看着顾方池 好在顾方池理智还在 赶紧道 晚晚 我们不知道锅中打了什么主意 还是别去了 万一把你卖了客套 晚晚眨巴着卡兹兰的大眼道 父辈显中情 要是他真敢这么干 也要问问我七星见童不童 紧接着晚晚昂着小脑袋 说吧 去哪吃 男人说要请小女孩吃大餐 可让小女孩没想到的是 这所谓的大餐竟然全是素菜 晚晚眼神悠怨地看着锅中 你这是耍我玩呢 文言锅中一脸尴尬 不不不 这已经是我全部的家的 以前有钱 自然是看不上这些 但这两个月他欠了一屁子 每天能吃饱三餐就谢天谢地了 所以哪怕全是素菜 锅中也吃得津津有味 末了 锅中还不忘到一句 你们俩随意 晚晚无言以对 想直接摔筷子走 就在这时 晚晚的儿童手表开始震动 定睛一看 才知识爸爸打来的电话 晚晚赶紧接起电话 买声买气的 喂 不料苏爸在那头几乎咆哮得大 苏晚晚 你跑暖去了 晚晚看了看四周 他也不知事 于是转头问郭忠 郭忠随口报了一个地址 听到地址 苏爸气到几乎要晕绝 你怎么跑这么远 晚晚如实说道 郭小巧的爸爸说要请我吃大餐 苏爸顿时气到心肌梗塞 你这小吃货 人家叫你去你就去 是不是人家把你卖了 你还开心地给人家数钱呢 见晚晚不吱声 苏爸放出狠话 你告诉郭忠 他要是感动你 我书家一定会不盈于力地找到他 向他挫补扬晦 晚晚嗡了两声 看向郭忠 大声道 我爸爸说了 你要是再敢抢我吃的 我爸爸一定将你错不扬灰 这话一落 吓得郭忠脸色惨白 而听到晚晚话的老父亲一阵无语 晚晚满意地看着郭忠 随后对着老父亲说道 爸爸 你赶紧过来吧 行 你给我等着 晚晚听到苏爸的话 只觉得皮子一紧 但还是没有听出别的意思 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但还是乖巧点 好的 我等你 说完便自己先挂了电话 男人本以为儿子只是调皮 不料刚到学校 却被通知儿子要被开除 郭忠当即大怒 陈老师 你不要太过分了 陈赫景完全不为所动 我曾经告诉过尊夫人 我来当老师是因为晚晚 你的任何手段在我这不管用 毕竟我陈家也不是任人欺负 听到陈家 郭忠脸色瞬间惨白 之前他一直以为陈赫景 可能和苏家有关系 但从来没有想过 陈赫景是来自出过不少人物的陈家 下一秒 他忍不住把气撒在两儿子身上 看你们干的好事 郭顺委屈极了 大吼我没错 瞧瞧不过说顾芳池是瘸子 文言晚晚眉头一皱 脸上顿时一黑 你说谁是瘸子 信不信我把你揍成瘸子 哼哼 我说的是事实 晚晚庆幸顾芳池不在这里 不然他该伤心了 正想着高低都要给郭顺两拳 却被陈赫景一把拉住 而郭忠知道自己要玩了 于是赶忙带着两儿子离底 半小时后 苏爸得知女儿被关厕所 于是带着儿子匆匆赶来学校 可能要生病 文言晚晚瞬间止住了哭声 爸爸 你不是生病 应该是近视了 毕竟年纪大了嘛 苏爸一脸无语 看来我家小棉袄漏风了 这时苏玉是补充道 晚晚 你别听爸瞎说 你看他平时打我们的样子 就算跑个十公里 都不在话下的 最后还是苏启怀靠谱 他上下检查晚晚确认没受伤 才心疼地问道 欺负你的两小孩了 被他爸爸领走了 不过小景师弟说要把他们开除了 开除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不输了 苏启怀以为晚晚觉得这样不好 于是赶紧解释道 他们会去别的地方读书 文言晚晚满脸失落 他们这种人还不如不读书呢 苏启怀轻声道 晚晚放心 我不会让他们郭家好过的 晚晚不懂大哥的意思 但你也觉得 郭家要被收拾 当天晚上 晚晚正熟睡时 郭中宣布了破产 男人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在一夜之间破产 第二天 他便灰溜溜地跑回江南郭家 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又被郭阔拒之门外 郭中一脸不可思议 郭阔 我可是你大哥 郭阔连一个眼神都没给 然后默默转身离去 并留下一句 记得跟苏婉婉道歉 不然别想回家 郭中顿时血液凝固 心想他和这个弟弟 没有太多交情 从小到大甚至到现在 恐怕见面不超过二十次 没想到他竟和苏家有关系 但突然他又想到了什么 一把将郭桥桥推出来 我的死活可以不管 总要管管他侄女吧 婉家顿时愣住 先生说了 找谁来都不顶用 这话一落 并不了解郭家的惨状 只是郭桥桥的转学 让他耳边瞬间清静了不少 想到之前郭桥桥坐他后面 不是用笔划他衣服 就是用力扯他头发 其中一次更过分 趁他不注意把板凳给拖走 幸好被白清玄看见 想着终于不用再见郭桥桥 婉婉心情也好不少 于是他蹦跋地去找顾芳池 小吃哥哥 我们一起去玩吗 其料顾芳池一脸不开心 婉婉却一脸猛逼 奶萌问 小吃哥哥是咋了 到底谁招惹他了 就在这时 顾芳池一脸委屈 婉婉 你最近都不来找我 婉婉恍然大悟 发誓道 小吃哥哥 那我以后争取每天都来找你 这话一落 顾芳池终于露出了一丝帅气的笑 小女孩只是不小心对上男人视线 却喜提一个纪律委员 这天陈贺景开始选班干部 其料话音刚落 却迟迟不见有人上来竞选 陈贺景一点不意外 于是微笑道 那我直接点名了 说完 他直接把目光看向婉婉 婉婉也不小心对上他事情 不料下一秒就听到 苏婉婉 你平时就是个小话牢 纪律委员就归你了 见不好搏了小景师弟的面子 婉婉只能强颜欢笑接受 没过三秒 陈贺景便忍不住喊话 苏婉婉 以后班上要是有人讲话 我不找他们就找你 文言婉婉拍着三尺小胸扑道 小景老师你放心 我保证做好班干部工作 陈贺景微微点头 那真是辛苦你了 婉婉受宠若惊 不辛苦 我命苦而已 紧接着顾芳池成了班长 白清泉成了宣传委员 小胖成了生活委员 不出一个月 四人帮把班级管理得紧紧有题 唯一不足的是 小学课程比幼儿园丰富了不少 导致户外运动也变成一周仅有两小时 婉婉根本玩不尽兴 尤其是他们班体育老师经常生病 以至于两小时的户外运动都变成没有 婉婉皱了皱眉 这天终于忍不住 他气冲冲跑到体育老师办公室 见婉婉进来 体育老师眼神中带着一丝衣服 婉婉 你怎么来了 婉婉不吱声 只是把手中的东西摊开 然后取出一根最大的银针 吓得体育老师脸色惨白 小女娃只是没体育课上 却拿着银针冲到体育老师面前 吓得体育老师一阵哆嗦 婉婉 你这银针哪 婉婉奶蒙道 是我师兄送给我的医生 话音刚落 体育老师一脸尴尬 抱歉 我不知道你师兄英年早逝 婉婉疯狂摇头 不不不 我师兄活得好好的 本来让师兄等他走货再送我 但他见我等不及 就提早送我了 体育老师恍然大悟 那你拿着银针想干吗 婉婉晃悠着小脑袋等 所有老师都说您身体不好 恰好我没别的本事 就是医术还可以 只要您让我给您脑袋扎上两针 保证您健康又长寿 说完 婉婉正想的应该怎么下手 体育老师慌忙夺审 我谢谢您嘞 老师身体好的 你要是想玩抠死的医生 回家玩啊 见此 婉婉无奈摇头 老师 我来真的呀 为了我以后能正常上体育课 麻烦您配合下 有病就得治 什么嘛 我没病 婉婉愣了三秒继续倒 神经病的病人也常说自己没病 紧接着 婉婉露出容默默般的笑容 飞飞两声把体育老师逼到墙井 幸好陈贺景这时赶来 他眼神中带着眼力 宿婉婉 你拿着墨金春的银针干什么 婉婉疯狂摇头 不不不 小景老师 你搞错了 现在这银针术 我来给体育老师治病了 闻言陈贺景嘴角一抽 心想我这小世界真能忍试 见此 体育老师赶忙表示 陈老师 快把这小祖宗领走吧 我没病 话音刚落 婉婉立马回头 老师 你别骗我了 我知道你有病 体育老师就差哭给婉婉看了 正当婉婉还想反驳时 就被陈贺景一打暴击 你到底听谁说的体育老师生病的事 婉婉昂着小脑袋倒 所有老师都这么说呀 接着一一细数着谁说的 体育老师顿时一脸尴尬 他很想解释 却又不知道怎么解释 陈贺景一脸哭笑不得 婉婉 体育老师真的没生意 婉婉撅着小嘴不开心 她就是有病 不然怎么不给我上体育课 见此 体育老师立马发誓 婉婉你放心 以后老师一定准时给你们上体育课 这话一落 婉婉这才松了口 那好 你要是不舒服一定要告诉人 我的医术还是很厉害的 小女娃只是拿出银针 镜下的男人不敢缺席体育课 这天阴雨绵绵 婉婉 婉婉没办法外出游玩 因此体育课改成自习课 可即便是这样 婉婉还是很开心 就在这时 数学老师正好过来 她看到体育老师后瞬间呆了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的 体育老师 这节课我来上吧 这话一落 体育老师如梗在喉 赶紧露出一个礼貌又尴尬的微笑 不不不 还是我自己来上 数学老师眉毛一条 不明白体育老师今天是怎么 于是缓缓道 体育老师 你不是生病了吗 这节课还是我来上的 体育老师欲哭无泪 想到婉婉那容默默湿的银针 她就开始头皮发麻 于是她语气严肃道 数学老师 我身体很好 就算现在跑20圈都没问题 可耐不住数学老师不听 直接将书本丢在讲桌上 见此 婉婉飞速拿出银针晃 体育老师健壮眼睛狂凑 数学老师 我今天真没生病了 数学老师有点莫名其妙 忍不住问体育老师今天怎么回事 体育老师不吱声 只是把目光看向婉婉 婉婉瞬间恍然大悟 仿佛明白了什么 下一秒 她大吼一声道 老师 都说了咱有病得治 虽然我很想上数学课 但还是觉得先给你治病更重要 数学老师瞄懂 十分迅速改口道 那什么 你们体育老师没有生病 我突然想起还有事 我先撤了哈 婉婉一脸得意 看谁还敢抢体育课上 先问过我赢真答不答应 男人只是伸了个手 却迎来一个充满关心的大逼斗 这天婉婉刚放学回家 就看到许久未见的二哥 婉婉一跃三尺高 精准跳入二哥怀岛 然后暖呼呼问道 二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苏语师嗨嗨一笑 刚到啊 这不想我家小童子吗 婉婉奶蒙回应 婉婉也好想二哥 这话给苏语师高兴的手舞足蹲 紧接着便询问婉婉最近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婉言婉婉一愤填膺地把郭乔乔的事说了一遍 你说他是不是很过分 小吃哥哥明明是正常人 而且浑身带着紫棋 要是我是郭乔乔 恨不得做个小跟班 以后准能跟着吃香喝辣 苏语师眉毛一品 你跟顾芳吃好 也是因为他浑身紫棋 婉婉疯狂摇头 当然不是 我和小吃哥哥有缘 我们做朋友就是正常复苏 小吃哥哥是我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哥哥 也是最亲近的亲人 这话一落 两父子瞬间吃起了三十年的朗成素 苏语师更是嘖嘖两声 是是是 他是你最好的哥哥 我就不是了 婉婉点了点头 你确实不是 苏语师顿时无言以对 见此 婉婉眯了眯眼 你是我最爱的二哥 文言苏语师瞬间呆愣 笑骂道 就你嘴甜 婉婉有点不好意思 转过头看着苏吧 你是我最喜欢的吧 这波操作下来 终于把两父子火开心了 就在这时 三哥喊大家开饭了 婉婉发现自己有点啃不动骨头 于是赶紧摸了摸自己的门牙 才发现牙齿松动了 恰好这一幕被三哥看见了 三哥满心问道 怎么了 是不是磕着牙了 婉婉摇摇头 不是 是我要当老奶子了 见此 苏语师赶忙补充道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入组 话音刚落 苏语师便喜提老父亲的大逼动 他委屈 他不说 嗯 这是苏爸科普道 婉婉应该是要换牙了 苏语师一脸好奇 赶忙凑过去瞅瞅 还不自觉地伸手碰了起 下一命 婉婉的门牙就这么掉 一口鲜血哗哗直流 吓得婉婉瞬瞬间哇哇大哭 苏语师也顿时猛圈 心想肯定要被老父亲抱走 只有三哥最理智 直接喊来家庭医生 上下检查一番后 确定只是换牙的年纪才自然脱落了 苏语师内心无比愧疚 苏爸满脸心疼 最后还是婉婉一笑明恩着 爸爸 我的牙齿早就松了 不过二哥 要生就生我的气了 听到这话 苏爸顿时气全消 但还是洋庄生气道 我生你的气和生你二哥的气 有什么区别吗 婉婉点了点头 当然了 区别可大了 爸爸生二哥的气 那二哥肯定得来揍 二哥是直男 不会哄爸爸太心 我就不一样了 我是爸爸贴心小娘 一生气我就来哄你 见此 苏爸憋不住地笑了 苏语师更是感动得一塌糊 妹啊 你真是太好了 我苏语师这辈子真是造了什么意义 哦不对 是做了什么大善事 才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妹妹 小女娃只是掉了两颗萌眼 竟要跟师弟绝交 这天婉婉正上课 可缺一点心思没在课上 见此 程贺景点名让婉婉起来认词 婉婉瞬间呆愣 随即念叨 黑话飞飞哈 发飞会哈飞 然后念着念着 程贺景发现小师姐说话漏风 声音也小 便忍不住问道 婉婉 你怎么了 婉婉疯狂摇头 没事 没事 紧接着露出一个自己招牌式的笑容 这下好了 程贺景终于发现婉婉门牙掉 在婉婉坐下后 她还是没忍住 咕吱一下笑说的声 毕竟小师姐却门牙的样子 实在是太喜大 见此 婉婉立马督着小子 眼神忧愿地看着台上的小景视频 程贺景假装没看见 亲了亲嗓子道 今天课就上到这里 下课吧 说完 程贺景直接回了办公室 婉婉婉紧飞起哄 待程贺景回到办公室坐下 婉婉就对着程贺景大声道 小景 你笑发窝 我要跟你绝交 这话一落 瞬间引起了体育老师的注意 她语气夸张道 婉婉 你怎么说话漏风了呀 婉婉一听 不但没有闭紧嘴巴 而是张开嘴回应 我的牙齿掉了 小景笑发我 我要跟她绝交 体育老师一听 顿时乐了 那程老师是怎么笑话你的呀 婉婉昂着小脑袋回应 她上课的时候笑了 不吃一声 全班都听见了 说完 婉婉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胸口 她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 地旁的程贺景终于忍不住了 婉婉 我不是故意笑话你的 婉婉听到小师弟道歉 顿时心情好多了 谁知下一秒 程贺景继续道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才笑话你的 婉言婉婉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随后咆哮道 程贺景 我要跟你绝交 不会和好的那种绝交 程贺景没貌一点 那好吧 等会你回教室 让语文科代表把作业收回 婉婉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好的 然后迈着小碎步离开了办公室 这家孩子不是学钢琴 就是学跳舞 可女孩却只要玩得开心就行 这都归咎于苏家宠孩子 不过程贺景觉得婉婉这样无忧无虑也好 这天婉婉照常准备去跳皮筋 结果却被一个男孩拦住了去 婉婉脚下一顿 上下打扬了一番道 你是谁 找我有事吗 男孩点了点头 我是三班的 婉婉恍然 好像有点阴性 男孩有些受宠若惊 没想到婉婉还记得她 激动过后 男孩有些不好意思 你记性真好 说完 男孩这才想起自己的正事 对了 你最近听说顾芳池的传闻了吗 婉婉眼神疑惑 随即摇了摇头 没有啊 听到这儿 男孩娓娓道了 顾燕总说顾芳池的坏话 还说她是天煞不星 说完 男孩赶紧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是很喜欢你和顾芳池 我知道顾芳池不是这样的人 婉婉心里已满是目击 她看了一眼小男孩 然后折返回教室 从自己书包里掏出一大包饼干的 谢谢你刻意来告诉我 这是我会处理的 男孩一脸惊喜 没想到只是告诉婉婉顾燕的事 婉婉就给了她这么多的小饼干 于是她继续补充道 我们老是很喜欢顾燕 所以我们搬其他人去告顾燕的状 却反被老是骂 婉婉眉头微皱 提金是跳不下去 她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收拾顾燕 但她现在可是好 小景师弟说了好儿童不可以打架 有事要记得找她 于是下课灵一响 婉婉便飞速跑去找陈贺景 小女孩前一秒帅气揍人 下一秒却认识道歉 这天婉婉听到顾燕说顾芳是坏话 便着急跑去找陈贺景告状 陈贺景黑脸听完 才把目光投向三班班主任 林老师 这是你怎么看 婉婉不知林老师就是顾燕班主任 只是一直不太喜欢这个林老师 毕竟爱课上脱堂 还会在课堂上经常骂孩子 于是看得她更加焦急 小景 你问她干什么呀 你倒是自己出出主意啊 陈贺景略作苦恼 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婉婉一听 顿时更急了 你怎么能不知道怎么办呢 换做我是你 我就直接甩三班班主任两个大壁 问问她为什么不好好管教自己的学生 这样的老师肯定品德不行 学校还要她干什么 这话一落 在场的林老师气得蹭地站了起来 吓得婉婉顿时一愣 陈贺景见状揉了揉婉婉小脑 算是无声的安耳 紧接着她抬起毛子 理气严厉的 林老师 我还不知道你们班竟有这风气 林老师是新任班主任 听见陈贺景这么说 顿时方的一屁 而婉婉这才反应过来 声音陡然拔高 什么 你就是三班班主任 婉婉思考半晌后 继续质问的 顾燕在你们班说别人话话 你为啥不管管 见此 林老师赶忙狡辩说不知道这事 气得婉婉瞬间报名 你们把好多同学都告状了 你不但顾理 还骂了告状的同学 林老师一听 脸上顿时乌云密布 陈贺景也不再多言 只是道 完了 你去把顾燕叫管 婉婉瞬间眼睛亮了 你要收拾她了 陈贺景懒的回答 只是让婉婉快去 见此 婉婉二话不说便跑到三班 可顾燕完全不听婉婉说什么 刚想挣扎 却被婉婉呵斥 你要是不听话 信不信我揍你 顾燕瞬间描索 跟着婉婉去了办公室 在剧途中 顾燕想起几年前在顾家 眼神中就充满了怨慕 要不是苏婉婉 她还是顾家的少女 可因为她的出现 一切都变了 突然她大骂婉婉 气得婉婉直接抱揍了她一顿 终于来到办公室 婉婉开始有些心虚 她悄悄走到陈赫景身边道 她骂我 我生气了才揍她的 不等陈赫景说什么 婉婉赶紧 小景老师 我错了 你想怎么罚我都没关系 见陈赫景不吱声 婉婉小嘴继续巴巴 小景老师 你给我爸爸打电话吧 让她带医生过来 咱该赔钱赔钱 该认错认错 见此 陈赫景只能给两方家长 打去了电话 小男孩被揍 女孩却很开心地给她道歉 甚至叫老师打电话给她爸爸 带上家里医生来 给小男孩医治 见此 陈赫景拨通了苏爸电话 不料苏爸听说女儿在学校打架 第一反应就是关心女儿受伤美 而是觉得女儿平时很乖 不可能随便的 一定是别人先欺负自家闺女 这话一落 陈赫景无奈摇头 小师姐没长歪 真是万幸 而苏爸不等陈赫景说完 便气呼呼地惊现她办公室 陈赫景满脸惊讶 一共不到三分钟 苏爸是开火箭来的吧 似乎读懂了陈赫景眼神中的一步 苏爸赶紧解释 你给我打电话时 我刚好在校门口 陈赫景心想 恐怕不是刚好 而是一直在哪 于是他忍不住问道 晚晚爸爸 这是守在学校门口 就这么不经意被拆穿 苏爸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他慌忙补充道 还不习惯晚晚上小学 所以来看看 陈赫景听后再次陷入了沉默 这时苏爸终于注意到了顾燕 看到顾燕后他很是惊讶 想到曹叔的事情过去快三年 顾延廷没有对曹叔母子感尽杀绝 曹叔入狱 但晚晚这次把人做得有点好 见此苏爸当即打电话 让律师和私人医生过来 就在这时顾燕家长也轻轻的 见到自己爸爸顾燕哭得更怂了 顾建一脸心疼问道 小燕怎么受伤了 顾燕像是立马找到主心骨似的 大吼道 爸爸都是他欺负我 晚晚也不怕 当即插腰道 欺负你怎么了 是你自己嘴巴欠收拾 话音刚落 顾建眉头微皱 对着晚晚历声道 陪我儿子道歉 晚晚也不纠结 赶紧到 顾燕 对不起 见此苏爸也随机开口 顾先生 抱歉 一切医疗费用我家承担 对方态度这么好 顾建瞬间不知如何开口 唯有顾燕不依不饶 爸爸 他们就是故意 说完顾燕气冲冲看着晚晚 我问你 你是不是故意打我的 晚晚眨了眨眼 我就是故意打你的 不然我干嘛要打你 这话把顾燕问猛了 他觉得晚晚说的对也不对 但一时间他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见此 苏爸心里暗自发笑 没想到自家闺女这么 这时程鹤井适当开口道 顾先生 今天我找你 不完全是因为晚晚打 还因为顾燕很喜欢说别的孩子换话 我们学校能管孩子学习 能纠正孩子品行 但倘若孩子自己不肯改正 那我们学校也没办法 顾建有些慌张 这话的意思是让儿子退学 于是他赶忙解释道 老师 我儿子平时在家很乖的 不可能说别的孩子换话 见此 苏爸插嘴道 我女儿平时在家也很乖 但他打人贼 话音刚落 顾建无言以对 这时程鹤井问顾燕 你知道错了吗 顾燕咬着牙不说话 顾建有些急了 你倒是说话呀 顾燕才立马吼道 我没错 都怪苏婉婉和顾芳氏 我妈妈才会入狱 我才会被送进孤儿院 婉婉见顾燕那不服气的样子 顿时手又痒 你是不是还想挨走 说着就要撸起袖子 幸好苏爸及时拉住 此时顾建眼神中充满惊讶 不敢相信儿子竟会说出这样的 毕竟是曹叔自己做错了事 怪不得任何人 但顾燕完全没心情听 反而骂顾建没本事 她才会被欺负 顾建顿时脸上通风 对着程鹤井道歉 老师 是我没教育好孩子 麻烦您再给孩子一次机会 程鹤井没说话 顾建了然 便带着顾燕回家了 一时间 林老师脸色发白 几次想开口都不知如何开口 见此 程鹤井淡淡的 我会跟校长说这件事 刹那间 林老师顿时像泄了气的脾气 当女孩只是去了趟老师办公室 回来却哭哧哧 这天婉婉做了顾燕后 程鹤井便让婉婉回来写简体 见婉婉眼圈通风 像是被人欺负了一眼 小胖赶忙凑近关心 婉婉 已被程老师打屁股 婉婉疯狂摇头 程老师倒是没有打我 小胖满脸问号 那你哭什么呀 婉婉一听 小嘴再次一笔 程老师没有打我 但是他让我写500字深刻检讨 小胖不知道办公室发生了什么 但听到婉婉还要写检讨 有些吃惊 你干什么了呀 怎么要写这么多字的检讨 以前婉婉犯错时 程老师也只是让他写200字检讨 听到小胖的话 婉婉也是一脸活脑 对呀 我爸爸也是这么说的 但小景说我揍人是不对的 所以要做个深刻的检讨 小胖一听 顿时对揍的人产生了好奇 于是他顿了顿 才缓缓说道 是谁这么胆肥 敢惹我们婉婉姐 这话一落 婉婉瞬间怒气飙升 还不是顾燕 谁让他说小池哥哥话话 然后他还骂我 我一时没忍着就揍他 小胖瞬间了然 原来是因为顾方池 说着他立马跑到顾方池面前 把婉婉做顾燕的事情告诉他 不等小胖说完 顾方池便飞速跑到婉婉身边 婉婉 你没受伤吧 婉婉一脸猛逼 没 没有啊 听到婉婉说没事 顾方池悬着的心才落井 婉婉健壮也露出了招牌式的微笑 这时顾方池开口道 婉婉你是因为我才写检讨的 谢谢你啊 我帮你一起写吧 听到这儿 婉婉瞬间喜笑颜看 小直哥哥 有你真好 地旁的小胖羡慕了 嘖嘖 这爱情的酸臭味 女人被开除 可孩子们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们买了小鞭炮在学校庆祝 结果喜替陈克锦衣签字的简补 而顾燕生气父亲不替自己出头 于是放学后走进了一条偏僻的巷子 结果遇到一群流浪狗 等顾剑找到他时 你完全没了气息 顾燕为此上了新闻 新闻上都说顾燕可怜 还是满脸惊讶 见此 婉婉赶忙解释 顾燕作恶从未停止 我看到的不是流浪狗 而是向他索命的恶力 见顾燕停不吱声 婉婉继续搞 顾燕涅杀的动物可比他太多了 总之善恶中有报 不是不报 是时候味道而已 上次看见顾燕身上围绕的飞起 婉婉就知道了结局 突然想到了什么 婉婉忍不住问问 顾燕爸爸怎么样了 顾燕停长叹一声 他疯了 顾燕走后 他就开始精神不正体 年少时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考上研究生 在出国深造 后来遇到曹叔 结果曹叔带着孩子跑 他找到他们时 才知道曹叔入了狱 顾燕进了孤儿院 虽然曹叔做错了事 但顾燕还小 于是他把顾燕接回家 想尽力弥补 哪能想到顾燕走得这么凄惨 你说他一时间怎么能接受得了 婉婉听后一阵唏嘘 不见对儿子很爱 但顾叔叔这辈子没有亲人缘 惯性顾叔叔是一个好人 后半辈子会有人照顾他的 顾燕廷心里微微惊讶 婉婉你说对了 顾燕平日里经常资助打学生 其中有一个学生听说后 就把顾燕带过去照顾 婉婉一脸欣慰 对顾叔叔来说也算是晒有善报 所有孩子都参加了元旦节目 唯有小女孩却一个节目都没参加 这天陈赫景也一脸浮沫 他想给他家小师姐一个C位曲跳舞吧 谁知婉婉肚皮凸起来 说是这样不可爱 可陈赫景倒是觉得蛮可爱 于是又改送婉婉去大河城 谁知婉婉的身高只能站在第一盘 话筒刚好对准他家小师姐 这次就算小师姐要去 他都要好好考虑下的 最后思来想去 婉婉就被送去演小品 本以为小孩子的小品不好排练 结果婉婉和小胖默契失足 主要两个孩子表达欲超强 性格外向开朗 说话时又带有独特的味道 明明一句很普通的话 但是却能够让人捧腹大笑 婉婉表示很喜欢这个节目 于是回家便跟爸爸一对宣言 苏爸一听 那你扮演了什么角色 婉婉奶蒙回应 香菲的妹妹咖啡 说完还不忘给爸爸表演一对 加上婉婉模仿的也很像 直接把苏爸给逗笑了 第二天 六年级年纪主任也突然来找婉婉 见到婉婉第一眼 她顿时乐了 这孩子长得真喜情 就疼 婉婉一脸猛逼 什么叫我长得喜情 这是要干嘛呀 面对婉婉的疑问 陈贺景赶紧解释了 六年级哥哥姐姐们有个开场舞展示 四大名著的主题曲 你会吗 婉婉不假思索的回应 我会 说完仿佛意识到不对劲 婉婉满脸一问 小景老师 你这是又给我找活了 陈贺景不明带婉婉高兴于府 但还是点了点头 谁知婉婉立马从地上蹦了起来 见此 陈贺景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看起来很高兴 得意忘形的婉婉疯狂点头 那当然了 有活干就不用上课了 说完婉婉脸上顿时一僵 眼神胆怯 刚才那话不是我说的 你信吗 陈贺景无奈摇头 你看我相信了眼神 婉婉举着小嘴唇说话 陈贺景健壮 挥了挥声 赶紧跟周老师去练死吧 练不好就别回来 婉婉一听 顿时露出一个招牌式的微信 小景老师 请放心 我一定不负你所望 说完 婉婉直接跑 留下一脸无语的陈贺景 和一脸猛逼的年纪主任 当女孩几六岁 却能完整吹完整手白鸟嘲讽 这天婉婉孤零零在一旁 舞台上的同学们却叽叽喳喳 声音有些刺耳 婉婉长叹一声 口中不停喃喃 热闹是他们的 我是妹妹 这时间老师们已控制不住现场 婉婉深吸一口气 紧接着吹起了白鸟嘲讽 下一秒 舞台上所有声音戛然而止 音乐老师满脸震惊 婉婉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 还有这层天赋 但婉婉放下锁门 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整声 音乐老师赶忙问道 婉婉 你音乐天赋这么高 想不想学生乐 有兴趣以后来琴房 我教你 婉婉把头摇得跟锅浪鼠似的 不啦不啦 我没这个福气 老师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第一个老师眉头微皱 眼神中带着一丝不紧 你天赋这么好 说不定还能在娱乐圈发展 况且你二哥唱歌这么好听 作为妹妹怎么可能会唱 见死 小胖终于忍不住的大吼道 老师 婉婉没说谎 他确实没这个福气 以前只要婉婉一开嗓 我们都立马无耳朵的 这话一落 婉婉眼睛瞪得圆圆的 小嘴不开心的撅了起来 哈哈 小胖 我不跟你玩了 小胖一脸猛逼 我又咋了 还不允许人家说实话呢 这时程贺锦恰好感觉 结果就看到了气呼呼的玩猛 程贺锦见婉婉兄的跟猫似的 顿时扑斥一下笑出了声 婉婉抬头看去 算是给程贺锦一个眼神警告 见此 程贺锦鸟收住了笑 小男孩只是说了句实话 小女孩却再也不想和他玩了 小胖一脸委屈 婉婉姐 我保证不再说你唱歌难听 这话一落 婉婉怒气飙升 程贺锦见状却再一次笑出了声 婉婉泪眼汪汪 咬着嘴唇凶巴巴的 小景 你再一次伤害了我 却一笑而过 程贺锦打死不承认 我真的没有 婉婉撅着小嘴回应 你刚刚明明笑了 我都看见了 程贺锦低着头 掩饰住了内心那点尴尬 婉婉撅着小嘴训斥 你可以笑任何人 可我是你小师姐 你得尊重我 不然我都没面子 婉婉不拥所以 那不必须承认了 程贺锦继续道 那你是不是应该给师弟一个面子 婉婉不懂 眼神中带着满满的脸 见此 程贺锦叹了口气 我好歹是年纪主任 你直接爬我身上 我也很没面子的好 婉婉不禁看了看自己 然后露出一个招牌式微笑 程贺锦没有回应 只是让婉婉跟他去一趟办公室 婉婉乖小点头 这时小胖不禁生起一丝愧疚 婉婉被班主任带走了 会不会被揍了 吹了厕所呢 却震惊整个学校 甚至引来十万人的直播观看 校长顿时傻眼 他们虽然是贵族学校 但应该不至于这么火 可惊讶之后却是惊喜 现在直播这么多人 明年的招生不用愁了 于是校长想封后大喜 直播报复是好事 不用管 突然想到了什么 校长继续问道 搞清楚直播间 为什么这么多人了吗 文言工作人员掏出手机道 我看直播间评论 说是苏宇实在微博发了直播链接 这话一落 校长心里顿时乐开花 然后继续回座位观看节目 这时直播间的观众 直接在评论区刷屏 而关于晚晚 所谈的热搜 隐约有了报道字样 一时间 晚晚的关注度就更高了 不仅如此 各大官方也纷纷转发视频 有的记者还跑到学校采访 而元旦结束那天 晚晚早已回家吃大汤 至于网上的留言 晚晚有点看不懂 只有学校校长知道后 高兴的一堂服务 他们联系到了苏爸 想问苏爸愿不愿意 让晚晚接受采访 苏爸犹豫后 还是拒绝了 只是拒绝后 苏爸没有瞒着晚晚 晚晚也并不生气 反而安慰苏爸 爸爸做得很好 我也不想接受采访 假如记者问我问题 我答不上来怎么办 或者万一我说错话 被骂也有可能 煞奈间 苏爸感动万分 心想我家闺女不漏风了 当女孩仅六岁 却依依次所谈表演上热搜 见此 多方媒体争相采访 其料却被苏爸分分钟拒绝 可小报记者却不乐意了 还想写文章 痛恕婉婉这种心愿 结果高高兴兴 拿到主编手上时 夸奖不说 还被劈头盖脸骂一遍 苏家人是你想采访 就能采访的吗 况且你有权利采访 人家有权利拒绝 再说你要是 悄悄把这篇文章发出去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小记者一脸猛逼 平时写写明星小八卦 偷拍明星日常 主编不都没说什么吗 怎么这就不行了 似乎看出小记者的不服气 嘴边忍不住的 苏家不一样 已知不知道苏婉婉是谁 那是苏家恨不得 把天上星星摘给她的人 小记者依旧不相信 谁家能这么闯孩子呢 下时间 主编被自己员工气笑 我就这么说吧 只要是苏婉婉想要的 哪怕上刀山下活 她爸爸哥哥都在所不惜 见小记者不吱声 主编不耐烦地板了白手 总之苏婉婉的不好 一律不准发 要是真想发 必须发点好的 小记者不懂 什么才叫好的呢 这话一落 小记者心想着小孩真自恋 可在细看婉婉的面相 确实长得好 小脸白白净净 还有一双卡兹兰的大眼睛 加上肥嘟嘟的小脸蛋 见着就忍不住想上手捏一捏 甚至很多明星的孩子 都没婉婉长得好看 但转念才想到 苏婉婉是徐颖后的小女 这么想着 小记者一阵后跑 幸好没把通告发出去 不然别说工作不保 还连累公司 紧接着她就回到工位 洋洋洒洒地写了5000字赞美娃娃 火乎其然 没过两天 娃娃就点赞了她的文章 一时间 小记者爆 小女孩只是吹了厕所呢 却上了七七49天的热搜 甚至引起著名音乐家文玉的青睐 并发博说要收娃娃为徒 可文玉多年未曾收过徒弟 不然这次要收这么小的孩子为徒 顿时间大家都惊讶不已 尤其是文玉从不夸人 这次为了找到娃娃 却洋洒洒写了1000字的赞美词 见此 网友们纷纷爱策娃娃 结果一连几天都没人回应 这下让大家着急了 于是纷纷跑到苏宇石的评论区底下 苏宇石也吓得一猛一 了解完前因后果 才回复了一句 娃娃正上学呢 周末才能玩手机 顿时间 网友们突然觉得首富也变得接地气 而正在被众多网友讨论的网友 却完全不知这些事 他此时正在努力学习 争取期末考试能拿一张假状为假 毕竟小学可不像幼儿园 每学期都会有好宝宝脚 婉婉觉得虽然自己成绩不早递 但也要做个努力的好宝 说不定最后还能混得进步之心 这么想着 婉婉就更加有干劲 三天后 婉婉等老师收完最后一张卷子 便背着书包飞快跑出了教室 可刚走出学校 婉婉就被一道黑色的阴影挡住了 一抬头 竟然是播中 别的孩子放学都暗示回家 可小女孩却被轻松拐走吃大餐 这天婉婉刚放学 就被播中拦住了去路 见此 顾芳池敢忙扶在婉婉前面 恶狠狠道 你来干什么 郭忠看着顾芳池的眼神 心里多少有些惊讶 不过才不到十岁 那眼神却充满了怒骨和阴沉 郭忠明白 顾芳池将来绝对比她父亲更加心狠手辣 这么想着 心中最后那一点怨恨 在看见顾芳池这一双眼睛时 便瞬间消失殆景 我和张玉杰离婚了 婉婉一愣 随即才反应过来 你终于看清楚自己的前途 郭忠不好意思地解释 是她发现和我过不了父太太的生活 便转身找了下家 听到这儿 婉婉忍不住吐槽 怪不得我看你浑身泛着绿光 原来是被绿了 郭忠无言以对 婉婉你是知道怎么弃人了 见郭忠不支声 婉婉继续等 你现在的结果跟我没关系 你们家受到了应有的从事 我们家也不会再为难你 你要是再拦着不让我走 等我爸爸来 你就完了 郭忠一听 瞬间急了 不不不 我只是来道歉的 婉婉十分淡定 道歉不必 听到婉婉拒绝道歉 郭忠更加慌了 毕竟她弟弟可是亲口说了 要是苏婉婉不原谅她 她这辈子都别想回家了 思考半生 郭忠眼神一亮 只要你品原谅我 我就请你吃大餐 这话一落 顾芳池一脸不可思议 回过头 婉婉已经口水直流三千尺 顾芳池不禁大喊一句 婉婉 婉婉瞬间回过神 小吃哥哥 我们去吃大餐嘛 顾芳池毫不犹豫地拒绝 见此 婉婉秒变可怜巴巴 泪眼汪汪地看着顾芳池 好在顾芳池理智还在 赶紧道 婉婉 我们不知道锅中打了什么主意 还是别去了 万一把你卖了可怎 婉婉眨巴着卡兹兰的大眼道 富贵显中情 要是她真敢这么干 也要问问我七星见童不童 紧接着婉婉昂着小脑袋 说吧 去哪吃 男人说要请小女孩吃大餐 可让小女孩没想到的是 这所谓的大餐竟然全是素菜 婉婉眼神优怨地看着锅中 你这是耍我玩呢 婉言锅中一脸尴尬 不不不 这已经是我全部的家动 以前有钱 自然是看不上这些 但这两个月她欠了一屁子 每天能吃饱三餐就谢天谢地了 所以哪怕全是素菜 锅中也吃得津津有味 莫了 锅中还不忘到一句 你们俩随意 婉婉无言以对 想直接摔筷子走 就在这时 婉婉的儿童手表开始震动 定睛一叹 才知是爸爸打来的电话 婉婉赶紧接起电话 乃声乃气道 喂 不料苏爸在那头几乎咆哮得大 苏婉婉 你跑哪去了 婉婉看了看四周 他也不知事 于是转头问郭忠 郭忠随口报了一个地址 听到地址 苏爸气到几乎要晕绝 你怎么跑这么远 婉婉如实说道 郭小巧的爸爸说要请我吃大餐 苏爸顿时气到心肌梗塞 你这小吃货 人家叫你去你就去 是不是人家把你卖了 你还开心地给人家数钱呢 见婉婉不知声 苏爸放出狠话 你告诉郭忠 他要是感动你 我苏家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找到他 向他挫补扬灰 婉婉恩了两声 看向郭忠 大声道 我爸爸说了 你要是再敢抢我吃的 我爸爸一定将你挫补扬灰 这话一落 吓得郭忠脸色惨白 而听到婉婉话的老父亲一阵无语 婉婉满意地看着郭忠 随后对着老父亲说道 爸爸 你赶紧过来吧 行 你给我等着 婉婉听到苏爸的话 只觉得皮子一紧 但还是没有听出别的意思 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但还是乖巧点 好的 我等你 说完便自己先挂了电话 当女孩被男人呵斥 竟然微笑say sorry 这天苏爸又出差 婉婉只能跟着二哥 可苏宇时还得拍综艺 于是就把婉婉和顾方池带到现场 并千叮万组 让助理一定要照顾好两个猴子 才放心去录制节目 苏宇时参加的是一个极限挑战类的节目 在婉婉看来就是狼来了 小兔子快跑的游戏 以至于婉婉看见黑衣人追苏宇时的时候 婉婉十分激动 迈着小短腿一边跑一边给自己二哥加饮 二哥快跑 他来了 他带着飞猫腿跑过来 这模样把一旁的副导看得倒是乐 没想到婉婉这小短腿跑这么快 不送去练体育都浪费了 这话一落 导演冷空 这么可爱的小孩练什么体育 要我说进娱乐圈多好 妈妈是影后 哥哥是影帝 爸爸是首富 一出生就是人生名家 导演你要是这么说 他这么乖的孩子 就更不应该进娱乐圈这大人当你 是是是 你说的也在里 紧接着他看了眼镜头里各个嘉宾的状态 赶忙到 让嘉宾们休息半小时 半小时后继续 起料发音刚落 突然传来一个粗鲁的男生 谁让他们休息的 你知不知道一天场地费多少钱 明明一天可以拍文 为什么非要用两天 导演一听忍不住道 可嘉宾们已经跑了三小时了 再不休息怕是要粗食 男人眉头微皱 我投资你们干什么的 这不行那不行的 导演顿时无语 实话说 这群嘉宾已经是他带过最和谐的一群人了 想到这儿 导演还是继续劝说让嘉宾休息 王总显然不愿意 总之今晚加班也得拍完 还有这小孩谁家的 怎么在这捣乱呢 见此 导演赶忙解释 晚晚是苏语时的妹妹 他在旁边不碍事 剪辑时不让他出镜就好 王总顿时不高兴 什么叫不碍事 是我说的话不管用了是 行 那我马上把资金撤掉 导演见形势不对 微笑的鞠躬道歉 然后带着顾芳池一块来到录播室 这波操作下来 反倒让导演心里有点愧疚 男人想让小女孩立马离开 可导演却直接拒绝 甚至想把小女孩放在花絮中作为看点直播 但人家王总不懂 非说导演别乱来 导演无言以对 只能把晚晚和小池叫到身边 然后给两个孩子一把巧克力 晚晚当即撕开一颗丢进嘴里 嘴里的巧克力甜丝丝的 晚晚开心地露出了招牌式的微笑 小腿也跟着跳起了劲 晚晚 好吃吗 文言晚晚疯狂点头 不停地向导演发射奶蒙信 见此 导演忍不住又抓了把巧克力给完了 结果却被顾芳池拒绝了 导演叔叔 晚晚牙齿掉了 不能吃太多巧克力 导演见着顾芳池小大人一般的门 忍不住调侃道 没关系 晚晚慢慢吃 晚晚如葱搞算地点点头 导演说的没 可一旁的顾芳池却瞬间皱起了眉 晚晚这个小时候 一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挪不开眼 却不想自己是换牙的女人 想到这儿 顾芳池陷入了挣扎之中 导演见状只能把巧克力给了顾芳池的 那叔叔把糖给你 晚晚每天吃多少 有你决定好吗 顾芳池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于是愉快地点头应付 一个小时后 顾芳池又陷入了阴谋 因为晚晚再次吃完了所有的酒 男人明明体力不错 可小女孩却觉得她很菜 这天苏宇是参加极限挑战类的节目 追她的猎人还是体笑特照的 就被别人追到了 导演哭笑不得 苏宇时能逃脱已经很厉害了 结果到了晚晚这却傻也不是 晚晚奶蒙解释 我二哥以前还要厉害一些 现在身材怎样跑得动 要是再过几年人老珠黄 怕是没人再喜欢她 顾芳池无言 忍不住提醒道 晚晚 成语不是这么用的 晚晚一脸惊讶 可小景就是这么教我了 顾芳池送晚晚一个白眼 不在遍地 这时导演忍不住看了一眼苏宇时 身材挺滑 神情俊秀 实在是没看出哪里身材走 转眼就到了凌晨 导演叫了宵夜 想让嘉宾们先休息一下才拍摄 然而王总一听又不高兴 什么 又要休息 导演很想发怀 但奈何他是金主 只能转身笑脸相迎道 安全低 两个小时前才休息的 你们这一休息又要单个钱 到时候要花多少钱才行 导演很想回嘴 这时晚晚突然疑了一声 导演忍不住问 晚晚 怎么了 晚晚指着苏宇时旁边的男人 晚问道 他也是参加综艺的嘉宾吗 导演点了点头 是啊 他是你哥哥的搭档 叫周木男 晚晚一听 吼了一声道 那好吧 我看他公口放红 今天怕是有事要发生啊 导演不知道晚晚的本事 也就没在意 只是揉了揉晚晚的脑袋 等会儿要吃宵夜了 给你二哥也拿一份过去 晚晚直接拒绝 不用了 我二哥他减肥 我替他吃就行了 导演瞬间呆了 这当妹妹的可真疼啊 别人都觉得小女孩爱通歌 可骨子里他却爱藏了歌 这天导演给嘉宾们买了宵夜 让晚晚给他二哥送一份 谁知晚晚却直接拒绝 我二哥减肥 宵夜我替他吃了 然而没过三年 晚晚看见汗水湿透全身的二哥 便忍不住朝他飞速红灯 一双小手还不忘端一杯温热的绿豆汤 挪 二哥 刻意给你留的 见此 苏玉石感动万分 我家妹妹喂 终于懂得心疼二哥了 晚晚冷风 还有呢 这是导演叔叔给我的巧克力 我专门给你留了三颗 等会儿你要是饿了就悄悄吃一颗 苏玉石鼻子发酸 差点再次哭了 呜呜 我这辈子是积了多大的福气 能拥有你这样的神仙妹妹 突然想到了什么 苏玉石赶忙摸摸两孩子的手 见两孩子没有冷到后才松了一口气 晚晚 二哥今晚要加班 你和顾芳池要是困了 就去休息室睡觉 心想他自己习惯了通宵加班 但两孩子毕竟还在长身体 可不能熬夜 听到这儿 晚晚也有些困了 忍不住吐槽 你们投资商真不好伺候 明明中途休息效率更高 却让你们听令我 苏玉石见怪不怪 宠溺地摸完碗头 我说妹妹妹 你现在可是苏家的团子 自然是没法体会百姓的击鼓 晚晚嗨嗨一笑 那二哥你快去工作吧 还得给我赚奶粉钱了 苏玉石错愕 你个小财迷 我的银行卡可是全都给你了 晚晚奶蒙回应 难道你忍心让我体会百姓击鼓 苏玉石疯狂摇头 当然不 听到这儿 晚晚开心地往休息室走去 当女孩只是一个转身 可男人却还要送她一个大喷嚏 这天晚晚正开心地准备去休息室 可二哥却一不小心那切一声 将口水喷洒在晚晚身上 这一刻 晚晚脸色难看 夜景小泉泉差点准备动手 好在苏玉石求生欲望相当强烈 他赶忙陪笑道 晚晚 二哥错了 二哥不是故意的 说完又是啊切一声 幸好晚晚躲得及时 苏玉石庆幸这一次没有喷扫到晚晚 可晚晚看着自家二哥 眼里却满是担心 于是他跑到助理小姐姐面前嘱咐道 我二哥感冒了 麻烦你去处境药店 给他买点春菁喝吧 助理点点头 便赶紧跑了出去 见此 晚晚这才放心地回休息室 只不过在路过另一个休息室时 晚晚脚步一顿 静止朝着一个面容温柔的女人走去 谢晚清脸色苍白 看见晚晚朝自己走 他强撑着精神问道 是不是要去找师哥 我带你去 晚晚摇了摇头 我要回去睡觉了 谢晚清愣了一下 那我送你去休息室 晚晚依旧摇头 他看着苍白的谢晚清 便忍不住问你 姐姐 你最近是不是睡不后 谢晚清脸色一僵 随即点了点头 可能是最近压力比较大 晚晚思考半上没说话 只是拿出一个小小可爱的紧理紧 姐姐 这个送给你 谢晚清下意识地接过 仔细一看 没觉得有什么特别 但是做工很精致 看着就让人觉得很舒服 下一秒 谢晚清精神好了不少 他热情跟晚晚道歉 晚晚摇摇头 不谢不谢 反正我们还会再见面 这话一落 谢晚清满脸疑惑